第0368章 太原洞天 检查完轻域间谍的生长情况 鉴于已经有一只快孵化 徐军明便在这陡峰上布置了一层静置 虽然这灵兽别院无人可以打扰 但有时候还是小心些的好 离湖不远便是一片山崖 崖上栽种青竹 内里是一片数百平大小的青石平台 锦铃平台的崖壁上有一个宽大的石洞 石洞上方开凿出一个匾额 上书雷神洞 洞口左侧一头通体苍青色 独腿而无脚的神牛正握在那里酣睡 这蠢牛除了吃喝睡 整天什么都不干 还雷神 摇了摇头懒得再管它 顿光飞到大湖东方 这里有一座山谷 山谷中藏着一株巨大的梧桐树 梧桐树树冠上有一座三丈大小 无数灵草编织的鸟巢 巢里放着五枚水桶大小 通体青色的卵 这些卵中生机旺盛 淡淡的豪光随生随灭 无数的灵气被其缓缓吸收 催动青铜镜 可以看到这些卵中 已经出现了一只只长着伟灵 形貌如凤凰的鸟 当然 它们并不是凤凰 而是卵鸟 也是仙种 这株梧桐树 连带这些卵 都是原本就存在 重阳洞天宫殿宝树灵兽别院中的东西 徐军明得了宫殿宝树 这些灵兽也落到了他手里 当初重阳子之所以变成罗月 出现在自己面前 诱惑他去重阳内院送死 只是其一 多半还是不想他得到这些珍贵之极的灵兽 时过境迁 具体如何 徐军明也懒得去追究 看了一眼 查看了各个卵中的生机后 便出了灵兽别院 整个别院中 目前就只有奎牛 卵鸟和清玉间谍三种灵兽 黄卵仍然放在太史洞天朱雀峰上 自从徐军明在帝皇山洞天内 又开辟一层世界 把宫殿宝树和崇山居安置在这里后 就把两万三千公里的广大世界 称之为太史洞天 而他新开辟的洞天 称之为太原洞天 之所以称之为洞天而非世界 也是因为这里还没有太阴太阳 没有四季轮转 没有冰霜雪雨的轮回 只有度过最后的仙节 帝皇洞天才能称之为帝皇界 来到太史洞天 黄卵上的气息比之前更加博大 吞吐灵气的声势 也比之前更惊人 徐军明之所以把它放在这里 而不是灵兽别怨 便是希望他带来的灵气 可以快速壮大整个帝皇山洞天 后者能在十年中膨胀到两万三千里 大部分的功劳 是因为吸收了重阳洞天的关系 但黄卵带来的灵气 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察觉到黄卵内的神石 依旧在沉睡 徐军明也没打扰 突然前阳风灵光浩荡 时间不长 一个身穿青色长裙 头插金钗 手持木杖 左脸带着一块刺青的年轻女子 出现在封顶的祭坛上 师父 感受到徐军明的神石 女子面线惊喜之色 连忙催动顿光飞了过来 败入徐军明门下十多年 乔首星也早就长成了大姑娘 师父 你出关了 点了点头后 徐军明面带微笑 看着自己的三弟子 这次又给我带了多少人回来 自从乔首星在下江城 把满城的孤儿带回帝皇山 交给他这师父养育后 以后他在外行道 除了斩妖除魔 美道一地 都要把那些无家可归的孤寡儿童带回来 十几年下来 日积月累 整个帝皇山的孤儿 足有二十多万 幸好 崇山书院的培养模式 已经在徐军明多年操持下 比较完善 再加上早几年成长起来的孤儿 已经可以为他分担压力 否则 只是操持这么多人的吃食 就足以耗尽他的精力 不过 最近几年 只是收罗那些孤寡儿童 好像已经没办法满足自己 这便宜徒弟积德行善的心 很多被贪官欺压的良善百姓 也被他救到了帝皇山 嘻嘻 师父 其实也没多少 乔首星走过来 搂住了自己师父的胳膊 一脸的娇憨之下 恐怕没多少人知道 这些年大勇修行界 声名雀起 慈悲端庄的空丧仙子 还有眼前这幅貌相 徐军明叹了口气 每当乔首星这副样子 肯定后面麻烦不小 多少 十九万 十九万 徐军明瞪大了双眼 他以为乔首星撑死 就弄回来几万人 哪想到是他预料的几倍之多 师父 你不知道 这些年大勇朝堂混乱 民间贪官污吏横行 官逼民反之势 几乎年年不绝 就在一年半年前 北苏省下丽阳 蒲城等九府 因朝阳和泛滥成灾 颗粒无收 朝廷下发的旧灾粮 被贪官私吞 食不果腹的鸡民 揭竿而起 冲击重府县 历时一年多才平定 结果刚刚登基的新皇 不仅不体谅灾民疾苦 斩杀贪官 反而责怪活不下去的鸡民 更为了震慑民间动乱 不断的境况 竟然下旨斩杀 北苏省首先起义的 梁江县全县三十万百姓 用他们的人头 铸造金官 以锦效尤 说着 他脸上露出了 强烈的愤怒之色 要不是师父再三交代 不许干涉大勇朝堂 人家早就冲上金鸾殿 斩杀了那个 是非不分的狗皇帝 徐军明摇了摇头 这个世界的皇帝 可是有龙气半身 自己这徒弟虽强 但如果真去了 别说是斩杀皇帝 只怕刚进皇城 就被人家给斩了 所以 你就把梁江县的百姓 都带了回来 徐军明转移了话题 师父 他们都是无辜之人 徒儿怎么能见死不救 而且 你不是总教导徒 要心怀慈悲 几十多人吗 另外 师父放心 人家已经用赵颖镜看过了 救下来的人中 绝没有怨煞之气 缠身的恶人 赵颖镜 原本是管红雪的法宝 有十二重宝镜 后来被徐军明拿到手后 稍加祭练 便渡过天节 成了灵宝 不同于空间 灵宝八尺镜 照影镜 可以查遍善恶 回溯过去一月内发生的事情 同时可以射出照影神光 但凡被这神光照住 就被封住蹊跷 任由灵宝主人摆弄 既如此 那就把他们留在这吧 太史洞天 如今浮原两万三千里 赛上几亿人 也不会拥挤 而住在这里的人 加起来 还不到百万 安排十几万人 空间足够了 人带回来就带回来吧 不过 既然是你带回来的人 就由你负责安排 希希 多谢师父 对了 师父 从崇山书院 再调些弟子给我吧 如今 整个太史洞天内的人口 都纳入书院管理 尤其是教育 秉承后世普世教育理念的 徐军明 在自己的洞天里 也奉行这一套 他倒是很希望看看 双方结合后 能够培养出怎样的修行圣事 而且 地黄山洞天 寄托了他对人黄道的感悟 这里 如果出现人道圣事 一样可以提升 他人黄道的修行 你自己去十二夏院调人吧 说着 掌心献出一个黄皮糊润 这里面有一万多粒黄牙丹 用它发布任务 相信很多书院弟子会感兴趣 多谢师傅 乔手心欢喜地接了过去 刚要离开 又被徐军明叫住了 一招手 一道流光从空中飞来 落入掌心石 化为一尊灵光四射的八卦炉 你不是打算惊言丹道吗 这八卦炉 是我之前用的炼丹炉 十二条灵境的灵气 便给你吧 师傅不用了 为师 已经有了更好的丹炉 这个就用不上了 多谢师傅自保 不过徐儿用不上了 说话间 乔手心摊开掌心 一个三足双耳 药气十足的丹炉 从掌心浮现出来 看其灵性 一望便知是件法宝 徐儿这次外出行道 偶然找到了一处 古修式的洞府 得了这尊丹炉 徐军明眉脚一跳 微微吸了口气 自己这小徒弟 浮缘继韵好似 比自己还深厚 每次外出行道 每每能化险为一步说 而且每次都有收获 十几年的时间 他的梅兰小猪 洞天法界 便已经达到千里之举 那里更是栽培了不少灵根 甚至洞明级的灵根 也有几株 宝贝方面 除了徐军明给的赵颖镜 西宝花兰 也被他祭练成了灵宝 另外 这些年在外航道 还得了一件彩霞衣的灵宝 至于修为 更是进步神速 如今已经是原因六遍 要是再过些年 只怕就追上他这当师傅的了 心下微微摇头 徒弟越出色 他这当师傅的 只会越高兴 伸手一指 一道灵光没入 巧守心眉心 这是师傅领悟的 七星统越大阵 可以会和七宝之力 也可单独对敌 能极大的增强你的实力 若是你后面 搜集到足够的材料 便拿到师傅这里来 师傅给你祭练一件阵图 略作领悟后 巧守心开心地点了点头 多谢师傅 挥了挥手 去吧 那徒儿就先告辞了 话落 顿光飞起 直朝动天外围飞去 看着他的背影 徐军明面露欣慰之色 他这三徒弟 如今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 第0429章 长春剑派 俯瞰自己一手打造的 帝皇山洞天 万里河山 锦绣无数 一股伟岸之气 自胸腹间横生 徐军明注视良久 催动青铜镜 看向天空 后时的戒壁变得透明 巨大的帝皇山洞天之外 是一团广有数万里的银白色水团 这水团呈银白色 只是看上一眼 就能感受到其中无尽的冰寒 除了破人的寒冷 更有充盈无比的水脉精气潜藏 浩瀚的水形精气 几乎无穷无尽 这 就是北海海眼 当初罗越绝望之下 拼死把重阳洞天 拉入北海海眼 以图把众人永远冰封 在北极之下 他孤注一掷的行动 若是碰到没有洞天法界 不动胡天道法的修饰 也许就成功了 可惜 徐军明的帝皇山洞天 本身就强大无比 虽然被大地原辞之力 以及北海无尽的寒气 镇压在这里 但却不妨碍他进出 跨界传送阵 连世界都能跨越 出入北海海眼 就更简单了 不过 帝皇山洞天 暂时就要留在这了 徐军明现在的法力 还无法带着他从这里挣脱 好在北海海眼中 灵气浓厚无比 帝皇山洞天在这 也可以吸收水航精气 增加洞天内的水气 增厚帝皇山洞天本源 为将来渡劫做准备 有重阳令在手 就算没有帝皇山洞天 也无碍我的安危 念头落下 最后看了一眼 面前的帝皇山洞天后 催动八尺镜 打开空间通道 一步迈出 便来到了北极之上 这里刚风呼啸 冰冷刺骨 即便徐军明这样的原因修饰 时间久了 也会坚持不住 看了一眼 一片银白的冰原后 顿光飞起 直朝南方飞去 离得北极越远 温度逐渐升高 渐渐的可以看到点点植被 都是些苔藓和第一 再向南飞了一段后 大片的真夜灵出现在眼中 这里是大勇北方的蛮荒地带 生活着大量蛮族 它们是大勇北方边关的主要危险 顿光跨过森林后 又是大片的草原 最后终于看到了大勇最北方的 镇北关 一座衣衫而建的巨大关城 也是拦截草原蛮族南下的重要屏障 过去镇北关后 就是大勇的北幽省 徐军明停下顿光 一摧八尺镜 十三道顿光从中飞了出来 看他们身上的气息都是原音景 而且极为高深 这里是大勇北幽省 不远处就是镇北关 你们可以离开了 当初探索重阳洞天的人虽然不多 但也有二十多个 后来洞天破灭 深居怨煞之气的人都被他斩杀 几个元神修士 在洞天坠落的时候 就趁机离开了 只剩下这十三位原音修士 现在其中被徐军明所救 后来祭炼帝黄山洞天 翠炼灵宝 也顾不上送他们离开 这次他再次外出行道 便趁机把他们送了出来 袁松阳多谢崇山真人救命之恩 日后但有召唤 晚辈必定唯命是从 一个身穿暗红色道袍的修士 上前一步恭敬道 多谢崇山真人救命之恩 其余人回过神来 纷纷道谢 真人 不知我等以后 可否再进入真人的洞天法界 一个身穿紫袍的中年女子问道 他们在帝黄山洞天内住了十一年 深深感受到了那里无比丰沛 而且日益上涨的灵气 这对有门派唯一账的修士诱惑力 可能不大 但对那些无门无派的散修 就不一样了 洞天法界为我个人之物 除非门人弟子 否则 外人不得入内 徐军明把自己的洞天世界 培养到那么大 中间耗费无数辛苦 更砸进去无数资源 除非继承他思想和道统的 崇山书院弟子 否则外人一旅不准入内 不知真人收徒标准为何 若是可以 徐行方愿意败入真人门下修行 中年女子道 徐军明有些诧异地看了他一眼 你修为已至原因久变 法力并不在我之下 何必要执着败我为师 真人法力虽与我相等 但道法境界却远在我等之上 能挡住黑山老妖 灭杀崇阳道魔头 一身实力 惊天动地 若能败真人为师 学得真人基成本事 于愿足矣 徐行方恭敬道 你倒是会说话 看了他一眼 目光从其余人身上扫过 目光中露出一缕思索 片刻后 看你执着 我若轻易拒绝 想必你也心中不服 这样吧 三年之后 我会在中州城外布置一座镇法 但凡过得去此镇 便可谓我弟子 过不去就别怪我 没给过你们机会了 真人之言 可是真的 不远处一个轻袍 修士问道 我从不忘语 说吧 顿光一起 即如闪电般 朝南方飞去 十几个原因修士 各自对视几眼后 四散飞走 崇山真人徐军明 三年后 在中州城下布阵收徒的事情 迅速传遍了整个修行界 他虽然出事不过三十年 但一路来 战绩却极为标柄 横扫大横山妖族 灭掉白骨天王上司徒 斩杀神剑天王管洪雪 下江城上 灭掉元神修士 黑山老妖分魂 更是震惊天下 尤其十年前 重阳洞天之战 经过几个元神修士之口 传遍修行界后 徐军明的地位 更上一层楼 已经不再是普通元神修士可比 隐隐成为大勇修行界中 最顶尖的几个之一 更何况 他还有一身超绝的炼器技艺 是目前已知的 大勇修行界中 唯一可以炼制灵宝的炼器师 被人尊为将圣 这样有实力 有身家丰厚 拜师后 绝对不愁法宝赐下的 绝佳师尊人选 要在三年后 中州城下布阵收徒 消息传开 整个大勇修行界都轰动了 慢慢的 这消息传到了海外 以及大勇周围的修行世界 无数散修 都在朝中周城赶去 当然 这还是后话 始作勇者徐军明 顿光跨越整个大勇后 再次回到了下江省 不过他没去下江城 而是来到了下江城 五百里外的长春岭 长春岭是一座长三百里 宽一百三十里的山岭 最高的神剑峰 也不过五百丈 在整个下江省 都算不上什么高山大远 不过长春岭所在之地 周围环绕千里 都是广阔无比的平原 独留这一座山岭 俯瞰山河 颇有几分上一世 登太山小天下的意境 再加上这里 又是长春剑派的山门所在 所以在修行界声名不小 徐军明落下顿光 看了一眼盘山上的山路 迈步走了上去 长春剑派是道家一迈 也是三清祖师的弟子 所以长春岭上道观无数 平日里来此上乡的香客 不说摩肩接种 却也极多 再加上来此 游览的文人骚客 通往长春岭神剑峰上 满眼都是人流 时节而上 很快就来到 神剑峰主峰上的长春观 威额的庙门 高三层 极为宏伟 一进门就是 红阔的青石广场 正对面是 珠强黑瓦的大殿 匾额上三个金子 三清阁 到了这里 文人香客都会奉上一柱清香 一点香火钱 徐军铭所在的茅山南宗 也是上清敌传 上清道人也算是他的祖师 徐军铭迈不向前 奉上一柱香 拘了一宫后 才转身朝后山走去 随着周围的喧嚣退去 环境也越来越清幽 居室留步 内院乃道家清静地 外客不得入内 两个身穿青灰色道袍的道童 拦住了徐军铭的去路 这两人修为只是铸鸡而已 告诉他们 自己要找长春剑拍的掌门 他们也见不到人 看着两人戒备的神色 徐军铭淡淡一笑 竖起左掌 掌心神文闪烁 叮 两人的身体瞬间静止不动 甚至连神色都固化了一般 穿过院门 后面是一条通往后山的山路 徐军铭迈步而入 周围有不少长春剑派的弟子 但他们看到 徐军铭迈步进来 并无人阻拦 以为他是派内 那位同门的好友 已经获准可以进入 所以虽然好奇 却一时半会无人阻拦 长春剑派内院 占地广阔 从下道上 一整个山头 足足上百座 红墙黑瓦的建筑 不过不同的弟子居住区域 有明显的区分 当徐军铭沿着山路 来到第二道高大院门前的时候 又有两个先天妻的 守门弟子拦住了他 虽然可以顾忌重施 但他又不是恶客临门 不好一点规矩不讲 全凭自己实力闯进去 来客止步 此乃长春剑派重地 没有人接引 外人不能入内 简单地打量了一下两人 根基倒也扎实 你们进去通报 就说 崇山真人 徐军铭剑约前来 要见你们邱掌门 说吧 身上气势一傻而逝 虽然时间很短 但那强横如山 无边无牙的强横压力 让两个先天弟子 脸色瞬间苍白 看向他的眼神中 满是压力 甚至还有一丝恐惧 请 请前辈稍等 我们这就去通报 徐军铭点了点头 两人稍作商量后 一个稍微年长的留下 年轻一些的飞奔而去 那速度 仿佛爹娘少生了两条腿 第0370章 顺手而为 等得无聊 徐军铭打量着面前的小道士 你叫什么名字 回前辈 晚辈名叫周一枝 乃是长春剑派 得自卑弟子 周一枝恭敬道 刚才那是你师弟 是 为什么你不让你师弟留下 难道你就不怕 我等得不耐烦了 打杀了你 徐军铭一刺牙 笑容更胜了 周一枝腿肚子一颤 深吸几口气后 稳定住心神 前辈修为高绝 道得深广 又是我长春剑派的同道 自然不会跟我这小辈一般见识 哼 你倒是会说话 入到几年了 回前辈 五年了 五年就能把法力提升到第五层 而且还很精纯 看得出 你平时没少用功 不敢当前辈夸奖 一知愚笨 资质普通 只能比师兄们多多用功 才勉强有几分功功 咚咚咚 浩荡的钟声 突然响彻群山 灵光浩荡 声势浩大 看到这番动静 周一枝脸上 也不由露出惊恶之色 他入门近二十年 还从来没见过这番声势 徐军铭抬头看了一眼 但见三道强大的灵光排开云气 当心而来 后面十几道灵光脱后 很快 一身紫色道袍的秋阳子 出现在徐军铭面前 左侧是见过两次的秋龙子 右侧稍显年轻的一位 倒是没见过 不过一身原音久变的修为 也颇为不俗 看到徐军铭 秋阳子脸上露出喜色的同时 功身一礼 仪态恭敬 秋阳子邪门下诸弟子 恭贺崇山真人 驾临长春剑派 徐军铭一身修为 虽然看上去不甚出色 但强大的战绩 却称得上强横 面对一个屡次对战 元神修士 尤其是黑山老妖 这样元神修士中的强者 仍然可以 全身退的人 无人敢不尊敬 秋掌门多礼 徐军铭此次 乃是应签约而来 真人言而有幸 令人钦佩 情里面叙化 秋阳子面带笑容道 徐军铭点了点头 向前走了两步 很快又停了下来 转头看着目光敬畏的周一只 随手一挥 一把金光闪烁的法剑 飞到后者身前 看着他惊恶的神色 徐军铭道 相见就是有缘 这法剑便刺你吧 徐军铭法剑 是他在来长春剑派的路上 碰到几个作怪的妖魔 顺手斩杀后 赔来的战利品 只是六条灵境的灵气 对徐军铭而言 这样的东西 他已经用不上 换在平时 多半拿来奖励 给崇山书院的弟子 现如今 帝皇山洞天 被镇压在北海海眼中 用胡天法送回去 有些大财小用 就留在了身上 前番看着周一只 行事风格 倒是颇对他的胃口 便顺手赏给他了 他本就是随手为 所以做完便迈步向前 直朝山顶走去 周一只手捧法剑 看着远去的背影 拒绝的话 被堵在了喉咙里 傻小子 还不快谢谢 说话的是一个 身穿青色道袍的中年人 听到师父的话 周一只一机灵 连忙高声道 多谢真人赏赐 徐军铭转过身 韩笑朝他点了点头 在邱阳子的带领下 逐渐消失在山道拐角 臭小子 这次 你真是赚大了 很多金丹修士 都不一定有一件灵气傍身 中年倒是走过来 拍着他的肩头 与其中透着一丝羡慕 自己这便宜涂地的机缘 太好了 周一之双 手托剑 弟子修为不过先天 用灵气实在太奢侈 还请师父收下此剑 中年倒是欣慰地看着弟子 你能由此孝心 也不枉为师教导你多年 不过这法剑 还是你收起来吧 有它傍身 你日后在修行界行走 也能安全一些 而且 那位真人赐下的宝贝 可没人敢乱拿 看了眼徐军铭消失的方向 周一之号祈祷 师父 这位崇山真人很有名吗 掌门真人 好像对他极为恭敬 中年倒是用惊叹的语调道 你修道时间短 再加上这位真人 影迹多年未出 你不知道他也正常 不过 十几年前 这位真人做下的事情 却是震惊了整个修行界 从徐军铭出世时 灭杀大横山妖族 斩杀天狼王 一直讲到后面崇阳洞天 大战黑山老妖 灭杀崇阳道 魔道余孽 中年道人说得口莫横飞 周一之听得惊叹连连 没想到 崇山真人如此强大 中年道人认同地点了点头 除了修为 崇山真人 还是目前修行界中 唯一可以炼制灵宝的炼气师 被修行界尊称为圣将 顿了一下 转过头 满脸羡慕 你小子能 博得他老人家的青睐 真是祖上积了大德 日后当好好修行 说不得今日这一面之缘 便是你将来乘道之路上最大的助力 到时候 为师也能跟着你沾沾光 弟子一定努力修行 不辜负师父的期望 这样就最好了 不提师徒两人的交流 徐军铭在邱阳子的带领下 来到了长春剑派 位于山顶的义士大殿 长春殿 因为涉及到长春剑派 最核心的机密 所以 除了邱阳子这个掌门 邱龙子 以及那位园阴久变 名为邱空子的修士 其余人都退了出去 见过一次 多少了解徐军铭 行事风格的邱阳子 简单寒暄几句后 师弟 邱龙子点了点头 摊开手掌 一枚小而拳头大小的 深蓝色珠子 从他掌心冉冉升起 阵阵朝涌之声 随之响起 浑厚的水行精气 汇集而来 正是徐军铭祭练的水灵珠 当初为了留下那 七枚青玉剑蝶虫剑 便把这水灵珠 留给了长春剑派 如今 他从重阳洞天安全返回 这宝贝自然要收回来 徐军铭伸手一招 水灵珠仿佛圈鸟归巢 滴溜溜 飞入徐军铭掌心 看到这一幕 邱龙子脸上露出不舍 十几年来 他天天与赐宝为伴 已经用顺手了 但若是出于一己私心 留下这水灵珠 别说是他 就是整个长春剑派 加起来也没这胆量 而且 水灵珠虽好 却比不上一把 真正的灵宝级飞剑 邱长们 把五剑灵裁掉吧 邱阳子点了点头 真而重知的 从法袋中拿出一枚玉盒 法力拖着潮汐军铭飞去 接过来打开 正是当初见了一次的 洞铭及灵精 眼看材料无误后 徐军铭收入袖中 三年之后 我会把炼成的飞剑送回 邱阳子点了点头 经历了重阳动天之行后 徐军铭仍然可以安然无恙 他也不担心 自己投入的这些材料 最后有去无回 接下来 真人要去何处 邱阳子道 邱掌门 徐某有一事相求 真人直言无妨 只要我长春剑派 能做到的事情 必然不会拒绝 徐军铭淡淡一笑 邱掌门放心 此事对贵派只有好处 顿了一下 在下酷爱读书 所以 欲入贵派藏书阁一宝眼符 邱阳子三人脸色微变 请邱掌门放心 徐某虽对贵派传承的三精武功 极为仰慕 但自知非长春剑派之人 不会苛求贵派的嫡传秘籍 只要把藏书阁中的其余书籍 开放给徐某阅读便好 邱阳子三人松了口气 只是普通书籍的话 倒是不用不太为难 当然 徐某也不白看 掌心摊开 一粒火红色的珠子浮现出来 这粒赤赤珠 便作为徐某的毒资如何 邱阳子本就有点头的意思 如今再加上一粒火属性的法宝 自然喜笑颜开 满口答应 我长春剑派藏经阁中密典 可任由真人阅读 邱阳子快速道 徐君明淡淡一笑 随手一挥 赤赤珠飞向邱阳子 既如此便有劳了 真人既要读书 那我长春剑派的飞剑祭练之事 邱龙子连忙问道 习惯了有灵宝傍身 现在水灵珠被徐君明收回 他心中期盼着 将来能早点拿到灵宝级的飞剑 三年虽然对修道人算不上场 但他却不想再多等 放心 三年之后 徐某保证把飞剑交给长春剑派 现在有了天宫神炉 同样是祭练领宝 时间比过去节省了数倍 那就有劳真人了 邱龙子连忙道 第0771章 国师慈祥 长春剑派作为千年大派 门中藏书自然丰富无比 还超过了徐君明之前所在的茅山南宗 但比起万年大派崇阳道 却是差了几筹 藏书阁中不少书籍 徐君明都在崇阳道内见过 所以 只是半年 基本就看完了 刨除一部分 利益浅薄的书籍 真正对他有所帮助的 也不过两三百册而已 即便只是两三百册 徐君明也觉得收获不菲 离开了长春岭 只往下江城而来 一别十几年 下江城仍然繁华如稀 回到居住多年的故居 石榴树亭亭如盖 更加繁盛了 哥哥 左边 左边有大哥的 知道了 知道了 一个扎着麻花辫 穿着小花袄 踩着虎头鞋 大约六七岁的小丫头 正站在石榴树下 又挑又叫 葱白纤细的小手指 指着树梢 满脸的欢心 石榴树冠上 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 正踩着树枝 伸手去狗压弯枝头的 大石榴 枝啊 听到嘶哑的开门声 小男孩下意识地 扭头看去 见有人进来 心下诧异 这一分神 脚下一个没踩吻 哀悠一声 从树上掉了下来 下面的小丫头吓得大叫 徐军民伸手一指 一道按镜拖住小男孩 把她放到地上 哥哥 哥哥 你没事吧 小丫头跑过去 鼻涕眼泪 全都流了下来 没事 妞妞 把妹妹的眼泪擦干净 小家伙疑惑地 摸了摸屁股下面 刚刚她明明感觉 这地势软的 怎么突然间 变得这么硬了 胡子 妞妞 妇人略带焦急的呼喊声 从左院传来 刚要问徐军民身份的小男孩 蹭一下 从地上爬起来 快走 要是被娘知道我们 偷跑过来 肯定要打我们屁股 看了徐军民一眼后 小男孩拉着妹妹 直朝左侧院墙跑去 那里泥土累气的墙壁 因为年久失修 塌了一块 临时用甘草 困成的草垛遮挡起来 小男孩牵着小丫头 拔开两个草垛 滑溜地钻了过去 看他动作 显然不是第一次 很快左院传来了训斥声 徐军民微笑着摇了摇头 抬头看了看石榴树 虽未成林种 但用造化道法力滋润一番后 他倒是显得不凡 也难怪会被那小家伙寄予 他上一世 年纪还小的时候 也没少去偷人家的果子 回忆往昔 颇多感慨 微微叹了口气 压下心底多余的思绪 随手一招 地上被那小家伙摘下来的石榴 飞入掌中 杏手包开 内里的石榴子白中透粉 又大又圆 看上去就有食欲 捏了几粒入口 酸甜可口 在樊瓶水果中堪称上家 味道倒是不错 不过比起我养在灵果园里的几株 却是差了不少 脸上挂着笑意 随手推开了卫上锁的房门 他的房间本就陈设简单 除了中间的厅堂 就是左侧的进修室 以及右侧的卧室 而且卧室中根本没有被褥 只是放着几个蒲团 虽然已经多年未用 但一起都跟他离开时 毫无二致 桌椅板凳上也光洁如星 毫无灰尘 显然 他这里经常有人打扫 有意思 徐军明伸手虚抓 一缕淡青色的气息 在掌心汇集 口中默念几句后 一面水镜在深浅三尺处出现 把淡青色气息投入其中 水镜中波纹闪烁 片刻后出现了清晰的影子 一个身穿淡黄色长裙的美丽女子 手里拿着麻布 一点点地把整个房间打扫干净 原来是她 徐军明原本以为是玄境思的人 没想到 居然身在投名为红玉的妖狐 咚咚 敲门声响起 神石一扫 徐军明袖口一挥 扫灭眼前水镜后 转身穿过庭院 打开院门 外面站着一个身穿旧袍 头戴纹是金 并脚垂下两缕长发 显得斯文稳重的青年人 向如兄 别来无恙 徐军明微笑拱手 你 你是徐军明 正是徐某 逢向如端向片刻 脸上露出惊喜之色 哎呀呀 果然是徐兄 刚刚她听孩子们 说东院有人进来 想到这里是故人住处 虽然已经离去多年 作为西陵 她也有义务为对方看守宅院 便想着过来看看 没想到回来的居然是 已经离去快十二年的徐军明 多年不见 向如兄越发的儒雅了 嗨 比起徐兄 我是老得多了 一把抓住徐军明的胳膊 走 你嫂子在家里做好了晚饭 今日就在我家吃了 说吧 拉着她朝自己家走去 看逢向如如此热情 她倒也不好推脱 随着对方走进家门 惠娘 这位就是我跟你说过的 咱家西里 也是我的挚友徐军明 一个身穿淡紫色旧裸裙 形貌秀美的妇人 看了徐军明一眼 脸裙为礼 见过徐公子 拜见嫂嫂 虽然徐军明真实年龄 已经过了花甲 但现在的她外表 仍然是一副二十几岁的青年 看着一位在妇人身边 已经见过一次的男孩和小丫头 笑道 向如兄 这两个是你的孩子 要不是他们顽皮 跑到你院子里去偷摘石榴 我都不知道你已经回来了 逢向如道 胡子 妞妞 快过来 拜见徐叔叔 两个小家伙 倒是很听话 连忙走过来 翘声道 拜见徐叔叔 好孩子 徐军明身手入秀 在拿出来时 已经多了两枚护身符 这是他用灵器临时做的 已经算是法器 不过上面有他设置的遮蔽禁纸 除非拿到手里用神石查看 否则无法看破 这两个是徐叔叔给你们的见面礼 一人一个 两个护身符约有核桃大小 一面是青色的盘龙 另一面是紫色的飞凤 上面各穿一条 徐军明用灵器编织的丝线 军明 这两个东西太珍贵了 你还是收回去吧 护身符都是御制 虽然看起来比不上那些 质地精纯的上等美玉 但也不算差 区区几块玉而已 怎比得上我跟向如兄的情谊 说着拨开冯向如的手 一人一块 帮两个小家伙带上 看他坚持 冯向如也知道 这位好友身家富裕 便没再阻拦 还不快谢过徐叔叔 谢谢徐叔叔 慧娘 快去多做几个菜 今日 我要跟徐兄同营几杯 夫人点了点头 带着孩子们下去了 冯向如带着徐军明 来到院子里的石桌前坐下 一如十一年前赏月之时 向如兄 冯翁 冯向如脸上露出一丝哀痛 我爹他老人家 已经在两年前过世了 原来如此 向如兄节哀 没事 我爹走的时候 无病无痛 他老人家看我成家立业 已经无憾了 冯翁一生虽清平 却生性良善 耿直纯正 相信会得阎王善待 冯向如点头后 徐兄 为何十几年毫无音讯 家中变故 不得不远走他乡 这几日才回来 可还要离去 两三日之后 我便要走了 还要走 这次来 便是看望一下向如兄 而后就要带着家中 雇物回家 说到这里 徐军明迅速转移了话题 向如兄 如今继承了冯翁的誓言 冯向如摆了摆手 也是运气 你走后没过一年 衙门昭露禀彼 功名无望 便报名一事 没想到被录取了 故多年来 一直靠此为生 日子虽然不富裕 却也能吃得饱 穿得暖 如此就好啊 看到向如兄家有嫌妻 西夏儿女双全 唯可放心离开了 两人边吃边聊 一直到晚间才散去 回到家 刚进门 徐军明脚步一停 出来吧 一道青色光滑 从墙角飞来 落地化作一个身穿 青色长裙 相貌美丽的年轻女公子 红玉拜见 重山真人 看了他一眼 金丹十二重 看来这些年 你修行还算勤勉 多亏真人赏赐赐药之恩 否则 小妖绝没有现在的修为 红玉连忙道 微微点了点头 我这宅院 都是你在打扫 是 为何不用法力 红玉神色恶然 他没想到 徐军明连这些都知道 小妖怕妖气脏了 真人的清修之地 看了他一眼 徐军明随手一挥 一枚瓷瓶 飞入他手中 这里面有三粒灵丹 可谓你 渡过园阴天节 增加几成胜算 红玉神色大喜 连忙攻身 多谢真人赐药 挥了挥衣袖 去吧 以后不必再来了 看着他惊恶的样子 徐军明目光扫过院落 缓缓道 这里本就是一处临时居所 以后不会再回来了 所以 你也不必再来打扫 说吧 也不管红玉如何想 迈步推门进屋 后者看着紧闭的房门 脸裙为礼 谢过之后 才飞升而去 盘坐在静修市蒲团上的 徐军明 睁开双目 看着红玉离去的方向 这狐狸 倒是一个执拗性子 看他离去时的眼神 分明没有把他的话 放进心里 摇了摇头 一件小事而已 他愿意继续打扫 就让他打扫吧 以后如无意外 他也不会再回来了 第0372章 慈航大法师 盘坐在静修市 徐军明随手一挥 头顶一面铜镜 冉冉升起 皎洁的静光中 飞出一尊铜炉 炉中火焰熊熊 炙热无比 看了看火后 还是差了点 九千炼的金铁 太难融化了 他用八卦炉 断烧了近半年 仍然还差了一些 当然 如果用天宫神炉的话 倒是不用这么麻烦 不过 天宫神炉 远在地黄山洞天 刚出来就要回去练宝 他也不怎么愿意 后来 便把灵气圆满的 八卦炉祭练一番 让其渡过天节 成就法宝后 用他来祭练 长春剑派需要的飞剑 虽然仍比不上天宫神炉 但炼化的效率 却提升了几倍 也够用了 收起铜炉和圆镜后 徐军铭只觉一变 一道灵光飞起 很快消失在夜空 时间不长 敲门声响了起来 进来吧 随着脚步声 一个身穿白色长袍 头戴玉冠 一态威严的年轻人 迈步走了进来 看到徐军铭 眼神中露出尊重 敬畏之色 连忙躬身一礼 见过道兄 坐 白衣男子在对面的蒲团上坐了下来 近十二年不见 夜道友风采依旧 真是可喜可贺 问霄不过是师位素餐 比不得道友在重阳洞天内 纵横百合的神威 夜问霄游记的十二年前 徐军铭横扫重阳洞天的消息 传入自己耳中时 他内心的震撼 要知道重阳洞天第三层 可是修行界数百年 都无人能全身退的死地 眼前这位不仅灭了躲在里面的重阳道余孽 更打跑了手持天魔帆的黑山老妖 实力之强 玄敬斯上下加起来也比不上 徐军铭淡淡一笑 夜道友 玄敬斯可有重原子那余孽的消息 那魔头从重阳洞天逃出后 欲祸乱中州城 被国师大人以非雷俭击退 最后逃入西级沙漠中 消失不见 大勇西方除了浩瀚的山脉 最大的便是无边无牙 足有数万里之巨的火罗大沙漠 这片巨大的沙漠 以及其中恶劣的气候 阻隔了大勇与外界的交流 国师 可是号称雌行的那位 徐军铭道 正是 夜问萧一泰恭敬地点了点头 大勇国师雌行大法师 可是元神九阶的绝世强者 大勇立国的真正擎天巨主 数百年鸡威 早就深入人心 徐军铭实力绝强 可以不怎么在乎 但夜问萧不行 慈行大法师 心中默念 就是不知这位慈行 是不是倩女幽魂中 那头想要借助龙气成仙的无功妖 对了 徐道友 政府史离开始交代 若是我见到你 务必转告 他在京城玄境司藏书阁等你 徐军铭知道 他说的是萧红哥 我知道 顿了一下 最近几年 黑心魔教如何了 日益猖獗 徐军铭眉头一皱 为何 新帝登基 旧臣与新贵争权夺利 地方上贪官污吏横行 以至于民乱不断 鸡明蜂拥而起 再加上这些年天灾众多 尤其去年浑和泛滥 冲毁良田数以千万 以至流民遍野 极大的动摇了朝廷统治 天灾人祸导致亡者众多 戾气积聚 冤魂呼啸 滋生无数妖魔 在这样的环境里 黑心魔教可谓是如鱼得水 势力快速壮大 除了九大天王 还出现了十二鬼使 十二鬼使 徐军铭眉头一皱 是十二名原因中后期的修士 人 妖 鬼 魔都有 实力虽然比不上九大天王 却也是实力强大 叶问削点头道 你们玄境司 怎么会看着黑心魔教 壮大到如此地步 徐军明智问道 叶问削苦笑 这些年 中原不静 玄境司大半实力 都集中到了中原各省 南方诸省的实力 下降不少 再加上黑心魔教这些年 精锐尽触 九大天王实力强横 只凭我们几个 巡查史实在抵挡不住 除了我下江省 因为徐道友当年离亭扫学 绝灭了这里大半妖魔鬼怪 局面还算安稳之外 其余几省 尤其是西南部天南 日南和隆川三省 玄境司的势力 只能保证省城 府城 以及少数县城的安稳 其余阵线 已经脱离了玄境司管辖 你们放任不管 那里的百姓 岂不是都为了妖魔 徐军鸣怒道 道友误会了 除了我们玄境司 各省还有不少修行门派 我们退出的地方 离数都归了他们 你们就不怕他们实力壮大了 彻底把你们 玄境司逐出去 我们也没有办法 玄境司的实力 已经不比从前了 叶问萧苦笑道 玄境司的培养 不应该是成体系的吗 为何还会经不如稀 自是涉及到百年前 玄境司的一场内乱 内乱 叶问萧眼神中 露出一丝回忆 百年前 大勇第五代皇帝龙庆年老 三皇子与七皇子 争夺储君之位 那时候的玄境司阵 服侍柳无旧是七皇子的外祖父 他违背了玄境司 不得卷入皇位之争的训诫 带领玄境司 支持七皇子 但三皇子却暗中联络了 玄境司内部 布满柳无旧决策的左右阵服使 双方爆发了一场大战 虽然最后三皇子一方胜出 却让玄境司实力大损 失去了盖押天下的实力 若不是三皇子 从清凉山中 请出了慈行大法师 任命他为国师之尊 只怕大勇的统治 会比现在更动荡 原来如此 徐军明了然地点了点头后 你见过那位大勇国师吗 没有 我厌倦朝堂 更不喜全市争斗 每次回京 也只是去神武堂述职 从未参加过朝廷的春秋大宴 甚至 要不是师父临终前 让我在玄境司效力百年 我早就离开了 叶问肖毫不掩饰 自己对大勇朝廷争权夺利的厌恶 清凉山 远离中州城北方数千里 当时的三皇子 后来的神武帝 能认识现在的大勇国师 还真是令人好奇 叶问肖眉头一颤 徐道友 此行大法师乃是有道高僧 甲子前曾以一己之力 镇压黑山魔教 多年来 更是光师善举 活人无数 徐军明挥手打断了他的话 我只是对此人有些好奇而已 并无他意 不管这慈行大法师 是不是倩女幽魂里的无公妖 徐军明 现在都顾不上他 你们玄境司中 应该有不少黑心魔教 挥下魔徒的消息吧 叶问肖点了点头 语带探究 道友是想 我跟黑心魔教是同水火 有机会自然要斩出一二 徐军明也没遮掩自己的目的 叶问肖眼神中露出一丝激动 徐军明的强横 已经通过一场又一场的斗法 早就得到了证明 尤其重阳动天之战 更是名阳天下 若能得他加入 不提对日渐示威的玄境司 注入一针强心剂 只要能压制住黑心魔教 玄境司在江南七省恶劣的局势 就能得到缓解 只要时间够久 玄境司内部的造血能力 便能补充百年前那番内斗的消耗 到时 修行界的局势便能再次恢复稳定 修行界稳定了 就能反补朝廷 大勇的统治 也能再次稳固下来 叶问肖一拍法带 一枚白色欲剑飞向徐军明 这是黑心魔教 在南方七省的布置 我要看一下 叶问肖文贤歌之雅意 站起身 徐道兄 我就不多打扰了 改日再来拜访 徐军明点了点头 我就不送道友了 不用 道友留步就好 叶问肖离开 看着他的背影 注目片刻后 缓缓收回了眼神 他之所以跟叶问肖要这份资料 并不是要帮玄境司 只是 恰好大家 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而已 对于黑心魔教 不管是过往的恩怨 还是彼此认可的道德准则 注定了双方不可能走到一起 既然如此 有机会的话 徐军明自然要多多减出其羽翼 第037章 天南 天南省北部 有一座占地千里的浮屠山 此山分割天南与拢川两省 山势雄浑 大风聚越极多 尤其主风 神鹰山更是奥利群雄 占据整个神鹰山 城霸千里浮屠的风雷轿 更是势力广大 占据了浮屠山周围 三府十五县 尤其临近浮屠山中部的园林县 风雷轿弟子横行 大涌朝的势力 早就退出了此地 可惜 风雷轿修士好勇斗狠还行 管理地方完全是门外汉 好好的一个园林县 被他们弄得乌烟瘴气 名不聊生 下面的乡镇就更是如此了 爹 救我 满是绝望的声音 从一个身穿粉色长裙 容颜美丽的女子口中响起 女儿 老夫人奋力挣扎 想要把自己的掌上明珠救下 但无奈身老体弱 根本无法从旁边那青衣大汉 手中挣脱 高原 我儿乃龙都派内门弟子 老夫虽已知识 但也曾是大勇朝政三平 李布侍郎 门生故旧遍及天下 你敢气到老夫门上 一个身穿紫袍 气息威严的老者 怒目而逝 对面不远处 在数十个黑袍大汉簇拥下 骑在一头巨虎上的吊丧 没受脸青年冷笑道 老匹夫 龙都派早就被我风雷教给灭了 至于大勇 哼 将死之备而已 早晚必被我黑心魔教 取而代之 到时 整个天南都是我风雷教的跑马场 只可惜 你这老匹夫不识实物 我几次请你出山 加入我风雷教 掌管园林县一线政务 将来做得好 管辖整个风陵府 乃至整个天南省 也不是不可能 可惜你推三阻四 屡次博我面子 简直是不知死活 哼 这次便抢了你这宝贝女儿 等她跟我成了亲 再生几个儿子 看你这老匹夫 还搭不搭呀 紫袍老者气得脸色铁青 如果一切真如他所说 自己女儿跳入火坑不说 自己一生都别想跟风为魔 叫摆脱干系 你这魔托 哈哈 我是魔托 那你就是魔托的老丈人 你 紫袍老者气得直哆嗦 高原脸上露出一丝 癫狂的笑容 来人 除了我老丈人 把其他人的脑袋 给我砍下来 让我娘子出嫁 见点红 周围风为叫弟子脸上 露出猙獰之色 刀枪出鞘 杀气云集 现场一片哀声 爹娘 救我 大人 大人 饶命 住手 激愤的声音从远处传来 一个身穿灰色镜装 相貌阴挺的青年人 急速朝这里飞腾而来 喇儿 紫袍老者一见来人 脸上露出惊喜之色 高原 你这魔托 放开我爹娘和妹妹 林兰 你终于出现了 高原脸上露出一丝激动 一挥手 风雷叫弟子压着众人退开 流出中间宽敞之地 把龙都派的龙都金章交出来 否则 今日便是你凌家被灭之时 龙都金章乃龙都派镇交秘典 我不过一介先天 根本得不到传授 林兰目光闪烁 呵呵 还挺能装 不过若要人不知除非几末为 龙都派掌门 收你为关门弟子的消息 虽因为为正式举行入派大典 所知之人不多 但龙都派一些长老可都清楚 作为掌门弟子 你怎么可能没休息龙都金章 快点交出来吧 说不得将来我还要称呼你 一声大舅子 高原戏谑道 林兰目光中露出挣扎 他当日离开门派前 师尊遵遵遵教导 务必要保留传承 未来复兴龙都派的遗言 犹然在耳 看他挣扎 高原冷哼一声 先给我杀几个 听他命令 几个风雷交弟子 高举刀枪 刚要落下 猙獰的神色突然停滞 整个人如同泥胎塑像 瞬间不动了 过了片刻 哐嚷一声 刀枪坠地 尸体也软软地倒了下来 突然而来的死亡 让那些本就金弓之鸟的侍女们 尖叫起来 高原脸色一变 灵力的目光 看向林兰 这里能用法术杀人的除了他 恐怕就只有这位龙都派的高祖了 但林兰惊讶的神情落入眼中 好似他也很吃惊 难道不是他 高原脸色微变 叮铃 突然 清脆的铃声 从黑暗中远远传来 出听时 好像还隔得很远 但下一刻就到了眼前 黑暗当中 一个身穿青袍的高大身影 沐浴着皎洁的月色 从黑夜中走来 此人衣着简朴 腰间竖着一根淡金色麻绳 足下白色罗袜 穿一双多尔芒鞋 算不上出众的相貌中 透出一股威严 乌黑色的长发 被一件金环竖起 随意地垂在脑后 左手空空 左腰间垂着一件尺寸长的黄皮葫芦 右手持一根粗有成人手指 高七尺 色如碧玉的竹杖 竹杖第一和第二根竹节之间的连接处 生着三枚竹叶 同时伸出两根翠绿色的根须 紧紧抓住一个小而拳头大小的铜铃 那清脆的铃声 便是由此传来 长夜漫漫 本来无聊 没想到 居然让我碰上了一场热闹 在下乃黑心魔教之下 风雷教内门弟子高原 敢问阁下室 高原神色甚重 他虽然狂妄 但也不是傻子 此人一身装扮 再加上他气质 明显不是普通人 被所有人瞩目的轻袍人 看了他一眼 目光缓缓从所有人身上扫过 明知十八层地狱之苦难受 但为何世上 仍然有如此多作恶之人 真是该傻 高原脸色一变 刚要说话 突然 清脆的铃声响了起来 铃声悠悠 带着一股震撼神魂的力量 他只觉得脑中一昏 便生死不知了 用射魂临阵 落所有身居怨煞之气的人的神魂后 徐军明一拍腰间葫芦 所有的尸体 都被黄皮葫芦收了进去 钱 钱呗 林懒咽了口唾沫 神色紧张至极 自己全力出手 都不一定能胜出的强敌 居然被一串铃声要了命 此人强横 超出了他的想象 此地距离园林县 还有多远 还 还有七十里 林懒连忙道 徐军明微微点头 脚步一脉 身体瞬间前一百米 前辈 还请留下姓名 救命之恩 林家上下感激不尽 林懒连忙道 不必了 话刚说完 迈出去的脚步又停了下来 抬头看向夜空 本尊没去找你们 你们倒是先来送死了 刷 两道顿光从空中落下 一个身穿紫色道袍 掉桑梅 脸身横肉的老者 以及一个身穿黑色长袍 脸色苍白 形如一具骷髅的高兽中年人 从顿光中出现 看到两人凌兰脸色大变 黑夜鬼使 李道宗 黑枯鬼使 桑七 形如骷髅的 桑七看了他一眼 嘿嘿 没想到 这里还有龙都派的余念 在他眼里 林懒不过是一个毫无威胁的小虾米 对面那身穿轻袍 手持竹杖的人 才是威胁 就是你杀了我黑心魔教 麾下风陵府 敬拜弟子 身穿道袍的李道 宗英制的目光 直视徐军明 滥杀无辜之徒 人人得而诛之 好好好 平道倒是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 李道宗怒道 不过他倒是没发现 桑七看清徐军明长相后 嚣张得意的神色进去 无尽的惊恐浮上心头 刷 顿光乍起 黑心魔教十二鬼使之一的黑枯鬼使桑七 居然纵起顿光 没命地朝远处逃去 桑老 你搞什么鬼 李道宗称怒道 结果 桑七逃得更快了 死道友不死平道 李道友 你可千万要拖住那凶人 桑某活下来 一定会给你报仇的 这时候 李道宗再傻也看出不对 随手一挥 一道浩瀚的火焰 直朝徐军明飞去 后面便要脚底抹油 先逃走再说 但火焰刚起 顿光还未发动 李道宗便瞬间觉得 身体仿佛陷入泥肘 怎么也无法行动 一串铃声响起 脑海瞬间血晕起来 铃声悠远 脑中昏沉感越来越沉 很快沉入无尽的黑暗 徐军明收起封印法符 伸手一招 一个六寸大小的原鹰 从李道宗丹田飞出 没入射魂灵 一拍腰间葫芦 剩下的肉身也被收起 修士的肉身灵气充足 若是放任不管 很容易被斜碎所称 所以每次杀敌 徐军明都会把肉身收走 看了眼空中 桑气的身影 已经远去石树里 呵呵 跑得了吗 脚步一迈 胡天神行术 身形瞬间消失 徐军明如今对胡天道的领悟 已经接近了紫色法符的极致 一步迈出去 便是数百里之遥 拦截一个桑妻 轻而易举 喇儿 林懒一个机灵 回过神来 爹 娘 妹妹 你们没事吧 没事 林老太爷挥了挥手 刚刚那人 你认识吗 不认识 那他为什么救我呢 可能那位真人 只是顺手而为吧 林老太爷点了点头 此人对我林家有救命之恩 以后再遇到 当以礼相待 父亲放心 对了 刚刚那高原说 龙都派已经被灭 可是真的 是 林懒点头后 目露悲伤 上个月黑心魔教的神鹰天王 倾上龙都山 斩杀了我龙都派上下 一千三百名弟子 只有包括我在内的几位师兄 身负龙都派传承重担 在师父的安排下 从密道逃出 哎 没想到 老夫置事不过十年 天南省的局势 就崩坏至此 老爷 外面天寒地冻 我们还是先回家再说吧 老夫人在女儿的搀扶下 走过来劝道 林老太爷刚要点头 林懒连忙道 爹 娘 天南除了省城和少数几个府城 都已经沦为黑心魔教的侠地 比被道行逆施 妄生杀戮 朝廷又无力管控 我们林家若是继续留在这 就算躲过了今天 也不一定躲过明天 还是早些动身 离开这是非知地为好 如果之前 林老太爷或许觉得 故土难离 但经过今晚 宝贝女儿 差点被侮辱 他们老两口也好学没被杀 自己儿子也差点投鼠忌器 被人所称 林老太爷心中虽然不舍 但却同意了儿子的主意 林家人休息了一晚 把家里的财物简单收拾了一下 留下几个老仆 看守家园后 便在林揽带领下 朝天南省省城 天南城而去 第03期四章 八宝灵塔 神鹰山 如同巨剑一般 刺破天穷 位额中自带一种 灵力无韬的气势 宽阔的山顶上 一座黑瓦红墙的道观毅力 道观看上去普普通通 甚至有几分斑驳 但呼啸的刚风接近后 却莫名变得柔和起来 道观的月亮门上 放着一条黑色的匾额 上面三个普普通通的转字 风雷冠 风雷冠前面 一片青石铺成的广场 每片青石大有丈许 表面被打磨得光滑如镜 广场西侧是树林 南侧是下山的路径 东侧是万丈深渊 一棵歪脖松树 从崖下长出 蓬松的树冠 笼罩出一片树荫 树荫下 一个身穿黑色长袍壮汉 以及一位身穿白色衣袍的少年人 正在对弈 这局又是情兄赢了 白袍少年人随手扔下棋子道 再来一局 白袍少年摆了摆手 棋局输上三次就够了 再多的话 心中难平 黑袍壮汉淡淡一笑 刚要开口 突然停了一下 英雄的部下来了 什么部下 不过是一群乌合之重罢了 如果不是黑山大人交代 我才懒得摆弄什么风雷派 说话间 一道顿光飞上神鹰山 落在青石广场 从中走出一个 身穿黑色长袍的中年人 参见宗主 参见天王大人 沈渝 有事吗 回宗主 属下刚刚收到 园林县的求救信 不敢擅自做主 特意带来 请宗主裁决 白袍少年 神色异冷 黑夜和黑窟 这两个家伙 是干什么吃的 去了这么久 还没抓住贼人 这是一道黑色流光 从远处飞来 黑袍壮汉伸手一招 以免黑色令牌 落入手中 神石进入 神色微变 迎着白袍少年的目光 沉声道 黑山法界来信 黑夜和黑窟两人的魂牌 在半个时辰前破碎了 白袍少年 神色异宁 黑夜和黑窟 虽然只有原因中切 但二人联手居然被杀 看来 那贼人实力不弱 就是不知道是玄境司 还是哪个不治死活的散修 不管他是谁 看方向 应该是朝风雷派总堂来的 既如此 你我在这里安稳地 等着他就是了 秦兄所言甚是 他特意把秦魔找来 为的就是以防万一 两人联手 除非来人 实力超过元神六阶以上 否则不是他二人联手的对手 元神六阶 整个大涌也没几个 叮铃 清脆的铃声 随着山风隐隐传来 两人神色一动 来了 此人倒是来得快 两人站起身 直朝山下看去 那边周云看到两人神色 不着痕迹地退到远处 他的修为 只有金丹圆满 要是不夺元点 一会动起手来 万一殃及驰鱼 一个不好 就是生死浑灭的下场 叮铃 铃声越发地清晰了 转瞬间 一个身穿青色长袍 身材高大 手持轻欲竹杖的人 出现在两人眼前 黑袍壮汉和白袍少年 看到来人面容 脸色瞬间大变 是你 徐军鸣淡淡一笑 陀山天王情魔 神音上人 十二年前崇阳洞天一别 如今再次见面 真是可喜可贺 黑袍壮汉正是凭借 三师元神神通 从徐军鸣手中 活下来的 陀山天王情魔 而白袍少年 则是同样凭借 三师元神神通 活下来的神音上人 崇山真人 徐军鸣 情魔一字一句 身上的气势勃发 原因十二遍的 强横法力 如山如海 同时 一尊灵光闪烁的 土黄色小山 从情魔脑后 浮现出来 正是徐军鸣曾经 见识过一次的 弥陀神山 旁边白袍少年背后 刷一下 奋出两条 风雷缠绕的翅膀 正是神音上人 仗之成名的 灵宝英翅 这两件宝贝 上次并未随 两人分身 一起陨落在 重阳洞天 你不是被黑山大人 封印在北海海眼 如何还能出得来 情魔道 淡淡一笑 看来 黑山老妖 没跟你们说实话 两人对视一眼 双手同时结印 弥陀神山 风雷掌 情魔和神音上 人身经百战 自然知道 双方恩怨之身 除非绝出生死 否则根本难以善了 所以 对视一眼后 便先下手为强 暴掌千丈的 土黄色巨山 凝炼之急 蕴含风雷之气的巨掌 一左一右 闪电般打了过来 他们深知 徐军鸣的能力 胡天道法一步百里 想要从他手中逃脱 绝非一事 既如此 还不如收起心思 倾尽全力大战一场 反正他们在黑山法界 还存有一份神魂 此刻战死 未来也仍然可以重生 神山巨掌之下 徐军鸣身形看似渺小 但一股渊庭悦志的沉稳之气 却令人心折 这么多年过去 你们两人还是跟过去一样 没什么长进 法力催动 以免圆镜从头顶飞出 如同东升的朝阳 冉冉生气 初始只有脸盆大小 等到停下来的时候 已然变为千丈之举 强横的进光 击事而出 封尾掌被瞬间收去 弥陀神山被进光一照 仿佛陷入泥沼 威势全无 这镜子好强 秦摩心中一惊 他的弥陀神山 乃是五条灵境的中品灵宝 尤其此宝 乃是用一座高百丈的灵山纪念而成 虽然只是中品灵宝 但比很多上品灵宝还要强 他驼山天王的名号 除了体内驼山神牛的血脉 更多的还是靠这件灵宝赚来 但就算如此 在这镜子之下 仍然被压制住 可见他的强横 挡住两人的道法后 一座八重八角的宝塔 带着八色灵光 从徐军明脑后飞出 宝塔通体为古朴的石质 每一层都射出一股不一样的豪光 每一层都有一件宝贝镇压 最底下一层 是一件土形灵器浓郁石印 再上一层 是一件水形精气浩荡的波鱼 第六层是火光闪烁的赤色法旗 第五层是一根色如碧翠 青木之气浓郁的九节翠竹 第四层是一柄三尺九寸 金形灵器浓郁的法剑 第三层是一柄纯阳之气 浓郁无比的如意 第二层是一件黄铜色古钟 最后一层 也就是第一层 放着一件树平方 侧八角 金香玉 上胶五龙的玉印 这玉印虽然不大 却透着一种灵灵黄道之气 仿佛不仅仅是一面玉印 而是整个天下梨树 这是 秦魔和神音上人总觉得 这石塔好像有些眼熟 但却想不起在哪见过 看到他们的神色 徐军明淡淡一笑 这八宝灵塔 是他用崇阳令改列而成 原本压阵的七件宝物 不仅改成了八件 而且也多有更换 五周神鼎 被徐军明祭炼成了天宫神炉 玉如意 原本是崇阳道长教罗悦的 本命灵宝 罗悦死在他手中 这宝贝自然也落入 徐军明之手 后来他又把如意 跟诗星魔丘的 纯阳灵珠和炼 成了这件石虫灵境的宝物 另外 其余灵宝也在过去十二年里 全都经过徐军明重练 原本压阵的松木杖 变成了现在的青竹杖 阵魂中变成了现在的落魂中 其余宝贝 也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 徐军明不知道 仙气的威力有多强 但他重新计练后的八宝灵塔 即便不如仙气 相比压差不了多少 感受到这石塔 散发出来的强横气息 神鹰上人和秦魔心中的 抵抗欲望迅速消退 两人不分前后 闪电般朝远处逃去 怎么可能还让你们逃掉 八宝灵塔灵光大放 第三层落魂中悬光耀眼 徐军明心中一动 丹田造化法幅灵光闪烁 落魂中的灵光 瞬间膨胀了数倍 动 浩荡的钟声 响彻千里 天地为之失声 山河为之失色 落魂中本就是石崇宝镜的灵宝 在精造化法力催动 威力瞬间大增 随后就见 已经跳出几十里的 神鹰上人和秦魔 身体瞬间停滞 两人仿佛断线的风筝 直朝山中落去 伸手一指 八尺镜灵光千丈 闪电间把两人收了进去 八尺镜瞬间缩小 重新化为脸盆大小 在徐军明脑后再沉再服 没想到 这次连陀山天王秦魔也一块斩杀 倒是剩下我不少功夫 他从下江城离开后 便一路向东南走来 中间扫灭的妖魔鬼怪 数以千计 无奈之下 迁入帝皇山洞天的流民百姓 数以百万 直到这时候 他才明白 为何巧守心这些年 为何带入洞天的人 一下子多出那么多 修道人上体天心 下河人道 中间还有仁义道德 当看到无数流民食不果腹 衣不蔽体 甚至一子而食的时候 不能不让人动容 所以 原本只打算诛杀黑心魔教 九大天王十二鬼使 把那些刮不出几两油金丹 先天魔徒 留给玄境司的徐军明 彻底地放弃了原本的打算 不惜化身修罗 把所有为非作歹的魔徒 全部斩杀干净 虽然他也知道 此举不过是治标不治本 只要人性之恶还存在 只要大勇皇朝的统治不改善 恶人终究还会出现 但徐军明只求自己道心无碍 以后如何 便以后再说 第0375章 至空和尚 在徐军明斩杀陀山天王秦魔 和神音上人的时候 一个病脚长满白发 气质冷冽的年轻男子 一步步走入隆川省 卧牛山深处的五龙湖 五龙湖不算太大 不过两三百亩的水面 壁波浩荡 清澈的湖水倒映长空 一只只不知名的水鸟俯冲而下 掀起一条条肥大的湖鱼 震翅飞起 这幅闲事的景色 绝对是文人骚客们 游玩踏青的首选 不过五龙湖地处深山 被茫茫丛林和无数猛兽隔绝 仍然是一副莽荒原始的样子 但这样也正是他吸引人的地方 背着剑侠的男子 看着面前仿佛一面镜子的湖水 凝望片刻后 脚步一脉 身体跨越千丈 来到了湖心岛上 此岛不大 也就一两亩的样子 一株高大的榕树长在岛中心 宽大的树冠 连岛屿带一部分湖面 全部笼罩在内 榕树下生长着奇兮的野草 偶然夹杂着几株不知名的野花 淡淡的香气 引来不少蝴蝶和蜜蜂 一条宽三尺左右的石板路 从湖边开始 穿过草丛 一直延伸到一座位于榕树下的茅草屋门前 茅草屋独门独院 看上去简陋得很 身背剑侠的青年 顺着石板路走到院门处 停住脚步 吱压一声 茅草屋的柴门打开 一个身穿身材干瘦 头上留着九个戒巴 白眉垂过眼角的老僧 脉步走了出来 老僧一身青灰色摆纳僧袍 赤脚而行 飘荡的左秀 显示他并没有左臂 阿弥陀佛 老那见过崇山真人 他能认出自己 徐军明并不意外 毕竟管红雪被他所杀 后被他祭练成傀儡的事情 也不是什么秘密 没想到 大名鼎鼎的独臂天王至空 居然是一个佛法精神的高僧 黑心魔教九大天王 陀山天王秦魔第一 神剑天王管红雪第二 排名第三的 就是眼前这位独臂天王至空 传闻此人 曾经是隆川大派吴定寺的内门弟子 两百年前 吴定寺被牵连进隆川王造反一案 举派被玄境司诛杀 至空阴下山行走 不在寺中 所以逃脱一劫 不过 养育他长大 传他佛法的诗门 被玄境司复之一句 炙热的报仇之念 让他由佛入魔 实力大增 后面更加入黑心魔教 一路成长为 黑心魔教内 仅次于秦魔和管红雪的第三大天王 不过 此人已经有一甲子 多为献身修行剑 黑心魔教过去十几年动作频频 杀戮无算 却从未见过他出手 但不出手 不代表此人实力不强 所以 衡量再三 徐军明 还是把背负四项剑阵的管红雪 派到了这里来 阿弥陀佛 至空不过是一罪念深重的僧人 真人过于了 看他神光澄澈 眼神清静 浑身上下毫无摩意 徐军明心中一动 虽然他现在驾驭的 不过是管红雪这具傀儡身 但仍然可以借助青铜镜的神庙 在洞彻一切的静光下 眼前的智空和上眉心石海内 一枚舍粒子圆陀陀 金灿灿 佛光成澈 只是看一眼 便仿佛感受到其中阵阵佛音泛畅 一股慈悲之意隐隐传来 另外 这舍粒子随是金色 却泛着紫光 灵光中 一个身穿袈裟的独臂老僧 结佳而坐 神态安详 再看智空和上头顶 黑色的怨煞之气浓郁无比 同时一道淡淡的功德之光 恒定不灭 你已经游磨入佛了 而且还度过了原神天节 智空和上诧异地看了他一眼 低宣佛号 真人果然法力高深 贫僧敬服 看着面前的独臂老僧 徐军明也不由心生佩服 不是谁都有毅力 可以超脱魔道 正道成佛 都说佛摸一瞬 可这一瞬 却难知有难 一瞬间 看向这独臂老僧的目光 多了一抹尊重 智空禅师既然已超脱魔道 何必委身于黑心魔教 阿弥陀佛 非是老僧不愿意 而是不能 为何 当初尾身魔教后 老僧神魂中便被黑山魔主 种下幽冥魔种 除非老僧魂灭 否则不得超脱 幽冥魔种 智空禅师点了点头 此魔种无形无质 质地极为精纯 那怕老僧已经成就正绝 也依旧动他不得 徐军明催动青铜镜 金光穿透射立 果然在其中有一组 十二枚石纹 组成这些石纹的精气 虽然不多 却极为纯粹 甚至已经超越了 太史级别 黑山老妖 如何有如此精纯的魔器 阿弥陀佛 黑山魔主手中 有一面魔藩 此番虽破损严重 却气息博大 绝对不是普通仙气 而是更高的宝物 具体如何 老那也不尽知 黑山魔主 以此番凝练的魔种 一旦被种下 便终生受其操控 徐军明眉头一皱 黑山老妖的黑番 我也曾见识过几次 威力虽强 却不像禅师所说的那样强横 呵呵 真人有所不知 黑山魔主 真身被困黑山魔界 那魔番从不离身 即便要动用 也是此番分身 而绝非本体 原来如此 思虑片刻 徐军明凝视老僧 禅师既已超脱魔道 我本不予再为难 但禅师既然无法摆脱 某种操控 不得自由 未免禅师将来 在黑山老妖控制之下 做下无边恶念 今日说不得 徐某要送禅师入面 智空和尚白眉低垂 双掌和十 阿弥陀佛 老那早年因一念之差 以致深入魔道 杀戮无数 如今虽醒悟 却悔之晚矣 重重地叹了口气 缓缓抬头的智空和尚 原本温润的目光 逐渐变得凌厉起来 老那自三十年前 参悟正觉 还从未出手过 今日便领教一下 真人的除魔手段 如果胜得过老那 这臭皮囊 便由真人带走 若是真人败退 老那也不为难 如此之下 不知真人以为如何 徐军明淡淡一笑 我也正想领教一下 禅师的佛法 便以此言吧 阿弥陀佛 智空和尚双手合十 脚步一脉 身体瞬间拔高百丈 转瞬间便脱离五龙湖 来到数千丈的高空 显然不想因为两人动手 损毁五龙湖的生灵 徐军明操纵傀儡身 纵起剑光 直上千丈 与智空和尚隔空对峙 刚风呼啸 就僧袍烈烈作响 智空和尚 白眉飞舞 气势凌厉 老僧顿悟正绝后 参悟出三世佛法 便以此三招 领教真人 剑法神庙 禅师尽管放手 是为 今日 徐军明便领教禅师的 高深佛法 智空和尚 深吸一口气 浑厚的佛力 充天气 在其身后 凝结成一尊百丈之巨 双头四臂 各持莲花 宝楚 静平和法轮的 罗汉幻想 徐真人准备 老僧要来了 徐军明点了点头 催动傀儡身内的法力 背后剑侠中 枪枪 剑名声 冲天起 请 智空和尚 只觉变幻 口中顿鹤 智全意 罗汉幻想光芒大放 四臂齐灰 一座金光凝石 大有数百丈的巨拳 如同陨石坠落 气势惊人的杂落下来 徐军明长发飞舞 神色平静 右手成剑指 斩磨剑 惊人的黑色剑光冲天起 强势无涛的剑气 滚滚向前 是 如同历刃碎时 锋利的剑气 把金光巨拳斩作两半 被破开的巨拳 向前飞了数百丈后 轰然破碎 碎裂的佛光照耀长空 数千里内一片金黄 徐军明剑指回撤 滚滚斩磨剑气 瞬间消散 一道黑色飞剑 没入背后剑侠 阿弥陀佛 施主剑道 果然灵力无双 再接老那一招 那狮子叶 至空老僧背后 罗汉巨口张开 刹那间 浩荡的声波排开云气 如同浩瀚的天幕 直朝徐军明的 傀儡身碾压过来 浩强的阴功 徐军明 本尊发动天狼变 使用天狼效乐 也不过与此相仿而已 无极绝先剑 一黑一赤两条剑光 如同双龙出海 浩荡的剑气相互缠绕 化作巨大的钻头 滚滚剑气下 不管是阴波 还是灵气 亦或是其他 都被搅得粉碎 剑道的宗旨 就是一剑破万法 管你千般手段 我自一剑斩之 管弘学本就是剑修 被徐军明斩杀 并练成自己的傀儡后 尤其是适合使用剑刀 所以 除了徐军明本尊 四项剑阵 主要放在管红血 这里系列和携带 如今拿来对敌 自然得心应手 身人好手段 再接老那最后一招 大威天龙夜 智空老僧衣袍烈烈 毛发奔张 苍老的脸上 慈悲而又威严 噢 伴随着巨猴 老僧身后的佛像 陡然化作 数千丈之巨的金色巨龙 呼啸着直朝徐军明撞了过来 看着气息强横 如同十字般的佛光巨龙 徐军明脸上 第一次露出凝重之色 过去十一年来 他的剑阵又有进步 否则这一招还真不好剑 三才诸仙剑 枪枪 三声剑鸣响起 一黑 一赤 一紫 三道剑光会合 凝实的光剑 仿佛巨大的流星雨 铺天盖地地朝佛光巨龙打落下来 哦 巨龙怒吼着 却始终无法摆脱剑阵笼罩 无数的光剑飞落 每一柄光剑 都会提去巨龙的一部分 转眼间 巨龙越来越小 涅密 在三才诸仙剑的剑光下 徐军明大秀一扫 三柄飞剑落回剑侠 空中也重新变得风轻云淡 阿弥陀佛 至空和尚双掌合十 佛光法力也收敛起来 真人剑法惊绝 实力高强 老纳佩服 你为用灵宝 否则 我没那么容易赢你 至空和尚摇了摇头 一英宝物 全都是痴狂石锁炼 沾染杀戮 乌浊三宝 早已被老纳毁去 徐军明虽觉得有些可惜 不过人家的事情 他也管不着 但现在 还请禅师遵照前言 阿弥陀佛 至空和尚盘坐下来 双目低垂 神情安逝 观自在菩萨 行身般若波罗蜜多时 照见五蕴皆空空 度一切苦恶 伴随着一句句心经 两根玉精 从至空和尚鼻孔中垂落 同时 一个浑身洋溢着佛光的身影 从肉身中走出 真人斩妖除魔 此心善举 与内皆知 老僧这具皮囊 就赠予真人 若是真人 能用他多杀几个妖魔 多造福几方百姓 也算是贫僧的一点功德 徐某谨记禅师之言 至空和尚双掌合十 朝徐军明拜了一拜后 化作一道金色佛光 没入地下不见 微微叹了口气 脚步一脉 走到至空和尚的肉身旁 真是可惜了 否则你会有成就 罗汉公国的可能 能抄魔而出 度过仙劫中最难的天魔心劫 便不再是难事 随手一挥 把至空和尚的肉身收起 这次浮屠山五龙湖之行 至此就算是结束了 徐军明想到了一切结果 唯独没想到 最后居然是这样 第0376章 黑山法界 与傀儡身心神相连的徐军明 也在第一时间 感受到了浮屠山之行的 确切情况 微微叹了口气 虽然心里觉得很可惜 但天下是从来都是 半点游不得的人 遇到了就要承受 突然心中一动 神色骤然冷了下来 黑山老妖 你终于忍不住了 催动八尺镜 强横的灵光照射下 一个黑色的大洞出现在眼前 一步迈出 下一刻徐军明 出现在一出山剑中 上司徒手托幽明白骨帆 脚下趴着一头灵甲破碎 断成三节 长数百丈的紫背蜈蚣 在他周围 大大小小的蜈蚣尸体 几乎填满了 足有数千亩之广的 狭长山剑 徐军明一拍腰间葫芦 强横的犀利 把所有的蜈蚣尸体 全都收了进去 挥袖扫过上司徒 收回了这具傀儡身 副手而立 凝视对面一座宽三丈 周围黑色雾气 蒸腾的巨洞 以及其中一身黑袍 长发垂在脑后的中年人 黑山老妖 一别十二年 我们又见面了 徐军明 你不应该被镇压在 北海海眼吗 黑山老妖 神色难看 区区北海海眼 如何能压得住我 哼 倒是小看你了 顿了一下 这段时间 我黑心魔教九大天王 十二大鬼使 无数不重 都是你所杀 妖魔之徒 人人得而诛之 哼 好一个人人得而诛之 你满手血腥 所杀之人 何止万千 若我门下都是魔徒 你岂不是魔中之魔 徐军明神色平静 他们都有取死之道 且十恶不赦 徐某虽斩杀千万 却救了亿万 手段虽凶 却是功德标柄 好一个功德标柄 你们这些自诩正道的家伙 一个个全是巧言令色之辈 黑山老妖表情阴沉 看着徐军明脑后 灵光闪烁的石塔 目光闪烁片刻后 随手一挥 通道消失 徐军明 等等做出关 再彻底与你做个了断 声音鸟鸟 空间通道逐渐涅滅 出关 哼 你以为你还有机会 冷哼一声 伸手虚抓 气流汇集 一丝黑灰色气息 出现在掌心 以此为媒介 催动八尺镜 打开空间通道后 脚步一脉 身形瞬间消失 在出现时 已经是万丈地底 无尽的岩浆 如同涌动的海洋 炙热的地火中 包含着强大的浓厚的 地脉煞气 这是一片几乎没有生物的死地 在这一片无边无际的 地火岩浆中 有着一块巨大的陆地 这片陆地大有数万里 内中山林起伏 却不见丝毫生机 一弯清冷的弯月照耀下 隐约可以看到 在正偏陆地中心 屹立着一座 巨大的黑色巨峰 在这黑山顶端 坐落着一座 黑色的宫殿 宫殿内极为广阔 身穿黑袍的 黑山老妖端 坐在一座千叶古莲上方 一面破损的黑色巨帆 在他身后烈烈作响 黑山老妖 徐军明站在岩浆中 催动青铜镜 很快他便发现 古莲上的黑山老妖 并不是真正的肉身 而是类似元神般的存在 一根青色的锁链 紧紧把它跟那 巍峨的黑色巨山 连在一起 目光顺着锁锁链下移 那巍峨的黑色巨山内部 更多的青色锁链 紧紧缠绕 所有的锁链内部 都烙印着繁复的石纹 这石纹都是 徐军明熟悉的阵 风一类 但比他了解的 要高深数倍 明显已经超出了元神级别 这黑色巨山 就是黑山老妖的本体 徐军明催动静光 把整座黑山 静收眼底后 一具牛头人参 六条手臂 通体苍青色 肌肉囚结的尸体 映入眼帘 这尸体高三千丈 牛头上一条 粗如小山的牛角 近跟断 六条手臂 三条被斩断 胸口和后背 满是刀匹斧砍的痕迹 尤其一柄青色巨剑 贯穿胸口 石头后背 很显然 黑山老妖经历了一场 惊心动魄的大战 才被斩杀 另外 徐军明还发现那青色锁链 全部勾连在青色巨剑上 而这巨剑 仅仅把尸身钉在这片 广有数万里的洞天世界中 而正片洞天世界 明显不同于外界 大地紧密程度更强 灵气也更浓厚 强 金铁断裂之声响起 徐军明眉头一皱 目光一转 很快他便发现 锁住黑山老妖元神的 那条锁链 仿佛又细小了几分 虽然很微弱 但青铜镜的洞察之能 仍然可以清晰地发现不同 是他 目光转向黑山老妖背后 那面无风自动 破破烂烂的黑帆 青铜镜光穿透外表后 浩瀚而强横的静止 出现在徐军明眼中 瞬间 双目圆睁 满脸震惊 怎么可能 作为炼气师 熟知各种静止的他 从未见过如此强横的法径 哪怕是他手中最强的 灵宝传国玉玺 其中的静止 看上去也不过才水缸粗细 但眼前这黑帆 灰白色的静止 仿佛山月一般 双方相比 仿佛蚂蚁跟大象 差距太大了 不过 比起传国玉玺中完整的静止 这黑帆中静止 损坏了超过八成 如此一来 这宝贝的威力 无疑大大下降了 深吸了几口气 平复心中的震惊后 徐军铭催动青铜镜 想要看清静之中诗文 但一个远比诗文复杂 数百倍的文字 出现在眼前 难道 这是神文 徐军铭没见过神文 只是在一些古老的典籍中 看过关于这种天地间 最早文字 一灵半爪的记载 下意识地催动青铜镜 提升自己的悟性 放空灵台后 开始参悟 刹时间 一片无限高 无限广大 几乎没有尽头的天地 出现在眼前 这片天地 终日笼罩在黑暗当中 黑色的土地上 满是荒芜 一条不知道来自何方 也不知道 流向何处的浑黄色河流 横跟在天地之中 那河水寂静污浊 蕴含了无尽的煞气 死气 怨气 轰隆 河水炸开 一尊高万丈 满身黑色灵甲的无头巨尸 挣扎着想要爬上岸 但无数的手臂 从河水中伸出 死死抓住 任它如何挣扎 也难以逃脱 细细看去 那每一条手臂后面 都是一个个 争宁可恐的幽魂 轰轰 伴随着巨大的脚步声 黑色的大地镜头 出现了十数尊高数万丈 通体白骨构成 或人身 或龙尾 奇形怪状的白骨巨神 领头的一个最为高大 手持一条数万丈高 仿佛晴天巨柱般的 白骨大柱 刷 燃烧着绿色火焰的 骷髅眼眶 朝徐军民看了过来 那目光仿佛跨越了 无数时间与空间 降临到了他的身上 一股无法形容的 巨大压力 瞬间把徐军民 从悟道中打出 伴随着开天辟地的巨响 大地 长河 白骨巨魔 全部崩溃 幽冥 幽冥 白骨 白骨 恍惚间 怒雷般的吼声 在耳边回荡 徐军民满头大汗 气喘吁吁 满脸凝重 幽冥 白骨 翻 原来这才是真正的 幽冥白骨翻 只是刚刚的幻想 到底是太古时代的映射 还只是单纯的幻想 徐军民弄不清楚 他现在的修为 连元神都不是 上古 太古时期的天地大秘 距离他太遥远了 也不是现在的他 能够窥视的东西 借助青铜镜 宁室那面 漂浮在黑山老妖身后 破破烂烂的黑帆 好奇的同时 心中满是戒备 这到底是什么级别的宝贝 这黑帆 已经超出了他的认知 凝望片刻后 徐军民看着大殿中 盘坐古帘上的黑山老妖 这老妖的元神虽然被束缚 无法离开这处洞天 却在幽冥白骨番的帮助下 日益拜托禁止 若是真让他得了自由 这老鬼第一个要找的 肯定是他 不能放任他脱困 在青铜镜的帮助下 徐军民便查整个洞天 那黑山老魔肉身所化的黑山 他实在奈何不得 但要那柄青色巨剑在 他也逃不脱 唯一可律的便是那元神 和不知品级的幽冥白骨番 当然 这名为黑山法界的洞天 也是一个麻烦 只要有这法界在 徐军民便不敢进入其中 否则强大的世界之力 足以把他镇压其中 罢了 先拆了这法界再说 一点一滴 构建了帝皇山洞天的徐军民 实在太清楚 洞天法界的虚实了 心中一动 一件灵光厚重的大伞 从丹田中飞出 幸好一直未曾疏忽对他的忌廉 否则 这次倒是不好办了 一手持伞 一拍腰间葫芦 灵光闪烁之间 一个雄壮之极的黄发大汉 掌中拖着一座黄色小山走出 紧跟在他后面 是一个身穿黑色长袍 长着阴沟鼻的中年男子 背后宽大的阴翅雷电缠绕 气势不凡 这两人便是情魔和神鹰上人的肉身 当初他们在重阳洞天 被徐军铭斩杀后 便被祭练成了傀儡 现在 两人的三师分身也被震杀 弥陀神山和英赤 两剑灵宝 也落入徐军铭手中 在两人之后 背后掌脱幽名白骨帆的上司徒 背后背着剑侠的管红雪 依次走出 在后面是顶盔冠甲的旅盘 第077章 八门金锁镇 旅盘之后是一位两腮无肉 双目狭长 极为丑陋的中年女子 此女身穿黑袍 头戴木钗 手持一根鹅蛋粗的蛇杖 气息极为晦涩 独守天王盘蛇婆 黑心魔教九大天王中排名第四的强者 也是唯一的女人 她手中的盘蛇杖 乃是两条临近的领宝 徐军铭派出上司徒 带着幽名白骨帆和射魂灵 才拿下她 最后 一个身穿百纳僧衣的白美老僧 走了出来 正是在徐军铭手中原济的 智空禅室 智空禅室之后 一个身穿蟒袍 下河流着短然 面目威严 周身缠绕五行灵气的中年人 脉步而出 看到她 徐军铭眼中露出一丝回忆 但很快被她压了下去 龙帝嬴政 过去二十多年来 徐军铭从未疏忽对她的忌恋 因为龙帝是她选定的 自己未来七魄分身的容器 所以她并未完全用丹药堆积 而是耗费二十多年时光 借助帝皇山洞天丰厚的灵气 才把她忌恋到原因十二遍 比徐军铭这个本尊修为还高 这也正常 龙帝的修行资质 可比徐军铭高多了 虽然修道之徒 悟性比法力更重要 但如果法力进步神速 同样是一个绝大的优势 最重要的是 龙帝的先天神通 强悍的令人发指 尤其是随着修为提升 便越是能发挥 这先天神通的强悍 现在她能理解 龙帝为何能在战国 那个强者遍地的时代 带领秦国一统江山 甚至连天亭派往人间 带着数件仙弃的女仙子院 也能镇压 要不是天道末法 她又有青铜镜着宝贝 未必能斩杀龙帝 因此 这次想要对付黑山老妖 她的作用 还要超过徐军铭这个本尊 平复心底多余的思绪 顺手把多年来 已经祭练成领宝的天罗伞 丢了过去 八尊傀儡 再加上徐军铭 一共九个人 宁氏远处的黑山法剑 开始吧 刷 顿光飞射 龙帝银正站在了钳子方位 已经拯救佛家正觉 相当于道家元神的智空禅师 站在了鲲子方位 以两人为首 其余六人分别落在了阵 絮 砍 离 更 对六个方位 龙帝银正头顶 绽放出五道神光 智空禅师头顶浮起八尺镜 管红雪催动四项剑阵 秦魔和神音上人 祭出弥陀神山和英赤 吕盘身上黑龙甲和盘龙脊 异一一声灰 盘蛇婆手中盘 蛇杖灵光万道 上司徒手中幽名 白骨帆气息冲天 龙帝银正随手一挥 天罗伞瞬间飞向高空 这件被徐军铭一直祭练的宝贝 瞬间化作数千丈 散盖脱离 化作八卦阵图 强横的大阵 把整个黑山法界笼罩在内 八根散鼓 飞射八方 化作千丈之高的浑天铁柱 同时按照八卦方位 落入地火岩浆 主伞谷内飞出无数灵符 相互纠结化合成八面 晴天俱藩 挂在铁柱之上 龙帝 智空 秦魔等人同时结印 八门经锁镇 框框 八所俱藩 化作八座数千丈之巨的 晴天俱门 八人飞山上 各崔灵宝 结合镇法之力 黑 白 清 赤 蓝 绿 黄八座巨门 瞬间膨胀了十数倍 化作万丈 巍峨的巨门 灵光大放 强悍的阵风之力 把黑山法界与外界隔绝 盘坐在钳子巨门上的龙地 一指头顶 赤色神光瞬间膨胀 凌空一刷 大阵内的地火岩浆 瞬间位之一空 如此惊人的动静 自然惊动了 把整个黑山法界 炼成自己宝物的黑山老妖 一股强大的意志 突然从法界内传出 此妖也是人狠话不多 一看这阵法 就知道来者不善 所以 二话不说 直接调动黑山法界的天地之力 轰隆一声 千丈之巨的庞然巨长 直朝镇字 巨门拍了过来 镇守此门的是吕盘 看着巨长 掌中盘龙脊一滑 庞然巨脊 很快跟巨长撞在一起 瞬间闷雷滚滚 灵光暴射 镇字 神门灵光一闪 眨眼间把散意的灵气 和天地之力 全都吞袭而去 黑山老妖目光一凝 他这一掌 虽未尽全力 但普通原神五六阶 都休想轻易挡住 但现在 黑山老妖深吸一口气 掌中只觉变幻 黑色悬光爆发 一个伟岸的牛头幻想 在空中凝食 这牛头幻想高数千丈 尖锐的牛脚仿佛要撕裂苍穹 牛眼漆黑 魔气深重 双耳闪烁神闻 极为不凡 是魂魔火 幽绿色的火焰 铺天盖地地从牛嘴中喷出 眨眼间 大阵中已成一片庞然火海 这地煞之气 与阴气凝炼的魔火 虽然不如前阳之火那么霸道 却极为阴毒 一旦碰触 便无法熄灭 直至烧成灰烬 龙弟看在眼中 随手一指 脑后赤色神光 凌空一刷 如同场景吸水 眨眼间把魔火吸收一空 赤色神光惊天而过 黑山老妖脸色大变 身形瞬间消失 但他脑后的牛头 却被赤火神光刷灭 神光落下 轰隆一声 整个黑山法界都震动了一下 百里之巨的泥土 被赤火神光收走 神光眨眼间落回龙弟脑后 赤 黑 青 黄 白五色光芒一闪 一切恢复了平静 虽然这五道神光 跟徐军明曾经祭练的 九绝神光大同小异 但龙弟的大五行神光 却有五道先天太极 五行根本气镇压 这种仅次于太初级别的 五行根本气 级别高的吓人 只要不是太极 或者更高的太初先天气 其余太易 太时 太速级别的先天气 都会在极短的时间内 被吞噬炼化 越是第一级的气 炼化得越快 所以 那怕龙弟这五道神光 内部空间不过千里大小 却仿佛无底洞一般 外界各种灵气来多少 收多少 而且即便是不同的气 都会被先天太极五行 根本气转化为先天五行气 真正具备了传说中 孔宣五色神光 无物不刷的神威 那试魂魔火 或许对元神修饰 是难解的大麻烦 但在先天太极火焰 根本气震压下 肉包子打狗 有去无回 黑山老妖脸色难看 徐军明 到了现在 你还要继续藏头鹿尾吗 站在大阵之外 副手里的徐军明红声道 黑山老妖 你连我的阵法都破不了 还要我现身 破不了你的阵法 哼 无知小辈 有了一点点道行 就不知道天高地厚 要不是本王难以出这洞天 早就把你斩杀在夏江城 是吗 但现在是徐某灭了你的黑心魔教 封了你黑山法界的山门 黑山老妖目光 愈发阴冷 真以为本王 奈何不得你吗 一直用青铜镜观察 黑山法界的徐军明发现 黑神殿内 盘坐在千叶古莲上的老妖元神 一伸手把背后破破烂烂的幽冥白骨帆摘了下来 看到这一幕 徐军明神色凝重 脑后八宝灵塔灵光浩荡 隐而不发 千叶古莲上的黑山老妖 随手一抖 一道黑色灵光 如利剑一般 飞出黑山法界 凝炼知己的黑色光芒 眨眼间膨胀起来 凝重知己的幽冥魔器 极为厚重 比起当初 徐军明在重阳洞天中见识到的黑帆 威力不可同日而语 浩荡的幽冥魔器 直吵砍字 神门涌去 徐军明暗纳住出手的欲望 眼看着铺天盖地的黑色幽冥魔器撞过去 一面不断旋转的金光八卦 闪电间从巨门上闪烁起来 八门金锁镇 最强的地方就是防御 徐军明八套灵宝 再加上灵宝级别八卦阵图 威力强横至极 他不知道仙人的手段到底有多强 但这套阵法 已经是他手中能拿出来的最强防御之术 哄 幽冥魔器撞上八卦 如同汹涌的洪水 撞上了坚固之极的堤坝 金光与魔器相互碰撞 彼此较量 比起幽冥魔器的冲击 快速旋转的金光八卦 蟹去的力量越来越强 渐渐地魔器的声势弱了下来 同样关注这里的黑山老妖眉头一皱 抓住手中黑帆用力摇晃了三下 三道黑色悬光 仿佛三道巨浪 直吵砍自巨门撞了过来 感受到黑色悬光中 强横的幽冥魔器 徐军明脸色微变 八门金锁镇的防御虽强 但也有极限 身手一指 脑后八色灵塔灵光浩荡 强大的八色灵气 仿佛坠落的天河倾斜而下 眨眼间跟后 两道幽冥魔器撞在一起 耀眼的光芒照亮了整个阵法空间 如雷般的闷响震动天地 徐军明 你终于忍不住出手了 黑山老妖目射金光 手中黑帆暴涨数百丈 悬光一闪 白骨神魔 吼 伴随着惊天动地的巨猴 一座高树千丈 三头六臂 通体由白骨造就的强大神魔 从黑帆中跳了下来 脚步一脉 便出了黑山法界 晴天柱一般的六臂张开 巨大的手掌中 多了六把白骨巨剑 六剑向前 强大的剑气 仿佛开天辟地 直朝前方斩落 这六剑的威力 比之前的幽冥魔器之剑 强大了数十倍 徐军铭看在眼中 深吸一口气 神色凝重 弟子徐军铭 恭请关圣帝君尚无声 急急如律令 身上的气息 眨眼间膨胀起来 随手一挥 八宝灵塔 滴溜溜飞落大阵 跟着迎风剑掌 瞬间化作三千丈 徐军铭丹田造化 法复光芒闪烁 随手一指 乳白色的灵光 直入八宝灵塔 后者仿佛吃了大补药 嗡的一声 再次暴涨了近两倍 巍峨的宝塔 直朝白骨神魔 当头照下 古剑晴天 轰隆一声 双方撞在一起 徐军铭手掌张开 造化法力滚滚而出 八宝灵塔越长越大 威能越来越强 第0378章 大五行神光 喀巴 巨大的裂缝 从古剑上出现 千里之堤 溃于乙穴 坚固的古剑 瞬间断裂 整个白骨神魔 被八宝灵塔压得粉碎 把一切看在眼里 黑山老妖神色中 终于露出一丝难以置信 你居然修习了造化道 徐军铭收回八宝灵塔 副手而立 当初在重阳洞天 他对造化道的领悟 还停留在赤色法服阶段 发挥的作用有限 所以并未使用 但十二年过去 在青铜镜的帮助下 他已经把造化道 领悟到了紫色法服境界 而且接近了繁修的巅峰 今日一战 出世锋芒 便发挥了大作用 比起我修行的造化道 徐某更好奇你的幽名白骨番 到底是何种宝贝 残破至此 居然还有如此强大的威呢 你知道我这宝贝 叫幽名白骨番 黑山老妖目光一闪 徐军铭淡淡一笑 你应该知道我是练器师 上司徒的幽名白骨番 还是我继练成的领宝 虽然这宝贝远不及你的神番强大 但两件宝贝的气息如此相似 自然不难猜测 你倒是聪明 顿了一下 徐军铭 本王有神番相助 又有着黑山法界做屏障 静可攻 退可守 你我之间不过就是平局而已 平局 徐军铭撒然一笑 怎么可能是平局 我这阵法隔绝灵气 你想要脱困 就只能消耗洞天的灵气 反不自身 这洞天越弱 对我的阻挡便越小 黑星魔教九大天王 十二鬼使 以及绝大部分教众 都已经被我锁灭 剩下的有玄境司 和其余正道门派 也翻不起什么大浪 所以 绝不会有人来救你 继续耗下去的话 你只会越来越弱 相反 我却可以借着灵气 变得越来越强 你我之间 徐某圣局已定 黑山法界生机绝技 既没有灵根里氢化灼 也没有灵脉滋生灵气 更不似他的地皇山洞天那样 有黄卵 从冥冥中吸收灵气 可以补充洞天的消耗 甚至还能提升洞天的底蕴 所以 黑山法界 虽然洞天之力 比他的地皇山洞天更强 却是一副越打越少 无以为继的局面 黑山老妖神色阴沉 徐军明的话 戳中了他的痛处 黑山法界的洞天之力 没有外界灵气的补充 就只能是无根飘平 越用越少 可惜 我的元神被锁神剑阵风了大半 幽冥白骨翻虽墙 但我得到的时间太短 还无法完全参透他的玄妙 再加上磁宝残破 不经我元神驱使 难以发挥功效 难道 真的要做困仇成 任由这小儿放肆不成 就在他心思起伏不定的时候 龙地脑后大五行 神光飞出 凌空一刷 黑山法界中数万里的土地 又缺损了百里之地 黑山老妖察觉之下 脸色顿变 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突破 黑山法界的洞天封锁 黑山法界之强 洞天之力浓厚无比 但凡先知下的修士或灵宝 只要进入寝客就被镇压 更别说收走法界内部的土地和灵气了 但现在 黑山老妖发现自己 一围长城的黑山法界 居然跟破烂一样 被人一戳就破 看着他震惊的样子 徐军明淡淡一笑 先天太极五行根本气的品级之高 仅次于先天太初根本气 动天之力不过是后天气 就算再强 也挡不住先天太极五行根本气一刷 这就仿佛鸡蛋跟石头碰 双方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东西 这也是 徐军明特意把龙帝这尊傀儡身带过来的原因 只有他的先天太极五行根本气凝炼的大五行神光 才能从外面打破黑山法界的介意之力 当然 这些他肯定不会跟黑山老妖说 龙帝催动大五行神光再次刷下 黑山法界又少了百里之地 黑山老妖瞳孔紧缩 冷冷看了一眼 没说什么多余的废话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大家肯定是不死不休 而且 徐军明也不是那种几句话 就能哄骗的人 与其白费口舌 还不如早做准备 猛的一催背后的幽冥白骨翻 凝炼之极的幽冥魔器 直朝身上的锁神炼刷去 定当 锁炼摇晃 清光闪烁 明显比之前弱了不少 嗯 徐军明目光一闪 黑山老妖磨灭所神炼的速度 比之前快了数倍不止 不惜消耗洞天之力 也要脱困吗 果然不愧是一方教主 手段果决 徐军明心道 眼看黑山法界就要被他破去 黑山老妖开始毫无急地抽离洞天灵气 驱使幽冥白骨翻 消磨那青涩锁炼 显然是想在徐军明 破灭洞天之前 脱困而出 催动龙地傀儡 驱使大五行神光不断刷下 如同春蚕食叶 不断吞噬黑山法界 就看看 你有没有运气能先脱困 双方各施手段 彼此间变得平静下来 时间一点一滴过去 转眼间就是半年 半年后 曾经数万里的黑山法界 只剩下最后三千里 除了万丈黑山所在的核心地域 整个法界都化成五行灵气 被大五行神光炼去 催动青铜镜 看着黑山老妖体内 只剩下细丝的青涩绳索 显然他也到了快要脱困的时候 不能再等了 且看看能不能直接打碎这三千里洞天 徐军明微微吸了口气 神色严肃 弟子徐军明 恭请观圣帝君尚无声 急急如律令 身上的气息快速提升 眨眼间便超过了原神 脑后八宝灵塔灵光浩荡 八色灵光画作数千丈 浩瀚的灵气摇动虚空 徐军明只觉一变 急 千丈灵光如同银河落九天 带着惊人的冲击力 直朝三千里的黑山法界打落 轰隆 瞬间风云激荡 虽然只有三千里 但黑山法界并没有如预料中的那样破损 很快他便找到了缘由 目视万丈之高的黑色巨山 这座由黑山老妖魔师化成的巨山 虽然千年以来 威能远不比从前 但也是一具仙人的尸身 有他镇压黑山法界 除非是龙帝的先天太极五行根本器 否则很难动摇 不过 这一击下去也不是全无收获 剧烈震荡下的黑山法界 龙帝傀儡身用大五行神光刷去的洞天面积 比之前大了一倍还多 但若是动用神打真诀才如此的话 多少有些不值得 毕竟他的神打真诀有时间限制 宁视洞天中央的黑色巨山 不甘心就这么放弃 最后再尝试一把 念头落下 徐军明深吸一口气 直接把神打真诀 施展到了他能够承受的第七节 感受着体内澎湃的法力 前所未有的强横之感 从心底升起 略做体会 伸手一指 澎湃的法力 全部灌入八宝灵塔 嗡的一声 八宝灵塔闪电般化作万丈之高 黑 白 赤 青 蓝 紫 绿 金 八色闪耀 传国玉玺 落魂中 纯阳如意 青竹杖 金剑 水波 赤火旗和法印 八剑灵宝光 照千里 强横的气息 让黑山老妖脸上 也露出了凝重 但眼底却多了一丝果决 徐军明飞落塔顶 双目金光绽放 右掌拍下 震 震 震 万丈之高的八宝灵塔 如同陨石 在徐军明推动下 疯狂地坠落下来 如同火星撞地球 浩瀚的光芒 让巨大的阵法空间内 仿佛升起一颗太阳 惊人的动静 如同开天辟地 让人完全失去了听觉 强横的冲击波 让足以防御掀气的八门金锁阵 也出现了剧烈颤动 在这惊人的撞击下 只剩下三千里的黑山法界 寸寸崩裂 黑色的巨山裂开 露出了里面高达三千丈 胸口插着巨剑的牛头人身 伸着六条手臂的魔尸 咔啦 清晰可闻的锁链断裂的声音响起 徐军明脸色一变 暗道不好 哈哈 本王终于脱困了 一道黑色流光 从碎裂的土块中飞出 黑山老妖神色狂喜 那锁神连跃到最后 越是难以挣脱 结果 最后 徐军明那一击 强大的惊人 借着洞天破碎的强横冲击 他抽取天地之力 猛力一刷 终于挣脱了这千年的束缚 猛然抬头 新红色的目光 直朝高空看去 虽然破风有徐军明的帮助 但黑山老妖心中 可没有丝毫的感激 徐军明 我还要好好谢谢你 目射寒光 黑山老妖 抓住背后的幽冥白骨帆 猛力一摇 强横的幽冥魔器 如同绝地的江河 铺天盖地的喷涌而出 威能之强大 是老妖为脱困时的树备 徐军明站在八宝灵塔上 衣袍裂裂 气势惊天 就算你脱困了又如何 徐某一样能震杀你 灵塔坠落 浩荡的八色灵光 从天而降 那强大的幽冥魔器 被碾压成碎片 但很快一只数千丈之举的 白骨巨长 拖出了下落的八宝灵塔 紧接着一股强悍的距离涌来 八宝灵塔居然被硬生生地 扔了出去 但见白骨巨长无限延伸 躯干 头颅 腰胯和大腿 全部长出 一尊万丈之高的白骨神魔 视如今天的站在阵法之间 第0379章 先天灵宝 黑山老妖盘坐在白骨神魔头颅之上 徐军明 你不是一直好奇 我这幽冥白骨藩 是何等宝贝吗 本王就好心告诉你 此宝分数先天 号称先天灵宝 乃是修行界 人人欲得的无上之宝 虽然这幽冥白骨藩只是下品 且在上古大战中受损严重 威力失去七八 但当年出世时 也曾惹得无数修士争夺 本王以针线级别的道衡 打杀无数 才夺得慈宝 却也被青云道子虚老贼的锁神剑暗算 被斩去肉身元神 打落此剑 好在本王修炼三世元神秘法 虽为大成 却终究活了下来 千年以来 本王创立黑心魔教 斩杀无数 以亿万英魂 喂养幽冥白骨藩 忠实此番 恢复了少许先天灵宝的威能 今日死于此宝之下 也是你的荣幸 先天灵宝 徐军鸣心中巨阵 先天灵宝他知道 但没见过 也不知虚实 但幽冥白骨藩展露出来的气势 确实强得惊人 幽冥白骨之阵 黑山老妖一声怒喝 坐下白骨神魔脑后 飞出数百条白骨手臂 铺天盖地的抄徐军鸣拍了过来 一瞬间 重重枯白色掌影 占据了整个阵法空间 徐军鸣瞳孔一缩 不敢怠慢 催动法力 双掌猛地合在一起 回天 八宝灵塔忽然崩散 化作巨大的金光八卦 浩瀚的金光照耀天地 乾坤训阵 砍离更对 八个卦象不断旋转 轰 无数白骨剧长打上来 八卦灵光颤抖不休 却展现出惊人的坚韧 徐军鸣眉头紧皱 他感觉到体内的法力 在快速消耗 虽然天地之力 在不断补充进来 但神打真诀 请神的时间是有限的 如果不改变 现在被动挨打的局面 坚持不了几分钟 他就要被黑山老妖的白骨 巨魔生生拍死 好在 我底牌足够多啊 心中一动 一直困住这里的八座神门 瞬间变化 紧闭的大门 顷刻间打开 一条粗大的金锁 直朝白骨巨魔飞去 八根金锁是如闪电 正在跟徐军民斗法的 黑山老妖 想要中断施法 驱使体型庞大的 白骨神魔避开 显然没那么快 框框 金锁分别困住了 白骨巨魔的脖梗 双臂 躯干 腰身和双腿 八门金锁阵 门代表了极致的防御 锁代表了强大的阵锋之力 凤 徐军民硬决一变 八尊傀儡同时动手 金锁光芒大放 黑山老妖瞬间变色 一股强悍的阵锋之力 压制住了幽名白骨帆 变换的白骨巨魔 怎么可能 他的神帆可是先天灵宝 虽然残破 但也是货真价实 堪比上品仙器的至宝 虽然徐军民的阵法强悍 压阵的也都是灵宝 结合在一起 威力无穷 但怎么可能跟自己的 幽名白骨番相比 我不信 给我开 鸽崩 鸽崩 其余金锁都被挣脱 但唯独脖梗上的金锁 却极为坚韧 任他如何挣扎 也无法崩断 龙帝傀儡身 端坐在前字 神门之上 双手掐绝 脑后五色灵光闪烁 他的先天太极武行 根本气强横无比 虽然开发出来的威力还不高 但若是想一下正开 却没那么容易 刷刷 黑山老妖眼看 被他争断的另外七根金锁 又缠绕上来 刚刚爆发开来 想要挣脱 脖梗上金锁的力量 很快又被压制下去 黑山老妖脸色阴沉 他算是看出来了 只要他不能一下 挣脱八根锁链的束缚 就别想拖出这大阵 徐军明当然也不想 让废这好机会 一催八宝灵塔 灵光浩荡 直朝白骨巨魔打落下来 黑山老妖也是果决之辈 一咬牙 双手结印 猛然一拍 喀巴一声 白骨巨魔头颅断裂 剩下的躯干和四肢 瞬间变换成 幽名白骨帆 不过可以看出 这神帆比之刚才 明显弱了很多 拖出金锁的束缚 白骨帆闪电般 直冲八门中的 被自门 不好 他要逃 徐军明脸色一变 八宝灵塔 调转方向 弦尾直追 轰隆一声 八门金锁镇 剧烈摇晃起来 黑山老妖 猛催幽名白骨帆 无数鼓掌 同时拍在对字神门上 连续承受这么多击打 瞬间超过了 八门金锁镇 对字神门的承受上限 伴随着一道道裂纹 神门轰然破碎 拼着承受 徐军明八宝灵塔的重击 黑山老妖 终于逃了出去 外面就是炙热的地火岩浆 黑山老妖猛的一摇黑帆 本就涌动不休的岩浆地火 瞬间爆发无穷距离 徐军明脸色大变 但凡有一点物理知识的都知道 一旦底壳无法承受住地下的压力 就会破裂 然后演变成火山和地震 这样的灾变 对修饰可能没什么 但如果普通人碰上 肯定死伤无数 黑山老妖这样的妖魔 或许不在意 但他这样 注重功德的正道修饰 却不能不重视 黑山老妖 你以为这样能逃得了 除了龙地 徐军明把另外七尊傀儡身 留下平溢地火 催动顿光追了上去 胡天神行术太过消耗法力 而且大地之下 也不方便动手 两人一追一逃 很快便来到空中 看着前方的身影 徐军明催动胡天神行术 瞬间赶上去 早就等着你这一招了 黑山老妖一摇手中神番 一道凝练之急的魔器常见 直朝徐军明胸口飞来 好似他早就料到 对方要出现在这个位置 徐军明心中暗惊 抬起右掌 袖中的龙地傀儡身 催动大五色 神光刷过 魔器常见 被一刷即灭 黑山老妖脸色微变 一摇黑翻 化作漫天幽名魔器 徐军明催动八宝灵塔 八色灵光浩荡 快速把魔器扫平 此刻老妖已经催动神番 远去高空数千里 顿速之快 惊人之急 徐军明刚要追去 身上的气息却急速衰退 脸色一白 脚步不由自主停了下来 该死 他请神的时间到了 本来放在袖中的龙地傀儡身飞出 自己的本尊 飞入他的袖中 然后以龙地傀儡身为主 带着八宝灵塔 直朝黑山老妖追过去 因为傀儡身 无法动用胡天法符的能力 所以 只能用顿光追赶 好在大五行神光飞顿神速 倒也不差黑山老妖多少 两人一追一逃 眨眼间便突破了九霄 来到了天地之外 这是一片宁静的虚空 曾经在大地上可以看到的星辰 到了这里都消失了 黑山老妖离开这处世界后 越飞越远 眼看便要离开此方世界的范围 进入无尽虚空 但令他奇怪的是 后面那紧追不舍的家伙 却在这片世界的边缘 停了下来 放弃了 就在他心中疑惑的时候 心头突起紧照 下意识地催动幽冥白骨帆 挡在身前 一柄千丈之巨的古铜巨斧 带着分江烈海之威 轰然展落下来 除了锋利的輔光 内中更蕴含着滔天的距离 嫌弃 黑山老妖脸色巨变 他现在刚逃脱阵风 实力未复 只靠一把残缺的 幽冥白骨帆撑腰 底气实在不足 尤其被徐军明抱锤一顿后 更是如此 想躲开 却又躲不及 只能硬着头皮上 惊天雷鸣乍响 强悍的冲击波 在虚空中传出很远 幽冥白骨帆 虽然在黑山老妖 逃脱八门金锁镇时 毁区部分 威力有所下降 但仍然比得上仙气 无奈黑山老妖刚破风 实力不行 再加上准备不足 瞬间被这巨斧劈的盗飞回去 看着从虚空中大步走来 双头四臂 高有千丈的魔神 居龙师的战士 你居然敢违背九离蒙月 对身为赤油士的我出手 黑山老妖怒道 首提巨斧的火丧大军 把刚要劈出去的斧头收回 您是黑山老妖 你是谁 无名黑山 乃是赤县神州赤油士 九山大部中卫乌将 嗡 停住的巨斧瞬间披落 该死 猛摧幽冥白骨帆 挡住这一幅 但其中的力量实在太强横 黑山老妖再次被打飞 居然敢骗你火丧爷爷 我九离不足主修肉身 不修元神 你不过一团元神在此 也敢说是九离不足 招摇撞骗之徒 给我去死 巨斧如山 带着强悍无涛的距离 再次披落 看到这义斧的威势 徐军明心中庆幸无比 当初幸亏没跟火丧大军 打什么进展 否则 即便他有胡天之术 也难以逃脱 比起动用定神镜的火丧大军 现在的他 实力起码拔高了数十倍 轰 义斧之下 黑山老妖被震的元神涣散 直朝辽斋世界掉落 看着追杀过来的火丧大军 黑山老妖气的吐血 他的肉身被斩杀后 就凭借当初修炼三十元神秘术 保留下来的一丝元神 修养千年 成就了现在的黑山老妖 没想到就因为这个 居然被同族追杀 你这蠢货 火丧大军登时大怒 居然敢骂我 四只手臂同时握住巨斧 奋尽全力 直朝黑山老妖劈了出去 浩荡的辅光 绵延上万丈 所过之处 空间被撕裂 一条粗大的黑色裂缝 从虚空中浮现出来 惊人的衣服 让本就站得极远的徐军明 向后飞退了数千丈 黑山老妖神色骇然 猛催幽名 白骨翻 一面巨大无比的骨盾 挡在身前 哄 白骨翻飞 整个骨盾差点被斩成两截 虽然挡住了辅光 但刚猛无涛的暗镜 却瞬间把黑山老妖震飞 机会 徐军明眼睛一亮 连忙催动五行神光 凌空一刷 把差点被震碎的黑山老妖元神 和气息为你的幽名白骨翻收起 然后催动顿光 直朝聊斋世界飞落 火丧大军 谢了 悠悠的声音 火丧大军神色一致 那熟悉的嗓音 那让他至今难忘的气息 火丧大军瞬间明白过来 自己一番打斗 居然为敌人做了嫁衣 是可认 孰不可认 看着已经进入此方 世界九霄云层的身影 火丧大军狂怒 把腿追上去 刚进入此界 无穷的雷电衍生 那庞大的雷云 浩瀚的神威 如同一盆凉水浇下 熄灭了火丧大军的心头目火 即便他已经是天仙级的强者 也不敢挑衅一个 小千世界的天道 不过 看到他将要消失的身影 熄灭的怒火 蹭蹭上涨 一幅展出 终音未距离过远 毫无结果 徐军铭 本尊绝不放过你 听着来自身后暴怒的声音 徐军铭淡淡一笑 感受着被镇压在 大五行神光内的黑山老妖 被劈了一幅 差点震碎原神的他 已经彻底失去了反抗能力 这可真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原本他还以为 必然要经过一番苦战 才能拿下黑山老妖 甚至一个不小心 还会被对方跑掉 但结果的戏剧性 实在太出乎他的预料 当然 也省了他一番功夫 第0380章 幽明白骨番 因为战果太大 灭了黑心魔教 斩杀黑山老妖后 徐军铭直接回了一趟 帝皇山洞天 来到帝皇山内 太史洞天上空 龙帝傀儡一催 脑后大五行神光 炼化黑山法界后 储存在里面的五行灵器 滚滚而出 徐军铭催动帝皇山洞天 吸收了这股大补药后 瞬间膨胀起来 原本只有23000里的帝皇山洞天 短短不过半月 便膨胀到了69000里 一片可以承载 先的强大世界 即便只是一块碎片 而且经过千年的衰减 但蕴含的洞天之力 仍旧比普通世界强大得多 感受着越发澎湃的洞天之力 徐军铭心中满意 不过此行收获 却不仅仅是这些 来到太原洞天崇山居 徐军铭开启储藏室 把3000丈之高 黑山老妖曾经的魔尸 放到这里 很显然 黑山老妖对他的肉身很重视 那片黑山 实际上是一种守护法阵 可以保护这肉身的活性 只要拔出那插在胸口的巨剑 原神附体 便可重生 不过 那巨剑显然是一件 强大之极的仙器 不仅锋利之极 而且蕴含强大的阵魂之力 想要拔出它 凭借徐军铭现在的实力 还办不到 不过他这储藏式 蕴含造花刀的禁止 一样可以保持着肉身的活性 凝视这具强横之极的 肉身法体 徐军铭想起之前在虚空时 黑山老妖 跟火丧大军的对话 赤县神州是何地 九黎不足 跟华夏传说中的九黎吃油 又有什么关系 带着重重疑惑 来到炼丹市 天宫神炉内火焰熊熊 一梦黄梁 正在吸收天魔白骨 设立中的七情六欲之力 徐军铭法觉变幻 一道灵光没入神炉 一梦黄梁飞出 把拘押在大五行神光中的 黑山老妖元神投入 炼化之后 一抹黄梁灵气浮现 黑山老妖元神中的记忆 全部展现在他面前 可惜 他的元神最后被火丧大军 一抚震碎了不手 记忆变得不全 却也解开了徐军铭不少疑惑 尤其是关于黑山老妖身影的 那场大战 让他真正见识了 仙人的强大 即便只是记忆 那强大的道法 举手投足间 跋山超海的伪力 仍然让他热血沸腾 心生无尽的向往 不对 老妖没死 最后一个画面 让徐军铭眉头紧皱 瞬间明白过来 修炼三世元神的黑山老妖 有三具分身 第一具分身是牛头 人身 六条手臂的九黎族 赤油市九山大部的中品乌将 也就是华夏神话传说中 跟妖族争夺天地 两败俱伤后的巫族的后裔 中品乌将论修为只是真线 但近身战力强悍绝伦 同皆无敌 第二具分身 是一尊真线境界的魔修 那天魔白骨设立 便是第二具分身之物 第三具分身 则是真线境界的佛修 黑山老妖把佛修藏匿 只驱使乌生和魔身 去争夺幽明白骨藩 这样一来 即便两具分身全部生育 他也不至于彻底陨落 此妖还真是狡猾 不过 黑山老妖的谋划 确实精明 若是没有他的介入 他不仅得到了宝贝 两具分身 也不会完全陨落 赤油三盘精 从这原神中 徐军明得到了一篇 直通大乌江 相当于精线的炼体功法 也是赤县神州赤油式的 敌传功法 精妙绝伦 有了他 徐军明参悟出来的 炼体功法盘黄真经 也算是有了参照 可以在青铜镜的辅助下 参悟出成仙后的修炼道路 藩掌把黑山老妖的残余元神 打入帝皇山万丈地底的黄泉河 重新把一梦黄梁头 进天宫神炉后 盘膝坐了下来 双掌一拉 一面破破烂烂的黑色长藩 出现在掌中 幽名白骨藩 夏品先天领宝 通过黑山老妖的记忆 徐军明知道 任何宝物都有先后天之分 比起后天领宝 先天领宝天生蕴含道法 可以辅助人领悟道法 就像幽名白骨藩 内中就蕴含幽名法则 若是有人修炼此道 有此番之注 便犹如掌上观文 道法境界进步神速 就像徐军明的青铜镜一样 不同的是他的青铜镜 可以辅助他领悟任何一门大道 而先天领宝 只能领悟领宝中蕴含的大道 即便如此 对于修士们来说 也弥足珍贵 可以节省他们大量的修炼时间 比别人更快成仙 所以 先天领宝又被称为 镇运领宝 任何一个教派 有一件先天领宝镇压 门内弟子 便可以通过 参悟这件宝物内的法则 快速领悟大道 即便悟性并不出色 也一样可以成仙 如此一来 门派内强者辈出 自然变得强大 另外 先天领宝还具备先天神通 通常都极为强大 幽明白骨藩所具备的 先天神通有二 一个称作幽明法界 一个称作白骨神魔 白骨神魔 徐军明已经见识过了 那白骨神魔的强悍 万千鼓掌拍落下来的神威 若不是龙帝傀儡身的 先天太极武行 根本气品级太高 又有八卦阵以及其余七套 灵宝辅助 他肯定绑不住 而且 这还是幽明白骨藩 破损严重 威能识去七八后才如此 若是完整的话 爆发出来的威能 徐军明有些不敢想象 至于另一个先天神通 幽明法界 可以把万物化作幽明器 成就幽明世界 在此世界内 可以压制敌人的道法 提升己身的实力 有些类似于领域 不过 因为幽明白骨藩破损严重 这些天神通已经无法用了 随手一招 一块还碗大的布片飞入掌中 这是当初黑山老妖 挣脱大五行神光形成的金锁 逃走石流下的 布片飞入幽明白骨藩 光滑一闪 很快融合在一起 幽明白骨藩的气息 强剩了很多 徐军明在招手 一面跟幽明白骨藩气息相似的 黑色长藩飞入掌中 但比起破破烂烂的神藩 这把黑色长藩却完整无比 它便是徐军明 在上司徒幽明白骨藩基础上 祭练出来的灵宝 当然 这件灵宝 堪称先天灵宝幽明白骨藩的简化版 两者都是同源 徐军明把两件黑藩放到一起 几乎不用祭练 破破烂烂的神藩 自动把黑色长藩一卷 吞食炼花 大秀一挥 无数大大小小 气息强弱不同的黑色长藩 从袍袖中飞出 幽明白骨藩是黑心魔教中 祭练最多的法器 徐军明斩杀黑心魔教教 中数千 得来的法宝 灵器 法器级别的幽明白骨藩 足有一千多件 当然这一千多件幽明白骨藩 多是以白骨精气 人寿阴魂 阴气 煞气 吉利而成 白骨精气 阴气和煞气也就罢了 若是把这些幽明白骨藩中 数千万幽魂 拿来祭练幽明白骨藩 庞大的业力 足以把徐军明 辛辛苦苦积攒 近百年的功德 全部耗尽 这样的选择他 当然不会做 功德对他离开这里 去往更高级的世界 至关重要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他铲除黑心魔教 也不会像之前那么积极 把先天灵宝级别的幽明白骨 藩纪练一番 抓住神藩 催动法力 用力一晃 澎湃的黑色幽明气刷过 一千多件不同级别的幽明白骨藩 全部破碎 白骨精气 阴气 煞气 怨气 被神藩吸收炼化 肉眼可见 神藩上破碎的洞口 消失了几个 索性把法袋中 幽明属性的法宝 灵气 法气 全拿出来 仪器全部拿来修复 幽明白骨藩 如此操作后 神藩内十二条 先天灵境 有四条 变得完整起来 看到这一幕 徐军铭终于明白 黑山老妖 创立黑心魔教 杀戮天下的目的何在 很显然是在收纳阴魂 白骨精气 修补这件先天灵宝 看着挤满炼丹式的人寿精魂 若是他很下心 用这些精魂 祭练幽明白骨藩 这件宝贝起码能恢复一半的灵境 可惜 徐军铭终究不是毫无底线的黑山老妖 大修一挥 把所有人受惊魂 全部打入帝皇山地底的幽明世界 以他现在对轮回法则的领悟 已经可以让凡人在帝皇山动天 世界内转生 但一出生就是灵种 仙种 肯定办不到 看着自己手中无风自动的幽明白骨藩 感受到其散发出来的强横气息 徐军铭新潮澎湃 在黑山老妖的记忆中 夏品先天灵宝 通体都是由先天太史之气 凝炼成的灵宝 若是十二条静置完整的状态下 胜过极品仙气 另外 传说中还有更强大的中品先天灵宝 完全是由先天太义之气 凝炼的强大灵宝 但黑山老妖 只是听说过 却从未见过 那怕是广有数千万里的赤县神舟中 也没听过 那家有中品先天灵宝 另外 既然有中品 就有上品 甚至是极品 仙道漫漫 无将上下而求索 徐军铭新潮澎湃 浮想连翩 黑山老妖的记忆 向他揭开了一个 更为广大和规律的修仙事件 这对一心追求 仙道极尽的徐军铭而言 有着无尽的诱惑 当然 饭还要一口一口地吃 第03个1章 中州城 大永皇朝将域横跨十数万里 国都中州城市最大的城市 外城 内城 皇城 横跨横跨近百公里 人口之盛 足有数百万之多 宽广的城池内 茶楼九四如同天上繁星 不知繁己 如今 这遍布整个中州城的茶楼九四中 坐满了提到跨界的修行人士 三年过去 崇山真人徐军铭收徒的消息 早就遍布整个大永皇朝 甚至连普通的贩夫走卒都知道了 要是我等能被崇山真人收入门下就好了 别的不说 起码人手一见灵气 一个长着落腮狐的粗豪大汉开口道 曹老三 瞧你那点出现 崇山真人乃是修行界 唯一能炼制灵宝的圣将 要是能蒙他老人家收入门下 别说是灵气 法宝都是小意思 说不得 若是将来侍奉得好 灵宝也能赐下几件 旁边一个被插双刀的销售汉子 手里抓着啃了半截的鸡腿 满嘴流油的笑道 一群粗鄙之徒 也配入崇山真人门下 毫不留情的讥讽 惹得几人大怒 哪个活腻歪的 居然敢讥讽爷爷我 话还未说完 就见啪的一声 粗壕大汉凌空飞起 身子在空中转了两圈后 才轰得一下砸落下来 尘土飞扬 捉一板凳 被撞得东倒西歪 上面的饭菜撒下来 浇了壮汉满头满脸 滚 否则杀了你们 几个同伴 掺起嘴角流血 狼狈不堪的粗壕大汉 恨恨地看了眼不远处 一身素白的年轻公子后 连忙跑了出去 他们行走江湖多年 最知道什么人不能惹 这年轻公子 可以凌空挥掌 力发于摆布 至少也是先天 相比之下 他们不过学过一些 简单的拳脚功夫 对付普通人还行 跟人家比起来 提鞋都不配 为了小命着想 当然是走为上策 哥哥 一般无知莽夫而已 何必跟他们一般见识 崇山真人是何等人物 怎么可能 会收他们入门 白衣公子对面 一个容颜俏丽的粉衣女郎开口道 白衣公子点了点头 眉眼中露出一丝焦虑 她是北山省下崇原府内 一个普通修士家族的后辈子弟 资质优越 看不上家中 只能修行到金丹境界的功法 立志要败入一个大门派 谋求长远 但自从知道 崇山真人徐军民收徒的消息后 便改弦更张 一心想要败入其门下 比起大门派内的激烈竞争 实力强大又能练弃的崇山真人 无疑是更好的选择 原本她还对自己挺有信心 但一落走来 见识了太多 跟她打着同样目的的修士 其中步伐比她还年轻 修为却比她还高的 这还是她能见到的 那些以她的修为 何人卖见不到的 还不知道有多少 竞争之激烈 远远超过了她的想象 曾经的信心 也在一点点离她远去 燕兄 这中州城好热闹啊 两个身穿功夫的差役 漫步在街道上 稍显年轻一些的那位 被这繁华盛景吸引 左看右看 目不暇接 旁边身材高大 背背一把大剑 抱头还眼 落腮常然 头顶挽起发迹 气势威猛的壮汉 微微点了点头 先去衙门把插娇了 再来领略 这中州城的繁华也不迟 年轻差役点了点头 燕兄 一路来我都在听别人说 什么崇山真人 将在中州城 摄阵收徒 你可知此事 知道 只是不知 这位崇山真人 是何许人也 居然能惹得 弱大中州 天子脚下 守善之地 千万人向往 肯定是修为高绝的大修士 说不定是个原因 高大修士 看了眼同伴 微微一笑 中州雾华天堡 乃是大永皇朝 精髓所在 原因修士 虽然强大 但在这里 却算不上什么 在他看来 这位崇山真人 必然是一位 传说中的原神修士 若是有机会 当去一世究竟 高大修士 心中暗道 他自负天赋不错 以武入道 短短十载 便达到先天圆满 可惜 身为散修的他 前进无路 本想加入玄境司 但玄境司内 阿谀奉承 党同伐义的氛围 实在让他厌恶 后来便放弃了 接触的几个门派 也是一副 高高在上的作派 所以 他准备在送完 这趟差后 便离开衙门 跋山涉水 寻求机缘 没想到 刚到中州 便遇到顶尖修士收徒 能在中州之地 公开收徒 肯定不是妖魔之辈 他倒有心仪式究竟 中州城上方 千丈空中 一个身穿红衣的女子 凌空而立 目光望着中州城外 正正出神 突然 眼神微动 不过并未转身 伴随着一道剑光 一个身穿白色大肠 头戴玉冠 相貌阴挺的男子 出现在他的身边 你怎么来了 女子淡然道 刚刚收到南方七省玄境司 联合传递的消息 为霍大勇南方 数百年的黑心魔教 被连根拔起 九大天王 十二鬼使 全部消失 黑山老妖 和黑山法界被灭 男子虽然收到这个消息 有一段时间 但仍然难言语气中的震惊 女子身形一颤 深吸了口气 片刻后 语气颤抖 他果然做到了 一个人负面 一个拥有原神修士 和数十位原音 修士镇压的教派 大勇立国数百年来 还从未有人做到过 男子转过头 看着他柔和的俏脸 能被玉罗叉看上的男人 果然非同寻常 萧红哥嘴角微微翘起 但很快平复下来 有他的消息吗 男子摇了摇头 天南省上方 曾经爆发过大战 但时间很短 陈刘飞去查看时 人已经离开了 陈刘市玄境司 天南省指挥室 现在已经过去一个月了吧 男子点了点头 虽然徐军明实力强大 领保众多 但灭掉黑心魔教 尤其是斩杀黑山老妖 并不容易 想来 他现在应该在地黄山 冻天疗伤 话音刚落 便见中州城北方 飞来一道见光 随后一座高达百丈 通体侵蚀 铸造的巨大牌坊 从空中轰然落下 瞬间灵光万道 锐彩千条 强悍的气息负压千里 偌大的动静 瞬间震撼了整个中州城 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 浩荡而威严的声音 如同天神之音 在众人耳边响起 本尊乃崇山真人徐军明 今日特在中州城外 摄阵收徒 不拘先凡 能入此门者 当为我门下弟子 传我道统 石门历此三年 若有意尝试 当速来 声音落下 无数为此而来的修行中人 纷纷朝石门坠落之地 中州城北方 一座矮山山颠奔去 其中既有可以飞天遁地的原因 金丹 也有提刀跨剑的先天 筑击 甚至还有一些羡慕先家手段 却修行无门的普通人 肖红哥和白衣男子对视一眼 两人催动顿光 直朝石门飞去 百里之地 对他们而言顺息变道 当看到盘坐在石门上方 闭目打坐的白发男子时 肖红哥脸上露出一丝失落 来者并不是徐军明 而是他祭练的傀儡管红雪 肖道有别来无恙 徐军明的傀儡术精妙无双 他所操控的傀儡 除了没有心跳呼吸 只是依据死物之外 看上去跟普通修士 没什么两样 徐军明 肖红哥深深地吸了口气 你本体在哪 地皇山洞天 为什么不来 一时起义 想要收徒 左右不是什么大事 不许我亲自出马 话落 徐军明转头看向白衣男子 想必阁下便是玄境司阵 俯使擎天剑圣夜孤云了吧 正是夜谋 夜孤云抱拳一礼 多谢徐道友仗义出手 斩除黑心魔教 为我大勇除去一大汗 若是你真要谢谢徐某 便让我在你们玄境司藏书阁中 多参悟几年 道友若是愿意 玄境司藏经阁 随时为道友敞开 如此便好 夜孤云看了一眼 徐军明坐下的轻石巨门 地神门 三个金光璀璨的传字 映入眼帘 没想到 真人居然用领宝来收录弟子 淡淡一笑 若是夜道友友灵才的话 可以来找徐某帮忙寄人 夜孤云眼睛一亮 夜某虽不如道兄赋予 但多年修行也有些积累 等到有收徒是弊 再来打扰 傀儡伸点了点头 萧红哥目光闪动 刚要开口再问 数十道流光飞驰而来 打断了他的话 随着想要拜师的人越聚越多 地神门前很快人满为患 我等拜见真人 数万人的声音 虽显得有几分杂乱 却震耳欲聋 令人震撼 诸位不必客浅 一个身穿紫色道袍 看气息已经是原因的 中年修士高声道 杨元庆参见真人 不知真人收徒条件为何 看了他一眼 徐军民平静的声音 清晰地传入众人耳中 心怀恶念者不收 不敬尊长者不收 私心过重者不收 品行不端者不收 资质不佳者不收 悟性不佳者不收 毅力不佳者不收 凡此欺者 不当为我门下弟子 第0382章 燕赤霞 真人欺不收 并未绝除妖族 若是有妖族修士 能通过真人考验 真人也同样收入门下 徐军明朝声音 传来的方向看去 说话的是一个 身穿黄色长裙的 美丽女子 此女虽一身道气 却是一个狐妖 略作思索后平静道 我继位说 便就是瘦 真人不可 一个年轻书生 跃重而出 先是聚了一宫后 高声道 妖族乃如毛银血 披毛带脚之辈 长食血肉 瘦性藏于心 即便一时良善 也终不免为祸人事 真人若收此辈 不提于助纣为孽 平天无数杀戮 还望真人明察秋毫 收回成命 徐军明目光平静 你叫什么名字 晚生罗霄 乃是一介金丹散修 散修 十八年前 你毒杀师傅荣成道长 霸占他的洞府 夺了他的宝贝 如今倒成了散修 罗霄脸色大变 真人 催动傀儡身 大袖一挥 强大的法力卷住罗霄 删出千丈之外 狼狈地衰落在地 今日乃我收徒开始之日 不愿见险 否则 你这等忘恩负义之徒 当一箭斩杀 滚吧 罗霄爬起来 不敢多言 连忙催动 顿光 朝远处飞去 看他举动 便知道 徐军明所言不虚 当然 能知道此人过往 还要多亏了他 日益精进的 命运法福 和推算之道 威严的目光 缓缓 从众人身上扫过 但凡与他目光接触 无人不服守 本尊身性万灵平等 从不以种族论善恶 人也罢 妖也好 只要能通过我的考验 便可入我门下 你们要是不满 尽可离去 好了 我说的就这些 翻掌间 一道灵光没入座下 地神门 浑厚坚硬的石门 缓缓打开 露出里面 七彩云气缭绕 梦幻而又神秘的世界 有人心中好奇 以神识窥 却发现自己的神识 与七彩云气一处 仿佛消失了 脑中一疼 连忙把神识收回来 你们进去吧 若能通过考验 便回来到本尊身判 若是不能 地神门会把你们送下山 徐军明操纵傀儡 长袖一挥 地神门上方 长出三个莲花宝座 说吧 便闭上了双目 不再言语 众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出现后 剩下的风 拥着朝地神门中走去 百丈十门仿佛有无尽空间 十几万人涌进去 也不见丝毫变化 当然 这十几万人都是修士 若是算上那些来此的普通人 则变得更多 其中 绝大部分 很快被十门淘汰 考验时间超过三日的 只有十之一二 超过七日的 不超过百分之一 地神门处 人流如潮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被淘汰 大家都在抱怨考验之严苛 不过 看到无人被选中 心中虽有不满 罗霄的前车之鉴不远 却也没人敢说出来 大家都好奇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才会被徐军民看中 实际上 不仅是他们 旁边一直没走的叶孤云 萧红哥也很好奇 到底什么样的人 才能入他的法眼 要知道 这次进入地神门的修士 不少都是修行界知名的天赋之才 换成玄境司 这样的人都是抢着药 但到了徐军民这里 却气如碧履 一个月 两个月 转眼间就是半年时间 半年来 足足有近千万人 进过地神门 但徐军民身判那三个莲花座 却始终空空如也 仍然心中不愤 想要留在这里看个结果的人 已经很少了 当然 留下来的也多是自负天才 心高气傲之辈 徐道友 叶孤云忍不住心中好奇 刚要开口 瞬间变见 一只盘坐在地神门上方的傀儡 深广洪雪 刷一下睁开双目 紧跟着地神门闪烁道道灵光 一个身材高大 背负一柄青铜大剑 落腮胡 抱头还眼 铁关竖发的壮汉 出现在徐军民左侧石帘上 壮汉看着面前 熟悉又陌生的一幕 双目中出现片刻恍惚 两久后才反应过来 我通过了 你叫什么名字 威严而又温润的声音传来 壮汉心中一机灵 看到盘坐在身判的徐军民 连忙跪倒 北硕省丰州人士 燕赤霞 拜见崇山真人 燕赤霞 你叫燕赤霞 徐军民差一道 正是某 弟子 刚要习惯性地说 某家 话到嘴边 才想起这些江湖话 在长辈面前太粗眼 话到临头又改了 看着贵倒在自己面前的大胡子 徐军民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斩杀了黑山老妖 却把燕赤霞收到了门下 不过能通过地神门的考验 便证明这燕赤霞 修到天赋绝佳 不比自己另外三个弟子逊色 既如此 收下就收下了 你可愿拜我为师 燕赤霞脸上露出激动之色 在中州城的这段时间 他已经从别人口中 了解了徐军民过去的事迹 斩妖除魔 护卫苍生 正是他一直以来渴望去做的事情 愿意 河东未无双斗 胆肯请真人解惑 洪亮中填满不愤的声音 打断了徐军民接下来的话 转头看去 一个身穿藏青色长袍 面如关玉 相貌英俊的男子映入眼帘 在其周围 还有不少年轻修士 何事 真人 未无双年不过双时 修为已至金丹四重 而这位燕凶 看形貌至少是二历之年 但修为却只有先天圆满 论资质他明显不如我 论及星星 无双自出道以来 斩杀妖魔厉鬼敬拜 所行善举述以千剑 对爹娘师长 从未有半点愉悦 为何 燕凶能入真人门下 我等却不行 看着他心中不平的样子 再看看周围众人相同的神色 你们也跟他一样的想法 徐军明平静道 恳请真人解惑 为无双周围的年轻人攻声道 他们都是各自师长口中的天才 自问修为 都比燕赤霞更高 如今却被他占了上风 一个个自视心气难平 微微点了点头 徐军明淡然道 燕赤霞 告诉他们 你今年瘦数几何 弟子生于出贫六年 到如今正好是二十四岁 燕赤霞点头后道 二十四岁 骗人的吧 他那样 四十都有人信 人群中一片哗然 确实 燕赤霞胡子拉叉 不修蝙蝠的样子 确实不像是才二十四岁的年轻人 徐军明继续道 他虽比你们年长 修为也不如你们高 但他也不像 你们背后都有家族师长 可以得到丹药 聆听教诲 加速修行 他以一介散修之身 二十四岁就可以以武入道 论资质并不比你们差 不过 平道之所以收下他 资质只是其一 你们来看 伸手一指 石门上方云气浮动 很快一个足有数丈的巨镜 从虚空中浮现出来 镜子中很快出现了画面 你们进过石门 想必也知道其中的幻境考验 这些便是燕赤霞经历的幻境 仿佛看一场电影 第一个幻境中 燕赤霞转身入一个猎户家庭 他父亲早逝 年不过十二 便入山打猎 撑起一个家庭 而且拭母极孝 后面娶妻生子 生活虽清贫倒也安然 直到有一天 他入山打猎 摔断了腿 生活一下子陷入困顿 这时镇上有一家姓黄的父户 时常接济他 燕家逐渐度过难关 两家因此变得亲密起来 皇家从不嫌燕家 只是一清贫列户 时常让燕赤霞到他家喝酒 两人同他而眠 轻如兄弟 直到有一天 县官家的七旧周氏 看上了皇家的一块地 皇家之地买是埋葬祖宗之所 风水极佳 再加上周氏出价太低 所以一直没同意 周氏便勾结县官 构陷皇家之主 皇任勾结山贼 打入大牢 驱打成招 竟夺了皇家家产 皇任出狱之后 心中欲结 呕血而死 燕赤霞一指诉状告上周府 结果官官相护 狼狈为奸 县官一宴 皇两家妻儿威胁 燕赤霞不得不妥协 遂把皇任老母 妻儿接到自己家 直到两家小儿成人后 便带上宫 刀 于夜间 杀了县官老幼之外 满门家眷 慷慨赴死 忠孝结义 通过这一个幻境 完全展现出来 第二个幻境 燕赤霞转生到一个师叔传家 保有资产的妇农家庭 十岁时丧父 十三岁丧母 因为一心读书 不是生产 家境逐渐败落 不过 燕赤霞兄有锦绣 极富才华 一次师会 揭示了本城花魁 秦启罗的青睐 秦启罗 燕赤霞不忘前沿 放弃多年苦读 才高中的状元之位 放弃有着天下第一美人的公主之尊 回到故里 带着秦启罗远走高飞 做了一对神仙眷侣 第三个幻境 燕赤霞转生为一个庙中的道士 年幼时 见过几次修行者的道法 便立志修道成仙 从十八岁开始 便走遍天下名山大川 无数次差点死于猛兽之口 生死间徘徊半甲子 直到老死 都未改变修道成仙的志向 第四个幻境 第五个幻境 第六个幻境 一直到第三百六十五个 无论每一个幻境 燕赤霞都表现出了忠孝结义 极恶如仇 千金一诺的品质 在修行上 毅力尖身 千魔万难 都难以动摇其志向 资质虽不是最出色 却也是天才之辈 悟性更是绝佳 毅力尤其出色 看完了三百六十五个幻境 所有人都鸦雀无声 第零三八三章 轻袍道人 我这地神门中 共有周天之术 三百六十五个幻境 若能全术通过 便可做我弟子 入我门下 传我道统 但除去燕赤霞 你们当中 度过幻境最多者 也不过九十八个 这就是我为什么淘汰你们 却留下他的原因 至于你们是为何淘汰 相信你们都应该知道 魏无双脸色变换 他们自然知道自己 为什么会淘汰 只是这里人多 难以启齿罢了 我的妈呀 原来有三百六十五个幻境 这考核太变态了 是啊 是啊 之前聊天的时候 我通过了九个幻境 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没想到 燕赤霞那变态 居然全都过了 哎 没想到 崇山真人收徒如此严格 周围众人回过神来后 瞬间议论起来 嘈杂的声音 缓解了魏无双等人的尴尬 潮汐军民攻身一礼后 身形有几分狼狈的转身离去了 操纵傀伟身 从怀中摸出一个灵符记起 三尺之大的黑色空间 通道出现在眼前 去吧 围师在崇山居等你 燕赤霞攻身应试后 深吸一口气 飞身进了通道 傀儡身挥袖横扫 空间通道消失 看到这一幕 周围众人脸上 不由露出羡慕之色 叶道友 我想去藏书阁一观 不知可否 道友收徒之事 傀儡身一挥手 一道流光飞出 化作身穿紧袍 尸鼻阔口的黄发巨汉 叶孤云瞳孔一缩 虽然知道此人 被徐军铭斩杀 但仍然下意识地戒备起来 驼山天王秦摩 叶道友 走吧 秦摩开口道 叶孤云深吸了口气 虽然知道 秦摩早已为徐道友所杀 但面对这张面孔 仍然让叶某心中难以接受 叶道友已修制原神 难道还迈过去一张皮像 哼 道友所言甚是 是叶某落了下城 转过身 请跟叶某来吧 秦摩点头后 目光一转 右掌翻开 一道赤色灵符 飞向旁边的萧红哥 后者下意识地接住 看着直朝中周城 飞去的秦摩 神识进入灵符 两行字 映入萧红哥石海 我指心目大道 无异而女情长 萧红哥神色暗淡下来 这就是你的答案吗 转头看着闭目打坐 混入尸体的管红雪 萧红哥脸色变幻 突然一把捏碎了手里的赤色浴符 你既然无异 我又何必苦苦哀求 以后再不相见 恨恨看了一眼傀儡身后 转身朝中周城飞去 傀儡身睁开双目 看了一眼远去的顿光 暗自叹了口气 萧红哥虽然不错 也是理想的道理人选 但现在的他心里装满了道 没给爱情留下尺寸之底 既如此 长痛不如短痛 早点说清楚 对双方都好 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 徐军铭的神门365重幻境 考验传开 每日来此的普通人 日渐减少 但修行界中人 却来得越来越多 不过却没有一人 能够像燕赤侠那样 可以闯过365重幻境 被他收入门下 转眼便是两年过去 地神门威额如兮 傀儡身广洪雪 仍旧盘坐在莲花座上 从未动过一指 石门所在的矮山上 早已不负当初的摩肩接踵 偶尔会有人来 对盘坐的傀儡身居上一躬 然后迈进地神门 一日下来 不过数百人来此接受考验 虽然少 但大勇元神之下 数十万修士 连带海外百万人妖修士 都已经来此考验过 但能通过的 仍然只有烟斥侠一人 突然 一队先一怒马的人 朝山上走来 傀儡身眼皮微颤 简单看了一眼后 又闭上了 这行人来到山顶 一个身穿锦衣 白面无须的宦官 从一群顶盔冠甲的军将中走出 脚步一脉 云气自生 很快拔生百丈 来到徐军明面前 三丈外站定 遇前太监陈德 拜见重山真人 何事 陛下听闻真人 斩杀黑山老妖 灭除黑山魔教 为稳定大勇南方 七省立下汗马功劳 特意招真人入宫嘉奖 嘉奖 不知道陛下要嘉奖我什么 傀儡身缓缓 睁开双目 真人为难小人了 小人不过一小小御前太监 怎知陛下胜财 不过 陛下向来宽宏 真人又立下大功 陛下必有重谢 徐军明淡淡一笑 所谓的重谢 无非就是金玉珠宝和高官后路 金玉珠宝他不稀罕 就算是法宝如今 对他也不过是寻常之物 至于领宝 皇室中就算有 也不会给他 最后 高官后路 徐军明弃之如碧履 你替我回复陛下 就说 徐军明乃世外之人 斩妖除魔 敬平天下乃是本分 不须赏赐 陈德脸色微变 真人 陛下还在神武大殿 等候真人法家 操纵傀儡身一灰衣袖 澎湃的法力化作狂涛 卷起陈德 连带下面的禁卫军 飞落山下 金丹镜八重的陈德 毫无反抗之力 被摔在地上 狼狈地爬起来 狠立地看了一眼山顶 但却不敢多说 带上铜来的禁卫军 急匆匆朝中周城奔去 碰 精美的玉制笔筒 被摔得粉碎 狂妄之极 大胆之极 他居然敢 公然拒绝阵的圣旨 打伤阵派去的内侍 一个身穿滚龙袍的年轻男子 怒发冲冠 咆哮如雷 胸膛起伏着 猛然转头 填满血丝的双眼 如同责人而逝的猛兽 国师 我要他死 你快去杀了他 身穿大红色袈裟 头戴皮卢帽 手持九环膝杖 身材高大而消瘦的老僧 神色平静的迎着对方愤怒的目光 陛下息怒 息怒 男子气冲冲的走到他面前 鼻尖几乎顶到老僧脸上 你让朕息怒 他都打到朕脸上了 朕若是再无表示 朕岂不是威严扫地 又有和脸面领导大涌皇朝 老僧平静的抹去 喷到自己脸上的口水 陛下当知 崇山真人徐军明 凭借一己之力 灭掉了黑山魔教 实力之强 就算老僧加上玄境司 也未必能赢得过 若是能赢也就罢了 若是输掉 只怕大涌王朝倾覆 陛下地位不稳 年轻皇帝脸色微变 眼神中多了一抹恐惧 他好不容易从自己父皇和长兄手中 夺得江山 荣华富贵和无上的权力 还未享受够 怎么能丢掉 深深吸了口气 难道就这么算了 当然不会 且请陛下暂吸雷霆之怒 老成功法已到关键时刻 再有几年 便能突破 到十必清上帝皇山 为陛下斩杀徐军明 洗刷陛下 今日所受的屈辱 还要再等几年 语气中满事不甘 成大事者 当有耐心 皇上登基不过五年 春秋鼎盛 何必急于一时 就依照国师之言吧 皇帝一甩袖子 迈步走了出去 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慈航深邃的目光注视片刻后 身影逐渐模糊 逐渐消失在大殿中 对于大勇的皇帝 徐军明心里没多少顾忌 这个时代的人皇 跟上古时期 盖压天下 以先 磨为臣子 与天地相抗的人皇 根本无法相比 只要不去想什么改朝换代 不触动皇朝龙器 凭徐军明现在的修为和宝物 整个大勇能够 打败他的修士 或许有 但能杀掉他的人 却没有一个 所以 拒绝大勇皇帝招揽的事情 很快就被他放到了脑后 日子一天天过 眼看三年之期就要过去 一日晚上 一个身穿青袍的道人 迈步朝天门山而来 天门山 便是徐军明放置 地神门的矮山 山不再高 有先则明 水不再深 有龙则明 曾经的吴明山 因为徐军明的关系 也变成了中州城附近的明山 成了文人骚客 才子家人们踏青的长去之地 道人缓缓走到山顶 看着嵌入山体 巍峨的金色石门 果然是一件好灵宝 审视片刻 便准备朝石门内走去 吃 犀利的剑气 凌空而至 在道人身前 划出一条三丈长的剑痕 道友 这里不是你的去处 不知何时 闭目打坐的傀儡 身管红雪 已经睁开了双目 轻袍道人淡淡一笑 徐道友不是主张 有教无类 人妖皆可入此门一事 究竟吗 怎么 到了平到这里 就改行更张了 徐某定下的规矩 自然不会变 不过 道友却不在 徐某收徒之列 哦 为何 一句傀儡身而已 真当徐某看不出来吗 虽然是傀儡身 但仍然可以借助 青铜镜的神庙 这青袍道人 即便看上去 跟活人毫无二致 但在青铜镜神光下 他十海中神魂 却是人身中 长出了一颗 蜈蜈蜈脑袋 妖族的妖魂 他见过 绝对不是这个样子 青袍道人脸色微变 他的天生神通 神庙无双 修行至今能看破的 少之又少 难道这徐君明 还有探柴类的灵宝 不 即便是此类灵宝 也看不透我 天无化神觉的神妙 青袍道人心中暗道 第0384章 四项剑阵 徐道友不让平道入内 直言辩罢 何必口出恶言 青袍道人冷声道 徐君明催动 傀儡身后的四项剑阵 枪枪剑鸣 清脆悦耳 一股强横的剑气 弥漫开来 整个天门山 一片肃杀 若不离去 便跟徐某斗一场 哈哈 早就听闻 崇山真人 徐君明剑法无双 今日正要领教 青袍道人身上法力澎湃 顿光冲天起 徐君明操纵傀儡身 脚步一脉 紧随而去 这眼见两人 便来到千丈高空 呼啸的刚风鼓动衣袍 两人相隔百丈 仅仅是气势交锋 便让虚空中响起震震低沉的雷鸣 越发澎湃的法力 如同风暴中的江海 一浪高过一浪 当双方气势继续到巅峰的时候 枪枪 两声 剑鸣冲天起 斩妖剑 金吾剑 强横的斩妖剑气 仿佛呼啸的江河 澎湃着呼啸而去 金碧色的金吾剑气 如同一条蜿蜒的巨大金吾 呼啸着扑向前方 碰 两道剑气碰到一起 如同两头愤怒的雄狮 相互撕咬着 碰撞着 想要把对方压倒 慢慢地消弭在一起 无极绝先剑 一黑一刺两道剑光 双龙出海 彼此缠绕 剑气之强 横叫之前 强盛了数倍不止 轻袍道人看着疯狂 旋转着绞杀而来的强横剑气 神色中满是慎重 金吾剑盾 弯曲的金吾剑盘绕成球 璀璨金光几乎凝成十字 同时快速旋转起来 两者相撞 黑赤之光如同巨大的钻头疯狂旋转 无数的金光被碾灭 但金球的坚韧出乎徐军明的预料 居然挡住了他的双剑合璧 两人交手的巨大动静 惊动了整个中周城 无数道光滑飞升而来 尤其叶孤云更是第一个赶到这里 看到空中交手的双方 瞳孔一缩 目中露出淡淡的金色 那人是谁 绵柔中透着一丝冰冷的声音 在身边响起 不用回头 叶孤云也知道是谁来了 不知道 不过此人一身修为 真少有元神三阶 他手中的灵宝 至少是上品灵宝 萧红哥微微点头 看了一会轻袍道人 目光很快集中到了 徐军明的傀儡 身管红血身上 徐道友不愧是炼气师 继炼的傀儡 也有如此强大的灵宝傍身 那是他继炼的四项剑阵 萧红哥突然道 四项剑阵 四把灵宝急得飞剑 叶孤云脸上露出浓浓的羡慕 他本身就是剑修 虽然剑修号称一剑破万法 但如果能多一把飞剑 对于自身战力的提升 无疑是巨大的 可惜飞剑难练 即便他身为玄境私阵俯使 如今手中也只有一把 灵宝急得飞云剑 此时挡住了徐军明 两剑的轻袍道人 脸色顿变 因为从徐军明背后剑侠中 又飞出了第三把飞剑 而且气息跟前面那 两把丝毫不差 此人到底有多少灵宝 他的金无剑 随是七条灵境的灵宝 比对方任何一把剑的品级都高 但耐不住对方的数量比他多 而且还相互配套 再结合阵法运用 每多一把剑 发挥出来的威力都是数倍 甚至十数倍的提升 徐军人果然手段高绝 平道甘拜下风 自愿认输 话还未说完 便见三剑融合 澎湃的剑气 如同火山喷发 汹涌滔天 想来就来 想打就打 你以为徐某好妻 给我留下 三才朱仙剑 一朵朵三色莲花 瞬间占满了天空 每一朵莲花 都有百丈之巨 每一朵莲花 都遍布杀迹 千百朵莲花 遮蔽了天空 这无穷剑气凝炼的莲花 瞬间内缩 封死了青袍道人周身 好强的剑气 果然不愧是覆灭了 黑心魔教的人物 青袍道人 从怀中 拿出一枚悬黑色玉符 瞬间捏碎 一股强横的空间 灵力爆发 青袍道人的身影 瞬间消失 胡天道法 徐军明眉头紧皱 你以为自己 真能跑得了 据此千里之外的 一座山谷 一个黑色的洞口打开 青袍道人 从中走出 看向中周城的方向 一丝得意从脸上露出 徐军明 平道虽然不是你一样 精通胡天道法 但可以瞬间挪一的 胡天灵符 还是有几道的 神色逐渐平静下来 此人果然非同寻常 只是一个傀儡 就有如此强大的战力 虽然有些依靠灵宝 但如此多的灵宝及飞剑 都舍得给傀儡使用 本尊所持有的灵宝 岂不是更加强大 想到此处 脸上露出慎重之色 但眼底也多了几分贪婪 突然 脸色顿变 闪电般飞退 一根粗大的蛇杖 横扫而过 看清来人 青袍道人面带金色 盘蛇婆 不对 你是徐军明的傀儡 而后再起进风 青袍道人催动金无剑 动 一声闷响 一颗水蓝色的珠子 被挡了下来 吃了 紫色的雷霆 当头打落 蛇杖也横扫而来 再加上背后的珠子 三件灵宝叠加 强大的压力笼罩来 青袍道人脸色顿变 再次从怀中 掏出一枚胡天灵符 刚要捏碎 便听到幽远而平静的声音 在耳边响起 定 青袍道人瞬间感觉 一股强大的禁锢之力 凭空落下 身体如同陷入泥沼 再也动不了了 甚至连法力和思绪 也一样凝固起来 一个杖许大的黑色大洞 出现在山谷 一只手掌从中伸出 轻轻一招 轻袍道人瞬间飞起 消失在大洞之中 盘蛇婆 神鹰上人 也跟着消失在洞中 中州城皇城内 一座高塔内 盘膝打坐 身穿袈裟的老僧 瞬间睁开双目 阴沉愤怒的目光 从中射出 徐军明 你掌我化身 平僧定不饶你 傀儡深管红雪瞳孔中 透出两个极小的青铜镜 镜光射出数百里 把整个皇宫内院笼照在内 扫过那高塔 看看盘旋在中州城上方 顾盼生辉 威风凛凛 长达万丈的气韵金龙 压下了心底多余的念头 那慈航老妖乃是大勇国师 有气韵金龙守护 在中州城跟他动手 胜算太小 且等等吧 若是记忆不错 这老妖会 借着大勇龙气修炼 没了龙气 再出你也不会有那么多顾忌了 皇朝龙气 乃是皇朝气韵所化 同时也凝聚着 大勇亿万离数的怨力 力量之强 足以阵先灭魔 皇朝龙气 也是大勇威震 修行界的最后一张底牌 不到万不得已 徐军明也不愿意去招惹他 徐道友 刚刚的人是谁 叶孤云飞了过来 傀儡身摇了摇头 我也不知道 不知 傀儡身点头后 在地神门上落了下来 叶道友 再有两月 便是三年收徒考验结束之日 你若是想请徐某 为你炼制领宝 现在可以把材料拿来了 考虑到此人 虽只是徐军明纪念的傀儡 但一身实力之强 刚刚的大战他已经看到了 就算是他尽全力 也只能得一个凭举 材料交到他手中 也不欲被人夺去 面图落下 叶孤云一拍法带 一个木匣飞到傀儡身面前 揭去上面的封印 玉盒中露出一块形状不规则 纯氧气浓郁无比的郁块 绍阳火星玉 这是我十五年前 偶然在火罗大沙漠深处得来 因为太罕见 实在不放心交给他人祭脸 这么多年一直留在手中 徐军明微微点头 绍阳火星玉乃是动名级别的灵才 看其成色至少是极品 也难怪叶孤云舍不得交给其余人祭脸 若不是看他斩妖除魔 斩除黑心魔教 形式正派 信守承诺 又是修行界 唯一可以祭练灵宝的炼气师 只怕叶孤云也不会拿出来 你想用他祭练什么宝物 一剑可以镇压外魔 降伏星魔的护到灵宝 傀儡身目光一闪 很显然 叶孤云这是在为仙节中 最令修道者畏惧的星魔节做准备 徐道友 不知叶某要求可否做到 当然 叶孤云眼神中透出一丝兴奋 多长时间 两年 两年 怎么 叶道友嫌长 恰恰相反 两年会不会太短了 两年足够了 两年后 灵宝字会送到你手 既如此那就拜托了 哦 对了 叶孤云又从法袋中拿出一枚玉盒 露出里面一截断根和两块 与之相连的竹笋 断根成翅红色 断口处隐隐发黄 显然已经被斩去很长一段时间 浓郁知极的火焰灵气 从断根和两根竹笋上散发出来 当初得到那少阳火星域的时候 叶某同时得到了这株灵根 看其品级至少也是先品 只是一直得不到足够的灵气供养 无法长成 我又非倾慕到修士 无法培育 便一直留在手中 若是徐道友愿意的话 我便用磁宝 作为徐道友练宝的报酬 徐军明最喜欢各种灵根 这灵竹一拿出来 他就喜欢上了 顺手接过 这东西我就收下了 两年后 必把灵宝奉上 叶孤云宫深一礼 一切就摆脱徐道友了 第0385章 四徒弟 三年过后 傀儡伸收起地神门 回归地黄山洞天 崇山居后院 徐军明伸手一招 一滴灼垢垢 泉水飞入掌中 弹指尖落到不远处 赤红色的灵竹上方 这灵竹从叶孤云那里得来后 便被他种在了崇山居后院 有灼垢垢的造化灵水 让本就生机未曾灭绝的 赤燕灵竹很快生长起来 除了主根重新长出了心芽 两个竹笋也越长越高 而且确实如叶孤云所说 这赤燕灵竹乃是仙品 其中蕴含仙天太史火焰灵气 他这崇山居中又多了一种仙根 灭了黑心魔教 斩杀了黑山老妖 徐君明也真正放松下来 除了修炼便是炼宝 炼丹收拾自己栽种的几株仙根 同时为那边的仙品轻松 洒下一滴造化灵水后 便来到天宫坊 天宫坊便是徐君明之前的炼丹师 他祭炼的天宫神炉便放在这里 数百亩大的天宫坊成八卦状 除了留下前阳位进出之外 另外七个方位放着巨大的割架 割架上设置镜法 分别放置着不同的东西 比如 昆英位上放着他之前炼制好的各种灵丹 砍水位上则是各种灵水 对木位上放着制作好的炼丹药材 震雷位上则放着将要炼宝的灵才 而在这八卦状的天宫坊中间 则是高达百丈 巨大无棚 内中透出金红色火焰的天宫神炉 作为自己的本命灵宝 不需要硬绝 只凭神念 徐军铭便可控制着神炉 神石进入 巨大的神炉内 三层二十四尊神像喷出烈火 两朵莲花在其中飘荡 一朵莲花中要气浓郁 一朵莲花中飘荡着一团金红色 纯阳气浓郁无比的液体 这炉漆黄丹还差了些火候 倒是这纯阳玉叶精炼的差不多了 念头落下 徐军铭飞升而起 在空中一座八卦台上盘坐下来 无数硬爵飞入天宫神炉 开始为夜孤云炼宝 两年之后 轰隆 天雷滚滚 九道雷霆一道道打落 雷霆环绕中 杜劫之人却稳如泰山 斩妖剑 伴随着怒喝 一道强横的剑气冲天起 空中的劫雷瞬间被斩作两半 看到这一幕 徐军铭摇了摇头 又是一个不省心的 师父 我杜劫成功了 吸收了劫雷后的先天造化后 粗豪中满是喜悦的声音响起 一道剑光飞来 落地化为一个身穿黑袍 满脸大胡子 抱头还眼 威猛无比的大汗 正是四年前被徐军铭 收为清传弟子的艳赤霞 师父进阶金丹三重镜了 徐军铭点了点头 其实四年前艳赤霞 就已经是先天圆满 但他未经系统性的教导 根基不够扎实 所以 徐军铭便让他重修 自己参悟的原鸯真经 扎实根基后 才来杜劫 后姬勃发 一杜劫便是金丹三重 不错 跟我来吧 带着燕赤霞进入崇山居 拜师的礼仪 早在燕赤霞通过考验 刚进入帝皇山洞天的时候 就已经做完了 看着师父的背影 燕赤霞脸上露出浓浓的期待 师姐曾经跟他说过 师父门下弟子 通常都会在进接金丹后 被师父赐下灵宝 然后出师 可以下山行道 如今他修行有成 应该也是如此 坐吧 燕赤霞连忙在旁边的蒲团上 坐了下来 看着他目露期待的样子 徐军铭淡淡一笑 你师姐跟你说了 嘿嘿 师姐说 师父的弟子出师时 都会被赐下五件宝物 不错 今日你成道 为师也不会厚此薄笔 左掌抬起 一面黑色玉符 一个青葫芦 一间袖珍的竹楼 飞向燕赤霞 胡天灵符 储物青葫芦 动天法器 此三件都是我门下弟子标配之物 不过 你比你师姐和两位师兄幸运 此三件都是法宝 法力一摧 三件宝物飞到燕赤霞面前 收下吧 多谢师父 既然每个弟子都有 燕赤霞也没客气 双手高举 高高兴兴地收下宝物 很快 一件简约大方的青色盗袍 从徐军名体内飞了出来 这件青云盗袍 乃是我用织锦树练气成丝 耗时十三年练制的灵宝 内运先天八卦阵 即可护身 也可驱敌 赐给你了 等燕赤霞接过去后 这最后一件最为珍贵 徐军名一挥手 一件长四尺 厚一尺 宽七寸 闪烁四色灵光的剑霞服 现在眼前 你修习我所传四项剑经 便需四项剑阵为本命灵宝 这件霞中 有四剑灵宝及飞剑 和四项剑阵阵图 今日一柄赐给你 师父 会不会太珍贵了 燕赤霞 也是修行人士 自然清楚灵宝的价值 那是原因 甚至元神级修士 都无比向往的至宝 他这才刚入金丹 就一下子被师父 刺下六剑灵宝 实在是太吓人了 你若是不想要的话 那我就收回来了 要 要 淡淡一笑 随手一挥 剑霞落入燕赤霞掌中 这四项剑阵 并不是他最开始 祭练的那套 而是他以夺自 雌行大法师手中的 金无剑 以及自己平时 积累的一些法剑 灵财祭练 而出的一套灵宝 四把飞剑和阵图 都只有两条灵井 看着燕赤霞 爱不释手的样子 灵宝的价值太高 你修为不够 持有重宝 未免引人窥视 这四项剑阵 被我设下禁法 威能之与法宝相当 想要爆发出灵宝的威力 还需你本身 金血威瘾 才能做得到 只是 灵宝级的四项剑阵 威能浩荡 对法力需求太高 你切记不可贪求威力 滥用灵宝 是 师父 弟子必当谨记教会 绝不滥用 徐军铭微微点头后 站起身 你跟我来 师徒两人出了崇山居 来到灵寿别院 当初你三位 师兄师姐外出行道时 都有灵寿半身 本来我还担心 没什么合适的灵寿给你 未曾想你机缘不小 正巧 这轻欲间谍出事 便赐给你吧 说话间 两人来到湖中心的矮山上 铁剑灵树 已经长到九丈 笔直的树干直插天井 根部树桩的枝叉上 六枚青色虫茧 随风飘荡 仿佛六枚风铃 最内侧一个虫茧 已经裂开 徐军铭随手一招 感受着这虫茧的材质 眼睛一亮 把你的剑侠拿来 烟斥侠连忙把剑侠递过去 徐军铭双手掌心 现出阴阳图案 合掌一撮 重剑破碎 只余下一缕淡青色 比头发丝稍粗一些 长约三尺的剑气 烟斥侠好奇之下 想要用神识一窥揪净 但他的神识刚靠近 就被锋利的气息搅得粉碎 脑中一疼 不由闷哼出声 这缕先天太史剑气 灵力无比 你不可用神识窥探 是 师父 徐军铭左手硬绝变幻 随手一拍 剑气飞入剑侠 现在我把这缕剑气 封进你的剑侠 以后有它在 你这灵宝 进阶会更容易 还有 以后 当多多参悟这缕剑气 对你修行四项剑经 颇有好处 烟斥侠点了点头 他主修剑道 更高品质的本源剑气 对他的修行注意非常大 收好吧 等他收回剑侠 徐军铭一招手 一只通体苍青色 碗口大小 通体萦绕着 先天太素剑气的蝴蝶 从铁剑灵术繁茂的枝叶中 飞了出来 徐军铭催动丹田 剑道法符 精纯的剑气 萦绕而出 感受到他身上 强横的剑道气息 蝴蝶翩翩翩而来 围绕徐军铭上下飞舞 师父 这蝴蝶身上好精纯的剑气 此蝶名为青玉剑蝶 乃是上古灵种 仙品灵兽 我也是无意中得来 徐军铭伸出手 青玉剑蝶 缓缓落到他的掌心 这剑蝶 以剑气为食 体内蕴含先天剑道 若是培养得当 将是你修行路上的好帮手 给 徐军铭转手递过去 师父 我该如何收服此兽 把你的本源剑气 威胁给他 燕翅侠一言而行 慢慢的间谍 飞离徐军铭 落到了燕翅侠肩上 弹指一道灵光 没入燕翅侠十海 这套万寿统御本源 真经你好好参悟 将来在丹田凝聚 御寿法符 便可与间谍合体 实力大增 是 好了 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你回去好好消化 今日所得 半年后就出山行道吧 燕翅侠双膝跪地 弟子多谢师尊 传道赐宝之恩 日后当谨记教会 斩妖除魔 匡扶正道 不负师尊辛苦 你有此心便好 起来吧 燕翅侠起身 看着这个 跟自己差不多高的 扎然见客 虽然还年轻 但已经有了 倩女幽魂中 醉酒当歌 豪迈慷慨的侠客样子 不过 黑山老妖 已经被自己斩杀 未来还有没有兰若四 有没有聂小倩和宁采臣 也是未知数 右手摊开 一面金红色的玉绝 飞向燕翅侠 这是我答应为 玄境司阵俯使 叶孤云炼制的灵宝 如今磁宝已经继练好 你下山时 去一趟中州 城玄境司衙门 替我把磁宝送给他 是 师父 燕翅侠恭敬接过 收入储物青葫芦 师父有事 弟子扶其劳 如今 也不用他再像上次一样 还要亲手把炼制的飞剑 送去长春岭 第0386章 青莲寺 丁玲 伴随着清脆的铃声 一个手持竹杖的高大道士 沿着还算宽阔的一条山路走来 正是晋级四洞 在帝皇山洞天 进修五年后 重履凡尘的徐军明 因为近几年 民生日益困苦 官府对行商科已重税 所以很多商旅 都避开大陆的税卡 绕远路以节省银钱 所以 这条还算是平顺的山路上 不是可以看到 挑着货单的行脚商人 以及拉满各种货物的马车 不过山路难行 中间不少坑洼 那些装载了很多货物 沉重无比的马车 一旦陷入其中 就是大麻烦 咔吧 一声脆响 眼看着前面马车 掉进石坑后 车轴不堪负重 直接断裂 沉重的货物 瞬间掉了下来 徐军明手中逐杖一辆 仿佛一只无形的巨手 抓住货物 同时 深达一尺的石坑 忽然抬升 把落进其中的车轮 抬了起来 断裂的车轴也自动连接 重新恢复原样 甚至更加坚韧 把货物放回马车上 旁边面带金色 身穿一身灰袍 看样子应该是货主人 小跑过来 直朝徐军明深深一躬 金华县张有得多谢 真人相助之恩 你是金华县人 徐军明心中一动 正是 此地距离金华县 还有多远 约九十里 顿了一下 道长也要去金华 徐军明点了点头 既如此 道长不妨与在下同行 去金华的路径 我都熟悉 话音刚落 就听空中响起雷鸣 东南方 浓重如墨的黑色云彩滚滚来 显然不一会 就有一场大雨降下 道长 前面不远 就是一个废弃多年佛寺 我们可以在那里避雨 徐军明这一路行来 本就抱着游戏人间的打算 听他说完后 也并未拒绝 张有得带着几个伙计 赶着大车跟徐军明一块沿着山道 向前走了约半里地后 左前方山林中出现了一片飞檐斗拱的痕迹 虽然未亏全貌 但这片佛寺的规模应该不小 果然 等张有得带着徐军明下了山路 顺着一条石板路拐进密林 绕了一个弯后 一座灰红的佛寺出现在面前 整座佛寺依山而建 从下道上分为三重 每一重又有不少分支建筑 林林总总加在一起 这佛寺怕是有三四十个殿堂 可以想象 当年这座佛寺是何等的香火鼎盛 但现在 除了少数一些殿堂 其余大步残破了 宏大的山门倒塌了半截 沉中木骨 也不见了踪迹 塌了半边的泥胎塑像 被重重珠网和野兽粪便笼罩 再加上厚厚的泥土 早就不成样子 不过 断墙处一个裂口 倒是收拾得相对干净一些 张友德赶着马车 从这个裂口处走进院子里 杂草丛生而又宽敞的院落中 已经停了不少大车 显然 来此避雨的客商 并不只是他们 因为两侧的耳房多半倒塌 中间的大殿 变成了大家共同的选择 大殿中央的匾额已经没了 也不知道是被谁烧了火 迈不进来 中间的高台上 端坐一尊没有头颅的佛像 看形象应该是佛祖释迦牟尼 两侧的四大菩萨像也大不破损 唯一算是完整一些的观音菩萨 也少了一根胳膊 宽广的殿堂内 可能因为经常有人来过夜的关系 还算是干净 看到他们进来 殿内先来的人 只是看了一眼 变个忙个的 大家都是行脚的商人 彼此也没什么好好奇的 至于徐军明 自从大勇太祖武皇帝灭佛后 这个天下便成了道家人的地方 平时碰到一两个游方道士 再正常不过了 在大殿内 找了一个相对空闲的地方 徐军明走了过去 道长 您先坐 我去安排一下货物 顺便把吃食拿过来 还没等他说话 张友德已经 风风火火地跑了出去 过去近半个时辰后 才带着四个小伙计进来 来到徐军明面前 把背上的包裹打开 里面露出十几个馒头 以及几个油纸包 打开后是咸菜 咸鱼 以及一只吃了一半的鸡 道长 赶路匆忙 也没带什么好吃食 这些凝江 就这用一些吧 徐军明摆了白手 不用客气了 平道练气多年 早就避鼓 你们吃就行 说吧 闭上了双眼 看他如此 张友德张了张嘴 看到面前 这位严肃沉稳的脸 把道嘴边的话 重新咽了回去 拱了拱手后 把食物拿过来 跟几个伙计分食起来 一顿饭还没等吃完 外面挂起 牛吼般的进风 周围树木摇动 仿佛断折一般 看在眼里 不少人都担心 这佛殿会不会塌下来 轰隆 电闪雷鸣中 倾盆大雨坠落 幸好这佛寺建造时 便考虑到排水问题 再加上 山上陵墓风貌 又不是太高 虽然雨水不小 但并未酿成水涝 只是这雷雨交加 大殿边角处 雨水泵溅进来 原本在这里休息的人 不得不向里面集中 本就人多的大殿中 瞬间变得更加拥挤了 周叔 这里人也太多了 我看这佛寺后面 还有几间大殿也算完好 不如晚上我们在那过夜吧 一个年轻人的声音 响了起来 少爷 那后殿不太平 咱们还是在这里等等吧 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壮汉道 不太平 难道这佛家之地 还有鬼不成 少年郎一辈子没见过鬼 再加上年轻气盛 言语间颇为放肆 嘿嘿 你这少年 要是不幸 尽可去后殿 那些脏东西 最喜欢你这样的细瓶嫩肉了 一个拿刀的粗豪汉子 调笑道 周围跟他一伙的几个大汉 也哈哈大笑起来 你们 少年刚要发怒 被那位周姓汉子拦了下来 对面那几个操汉 武刀弄枪 一看就知道 不是什么好期的角色 他们出门在外 为的是求财 自然不想平白招惹麻烦 不过他们一番话 倒是让周围的人议论开了 老刘 这条路你最熟 这庙里真有脏东西 看着一脸紧张的同伴 一身轻不尽装的流星汉子 点了点头 你他娘的 有脏东西 还带我们来这过夜 张老四 别不识好歹 方圆五十里 就这么一个碧雨的地方 你不来这 难道要淋在路上 你自己看看 真要被外面那大雨浇透了 感染了风寒 非丢半条命不可 张老四挪了弩嘴 雨气弱了不少 淋了雨 还剩下半条命 落到脏东西嘴里 十条命都不够赔的 瞧你那点出现 放心吧 这清廉寺虽说闹鬼 但只要不去后面那两重大殿 便没事 所以 晚上你老小子 只要老十点 别乱跑 保你小命无忧 真的 这种是谁敢撒谎 张老四摸了摸 没几根毛的下巴 齐了 还有不吃人的脏东西 你要是不信 可以自己去后殿试试 屁话 老子还想多活几天呢 行走在外的人 都深谙一个道理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这些话 落到了徐军名耳中 好奇之下 神石横扫过后面那几重妙语 原来如此 以他现在的修为和境界 大勇世界能威胁到 他存在的已经不多 这清廉寺后的存在 更是差得太远 但看他们也不似邪恶之辈 徐军名也懒得管 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 殿外的风雨也渐渐小了 夜色越来越浓 把整个山寺 笼罩在一片黑暗当中 伴随着雨后 山间清新的空气 大殿内赶了一条路 疲惫的众人渐渐地睡去了 等到后半夜 遮蔽天空的乌云慢慢散去 一弯银月挂在树梢 把漫天的银灰撒向山间 仿佛一层皎洁的银色沙衣 神面又美丽 正在打坐的徐军名突然睁开双目 两道金光让大殿为之一亮 可惜已经睡着的人并未注意到这一幕 算了 切看看你们做何打算 闭上双目 殿内恢复了平静 时间不长 一连串脚步声从大殿外响起 支呀 沉重的殿门被推开 嘶哑的摩擦声瞬间惊醒了不少正在打瞌睡的人 大家转头一看 一个身穿棕色华丽长衫 头戴四方帽 形容富泰的老者走了进来 在他后面还跟着四个提着灯笼的小丝 迎着众人的眼神 老者笑了笑后 双手一拱 列位请了 在下乃是此山后面胡家庄人士 今晚我家老太爷嫁女 责令庄客 但凡经过我胡家庄的客商 一律邀请到我胡家庄参加婚宴 临别之时 还有金玉相赠 今日列位赶得巧 若不嫌弃的话 请随老朽走一趟吧 胡家庄 这山后几时有了一个胡家庄 管他呢 既然是婚宴 肯定是好酒好肉招待 正好去他家里 吃顿热乎的 晚上再睡个踏实觉 岂不是比这大殿里 气风冷雨的强 更何况还有钱哪 金他一说 除了徐军明 所有人眼睛都亮了起来 他们好像浑然忘记了 之前谈论起来后 未知如虎的后殿邪碎 第0387章 胡家嫁女 自称胡家人的老者 微笑着点了点头 这位英雄说得没错 在我胡家好酒好肉的招待 吃醉了 还有上方安排列位休息 比在这破殿中 冷风冷雨的强多了 走走 去喝西酒 老子早就在这破殿中受够了 众人呼喊着爬起来 相互推丧着 出了大殿 徐军明夹杂在人群中 随着人流 在那老者的带领下 朝后殿走去 他倒是要看看这些妖物 到底耍什么鬼把戏 下过雨后的石板有些湿滑 从石缝中长出来的野草 被雨水打湿后 把一行人的衣袍弄得有些狼藉 众人伸一脚 浅一脚 在几盏灯笼的幽光下 十击而上 绕过一颗足有六七人核爆 灌溉如云的百年老松后 眼前豁然开朗 一个灯火通明的深宅大院 出现在眼前 穿过数百平的青石台 迎面就是珠红色 寿面闲环的大门 两侧石狮子衬托下 两根门柱撑起的院门 显得格外气派华丽 一排贴着喜字的红灯笼 挂在院门外 红色的烛火照耀下 显得喜气洋洋 四个身穿黑色短打的小丝 站在门口 看到一行人过来 连忙迎了上来 胡管家 这些人都是老夫请来的贵客 你大开中门迎客 小丝脸上露出一丝惊讶 下意识地朝后面的人群看去 看什么了 还不快去 试试 小的这就去 小丝连忙跑到里面 打开最中间的门户 列位 请进吧 熙熙攘攘的众人鱼贯而入 徐军铭走在人群中 看了眼前面的老者 连上了露出一丝耐人寻味的笑意 进入大门 绕过隐壁 便是一个轻石铺地 极为豪阔的院落 正对面 一间飞檐斗拱 黑瓦珠墙 巨柱托顶 足有三丈高的大殿 两侧则是两间稍次一些的偏殿 整个院落 连带三间大殿张灯结彩 十分热闹 一身盛装的男女老少 坐在院落中央 摆放的二十几张桌子旁边谈笑 看到他们进来 一个头戴员外貌 身穿华丽长衫 手持墓葬的老者 在一个鹦鹉青年的陪同下走了过来 列位 这位便是我们胡家庄庄主 老爷 这些都是夜宿前面青莲寺的客人 按您的吩咐 都被老奴请回来了 管家辛苦 汉手示意后 老庄主目光快速从众人身上扫过 尽管他表现得很隐晦 但徐军明还是敏锐地感觉到了 他看到自己时 那明显的停顿 各位家客 在下乃是这胡家庄的庄主 胡不归 今日恰逢老夫嫁女 诸位又适逢其会 便留下来吃一杯水酒 也沾沾我胡家的喜气如何 老庄主客气了 蒙您不令邀请至此 实施我等的荣幸 老庄主不嫌我等粗鄙就好 老庄主客气了 一连串的硬鹤声响起 被法术迷惑的他们 已经失去了警惕性 既如此 那列位便请入席吧 一个个身穿长裙 长相秀丽的小丫鬟走过来 带着众人 纷纷在旁边的空桌上坐下来 徐军明本欲随大流 找个角落坐下 看看这一窝妖怪 闹什么妖蛾子 才刚动脚 就被一个身穿红色 长裙的小丫鬟拦住了 道长金安 我家庄主速来重进到家 特意味道长留了位子 哦 徐军明转头朝老庄主看去 胡不归微笑汗手后 并未过来 而是扭头招呼其他人去了 看着他的背影 徐军明淡淡一笑 有意思 道长 请跟小奴来吧 前面带路 在侍女的带领下 居然来到了中央主桌旁边 道长请坐 真要我坐这 这是老庄主吩咐的 徐军明点了点头 也没多问 便坐了下来 整张桌子 除了他之外 还有一个身材瘦高的老者 此人颧骨高耸 看上去有几分严厉 此刻 双目紧闭 一副神游乌外的样子 在他旁边 坐着一个发如霜雪的老太太 面目慈祥 看上去人畜无害 注意到他的目光 含笑点头后 却并未说什么 不过徐军明 却敏锐地从他的目光深处 感受到了一丝深重的忧虑 略做思索后 扭头朝桌上一看 饭菜很丰盛 而且还有不少灵果 而且 他这一桌的饭食 明显要胜过其他桌 最重要的是 这些饭菜不是什么法术幻化 而是真正的 人可以食用的饭菜 招呼完宾客的胡不归 回到中间的主桌 朝徐军明功身一礼 道长 今日宾客众多 老朽分身法术 多有怠慢 还望担待 胡庄主客气 道长请坐 这时候 之前离去的老管家 匆匆跑了进来 老爷 姑爷的车架马上就到了 胡不归联盲站了起来 小姐那边准备好了吗 刚刚小姐身边的丫鬟来报 已经准备好了 那就好 话音刚落 便听外面敲锣打鼓 喜庆之极的唢呐声响了起来 姑爷来了 按随着喜悦的声音 在几个小丝的簇拥下 一个披红挂彩 满身喜悸的英俊男子 迈步走了进来 在众人的簇拥下来到镜前 朝胡不归深深一躬 小婿拜见乐障大人 胡不归含笑点头后 三娘在后院等你 快去吧 男子点头后 刚要转身 且慢 一声力喝 把所有人的注意力 都吸引了过去 男子也下意识停下了脚步 坐在徐军明左前方 之前一直闭目的瘦高男子 慢慢站了起来 嘴角一翘 脸上露出淡淡的笑意 大哥 即时不到 何必着急呢 再说按照民间俗理 上门取清 这新郎免不了要考验一番 否则 岂不是为了规矩 坏了刚长 胡不归神色微变 三弟 我胡家特叔 不必拘泥于俗理 至于即时 不过一炷香的时间而已 等邱冠去后院接上三娘 也就差不多了 大哥 这样做怕是不妥吧 胡不归深吸了口气 眼神一下变得凌厉起来 三弟之意如何 第0388章 九太子 看着大哥凌厉的眼神 胡不云淡淡一笑 大哥 事情到了现在 咱们索性打开天窗 说亮话吧 这郑邱冠组上 虽然对咱们精华 胡适有恩 但这么多年 我们把他抚养长大 传他道法 丹药也不曾给少了 这恩义也尝尽了 而且 我那侄女生 就三尾灵狐的血脉 立志天成 若是嫁给九太子 与龙江水族联姻 我精华胡适 才能快速崛起 三叔 我跟三娘从小青梅竹马 情根深重 而且有婚约在身 你怎么能毁婚 把三娘塌架 更何况 当年要是没有我父母 拼死相救 三叔 只怕早就死在龙须岛的古修洞府中 也没有精神的金华胡适三长老的赫赫威名 作为新郎官的郑秋官语气愤怒 胡不云看着他 眼神中满是冷冽的杀鸡 老夫念你年幼无知 此番狂辈之语 也懒得跟你计较 若是你还想着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别怪老夫不念旧情 把你逼于长下 你 郑秋官满脸怒气 但自知修为不济的他 压下心中火气 看向胡不归 还请岳父大人主持公道 胡不归左手下压 是以他稍安物造后 转过头 语气中透着威严 三弟 秋官和三娘的婚事 是二十年前就定下的 虽然郑大哥夫妇已经不在 但若咱们金华胡氏毁婚 日后在修行界 岂不是被人耻笑 以后 谁还会跟我们来往 大哥太古板了 修行界强者为尊 只要我们金华胡氏 足够强大 何愁在修行界没有朋友 胡不云摇头道 真遇到困难 再多的酒肉朋友也没用 而且 他们还会落井下石 终究还是实力不济 如同那崇山真人徐军明 出世以来 平大横山 斩虫阳洞天余孽 灭黑心魔教 从来都是孤身一人 以绝强的实力盖压天下 如今大勇修行界群雄俯首 连玄境司也主动与之交好 由此可见 强大的实力 才是修行界安身立命的根本 其余 关系也罢 人脉也好 都是为此服务 否则便是本末倒置 胡不云转过头 与气斩钉截铁 大哥 只有截好龙江水族 我金华胡氏 才能得到足够的修行资源 才能培养出原因强者 才能成就一方大族 看着他眼神中透出的对实力的狂热崇拜 徐军明星下摇头 没想到他在胡不云心中的形象 居然是这样 不过仔细想想 他好像还真跟胡不云说的一样 信奉实力 压倒一切 但胡不云想的是不择手段 而他还有自己的坚持 三弟 你说得太绝对了 徐真人实力强大 却是一位斩妖除魔 维护苍生的有道真修 不择手段 追求法力 那是魔道的手段 胡不归摇头道 胡不云叹了口气 看来 你我兄弟 终究还是谈不到一截 察觉到他语气中的异常 胡不归眉头紧皱 刚要开口 便被胡不云打断了 大哥 你过于心词手软 不配再做金华胡适的组长 不云 你胡说什么 一直没开口的老太太 缓缓起身 金丹圆满的修为 展露出来 强大的气势横扫当场 娘 今夜之后 金华胡适组长之位 便是我的了 住口 你知道 你在说什么吗 老太太怒道 胡不云淡淡一笑 从怀中掏出一块浴服 砰一下捏碎 瞬间 胡家庄周围灵气奔流 灵光绽放 一个透明的护照冲天起 把整个胡家庄笼罩在内 很显然 这是一个强大的阵法 三弟 你居然敢勾结外人 背叛我胡适一族 胡不归惊怒道 哼 这怎么能说是叛族呢 我不过是帮着祖里 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而已 话音刚落 轰隆一声 厚重的院门被大理推开 伴随着有远寂静的脚步声 一个身穿青色龙袍 手持折扇 头戴与冠 两缕乌发垂间 满身贵气的公子哥迈步走了进来 在其身后 还跟着一个金盔金甲 手按长刀的大将 以及一对顶盔冠甲 气息惊悍的兵将 看到来人 胡不云上前两步 躬身失礼 胡不云见过九太子 起来吧 如同吩咐一个奴仆版的语气 让胡不云心中暗恨 不过巨大的实力差距 让他把所有的怒气 都深深地藏在心底 摇了摇手中折扇 公子哥向前走了几步 狭长的龙眸 快速从胡不云 几人身上扫过 看样子是没谈拢啊 胡不云深吸了口气 上前两步 恭敬道 金华胡氏家主胡不云 见过九太子 熬身瞥了一眼 躬身失礼的胡不云 倒踢折扇 随意地抱了抱拳 胡家主 本太子一直仰慕 胡三小姐的风姿 抑郁那位妾室 不知家主意下如何 这个 还没等胡不云开口 热血上头的郑秋冠 已经忍不住喝骂起来 你这银龙 仗着自己的权势 欺男罢女 无恶不作 熬身神色一冷 随手一挥 一股强大的法力 直朝郑秋冠碾压过去 胡不云脸色一变 飞身而起 九太子手下留情 哄 进风鼓荡 尘土飞扬 桌子饭菜被先飞 周围与徐军明 同来的那些人 被进风卷飞后 落得变成了滚地葫芦 登登登 一连退了十几步 胡不归 把胸口的溺血压下去后 连忙抱拳 还望九太子 暂吸雷霆之怒 不归 一直站在旁边的老妇人 脸色顿变 闪身上前 挡在自己儿子前面 警惕地看着对面的龙子 若太子再咄咄逼人 老神拼上身家性命不要 也要跟你龙江水族拼到底 拼到底 只怕你精华胡适 一百三十九口夹起来 也不够本太子 这乌龙膳一膳子膳的 带着讥讽的笑容 收回手掌 扇了膳手中苗筋折膳 脸上神色冷了下来 本太子时间宝贵 不能浪费在这穷乡僻壤 胡家主 这庄婚事 你答不答应 我答应 清脆中带着无限悲愤的声音 突然从后院传来 众人转头看去 一个身穿大红袖袍 头戴凤冠 容貌美丽的年轻女子 出现在眼前 三娘 秀儿 在众人各自不同的目光中 女子款款来 凤木直视九太子 只要你放过我胡家众人 我愿意嫁给你 三娘 你胡说什么 难道你忘了 我们的海誓山盟吗 郑秋冠冲出来 激动地大喊道 两行青类 从胡三娘眼角垂落 秋冠哥哥 三娘也不想赴你 可是我胡家 一百三十九口不能因我而死 郑秋冠目自欲裂 攥紧双拳 指甲插进肉里 心中愤恨到了极处 他比任何时候 都痛恨自己的修为 为何如此低弱 连自己心爱的女人 都保护不了 就在他怒气男人 准备跟那龙族九太子 拼命的时候 一直从背后 伸过来的宽厚手掌 按住了他的肩头 胡不归上前两步 温柔地擦去女儿眼角的泪水 别哭 一切有为负在 爹 吴 转过头 看着高傲的九太子 我这女儿 早就跟秋冠指父为婚 虽然我那一兄早已生骨 但我胡家虽为受累 却也是重信首诺之辈 太子虽然身份贵重 将来更有继承龙江水族龙王 成就原神之望 但我胡家实在不敢高攀 九太子脸上笑容一致 神色瞬间阴沉下来 他有些难以相信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他还敢拒绝自己 难道这胡家的骨头 真这么硬 大哥 难道你真要 为了一桩婚约害的我精华 胡氏灭族不成 胡不云怒道 看了他一眼 胡不归整理了一下衣衫 上前两步 一衣到底 还望前辈仗义出手 救胡家于水火 晚辈感激不尽 所有人的眼神瞬间看向 之前一直被他们忽视的 轻袍道士 此人身上没有丝毫法力波动 以至于包括九太子傲身在内 所有人都把他忽略了 还以为 他也跟周围那些人一样 都是些没修炼过的凡夫俗子 不过如果真是凡夫俗子的话 恐怕早就被他们的气势 压得屁股尿流了 那还会像此人一样 安坐在那里 饶有兴致的欣赏 徐军明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你认识我 不认识 胡不归连忙摇头 既然不认识 你为何让那管家用迷神术 把清廉寺前店中的人连带我 一块带到这里来 参加你胡家的婚宴 而且还特意把我放到这种桌 现在更是笃定 我能接你胡家的危难 看着他仿佛能直透心底的目光 一股难掩的压力 瞬间一满心头 徐军明右手只觉一捏 汉神术 经修神魂道法近百年 他对灵魂道的感悟 已经只差一步 就可以迈入仙境 各种针对神魂的术法 也越来越丰富 汉神术便是其中一种 可以有效地摧毁 修道者的心理防线 第0389章 汉神术 徐军明汉神术下 一股强烈的恐慌 瞬间从胡不归心底升起 密集的汗水从他额头渗出 慌忙之下 之前所有的犹豫都顷刻消失 我有一件秘宝 可以演算天机 说完 胡不归心中恐慌进去 但冷静下来后 他瞬间就后悔了 但说出去的话 就等于是泼出去的水 想反悔也晚了 既如此 可否给我一关 徐军明很好奇 什么样的宝贝 居然可以算到他的行踪 要知道他现在命运之道的修为 已经达到原因赤福境界 只差一步就可以突破 元神子福境界 除非把命运之道 参悟到元神境界 否则别想找到他的行踪 胡不归之道 眼前这位实力深不可测 点了点头后 从法袋中 拿出一个脸盆的铜球 就是此宝 请前辈过目 熬身眼中金光一闪 闪电般伸手抓去 这宝贝 本太子要了 一道光芒闪过 熬身瞬间感觉 一股强悍之极的禁锢之力 凭空而生 肉身连带原因 都被顷刻镇压 啪哒 前力已尽 后力未生的熬身 直挺挺地摔倒在地 这一幕瞬间 让同来的虾兵 谢将们失去了冷静 太子 你这妖道 瞬间大怒的龙江水兵 刚要挺枪拔剑冲上来 徐军明拿起竹杖 随手一刷 一道翠绿色的灵光闪过后 所有虾兵蟹将也跟熬身一样 变成了泥胎塑像 砰趴到了一地 看到这一幕 胡家兄弟等众人瞬间瞪大了双眼 满脸的难以置信 徐军明一招手 那大铁球落入掌中 神识进入 以他的修为和法力 瞬间便进入了这铁球中的一道道静置 极品领宝 徐军明心中多了一丝激动 下意识地开始祭练 同时催动青铜镜 参悟着宝贝的玄妙 一道道灵光 伴随着晦色的法力荡漾开来 强横的气势 瞬间压得胡家众人不住后退 一直退了几十米后 众人才觉得好受一些 看着被灵光包围的青袍道人 胡老太太转过头 不归 这位真人 你是从何处找来的 娘 此人并非我找来 而是这位真人适逢其会而已 适逢其会 胡不归点了点头 自从三帝透露 龙江水族三太子 对三娘有意后 我便用天玑球推演未来 所有的结果都显示 若是我拒绝这桩婚事 我金华胡是灭绝之期不远 但就在前几日 天玑球挂向突变 一道紫气从北方而来 天玑显示 若是我能得这紫气相助 不仅我金华 胡是危机力减 而且还有大纪元降临 所以 孩儿才匆匆组织了这场婚宴 并以此为借口 把所有路过的贩夫走足 全都请到我们胡家做客 为的便是不错漏 这身带紫气之人 原来如此 怪不得你匆匆忙忙 要办这场婚礼 原来其中 还隐藏着这番缘由 老太太面露恍然之色 此番事关我金华胡是安危 还请母亲原谅孩儿 先前隐瞒不告之罪 老太太摆了摆手 算了 这件事你没做错 只是这天基球是和宝物 居然有如此威能 居然可以推演天际 看着在那轻袍道人手中 快速转动的铜球 胡不归脸上露出回忆之色 母亲可还记得 二十年前出世的 龙须岛古修洞府 自然记得 当年此事闹得整个惠基省 和东海修行界沸沸扬扬 无数人为此丢掉性命 孩儿当年和三弟 以及我那一劫金兰的 郑家贤抗力 一共四人共探龙虚岛 在那古修洞府的一处密室中 得了这宝贝 为了他 要不是秋冠的爹娘拼死相救 我和三弟几乎死在里面 救命之恩 我胡不归不能不报 所以 那怕有龙江水族的威胁 我也要把三娘虚给秋冠 以全当年恩义 胡不归脸上露出坚定之色 但很快叹了口气 只可惜 孩儿资质有限 那片天机树树晦灰色难懂 参修二十年 也不过得了几分皮毛 这天机神球 更是难以进全宫 否则 我胡家也不至于有此劫难 老太太拍了拍她的肩膀 我儿不必自责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犹豫一下后 老太太才道 为娘不反对 你把三娘嫁给秋冠 只求你看在一奶同胞的份上 饶你三弟性命 看了眼旁边 仿佛泥胎塑像般躺在地上 神色惊恐的胡不云 略作犹豫后 胡不归点了点头 母亲放心 三弟不过是一时糊涂 孩儿不会伤她 如此就好 如此就好啊 放下最大的心事 看着场中气息博大的青袍道人 老太太满眼好奇 不止这位前辈姓氏名谁 有如此修为 必非无名之辈 胡不归认同地点了点头 双眼瞬间睁大 嘴巴微张 脸上露出一丝震惊 只见那大如脸疼的铜球 突然分解开来 仿佛千百颗积木重新排列 很快一个直径三尺三寸 宽 厚一寸 通体紫色 表面撞刻无数神秘符号的圆环 出现在球体外围 紧跟着第二根 宽厚相同 但直径略小一些 通体赤色的圆环出现 一根 两根 直到十二根圆环出现后 一团蓝白色 仿佛空中银河的气团 出现在众人眼前 浑像 胡不归惊呼出声 我儿何为魂像 老太太好奇道 根据海尔索德天机数数中记载 只有把天机神球祭练到巅峰 才能再现魂像 而魂像中有终生的运输 是天机神球演算天机的根本 画落看着气息膨胀的轻袍道人 此人好高的魂像道 修为 魂像极为命运 魂像之道 便是命运之道 徐军铭缓缓睁开双目 尺寸长的金光夺目而出 如同破空飞起的冷殿 一闪而逝 看着手中形象大变的天机神球 心中越发满意 此物不仅品级高 更难得的是极为契合自己修行的命运道法 虽然他从未把命运道 作为自己的主修道法 但每次青铜镜对悟性的加持提升后 他都会抽出时间参悟一二 近百年的时间 此道已经提升到赤色根本浮境界的巅峰 这宝物倒是适合作为 我命运一道的本命宝物 转头看向不远处 望着这里的胡不归等人 你等过来吧 胡不归 胡家老太等人 连忙走过来 胡心是拜见真人 胡家老太俯首道 胡不归拜见真人 后面郑秋冠和胡三娘 也连忙跟着躬身敬拜 不必多礼 起来吧 几人连忙站起 本尊乃崇山真人徐军明 什么 接连起的惊呼 瞬间打断了他接下来的话 皱起眉头 怎么 你等以为本尊是骗人不成 不不 我等绝无此意 万求真人不要误会 胡不归连连摆手 刚刚此人透露出来的气息 强悍无比 跟传闻中那位纵横天下 隐隐被尊为天下第一修 和将圣的崇山真人 徐军明极为相似 而且 即便他不是 对方的修为之强 也不是他们能抵挡 我等久闻真人大名 今日得见先言 心中激动 故而失态 还望真人见谅 摆了摆手 徐军明不想计较这些 算了 本尊问你 这天机神球 你是如何得来 胡不归把之前 跟自己母亲说过的话 重新说了一遍 龙虚岛的古修洞府 这洞府出世时 他还在北海海眼 消化崇阳洞天所得 所以并未前去 倒是他那三徒弟乔首星 从中得了不少宝贝 不仅徐军明赐下的 七宝花篮祭练成了灵宝 更得了一尊珍贵的 极品法宝级别的丹炉 原来如此 点头后 徐军明摊开掌心 把你得来的天技术术 给本尊一关 胡不归不敢怠慢 连忙从法带中 拿出一枚极为古旧的金册 伸手一招 这金册落入掌心 摊开后 洋洋洒洒 静万言 映入眼帘 这是 看到金册中心 占据将近四分之一篇幅 复杂至极 仿佛蕴含着无穷变化 又透着无穷神威 有无穷神妙的文字 或者说图案 脸上透出难以抑制的激动 上古神文 上古神文是石文的前身 每一个上古神文 都更贴近大道 威能自然也更加强悍 只可惜 这种复杂至极 同样又强横至极的文字 实在太难领悟 也不利于传道 所以到了 到了近古时代 人族先辈从神文中 简化出了更简单 更容易领悟的石文 对于上古神文 徐军明无疑是极为向往的 但苦于传承断绝 他见过的上古神文 堪称凤毛麟角 直到从黑山老妖手中 得了幽名白骨番 他才得到了 第一枚完整的上古神文 从而对这种具备 强大威能的文字 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 不过他绝没想到 自己居然会在这山野之地 无意之中 得了如此惊人的传承 幸亏出来的时候 算了一挂 否则 要是走当阉山 转进龙江南下 只怕就得不到这好处了 第0390章 天机神球 深深地吸了口气 平复心底的激动后 徐军明看着对面 诚惶诚恐的胡家众人 被他目光一扫 胡不归心中一个机灵 生怕此人夺宝灭口 当下连忙道 多谢真人救胡家于水火 胡不归愿意把宝物 献于真人 虽然万分后悔 把天机神球的事情说出来 但既然事情已经发生 他就知道 这宝贝自己留不住了 索性就光棍地献出去 匹夫无罪怀避其罪的事情 胡不归见不太多了 徐军明淡淡一笑 你倒是谨慎 不过 凭到没你想得那么无耻 这宝贝我确实想要 但我也不白要 左掌摊开 一枚玉剑飞了出来 我看你参修的 乃是水系功法 我这里有一份原神修士 留下的水系功法的修炼心得 今日就赐给你 看着玉剑飞来 胡不归双手接住后 神石进入稍作参物 神色瞬间激动起来 修行之道 比起法力 更难修的是道行 法力不够 只要足够勤苦 或者有足够的灵丹 总能不断精进 但道行却不是如此 不仅要绝高的悟性 更要日复一日地不断参物 甚至悟性不够 又没有师长教导的情况下 几年 乃至十几年 无法寸进 也是平常 金华胡适 只是一个金丹妖族 虽然传承时间已有数百年 但族内留下的传承 尤其是修行心得 多数都是金丹一级 元英级的都很少 元神级的更是没有 如今有这份心得在 金华胡适的底蕴 无疑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多谢道长刺法 胡不归 感激不尽 摆了摆手 不必谢我 我拿你天机数数秘点 传你水行修炼心得 一抱还一抱 两步相欠 化落 屈指一谈 一件水蓝色的法袍 和一把法剑飞向胡不归 这件水月道袍 乃是我祭练的十二层宝镜 圆满的法宝 大罗法剑也有九重宝镜 两宝一攻一防 相互配合 战力倍增 今日也一并赐你 另外 你金华胡氏的死结我为你免去 龙江水族的威胁 也由我接下 作为交换 这天机神球便拿走了 一切由真人做主 胡不归心中激动 连忙点头 虽然他知道那天 机神球可能更珍贵 但拿东西 在他手里二十年 也仅仅是烧得玄妙 比起一件十二条法径的 极品法宝 一件九条法径的上品法宝 胡不归 还是选择后两者 若是先前有这两件宝贝 他也不必畏惧 那龙江水族九太子 当然 他心中还是有些难舍 那件可以趋吉避凶的 天机神球 这宝贝虽然既无攻击 也无防御之能 却能帮他躲过死结 不过胡不归也明白 现在的结果 已经是最好 换成那些贪婪些的高修 别说赐宝 只怕早把他金华胡氏灭绝 以免走漏消息 你可知大横山 知道 当初真人灭掉大横山妖族 斩杀天狼王 威震天下 胡不归连盲宫为道 看了他一眼 些许小心思 徐军明也懒得管 今夜过后 你便举家搬迁到那里去吧 这里离龙江太近 对你们太危险了 是 我等今夜就走 徐军明想了想 随手一挥 一道御符飞入胡不归掌中 此符封了我三十道法 遇到危难时刻 可保性命 胡不归心中激动 紧紧攥住手中玉符 多谢真人厚赐 随手一挥 天机神球没入体内 抓起旁边的竹杖 信不朝外走去 恭送真人 徐军明摆了摆手 袖袍一挥 倒在地上的九太子 及其随从 飞入袖中不见 看在天机神球的份上 胡不云他并没动 抹去其记忆后 留给胡不归自己处置 同时 竹杖上飞起一道 脆色灵光 捏住那些 被胡不归邀请来的 繁俗人物 出了胡家 朝山下走去 等他离开后 胡三娘松了口气 爹 他真的是 那位大名鼎鼎的煞心 胡不归眼睛一灯 闭嘴 对恩公要尊敬 没有了生死的压力 胡三娘也恢复了 少女的娇憨 嘴巴嘟气 传闻那位崇山真人徐军明 身材高大 喜欢穿轻袍 手拿竹杖 如刚才那人装扮 倒跟需真人一般无二 郑秋官到 胡不归点了点头 秋官 三娘 今日之事 你们两人务必保密 绝不能向外透露 半点口风 知道了 爹 遵命 胡伯伯 看着郑秋官 今日虽然发生了许多波折 但你跟三娘也算是成婚了 以后不要叫胡伯伯了 郑秋官神色一致 一股巨大的喜悦 涌上心头 呆子 快改口啊 被胡三娘在腰上戳了一把的郑秋官 瞬间反应过来 连忙一一到底 秋官 小旭拜见岳父大人 胡不归服了服下恶的短然 脸上露出满意之色 起来吧 望你以后跟三娘情色相和 共修仙道 小旭绝不敢忘记 岳父大人的教诲 胡不归点头后 转头看着 已经被自己母亲唤醒 却浑浑噩噩 仿佛痴呆般的胡不云 心中叹了口气 也松了口气 你们去收拾一下 我们立即起程去大横山 是 啊 张友德睁开双眼后 打了个哈欠 渐渐清醒后 张友德并没有立即起身 先是警惕地看了眼周围 然后小心地 把手放进裤装 摸了摸 缝在裤子内 侧布兜里的银票都在 松了口气后爬起来 把几个伙计叫醒 他们一喧哗 周围的人也纷纷醒了过来 道长 昨天休息得如何 正在打坐的徐军明 睁开双目 淡淡一笑 微微点头后 看居室的样子 想来 昨天休息得不错 为了保密 他已经抹去了众人 关于昨晚的记忆 我也睡得不错 若不是今日还要赶路 真想再多睡几个时辰 徐军明站起身 抓起竹杖走出大殿 雨后的山林 空气格外清新 喜去尘埃的花草树木 绿意撩人 远远看去 仿佛上等的翡翠一般 鸟儿也喜欢着 充满生机的树林 一大早便叽叽喳喳地叫开了 远远看去 一团团青白色的薄雾 从山间升起 鸟鸟亭亭 随聚随灭 在清闭的山林映衬下 格外美丽 清晨的朝阳 从东方升起 在山林间 洒下一片温暖的金黄色 驱散了雨后早晨的一丝阴朗 深深地吸了口气 清新的空气灌进沸中 让人精神未知一震 神石散开 山后青莲寺的两座殿堂内 已经空空如也 曾经把这里当作家门的精华胡适 已经按照他说的 全足般迁了 不过 一些小尾巴 还需处理一下 念头落下 便提着竹杖朝山后走去 道长 何处去 我去后面看看 你们不必等我 吃完早饭后 自续吧 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张有得张了张嘴 最后还是没再多说什么 转头看了眼山后的两座殿堂 想到关于清联式的传说 心中打了个寒战 虽然现在是白天 但后山他还是没胆子去 来到后山 徐军民随手一挥 一道道灵光飞过 金华胡适留下的各种气息 都被他抹去 没有这些再好的追踪灵宝 也无法追踪金华胡适的踪迹 只如此还有些不够 右掌摊开 一道灵光绽放 十二道圆环套在一起 中间一团蓝白色星河闪耀 看上去美丽而又神秘的灵宝 从掌心飞出 正是他从胡不归手中 得来的天机神球 因为他本身就对命运 一道有极深的领悟 再加上青铜镜的辅助 只一晚上的时间 他便领悟了 这天机神球的大半玄妙 再加上天机数数的参照 徐军民原本匮乏的天机秘书 终于掌握了不少 双手交叉 硬绝变幻 伴随着道道灵光 天机神球十二道圆环 飞速旋转起来 同时中心的蓝白色星河中 浮现出无数亮白色的光点 遮天魂像 天机神球灵光大方 持续三个沙纳后 才慢慢弱了下来 收起天机神球 徐军民掐指一算 满意地点了点头 遮天魂像是天机数数中记录的 遮蔽天机的秘书 只要试展此数 除非有人 在命运一道上的修为超过它 或者有超越天机神球的 命运到灵宝 否则便无法推算出 精华胡适的下落 如此一来 只要他们不作死的话 也算是安全了 抓起轻竹杖 最后看了眼面前破旧的佛殿后 脚步一脉 身形瞬间消失 第0391章 富家姐妹 看着前方掩映在矮丘中的城池 徐军民手持竹杖 脉步走了过去 嗯 法力波动 脚步一脉 身体瞬间消失 在出现时 已经来到一条小河边 你们两个小娃娃 真是不识好胆 婆婆我乃天上针线 看你们资质不凡 才出手收徒 还不快快收手 跪下拜师 一个身穿紫色长袍 形容枯瘦 头戴金钗 腰间盘着一条巨蛇的老富丽声道 在她对面 站着两个粉装玉镯 可爱无比的小女娃 左侧的小女娃 身穿白色碎花小裙子 脚踩双耳穿凤露皮靴 腰际流苏 双手各穿金环 头扎蝴蝶结 圆圆的小脸上 透出一丝凝重 右侧的小女娃 身穿淡紫色碎花小裙 脚上也是一双同样的露皮靴 粉白的景象上 挂着一根金像圈 圆圆的大眼 滴溜溜不断旋转 透出一股精灵劲 两个最多五六岁的小女娃头顶 漂浮着一枚成人巴掌大小 通体银白 那刻石纹 萦绕着无尽寒气的灵符 前辈 我们已经有师父了 不能拜你为师 白裙小女娃正中道 贪婪地看了一眼 两个小娃娃头顶的灵符后 你们师父是谁 说出来 婆婆我听听 紫色小女娃眼珠 一转 娇声道 我们师父叫兵皇仙子 我们师祖 买是大名鼎鼎的崇山真人 崇山真人徐军明 老父师生惊呼 满脸聚色 但很快愤怒起来 可恶的小畜生 居然敢骗我 如今修行界 谁不知道 崇山真人徐军明门下 只有两位真传弟子 一位便是空丧仙子乔守兴 另一位便是六年前 在中州城外天门山上 收入门下的扎然剑客 燕赤霞 根本就没有什么兵皇仙子 谁骗你 自己孤陋寡闻 还怪人家 也不知羞 说着 紫衣小女娃做了个鬼脸 可恶 等婆婆 我擒下你们再做礼会 双手硬绝翻飞 寻蛇 缠在她腰间的黑色蟒蛇 锯口张开 无数黑色流光 闪电般朝两个小女娃飞去 月池 寻兵剑 知道了 姐姐 两个小女娃七双赛雪的 小手硬绝翻飞 三十几到三尺兵剑 从虚空中浮现出来 凌厉之极地朝黑蛇飞去 双方一碰 砰砰有声 黑色流光化作一条条断蛇落地 腥臭 而且极具腐蚀性的蛇血 洒满河畔 但凡沾染 花草树木瞬间枯萎 那怕是完食也融化起来 不过 兵剑锋利无双 很快把所有的黑蛇都斩断了 紫衣小姑娘看了眼地面 圆圆的小脸上露出嫌雾之色 胖乎乎的小手 在挺巧的穷鼻前 不住闪动 好臭 好臭 老巫婆 你还有什么手段 不对 月池 快闭住呼吸 相对稳重一些的白衣小姑娘 脸色大变 连忙惊呼道 姐姐 还没等说完 紫衣小姑娘便感觉头晕目眩 小身子摇晃起来 姐姐 我头好晕 白衣小姑娘虽然察觉到了不对 但到底晚了一些 这回也感觉有些头晕 丹田内的法力变得迟滞起来 呵 任你们两个小畜生奸华似鬼 到头来还是要喝婆婆的洗脚水 今日真是好运到 不仅能登两个极瓶顶炉 还有两件悬兵法宝到手 说吧 探手一抓 法力奔涌 直吵两个小姑娘照落 眼看就在两人即将陷入魔掌的时候 一道脆色灵光飞来 光芒笼罩下 那老玉连带手中法器和腰间的蟒蛇 瞬间凝固住了 徐军铭脉搏而来 随手一挥 两个小女娃身上的毒素 立时解决 我好了 姐姐 紫衣小女娃惊喜道 谢谢叔叔救命之安 白衣小女娃比妹妹稳重得多 连忙朝徐军铭躬身失礼 谢谢叔叔 反应过来的紫衣小女娃 也慌不迭道谢 不过 乌溜溜的大眼睛 却比姐姐更加放肆的神识 这面前突然出现的大叔叔 比起身高不过两尺的她 近七尺的徐军铭却实算得上大 不过 比起那令她厌恶的老前婆 这大叔叔身上 却透着一股让她清静的气息 很温暖 很舒服 心中本能地生起依微之意 好孩子 右手伸出 摸了摸两个小姑娘的脑袋 平时对陌生人极为警惕的他们 这次却本能地没有去躲避 当然 这不是他们对陌生人没有警惕性 而是徐军铭施展了一个小法术 这术法是他结合佛门 度化 妖族魅惑之术 参悟出来的一门术法 可以让陌生人放下警惕 心生清静 软软而又光滑的秀法 随着徐军铭抚摸多了几分凌乱 你是姐姐 嗯 白衣小女娃肯定地点了点头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清风 傅清风 我叫傅月池 叔叔你叫什么名字 紫衣小女娃主动道 微微一笑 很快你们就知道了 收回手掌 看向那老玉的时候 神色变得冷淡 看着他眼神中透出的恐惧 徐军铭淡然道 你也不必害怕 虽然你该杀 但我还不至于以大欺小 此番因果 将来自有他们姐妹二人 去找你了结 你滚吧 大袖一挥 一股狂澜卷起老玉 瞬间飞出十几里 净风消失 老玉 砰 摔了个狗啃屎 头发凌乱 衣衫不整 狼狈至极 从地上爬起来 却不敢留下半句怨言 没命地朝远处逃去 他虽然嚣张 但并不傻 自己跟那轻袍道人之间的修为 差距太大了 叔叔 那老钱博可坏了 你怎么能把他放走呢 傅月池鼓着小腮帮愤怒道 月池 不准对叔叔无礼 哼 被姐姐呵斥后 不高兴的小女娃 堵着嘴巴不说话了 叔叔 时间不早 我们要回去了 傅清风说完后 拉着妹妹便走 虽然没说什么 但他显然 也对徐军民放走 那差点害死 他们的老钱婆心有意见 小孩子的内心总是简单的 不会考虑那么多是非曲直 看着两人的背影逐渐远去 徐军民脸上露出笑容 姐姐稳重 妹妹精灵 倒是一对修道的好苗子 第零三句二章 沈月娘 姐姐 那道人好厉害 一道绿光 就把那老钱婆定住了 要是我也能这么厉害就好了 回家的路上 傅月池仍然难以忘记最后一幕 大眼睛中露出憧憬 要是我也能有这样的本事就好了 傅清风认同地点了点头 老姑母说 我们修行资质齐家 只要努力修炼 将来肯定能有大本领 傅月池也跟着点头 但很快小眉头皱了起来 语气中满是懊恼 可是老姑母从不传授我们修炼功法 我们虽有师父 却从未见过 真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正式开始修炼 傅清风情绪也低落下来 两人自从体会到丹田内 半生灵符妙处后 就对修行极为向往 求了下老姑母多次 但她说什么也不传授 两人修行功法 只是告诉他们 两人还未出生的时候 就已经被一位大神通修士收入门下 未来不缺功法 更不缺高明的师尊教导 但一晃三年过去 他们却从未见过自己那师尊一面 不过丹田半生的灵符 用起来却越发地得心应手了 而且每次使用 都会有一丝丝 关于寒冰一道的感悟 从心头生起 日积月累 三年下来 丹田内自动衍生出一枚寒冰法符 无师自通 入了寒冰一道 姐姐 前面到家了 咱们从后门走 千万不可被娘亲发现 放心吧 上次我偷溜出来 娘亲也没发现 傅月池小脸上露出得意之色 小姐妹一前一后 专挑人少的地方走 很快来到一座大宅的后门 看到左右无人 傅月池双腿用力 小身子蹭一下 月起三尺高 仙族在旁边树干上 用力一踩 接力之后 身体又腾空三尺 小手一按墙头 瞬间翻了过去 动作干净利索 显然不是第一次干了 姐姐 快过来 没人 傅清风深吸了口气 跟妹妹一样 在旁边的柳树上 稍稍接力后 翻过两米高的院墙 跳进了院子 两姐妹牵着小手 看到左右无人后 才迈开脚步 直朝柱柱跑去 刚进门便看到 坐在堂屋正中圈以上的 青年美妇 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 身穿五彩穿花蝴蝶长挂 头戴金丝八宝钗 手上戴着玉镯 身上透着贵气 容颜美丽的青年女子 此刻满脸目击 碰 一拍桌子 把小姐妹吓得身子一抖 给我进来 傅清风 傅月池 一前一后 神情紧张地走了进来 傅清风连忙上前两步 扑通跪下 娘 是我带妹妹去河边玩的 你要处罚就处罚我一个人吧 傅月池也紧跟着跪了下来 是我带姐姐去的 你要要罚就罚我吧 好好 你们姐妹倒是齐心得很 夫人满脸圣怒 秋眉 旁边身穿蓝色长挂的侍女 上前两步 夫人 给我请家法 夫人 两位小姐还小 小 小就这么大胆 今日要是不处罚 等她们再大一点 还不反了天 快去 侍女不敢怠慢 转身进屋 时间不长 按了一根藤条进来 脚步走得很慢 看向跪在地上 小姐妹的眼神中 满是联系 夫人上前两步 劈手夺过藤条 把手伸出来 小姐妹乖乖地 把白嫩的小手掌伸出 夫人咬了咬牙 强忍心疼 狠狠把手中藤条打落下去 啪的一声 傅清风浑身一哆嗦 手掌传来的疼痛 刺激着神经 让她差点哭出来 一连三藤条下去 白嫩的手掌上红了一片 比起姐姐 古灵精怪的傅月池 还没等藤条落下来 已经 哇 一声哭了出来 声音之大 再配合她 再配合她肉嘟嘟的苹果脸 简直能令铁石心肠的人 都心生怜意 你啊 我再也不敢了 夫人心中一颤 下落的藤条 不由慢了几分 但很快又用力地打了下来 她很了解自己 这个古怪精灵的小女儿 别看哭得惨 多半都是装的 若是今日 她心生爱怜 打得寝了 明天 她仍然不长记性 不仅把家里弄得一团糟 还会蛊惑她姐姐往外跑 啪啪啪 一连三下 傅月池的小手掌 迅速红了起来 这下甲哭变真哭 大滴大滴的眼泪 顺着脸颊躺了下来 硬起心肠 绷紧脸旁的妇人 大声教训起来 以后 你们要是再不经我允许 私自跑出去 就别怪为娘打你们掌心 这次是三下 若是再有下次 就打六下 都记住了吗 记住了 捧着被打疼的小手掌 小姐妹连忙点头 只呀 房门退开 一个身穿藏青色长袍 头戴雨冠 下河留着三缕长然 气息如雅中 透着一丝威严的中年男子 迈步走了进来 这是怎么了 爹爹 傅月池哭嚎一声 扑过去 抱住了来人的大腿 傅清风刚想要过去 还没等动身 就听夫人怒道 月池 我让你起来了吗 过来跪下 傅月池一哆嗦 乖乖回来 跪到姐姐身边 都说女儿是父亲的贴心小棉袄 看到两个女儿 委委屈屈的样子 男子心中大事联系 月娘 他们还小 虽有犯错 教训一下就行了 何必这么严厉 沈月娘冷着脸 老话说三岁堪老 你看看你这两个宝贝女儿 书也不读 女工也学 给他们请来的先生 已经气走了八个 这也就罢了 如今胆子更大了 居然敢偷溜出府去玩 你说 现在世道这么乱 他们两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子 要是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 可让我这当娘的怎么活 说到后面 两行泪水从眼角流了下来 一看妻子哭了 男人连忙上前安慰 顺便给两个女儿 使了个眼色 快跟你们娘说 以后再也不敢了 娘 以后我好好读书 再也不私自出府了 傅清风道 傅月池也跟着点了点头 月娘 你看清风和月池 都知道错了 地上那么凉 快让他们起来吧 沈月娘擦了擦眼泪 重新绷紧脸庞 今日看在你们爹的面子上 就不乏贵了 再有下次 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起来吧 得到允许 小姐妹才相互搀扶着 战战兢兢地爬起来 别看他们年纪小 被打了几下 看上去有些惨兮兮 实际上 两个小家伙从出生到现在 一直被纳到寒冰凌腹滋润 身体比很多成年后的大人还要强 沈月娘的藤条 虽然打得重 但也只是肉疼 很快就消下去了 秋梅 去我房间里 把放在抽屉里的红花油拿来 教训完了 沈月娘也开始心疼两个女儿 侍女听到后 连忙走进卧房 第0393章 妙向安 就在沈月娘 心疼地 给两个女儿抹药的时候 一个轻衣小丝敲门 走了进来 老爷 门外有盗人求见 盗人 小丝肯定地点了点头 她说是老爷的故人 我的故人 傅云宁眉思索片刻后 眼神中多了一抹激动 连忙道 来人可是身材高大 形容威严 下何处带着一颗黑质 正是 果然来了 果然来了 看着越发激动的丈夫 沈月娘差一道 相公 谁来了 就是我先前跟你提过的 曾经治好我身体寒急的 崇山真人 徐军明 徐道长 是他 沈月娘微微一愣 两人成婚后 傅云不止一次 跟他提过这位道长 不过 沈月娘下意识地 搂住两个小儿女 快快 福王 打开中门 我要亲自迎接道长 是 老爷 轻衣小丝转身跑了出去 傅云整理了一下身上的衣服 夫人 道长对我有救命大恩 如今你我一体 也快快收拾一下 随我出去迎接 老爷先行 为妻收拾一番 马上过去 也好 我在前厅等你 说吧 傅云急匆匆走了出去 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沈月娘神色变幻 秋梅 请夫人吩咐 你带他们两个去城南庙巷安 暂住几日 没有我的吩咐 不准回来 是 清风 月池 娘 沈月娘客一板起脸 这些天你们先住在庙巷安 不准乱跑 否则再让我发现 为娘的处罚加倍 两个小丫头脸上露出畏惧之色 清风 你是姐姐 平时要好好看顾妹妹 知道吗 知道了 娘 交代一方后 把两姐妹交给自己的贴身侍女 好了 快带她们离开吧 记住 要走后门 是 两位小小姐 快跟我走吧 秋梅拉着一步三回头的清风 月池 迈步从后门走了出去 看着她们离去的背影 沈月娘微微叹了口气 不是她不懂得感恩 而是她实在舍不得自己轻生的两个女儿 小小年纪就要离开自己身边 去往深山修道 到时 一别今年 母子深情 望眼欲穿 尝尽相思之苦 来人 门外的侍女走了进来 夫人 你去前厅告诉老爷 就说我突赶身体不适 不便见客 让他带我向道长致歉 去吧 是 侍女转身离去 沈月娘脱下外衣 走进卧房 躺到了床上 此刻俯衙门外 看到手持竹杖 要挂清葫芦的徐军明 傅云大喜过望 急不上前 义功到底 傅云见过道长 一别今年 道长先言更胜往昔 实在是可喜可贺 伸手把他掺起 微笑道 多年不见 你倒是比先前傅太了不少 多亏道长当年治愈了我体妹的婉姐 否则 哪有天愁今日 快请进 在傅云的引导下 两人迈入县衙 进前厅落座 吩咐侍女凤赏香名后 道长一别今年 可是让天愁惦念良久 今日到此 说什么都要多住一段时日 只要不嫌弃 频道叨扰 自然要多住一段时间 顿了一下 天愁可还记得 十六年前频道所言 当然记得 傅天愁虽然神色中有些犹豫 但仍然很肯定地点了点头 既如此 便把两位恋爱带出来吧 算算时间 他们也到了该扎根基的年纪了 傅天愁点头后 左右一看 眉头皱了起来 这段时间足够沈月娘出来 为何到现在还不见宗警 福望 老爷 去后院 让夫人把两位小姐带过来 是 这时 一个侍女上前 失礼后道 老爷 夫人让我向老爷禀报 她突感身体不适 不便见客 还请道长多多原谅 傅天愁何等聪明之人 稍加猜测 便明白了妻子的打算 显然 是她不舍得 女儿被徐军民带走 因此故意如此说 心中叹了口气 月娘啊 月娘 以道长的手段 你如何能瞒得过 虽然她也舍不得女儿 但她知道 最后肯定是逼不开的 就在她考虑 怎么向徐军民解释的时候 外面突然传来杂乱 而急促的脚步声 很快 沈月娘带着春梅 神色荒急地跑了进来 老爷 不好了 清风和月池被人劫走了 什么 傅天愁腾 一下站了起来 神色顿变 两个女儿 可是她的心头肉 到底怎么回事 快说 沈月娘戳气道 我跟春梅带清风和月池 去城南妙巷安静香 哪知刚走到街上 便碰到一个老尼姑 也不知她用了什么法子 一挥手 便带着两个孩子消失了 而且还留下一句话 什么话 她说 我们女儿跟她有缘 要带回山去传授佛法 等修炼有成 自会回家 你你 真是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 骂了妻子一句后 傅云转过头 道长 你看此事该如何处置 徐军民看了眼沈月娘 仿佛深不见底的目光 让沈月娘感觉 自己身上所有的秘密 都在对方面前 无所遁形 缓缓起身 虽然她心中有些许怒气 不够倒也能理解 沈月娘的行为 换作是她 如果一下子 要跟自己的儿女 分别十数年 甚至更久 只怕也会舍不得 而且千方百计的去阻挠 既然早在十六年前 本尊便定下 要收两位 另爱为徒孙 今日当然不能看 他们被别人截走 掐指一算 丹田内天机神球运转 事情很快便有了眉目 你二人跟我来吧 绣袍一挥 捏住复云和沈月娘 化作一道灵光 瞬间消失 金华县外三十里 有一座揽月山 此山高百米 虽然低矮 却草木丛茂 风光秀丽 沿着蜿蜒的山路 来到山顶 一片竹林中 露出一间两镜的寺院 寺院匾额简朴 妙相安三字 清晰可辨 越过寺门 一道顿光落在后院中 露出一个身穿青色僧衣 光秃秃的脑门上 点着九个戒八 神情严肃 体态消瘦的老泥 随手一挥 两个粉装玉拙的小姑娘 落到地上 看模样 正是傅清风和傅月池 不过此刻 两人都双目紧闭 好似昏了过去 只呀 房门退开 一个身穿青色僧衣的 中年女妮 从旁边的房间里 推门走了出来 看到老泥后 连忙上前 弟子如相 拜见太师叔 老泥神色中 带着几分巨傲的 点了点头 免礼吧 看了眼旁边的傅清风 和傅月池 恭喜太师叔收得家图 老尼古脸上露出喜色 此事还要多谢你 如果不是你告知 凭你恐怕也收不到 两位生具先天道体的弟子 太师叔客气了 如相先前在门内修行时 多亏太师叔照顾 如今 发现两个好苗子 推荐给太师叔 也是弟子的本分 沈月娘 经常带着傅清风 和傅月池上山礼佛 所以 她对傅清风 和傅月池 并不陌生 不过因为徐军明 留在寒冰灵符中的禁止 即便是修行中人 也没办法用神识看破 二人天资如何 不过是有凑巧 半个月前 沈月娘 在庙巷安礼佛后 偶感风寒 便在这里多住了两日 傅清风和傅月池 偷偷在后山 催动寒冰灵符玩耍 结果被她看到 两件寒冰属性的法宝 对修为只有金丹的她 自然极具诱惑 虽然碍于跟沈月娘的交情 但她自觉两件宝贝 放在凡人手中 也是浪费 还不如让自己 拿来斩妖除魔 守护一方 说服了自己后 如像尼姑便打算 来个偷龙转缝 把这两件宝贝 弄到自己手里 没想到在实施的时候 法力侵入傅清风 和傅月池体内 却发现了二人 先天道体的本质 所谓的先天道体 便是天生百卖巨通 丹田十二寸 体内蕴含先天太素灵气 只要稍加修炼 就可破入先天的修道天才 这样的天才 也是传承道统的上上之选 如像尼姑大喜之鱼 也变得犹豫起来 法宝固然珍贵 但两个传承道统的 绝佳之才 更加难得 原本她打算 把两人收入自己门下 但考虑一番 她又放弃了 比起道统传承 还是提升自己的修为 更加重要 尤其她的修为 已经到了设立子境界的极限 只差一步便可以成就 相当于道家原因的 佛门灵际境界 但这一步 因为缺乏足够的积累 却始终不敢越过雷池 所以 便打算用富家姐妹 用作近身之阶 求取一粒 百马寺正寺 灵丹之一的罗汉金丹 这丹药可以快速补充灵气 极大的增强修饰 度过天节的几率 不过 想要得到这丹药也不容易 不仅要立下大功 还必须要得到百马寺菩萨院监院 会心神尼的准许 如果她把富家姐妹的消息 报上去 得到罗汉金丹不难 但两个带有半生法宝的 先天佛子 只换到一粒罗汉金丹 如像尼姑心中 很是不甘 考虑一番后 便把注意 打到菩提院掌院 修为进阶元神多年 已经隐匿不出的 新名神尼身上 中间经过了一番曲折 终于得偿所愿 看自己这位太师叔的神色 显然她赌对了 第0394章 小瞻谈佛光 你很不错 看着面前 这位恭敬的诗之辈 新名神尼 很是满意 太师叔过讲 这些都是弟子应该做的 点了点头后 新名神尼略作思索 挥手间 一个红色木鱼 飞入如像手中 这宝贝 乃是我早年所用的法宝 乃是七条宝镜的上品法宝 今日便赐给你了 如像尼姑大喜 多谢太师叔赐宝 汉首后 你修习的 可是本寺七真传中的菩萨清静经 正是 此经我虽未修习 却在藏经阁内 看过不少本寺前辈留下的修行经验 等我会编一二 再赐给你领悟 另外 为传令会心 他会赐给你一粒罗汉金丹 祝你度过天节 看到自己当初谋划的东西 一一到手 巨大的喜悦 填满了如像尼姑的心田 不过 新名神尼的话 却让他变得狂喜 若你你能渡劫成功 平尼便收你为寄名弟子 寄名弟子 寄名弟子 听到这几个字 如像尼姑脸上露出了难以置信之色 虽然只是寄名弟子 而非传承道统的入室弟子 但那也是白马寺两大掌院之一 新名神尼的寄名弟子 有了这层身份 他在白马寺内的地位 便迅速由一个普通的金丹修士 提升为元神修士的寄名弟子 不管走到哪里 别人都会给他三分颜面 名利双收 这样的收获 超出了如像尼姑原本的预料 咽了口唾沫后 小心翼翼道 太师叔可是说真的 凭你从不打狂欲 心灵神尼 皱了皱眉 你若是不愿意的话 愿意 弟子当然愿意 只是骤然听到如此消息 心中喜悦 震撼 难以自持 以致失态 还望太师叔见谅 新名神尼 点了点头 刚要开口 突然眉头一皱 朝西北方向看去 一道顿光飞来 速度快的惊人 开始还在远处 下一刻便出现在 妙巷安后院 清风 月池 一落地 看到自己两个女儿的沈月娘 便忍不住想要扑过去 富云绍经大难 到底冷静一些 而且看那老尼姑 便知道不是一般人 连忙拉住妻子 太师叔 那两位便是两位 小师叔的爹娘 如相尼姑 连忙上前道 如相 往我把你当作知己 没想到你 居然勾结外人 躲我孩儿 沈月娘看在眼中怒道 如相微微一笑 月娘 你有所不知 我乃修行界顶尖大派 白马寺的修士 而我太师叔 更是白马寺菩提院长院 修行界少有的 元神大修士 如今 他老人家 看上了清风和月池 不日就要收其为弟子 传承一波 这等旷世先缘 修行界多少人求 都求不到 现在却落在 你家孩儿头上 你夫妻 应该高兴才是 你无耻 居然让我女儿 出家当尼姑 沈月娘怒道 好人家的闺女 哪有去当尼姑的 只有那些 嫁不出去的老姑子 无人养育的姑儿 才会选择去尼姑安 替法出家 至于说修行 他要是愿意的话 也不至于 把自己两个女儿 藏起来 如相尼姑脸上 露出怒色 你怎么如此不知好歹 阿弥陀佛 心灵神尼寿梅养起 高宣一生佛号后 两位施主 令爱今生 虽为你等儿女 上一世 却是我佛家大德 凭尼寿我佛之引 特意前来点话 使其载入我试教 广修功德 造福苍生 我不管什么前世今生 佛门道家 清风 月池 是我十月怀胎 生下来的爱女 没有我的允许 谁也别想把他们 从我身边夺走 沈月娘飘汉道 修行中人 她也不是没见过 但她父亲 乃是当朝镇北将军 公爹更是礼部尚书 沈家和傅家门 生故就遍布朝野 有如此强悍的家世 自然无惧修行中人 皇朝龙旗的庇护 以及玄敬斯的强大 都足以震慑天下 新名神尼目中露出韵怒 多少年 都没人敢这么 跟自己说话了 要不是顾虑到对方 乃自己未来 清传弟子的爹娘 他根本懒得多嘴 直接把人带走了事 阿弥陀佛 关系厉害 老尼都已经 向两位施主说清楚 今日必要带两位佛子回寺 将来等他们修行有成 自有再见之期 说把僧刨一挥 卷起傅清风和傅月池 就要离开 道长 傅云脸色大吉 不用他提醒 徐军明也不会这老尼离开 动 魂后的钟声 直朝老尼笼罩而去 佛光一颤 很快停了下来 心如神匿的身影 重新变得清晰 只是看向徐军明的眼神中 填满了戒备 刚刚那钟声 让他神魂震荡 佛力变得紊乱起来 虽然在他警觉 把钟声隔绝在外后 一切恢复正常 但能够撼动他原神的钟声 肯定是灵宝 或者是同级别的修士 看了眼挂在竹杖上的童钟后 看向先前 始终未被他放在眼中的轻衣道士 你是谁 平道徐军明 徐军明 星明神尼双目瞬间争大 崇山真人 徐军明 即时的平道 还不把人放下 星明神尼 脸色一变 心中忐忑起来 他虽为原神级别的高手 一身修为 更达到原神四阶 但对上眼前 这位实在没什么底气 过去三十年 陨落在对方手里的原神高手 可不是一两个 尤其黑山老妖 更是连他都不敢随意招惹的存在 崇山真人徐军明 那是杀出来的威名 真人也是我正道巨拨 昔日中州城外天门山上 七不收 更是名传天下 若是今日 做出截人弟子之举 岂不是坏了真人的美名 徐军明淡淡一笑 十六年前 我在下江城 治好复云体内寒积时便流言 傅清风和傅月池 当入我门下 此事真伟 你可去下江城求证 我作证 此事是真 我这两个女儿 早就被真人收入门下 傅云开口道 你听到了 看在同为正道的份上 我把事情跟你说清楚 若是再不知好歹 别怪本尊无情 新名神尼神色 急剧变幻 好不容易让他寻到了 两个可以传承道统的 绝佳弟子 若是就这么让出来 实在太不甘心了 真人如此狂妄 不怕得罪我白马斯吗 白马斯 黑心魔教 我都灭了 白马斯又如何 老你想领教一下 真人的道法 还不死心 也罢 便给你个教训吧 法力滚动如潮 涌入挂在竹杖上的落魂中 阵阵乌芒泛出 神光战战的童中 轰然作响 作为十条临近的灵宝 落魂中经徐军明 此刻催动后 威力比之刚才 何止大了一倍 浩荡的钟声 凝结成一线 直朝新名神尼 横扫而去 感受到那童中身上的 强横气息 新名神尼 自然早就做好了准备 佛印一掐 一道璀璨的淡蓝色光滑 从脑后飞出 小瞻谈佛光 佛光 心灯都是佛门最顶尖的神通 乃是佛家修士参物上乘佛理 本身圆灵光滑 结合佛力修炼而出 威力强大 是祥模护法的上乘手段 看到他能练出小瞻谈佛光 徐军明心中也有少许惊讶 这种佛门顶尖神通 没有超觉的修为和对佛理的深刻领悟 根本修炼不出 不过 新名神尼的小瞻谈佛光 虽然是佛门顶尖神通 但光芒在徐军明眼中算不上强大 应该领悟的时间还不长 终生与佛光一处 佛光坚持片刻后便寸寸崩散 他对灵魂大道的领悟 已经达到紫色根本符的巅峰 要不是修为不道 身体无法承载仙道境界的根本符 他对灵魂道法的领悟还会更强 这样的境界超过了 新名神尼对佛法的领悟 再加上十条灵境的落魂中加持 自然非其可以抵抗 被终生冬罪佛光后 新名神尼心中大害 他知道徐军明很强 但自己最得意的神通 居然如此轻松被别人打破 实在太出乎预料 刚要后退 终生已然临头 东 黄中大吕般的声音在耳畔乍响 新名神尼只觉得心神摇动 元神散落 身体轻飘飘失去了力气 在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中 不知持续了多久 新名神尼才慢慢恢复过来 神色复杂地看着远处一步未动 神色平静地轻一道人 尤其是那挂在竹杖上的铜中 以他的见识 自然明白这 至少是一件上品领宝 甚至更强 传闻重山真人 徐军明手中领宝众多 如今看来果然没错了 想到这里 新名神尼淤了口气 他倒是拿得起放得下 知道人家已经手下留情后 也没有再坚持 阿弥陀佛 凭尼记不如人 就此到此 话落也不等徐军明多说 化作一道顿光飞走 看到他的背影远去 徐军明淡淡一笑 这老尼姑虽然脾气臭了点 但做人倒是光棍 转头看到旁边 满脸巨异的如像尼姑 大袖一挥 一道狂澜 卷起它 飞出山去 念你并无大错 本尊便从轻发落 以后不得再回金华 狼狈地滚落山脚 爬起来后 也不敢回头 连忙朝金华之外飞去 第0395章 龙江水族 整个庙巷安中 除了已经被打发走的 如像尼姑 并无其他人 徐军明很喜欢 这座清幽的小寺 随手一道灵光 清理了其中佛家的痕迹 改名崇山居后 引着富云夫妇 走进后面的厅堂 众人落座 道长 清风 月池 为何还没事昏睡不醒 沈月娘急切地问道 徐军明一弹指 两道灵光没入两人眉心 阴宁一声 两个小姑娘 慢慢睁开了双眼 看清楚周围的情况 古灵精怪的傅月池 一下从自己母亲怀里跳下来 催动寒冰灵符 小脸紧绷 娘 那个老贼妮呢 已经被道长打跑了 道长 傅月池回头一看 小脸上露出惊恶之色 道长叔说 傅清风小脸上 也露出惊讶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会这么快 再见到徐军明 清风 月池 你们认识道长 上午 我们出去玩的时候 见过道长叔叔 傅月池眼珠一转 抢在姐姐前面道 若是让母亲知道 他们偷着出去玩 碰到邪修 差点没回来的话 非再打他们手心不可 沈月娘也没深究 快向道长道歉 这次要不是她 你们就要被那老尼姑 带着去出家 再也见不到娘亲了 从小就比较畏惧母亲的小姐妹 乖乖 朝徐军明道歇 起来吧 双手虚伏 等小姐妹起身后 目光放到傅云和沈月娘身上 平道这次难来 为的便是 践行十六年前的约定 收复清风 和傅月池 入我门下 道长 挥手打断沈月娘的话 平道也明白 你们母子连心 清风和月池 年纪又小 若是骤然分开 你们也舍不得 所以 在他们急急之前 平道便在这崇山居内 教导他们 每七日可下山一趟 与你们团聚 如此的话 你们看如何 月娘 道长此举 已经极为照顾我们 不可再做计较 傅云连忙道 沈月娘点了点头 道长 若是清风和月池 败入宁门下 将来婚嫁之事 平道门下不经婚嫁 若是将来 他们有众义之人 结成道旅也无妨 顿了一下后 目光只是沈月娘 不过 平道的门人弟子 可不会遵守什么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若是他们不想嫁 即便是二位亲自出面 也休怪平道不客气 沈月娘 神色一致 但看着强势 又对自家有恩的徐军明 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傅云看着不言语的妻子 连忙躬身失礼 一切都遵照到长之意 看到丈夫点头 沈月娘也没有再反对 既然你们都答应 那便把他们姐妹带回去吧 三天之后 平道正式收他们入门 说吧 大修一挥 一道狂澜卷起四人 飞入重山居 四人只觉得周围刚风呼啸 浑身轻飘飘 周围景色飞退 等周围云气消散 脚下重新踩到坚实的地面后 才发现已经到了自家后院 哇 姐姐 刚才我们飞起来了吗 平时冷静沉稳的傅清风 此刻也是神色激动 用力地点了点头 太好玩了 将来我也要努力修行 早点可以飞来飞去 傅月池举起小手 高呼道 刚说完 一个巴掌拍了过来 飞 飞 一天就知道完 跟我进来 看到娘亲 傅月池乖乖放下手臂 跟姐姐一起 走进房间 砰 价值千斤的玉笔喜 被摔得粉碎 身穿龙袍的敖昆 怒气冲冲 本王养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小九都死了三天 你们居然连一点下落都找不到 王上 非是属下等不尽力 实在是九太子 带着属下离开后 并未交代去哪 我等找遍了龙江下游两岸百里内的所有周线 都未能找到九太子的踪迹 一个身穿盔甲的将军 攻声道 百里之内找不到 就两百里 两百里 找不到就三百里 要是再找不到 你就别回来了 看着龙王森冷的眼神 将军心中一颤 连忙道 属下必定竭尽全力 去吧 将军攻身一礼后 缓步退了出去 一群饭桶 气死我了 父王 寻找九地下落的事情 交给谢将军就是了 以我们龙江水族的实力 相信很快就有消息 反倒是一年后的龙宫群仙盛会 父王要早早准备 旁边一个身穿淡金色长袍 头戴与冠的年轻男子微笑道 我儿所言有理 上次此事就是由你来筹备 今年的龙宫群仙盛会也交给你吧 多谢父王信任 不过 孩儿还有一个想法 需要父王支持 我儿但说无妨 我龙江水族举办的龙宫群仙会 乃大勇三十年一度的盛会 往来者不是原因尽忠的强者 便是修行界最顶尖的元神大修 这次自然也不例外 长江水族龙王敖昆点了点头 只是如今修行界大名鼎鼎的 崇山真人 徐军明 仙宗南密 孩儿寻觅良久 也没找到其踪迹 此事还需父王出面 联络一下玄境司夜镇服使 看看他们能不能联络到崇山真人 而且 玄境司势力遍布天下 想要找到徐真人 还需要他们帮助 敖昆点头后 自从剿灭黑心魔教后 崇山真人 徐军明 隐有大勇修行界 第一修的架势 若是龙宫群仙会 没有他的参加 恐怕要失色不守 孩儿也是这么想的 敖昆沉音片刻 我去一趟中州城 玄境司天机阁 善于演算天机 能知过去未来 若是谢将军 找不到你九弟被杀的线索 说不得便要请他们出手帮忙 敖昆点了点头 父王所言甚是 不过 九弟修为高深 又有白龙上护身 能翘无声息地斩杀他 又丝毫不露踪迹 只怕这凶手的修为非常高深 元神大修也有可能 敖昆神色一动 元神修士 你九弟虽然平素喜爱余色 却也非狂妄之辈 如何会招惹元神修士 孩儿只是猜测而已 是否真如此 只怕还要详细调查后 才能尽知 敖昆汉首后 陈鹰片刻挥了挥手 好了 你下去忙吧 孩儿告退 敖昆公身失礼后 退出了房间 看着空荡荡的厅堂 敖昆神色很利 舍儿 你放心 威父一定把害死你的人 全揪出来 然后碎尸万段 把玩着手中的白龙扇 这宝贝虽然是灵宝 却只有一道灵境 简单考虑片刻后 左掌一握 白龙扇灵境崩碎 只剩下精纯的 先天太素水形灵气 被一颗蓝色的珠子吸收 得了一击大补 水灵珠光滑大放 徐军铭手中只觉翻飞 很快祭练出了水灵珠的第九道宝镜 伸手一招 碗口大小的宝珠 缓缓飞落掌心 把玩片刻后 收入囊中 算算时间 也该把那两个小家伙待回来了 神石一扫 瞬间把整个金华县城笼罩在内 此刻 府衙后堂 沈月娘正在给小姐妹收拾东西 秋梅 把我上次给她们制的棉衣拿过来 侍女匆匆而去 旁边富云看在眼中 不由劝道 夫人 如今正值春夏 到冬天 还要两三个月 你给她们拿棉衣干吗 白了她一眼 你知道什么 山上到了夜里 格外的冷 要是不多带点衣服 晚上冻着怎么办 富云神色无奈 那山连百米都不到 充其量就是土坡子 上面跟下面温度 根本没什么差别 但看妻子的样子 明显听不进去 夫人 清风和月池六天之后 还能再回来 你给她们带这么多东西干吗 六天那么久 不多带点东西 怎么成 夫人 时间差不多了 咱们是不是该出发了 催催催 催命哪 我还有很多东西 没给清风和月池收拾呢 被老婆对得多了 富云干脆也不说了 说了也没什么结果 徐军铭神识感受到现场的情形 尤其是沈月娘 给自己两个女儿 准备的大包小包的东西 别说是在崇山居住六天 就是住上半年都够了 而行千里母担忧 还真是一点都不差 不过 他们可不是来我这崇山居过家家的 如果连一点苦都吃不了 如何能成为我徐军铭的门人 伸手一招 傅清风和傅月池 连带他们的一些衣服 被一道灵光卷着冲天起 清风和月池我带走了 你二人不知相送 另外 崇山居山外被我设下禁止 任何人不得入内 非第七日休息 你等不得前来打扰 余音鸟鸟 听声音正是徐军铭 看着灵光远去 惊愣半省的沈月娘 乌一下哭了出来 第一次看他如此的傅云 不由慌了手久 连忙上前安慰 你哭什么 六日而已 很快就过去了 清 清风和月 月池 从出生开始 就从来没离开我身边这么久 沈月娘抽气道 月娘 孩子们一天天长大 总会离我们越来越远 你要学着接受 我不接受 乌 清风和月池才六岁 看着哭泣的妻子 傅云叹了口气后 心中一动 月娘 别哭了 为父有办法让你心情好起来 什么办法 沈月娘抬起头 傅云笑了笑 低头轻声道 现在没有清风和月池 在身边搅闹 不如我们再去生一个 沈月娘一听 耳根瞬间红透 拳头轻轻捶了一下 丈夫的肩头 要死 大白天说这种话 万一被别人听到怎么办 嘿嘿 你我夫妻 还怕人说吗 说爸搂住了妻子的仙妖 千娇百媚地白了他一眼 晚上再说 傅云心中火热起来 第0396章 徒孙 太好了 终于自由了 傅月池一落地 便一蹦三尺高 欢呼着庆贺自己 以后终于不用再受 爹爹娘亲的管制 清风见过叔叔 看着两个粉装玉拙的小家伙 徐军明点了点头 你们跟我来 傅清风一拉妹妹 两人乖乖跟在徐军明身后进屋 穿过厅堂来到旁边的静修室 北侧的墙壁上挂了一幅画像 画像中的人身穿黄色道袍 卑卑桃木法剑 脸上戴着眼镜 看形象正是四目道长 不过比起玩世不公的四目 画像上的人神情肃穆 极具威严 在画像下手放着贡桌 贡桌上放着瓜果梨桃等供品 以及一个碗口大小的香炉 香炉中三根清香鸟鸟 青白色的云气冉冉升起 慢慢消散 跪下 傅清风拉着妹妹 在香岸下手两个黄色蒲团上跪了下来 这画像上的人便识 你们太师祖四目道长 随我三叩手 小姐妹随着徐军明三拜 分别上香后 徐军明在旁边椅子上坐了下来 你太师祖有两位弟子 除我之外 你们还有一位师叔祖 不过你们师叔祖无心道徒 如今应该已经过世了 说着徐军明不由叹了口气 迦勒未入先天 寿元不过两甲子 如今他修道已经近百年 算算时间 迦勒活着的话 也应该有百岁了 不过 在天地末法 灵气衰微的环境里 即便是修行人士 也很难活到寿终正寝 你们师叔祖门下并无弟子 你二人也不必在意 至于你师祖我 门下现在一共有五位弟子 大弟子 也是你们大师伯明叫秦仲 二师伯明叫林正英 三师姑明叫乔首星 四师伯明叫燕赤霞 师伯门下第五位弟子 也是你二人的师尊 名为徐黄 黄卵并无名字 徐军明在其觉醒后 便让他跟自己一个姓 然后取了黄这个名 师祖 我们师父呢 最活泼的傅月池好奇道 你们师父如今闭关修行 暂时无法教导你们 所以 以后几年 你们便先跟着师祖修行 凤凰乃是先情 想要破壳而出 必须浓厚的灵气孕育才行 虽然在徐军明的帝皇山洞天内 吸收了近百年灵气 但还是差了一些 尤其是 在吸纳的复云体内 一道先天太史寒冰气后 徐黄的本源之力更强 若是孵化 自然也需要更多的灵气 和更长的时间 师祖 师父什么时候才能出关 傅清风问道 等你们修行有成 自然就能见到你们师父 好了 磕头吧 以后 你们就是 我徐军明门下的三代弟子 傅清风和傅月池 猛猛懂懂的 磕了三个响头 徐军明屈指一谈 一面青铜镜的幻影 滴溜溜 飞入两人丹田 小姐妹摸了摸肚皮 却毫无异样 圆圆的脸蛋上露出困惑 娇憨的样子 惹得徐军明 脸上露出笑意 青铜镜跟毛山南宗的 镇宗灵气九老仙 都神火印一样 也是他门下的镇宗灵气 只有他门下 狄传弟子才会赐下 别看只是青铜镜的 一面幻影 但一样也具备 青铜镜的能力 比如望气 千里眼 透视 驱除外魔 护持心神 以及最最重要的 加持悟性 虽然比起徐军明 丹田内的青铜镜本体 一面幻影的作用很有限 但至少可以提升 一倍的悟性 修为越低 得到的好处越大 而且 随着徐军明修为提升 这一丝幻影 对悟性的加持 还会更高 日积月累 只要不是悟性太差 未来自然先到可期 跟我出来 小姐妹连忙爬起来 跟着徐军明来到院子里 现在 我穿你们本门扎根基的拳法 你们跟着我一起练 是 师祖 徐军明微微汗手后 此拳名为大道拳 乃是师祖结合百家所长 领悟而来的拳法 共分为装弓 套路和呼吸法三大部分 全是雄魂 绵绵不绝 最适合扎根基 今日 我便先把套路交给你们 明日再教装弓和呼吸法 看好了 第一是名为 混沌莫名 徐军明抬腿提长 动作熟练而圆润 傅清风和傅月持本 就天资聪颖 再加上青铜镜幻影的辅助 基本上一交就会 一个月过去 两个小家伙 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大道拳 啪 一个木板 打在傅月池小屁股上 认真练 不准东张西望 小丫头撅起嘴巴 偷看着 旁边一身红色道袍 神色冷漠的销售中年人 不敢怠慢 连忙练起拳法 自从师祖让这个可恶的家伙 监督自己和姐姐修炼后 她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 每日早上 卯时两刻起床 先打坐半个时辰 然后半个时辰 梳洗打扮 外加吃早饭 接下来上午读书 下午练拳 晚上还要背诵到葬 直到四时一刻 才能上床休息 每日如此 让原本以为 离开爹娘后 可以放心大胆地 玩耍的傅月池 大失所望 她想过 趁着第七日下山的机会 彻底不再回来 但无论她怎么藏 都会被师祖抓回来 而且都会被这可恶的 红袍道人打一顿板子 哭也哭过了 闹也闹过了 但在这铁石心肠的 红袍道人面前 完全不管用 到了现在 傅月池已经麻木了 也习惯了 看着窗外 在傀儡身监督下 认真苦练的两姐妹 徐军铭满意地点了点头 小孩子没有定性 不知道规矩 所以一开始 肯定是要棍棒教育 等到将来懂事了 才能用道理加以引导 当初 林郑英 乔守兴 都是这么过来的 崇山书院中 那几十万孤儿 无不是如此 事实证明 这套办法 确实管用 看了一会后 徐军铭 便回到静世 开始修炼 如今 他已经修炼到了 原因近十二遍 只需要把法力 打磨得足够精纯 便可以着手杜劫了 还没有 萧正俯使的消息吗 我等已经找了五年 只知道 萧正首使最后消失的地方 是南海 但玄境斯在南海的势力 实在太薄弱 而且 大海茫茫 属下实在无能为力 请大人见谅 叶孤云叹了口气 自从萧红哥 被徐军铭拒绝后 闭关两年 等关门打开后 内中却空空如也 只有玄境斯 左镇腐始的硬性 而萧红哥 却踪迹全无 叶孤云下令 玄境斯 全力寻找了五年 结果仍旧一无所获 辛苦了 下去休息吧 大人 那萧正俯使 不用再找了 他了解萧红哥 这是一个不撞 南墙不回头的 狠辣女人 不管是修炼 还是感情上 除非 他自己想开然后回来 否则就算找到 他也未必会回来 徐军铭 真不知道 该谢你还是该恨你 虽然他帮助玄境斯 剿灭了黑心魔教 稳定了大勇 对江南七省的统治 但也让自己 麾下最得力的助手 心静的一位元神修士 远走他乡 摇了摇头 叶孤云叹了口气 突然 门外一道灵符 飞了进来 叶孤云接住后 一行文字 映入石海 龙江水族之主 敖昆求见 敖昆 他来干什么 宁眉思索片刻 叶孤云站了起来 占据龙江的敖昆 可是一位元神六阶的龙王 如今找上门来 无论如何都要见一下 麦不出门 来到玄境司 总部衙门的会客厅 身穿华丽龙袍 头戴平天官的敖昆 正坐在那里喝茶 听到脚步声 看到迈不而来的 叶孤云后 放下茶杯 站起来抱拳为礼 叶道友 许久未见 风采依旧 真是可喜可贺啊 龙王太客气了 今日怎么有侠来到我这里 叶道友可记得我 龙江水族 三十年一次的龙宫群仙圣会 叶孤云恍然 这么说 又到了新一届龙宫群仙会的召开之期 再有一年就是了 说吧 敖昆从法带中拿出三枚玉制的请柬 交到叶孤云手中 这三份请柬 是给玄境司三位正俯使的 本王一起带来了 叶孤云接过后 翻看简单看了一眼后 便先放到了一边的矮桌上 龙王日理万机 事物繁忙 现在亲自来到我 玄境司总部衙门 只怕不仅仅是送这三份请柬 这么简单吧 哈哈 果然什么都瞒不过叶道友 此番本王亲身前来 尚有两件事 需要叶道友帮忙 你我相交多年 龙王但说无妨 只要玄境司能够办到 叶某必竭尽全力 既如此 本王便先行谢过 龙王请说 敖昆点头后 组织了一下语言 听闻崇山真人 徐军明 与玄境司交往甚后 叶孤云神色一动 龙王之意 叶道友别误会 本王并无恶意 只是新一届 龙宫群先会 召开之七日静 若是没有徐真人参加 本次圣会失色不少 此事本不应该麻烦 叶道友 只是本王并无 徐真人的联系方法 故而求道道友头上 叶孤云松了口气 原来是此事 龙王放心 每一次龙宫群先会 都会出现无数 修行界难得的宝物 以徐真人 在练起一道上的境界 必然也会感兴趣 那就麻烦 叶道友转达了 此事包在我身上 第零三九七章 天机阁主 多谢叶道友帮忙 敖昆拱了拱手 哈哈 龙王客气了 顿了一下 不知龙王所言 第二件事是 敖昆双目紧盯着叶孤云 缓缓道 六日之前 我的九太子敖身被杀 什么 九太子死了 看着叶孤云脸上 露出来的惊恶之色 敖昆点了点头 心中暗道 看来此时 并非玄境斯所为 从一开始进来 他就一直在观察 叶孤云的神色 从头到尾 都没有丝毫一样 如果自己儿子的死 真跟玄境斯有关 叶孤云绝不可能 没有丝毫破绽 敖昆脸上露出 浓浓的哀色 慢慢点了点头 叶孤云心中震惊 龙江水族 可是能够跟玄境斯 昆仑 白马寺 和黑星魔教 相提并论的强横势力 谁会去招惹他们 念头刚起 脑海中闪出 徐军铭的身影 但很快摇了摇头 自从剿灭黑星魔教后 徐军铭便踪迹全无 他那些傀儡身 也很少现实 而且 龙江水族 虽然是妖族 但多年来 恶技不多 而且还能保证 龙江两岸 风调雨顺 功德不小 他们应该不会 被极恶如仇的 徐军铭盯上 龙王节哀 我们玄境斯 定然竭尽全力 帮助龙王 查找出 杀害九太子的真凶 敖昆先行 谢过叶道友 龙王不必客气 抱拳一礼后 敖昆直视叶孤云 本王这次来 还希望叶道友能让 玄境四天及格 推算一下 我而被杀的经过 敖昆一挥手 三个玉盒 飞到叶孤云面前 本王也不会让 玄境四百百出手 这些礼物 还请叶道友收下 神石进入 三个玉盒中的宝物 映入石海 月破灵水 冻名中品的灵水 共计九滴 龙咸草 大动极品的灵草 一共三根 龙灵 大动上品 一共十五片 一出手 就是一件 动名级别的灵才 两件大动级别的灵才 龙族富有之名 果然非同凡响 叶孤云也没客气 挥手把三件宝物收下 玄境四 与龙江水族 一向交好 为九太子报仇 也有我玄境四的责任 龙王的请求 在下自不会拒绝 说吧站了起来 龙王 请跟在下来吧 叶道友先请 叶孤云淡淡一笑 带着敖昆走了出去 跟其余省城的玄境四 衙门一样 中州城的玄境四总部 也是一座宝塔状的高大建筑 天机阁地位尊崇 位置在第二层 仅次于顶层的 红图阁 而红图阁是历届 玄境四镇符使 修炼和异事的地方 咚咚 伴随着敲门声 一串脚步声临近 吱压一声 一个身穿黑色长挂 大约八九岁的 总角童子 打开了房门 看到叶孤云 连忙见礼 孤红拜见 镇符使大人 小孤红 你师父可在 童子点了点头 你进去通报 就说我来了 师父已经知道了 特命我请镇符使 和龙王大人进来 看到这一幕 敖昆心中暗敷 传闻玄境四天机 阁主地位 并不比镇符使差 如今看来 传闻倒是不假 看到叶孤云进去 敖昆也连忙跟了进去 一股如蓝四射 闻之 令人心神成澈的清香 窜入肺腑 绕过一扇 点缀几颗修竹的屏风后 目光瞬间开阔不少 足有两百多屏的厅堂内 八根巨柱 呈八卦形 撑起屋顶 中间一座五尺高的三角铜炉 青烟鸟鸟 弥漫整个殿堂的香气 正是由此而来 在铜炉对面三丈外 有一座七尺宽的八卦台 八卦台后 侧竖着一面隐壁 隐壁上浮雕 一面三尺宽的太极图 八卦台中央 放着一个黄布蒲团 蒲团上盘坐着一个 须发揭白 身穿葛衣的老道 这老道虽然表面一副老态 但却面如婴儿 食指光滑 献出返老还童之相 师父 镇守使大人和龙江龙王来了 童子说完 老道缓缓睁开双目 深入冤谈的眼神 令人不敢轻视 叶孤云拜见天机阁主 敖昆也跟着躬身失礼 天机阁在玄境司 是个比较超然的所在 他的任免不需要经过玄境司同意 而是师徒传承 而玄境司 若是想要天机阁主帮忙推算 也不是不可 但一个月只有三次机会 而且还必须奉上礼物 镇服使大人 敖龙王 不必多礼 请坐吧 老道随手一挥 地上献出两个蒲团 两人道谢后 各自落座 阁主 我玄境司与龙江水族向来交好 现在他的九太子被人杀害 凶手袍之夭夭 至今微能擒祸 所以特意求上门来 请天机阁主帮忙寻找这凶徒的下落 敖昆也颇为之机地拿出一个玉盒 用法力托着 放到天机阁主身前 这是本王的一点礼物 还请阁主收下 若是能找到杀害我的凶徒 本王还有重险 天机阁主点了点头 目视敖昆 天机推演 难上加难 老道虽修行紫薇斗树多年 但境界有限 并不一定能帮到龙王 阁主尽管出手 成与不成 本王和龙江水族上下都敏感五昧 敖昆正中道 既如此 老道便应下此事 手中浮沉一挥 把玉盒收下 左手只觉一掐 五个灵光闪烁的铜钱 从他体内飞了出来 十二条 宝尽圆满的法宝 叶孤云和敖昆 身为元神修饰 眼力都不差 瞬间便看破了 这五枚铜钱的虚实 不过 比起平常那些阴阳风围 五行类的宝贝 这五枚铜钱 却是虚无缥缈 号称最难修饰的天机树鼠一道的法宝 同时也是所有类型宝物中 最难祭练的存在 叶孤云和敖昆 曾经见过几件天机树鼠一道的法器 灵器也见过一两件 但法宝却是第一次见 敖昆眼神中的期待 瞬间浓郁起来 如果能找到杀害自己儿子的凶手 他不介意 再拿一件动名级别的灵才 感谢这天机格主 伴随着道道灵光 以及天机格主法力催动 五枚铜钱越转越快 无数神秘的黑白色云气 开始衍生出来 第0398章 紫薇斗树 紫薇斗树 天机显化 老道一声大喝 五枚铜钱光芒大放 周围黑白色云气 剧烈翻腾起来 但仅仅一个刹那 黑白色云气 仿佛受到了重击 瞬间崩散 老道脸色大变 怎么可能 阁主 如何了 敖昆连忙问道 有人遮蔽了天机 老道脸上满满的难以置信 请阁主解惑 敖昆继续问道 看了他们一眼后 老道深吸了口气 天机推演 本就艰难无比 必须中年苦修大道 再服以超绝的悟性 才能稍有成就 历代以来 能在此道上有建树者 凤毛麟角 整个大永皇朝 更以我天机阁传承久远 持其牛耳 故而历代以来 天下任何事都 无法瞒过我天机阁 老道脸色一沉 脸上再次露出 难以置信 但 这次例外 敖昆 叶孤云 都是决定聪明之人 瞬间便明白 所谓的遮蔽天机 便是有在天机数数一道上 修为更高的人 胜过了天机阁主 敖昆脸色瞬间变得阴沉起来 如果自己的儿子 是以为天机数数一道上的高人所斩杀 那他报仇的希望 便极为渺茫 虽然龙江水族中 并无修习天机一道的不重 但关于这一道的记录却不少 精善天机一道的人 到了高深处 狙击避祸 几乎成为本能 想要擒杀这样的人 比对付几个元神修是更难 阁主 可是说真的 看着敖昆阴沉的神色 天机阁主叹了口气 我原本也没想到 事情居然会是这样 果然 一切如恩师所说 天下之大 能人辈出 切不可骄傲自大 盲目自信 摇了摇头后 我再为龙王推演一次 若还是不行 老道也无能为力了 请阁主出手 敖昆道 天机阁主点了点头 五眉铜钱再次飞了起来 一道道灵光比之前更胜 黑白色的云气 重新变得强盛起来 光滑闪烁 锐彩千条 天机阁主须发皆张 双目圆睁 胡须根根竖起 面色弹红 显然法力 已经催动到了极处 给我开 一声大喝 五眉铜钱光滑战战 黑白色云气 瞬间沸腾 突然 冥冥中一道八色灵光飞来 五眉铜钱 被瞬间打落 黑白色云气 也为之念面 扑 天机阁主脸色一白 一口鲜血 喷了出来 师父 在一旁观看的 总角童子孤红 大叫一声 连忙跑过来 师父 你怎么样 拍了拍他的小手 天机阁主摇了摇头 放心吧 为师没什么大案 叶孤云拿出一个青色瓷瓶 用法力拖着送到天机阁主面前 阁主 这里有十二粒天王补星丹 意气疗伤 功效绝佳 还请快些服下 天机阁主点了点头 结果瓷瓶打开 绣了绣后 从中倒出三粒丹丸 仰头服下 调戏片刻后 脸色终于好看了一些 多谢镇服使的丹药 天王补星丹珍贵无比 剩下的这些请收回去吧 药瓶很快被叶孤云推了回来 这次天机阁主也没再推辞 老道多谢了 收下药瓶后 天机阁主朝敖昆看去 敖龙王 老道已经竭尽全力 但那人修为远在老道之上 一番辛苦 却毫无所得 实在惭愧 虽然嘴里说着惭愧 但他却丝毫没有把先前敖昆送来的礼物 重新还回去的意思 敖昆也不在意 龙江水族屹历数万年 积攒下来的宝物多不可数 一件洞明级的宝物 虽然珍贵 它还不放在眼里 最关键的是自己儿子的仇 阁主 一点也没有此人的线索 天机阁主摇了摇头 惭愧得很 阁主精善天机数数 可知修行界中还有什么人 或者哪方实力中 有天机数数一道上胜过阁主者 天机阁主沉阴片刻 大勇境内 在天机数数一道上 胜过老道者应该没有 海外修行界虽然广大 但其地平级 多为散修占据 应该也不会有 敖昆心中一动 阁主的意思 是大齐 天机阁主点了点头 山海界广有百万里 除去广大的海域 修行界以大齐为尊 我们大勇虽然强者众多 但道地 还是比大齐差了不少 若是有在天机数数一道上 胜过老道的人存在 那就只有大齐之人了 大齐与我大勇 隔着数万里的火罗大沙漠 如何会来到我们大勇 敖昆道 火罗大沙漠 对于原因及以下的修饰而言 或许是天欠 但对元神 修饰而言 却算不上什么大患 比备游历天下 增长健文 夯实根基也是平常 天机阁主道 敖昆神色变幻 深深吸了口气后 抱拳为礼 多谢阁主为我推演 日后阁主 找到我龙江水族头上 敖昆必定竭尽全力 以全此次阁主相助之德 天机阁主回礼后 老道惭愧得很 境界有限 实力低微 并未帮得上忙 当不得敖龙王之礼 阁主无需客套 说话间 敖昆站了起来 本王还要急着会龙江 就不打扰阁主了 孤红 弟子在 你替我送敖龙王和镇服使 是 目光转到两人身上 老道还要疗伤 不能起身相送 两位海寒 阁主客气 安心疗伤便好 夜姑云道 告辞 敖昆拱手一礼后 随夜姑云一块走了出去 总角童子姑红 把两人送出去 关上房门后回来 却看到曾经脸色苍白 神情唯米的师尊 此刻已经恢复了 最开始的样貌 面色红润 双目有神 根本就不像是受伤的样子 师尊 你 傻小子 为师要不是装作受伤 那老骄只怕不会善罢甘休 这青云草 只怕也留不下了 说吧 拿出一开始 敖昆赠送的礼物 脸上露出了爱惜之色 师父 证探 孤红撇了撇嘴 黄口如子 你知道些什么 收起玉盒后 快去收拾一下 三日后 我们离开玄境寺 离开 师父 我们在这里住得好好的 为什么要走 老道一瞪眼 让你去 你就去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 快去 孤红小童子 嘴巴一嘟 小脸上挂着布满 不情不愿地 朝旁边的房间走去 在他离开后 老道转头朝远处 笼罩在一片烟雨中 巍峨浩大 气息森严的皇宫内院看去 妖气越来越强了 中周城大祸将近 老道还须早些离开 这是非之地才好 眉头一扬 也不知道那斩杀 敖昆九太子的人是谁 居然有如此高绝的 天机数数修为 若是能与之交流一番 老道在天机一道上的修为 必然能精进一大步 想到此处 眼神中不由露出 强烈的蜥蜴之色 目光一转 看向东南 挂像显示 向此方向行走 上上大吉 第0399章 轩辕九剑 呼啸的北风 卷起落叶 打着旋 四下飞舞 很快便填满了 因为年久失修 坑洼不平的关道 隔支 沉重的脚掌 踩碎了被烈日晒干后的树叶 大步朝不远处 一个临近关道的客栈走去 这客栈三面被荒芜的农田环绕 只流面向关道的一侧开门 身穿轻袍 头戴斗笠的高大身影 抬头看了一眼 店门外挑出来 被北风吹得烈烈作响 尚书陈家村店的破旧旗帜 迈步走进院子 夯实的院落里打扫得很干净 几辆大车放在旁边 敞开的店门里 传来阵阵香气 以及喝酒猜拳的声音 大汉十几而上 眼前一暗 一个长宽四丈左右的房间 映入眼帘 除了内侧的柜台 后室的木板上 摆下九张桌子 大部分都空着 只在左边 坐着两个江湖侠客 打扮的壮汉 右边靠柜台的地方 坐着几个行脚商人 轻袍壮汉 迈步进屋 瞬间把所有人的目光 都吸引了过来 看到此人 柜台里身穿黑色长裙 袒露半截胸怀 一态妖娆的年轻女子 使了个眼色 旁边磕瓜子的店小二 迈步迎了过去 客官 小店有上好的老酒 有牛羊肉 小菜也可口 你想吃点什么 轻袍壮汉抬起头 露出一张满脸 扎然的粗豪面孔 双目中射人的金光 让店小二 下意识地后退了两步 某家要三斤人血 五斤人肉 再来上九斤热乎乎的人肉 店小二脸上露出一丝勉强 客官说笑了 我们做的可是本分买卖 本分买卖 壮汉脸上露出讥讽 心中一动 一道剑气闪电般 从背后飞出 还没等店小二反应过来 这剑光便已经绕紧而过 还保持着戒备的头颅神色 瞬间呆滞 一道细细的血线 慢慢从脖梗上露出 咕噜 伴随着喷洒的血液 头颅滚落下来 光芒一闪 店小二消失 地上现出一只脸盆大小 没有头颅的大蜘蛛 震惊的店家 居然会藏匿着妖 枪枪 刀剑出鞘 旁边吃饭的侠客 和刑商纷纷拿出刀剑 很显然 他们跟这店家 根本就是一伙 不过是为了坑那些过往的旅客 假扮侠客和刑商而已 如今一件露线 自然群起而攻之 慢着 妖妹的声音响起 刚要扑上来的侠客和刑商们 纷纷停下脚步 看到从柜台里面 缓缓来的黑衣女子 脸上露出恭敬之色 你是谁 我们从未见过 也不曾结仇 为何你要寻上门来 杀我的不重 哈哈 某家燕赤侠 至于为何要杀你们 当然是铲除 你们这一般妖孽 为过去十几年来 被你们吃掉的 无数可怜人 报仇血恨 燕赤侠 妖妹女子 沉阴片刻后 心下摇头 她并未听过这个名字 实际上 败入徐军民门下 虽让燕赤侠名声大震 但她的名字主要在各个大派中流传 绝大多数中小门派 或者散修并不知道她的底细 妖族知道的就更少了 看她这副邋遢样子 估计也不是什么大派弟子 想到此处 妖妹女子心中大定 报仇血恨 就凭你 一道清光闪过 就见旁边那些持刀杖剑的侠客 刑商们纷纷到地 化作一只脸盆大小的蜘蛛 死于非命 清光飞到燕赤侠头顶 献出一只碗口大小 仿佛上等轻域雕筑而成 美帝如同一件艺术品的蝴蝶 只是 这美丽的蝴蝶身上 萦绕着强横的先天太速剑气 配合地上那几头 先天漆蜘蛛精的尸体 透露出美丽背后的灵灵杀鸡 妖妹女子 瞳孔一缩 双目死盯着那蝴蝶 这就是你找上门来的持杖 对付你这蜘蛛腰 还不用轻域出手 燕赤侠双手呈剑指 看我斩妖剑 伴随着冲天剑鸣 一道青色流光 带着锋利无涛的剑气 闪电般朝蜘蛛腰斩去 当 伴随着轻域的金铁交鸣声 斩妖剑被挡了下来 看着蜘蛛腰手中 长三尺三寸的黑色长剑 燕赤侠脸色微变 虽然他的四项剑阵 被师尊封印了后 威力十句其久 但法宝以下 根本抵挡不住 这蜘蛛腰的黑色长剑 居然能挡住斩妖剑 那至少也是一件法宝 注意到燕赤侠的神色变化 蜘蛛腰脸上 顿时露出得意之色 别以为就你自己有飞剑 我的灵珠剑 可是上品法宝 比你这法剑强多了 话落 原本以为 会出现在对方脸上的凝重 甚至畏惧之色 并未出现 燕赤侠反而变得兴奋起来 师父果然说的没错 东南方向才是我的福地 这家伙怕不是个傻子 念头还未落下 就见燕赤侠 双手成剑指 一轻一刺两道剑光 从背后剑侠中飞出 无极绝先剑 两剑并连 剑气暴涨 强横的剑光 超过先前数倍 蜘蛛腰脸色大变 不好 手中灵珠剑记起 飞龙剑士 灵珠剑化作一条 长树杖的黑龙 咆哮着直朝 绝先剑迎去 痴痴 剑气相互碰撞抵消 偌大的客栈 被犀利的剑气 斩得粉碎 燕赤侠腾空而起 看着同样 站在半空的蜘蛛腰 你一个腰 如何会我到家 剑宗的小魔手段 哼 老娘的事情 轮不到你来管 虽然嘴伤厉害 但蜘蛛腰心中 却极为凝重 刚刚那一件的威势 让他一个金丹圆满的妖修 都生出难以招架之感 此人到底是什么来头 不仅有如此高强的剑道修为 还有两把法宝级的飞剑护身 而且 那蝴蝶 虽不知是何种灵兽 但看气息也极为不凡 擒下你这蜘蛛腰 一切便清楚了 看剑 三才诸仙剑 三道剑光 从烟炽侠背后飞出 强盛的剑气 在之前的基础上 又暴增数倍 什么 蜘蛛腰脸色大变 刚刚那一剑 他就只是勉强接下 现在这更强的诸仙剑 绝技接不下来 这蜘蛛腰也是果断之辈 一看不好 便催动法力 遇见逃走 炎炽侠也没追 呵呵 跑得了吗 伸手一招 一面黑色玉符 从丹田内飞出 法力一催 一个黑色的巨洞 从半空中衍生出来 剑指一划 诸仙剑气蜂拥灌入巨洞 而后跨越数十里 从正在逃跑的蜘蛛腰背后窜出来 剑气凌霄 霸道无比 伴随着凄厉的惨叫 一切归于平静 燕赤侠伸手一招 三把飞剑拖着一只足有五丈大小的黑色蜘蛛尸体 飞了回来 伸手一招 一颗被斩坐两半的内丹飞入手中 简单抛了抛 一拍腰间青葫芦 强横的犀利迸发出来 燕赤侠一松手 腰单连带那黑色蜘蛛尸体 被收入其中 晃了晃青葫芦 淡淡的水声入耳 燕赤侠脸上露出满意之色 再过一段时间 平到这葫芦五毒灵酒火后 便差不多了 这青葫芦原本是徐军明赐下的储物法宝 不过有了洞天法界后 燕赤侠便把它当成了自己酒葫芦 然后根据他从徐军明藏书中 看来的五毒灵酒酿造方法 炼成了这葫芦 可以媲美洞玄灵丹的灵酒 看了眼脚下残破的客栈 弹指间 一个火星飞入 眨眼间便是大火冲天 烧了一刻钟后 这客栈连带地下堆积多年的枯骨 积攒的院气 全部化为飞灰 身形一闪 身影消失 在出现时 已经在一座小院中 这小院被一片占地数十亩的竹林环绕 竹林之外 是白色的雾气 小院正门匾额上 铁画银勾四个大字 四项剑炉 这便是徐军明赐给他的洞天法剑 时节而上 迈入风格简朴的小木屋 虽然外面看着不大 但木屋内部空间却不小 回到修炼室 在蒲团上盘坐下来后 把蜘蛛腰的法带和灵珠剑拿了出来 他最看重的 当然是八条法径的灵珠剑 这可是难得的飞剑 对于一个炼剑的人而言 一把好剑的价值 无庸置疑 婆娑片刻后 摇了摇头 我已经有了更强的四项剑阵 这灵珠剑也用不上 随手一扔 长剑飞入旁边的黑铁剑架上 除了灵珠剑 这剑架上还放着十数把剑气 宽窄 造型各不相同 除了一把灵气级别的飞剑 剩下的都是法剑 这些是他过去一年里 斩妖除魔积攒下来的剑气 用不上便放在了这里 算作自己的收藏 至于那些飞剑气的宝贝 珍贵的留下 不珍贵的都在方式中卖出去了 打开蜘蛛腰的法带 几件灵气 竖瓶丹药 以及其他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 映入眼帘 玉剑 燕赤霞眼睛一亮 把法带中的两根玉剑拿了出来 受徐军明熏陶 除了收藏各种剑气 他最喜欢的 也是收藏各种玉剑 丰富自己的知识 两根玉剑一清一白 色泽古旧 显然都有些年头了 神石进入青色玉剑 无数文字映入石海 轩缘久剑 看完后 燕赤霞神色大喜 好高尸的剑谱 作为剑修 燕赤霞很快沉迷了警局 第零四零零章 太上拔罪斩妖护身重 好精妙的剑诀 九世剑诀 越是参悟 就越发地觉得其精妙 徐军明传给他的四项剑精 虽然心法精深 一元 无极 三才 四项四世剑诀 也极为高深 但不管是无极决先剑 还是三才斩先剑 更甚至是四项斩天剑 都是以剑法和阵法相结合的招式 这样的剑招 适合徐军明这样 对阵道有极深领悟的人 却不适合燕赤霞 所以 四项剑诀在他手里的威力 远不如徐军明使来那么强大 反倒是这轩辕九剑 飞龙剑士 天龙剑士 青龙剑士 玄武剑士 飞凤剑士 白虎剑士 麒麟剑士 朱雀剑士 和天鹏剑士 每一世都博大精深 威力无穷 也不知道 这蜘蛛妖 从那里得来如此精妙的剑诀 一下子补上了我的短板 这下子 倒是不用再去求诸师傅了 燕赤霞爱不是手 不知道 这白色玉剑中记载了什么 有了轩辕九剑在前 心中期待的他 神识进入 很快又一篇法诀 映入石海 太上拔罪斩妖护身咒 借助丹田内青铜镜 幻影参悟一番后 燕赤霞发现 这篇法诀并不难 而且威力极大 只需念动咒语 便能使用 不过要想发挥 这门法诀的威能 必须深具功德才行 身上的功德越高深 这门法诀爆发出来的威力 便越强 怪不得那蜘蛛妖未曾修炼 参悟明白后 燕赤霞来到后院竹林 深吸一口气 神色严肃 硬掘一掐 天地无极 乾坤戒法 瞬间他便感觉 一股冥冥中的强横力量 灌入体内 下意识地伸手向前一拍 澎湃的天地之力 滚滚向前 轰隆一声 大地崩碎 方圆半亩的竹林 寝刻间化为积粉 品味片刻 燕赤霞点了点头 这威力虽然比不上 我催动飞剑 但威力也不错 而且还能随着 我自身功德的提升 而提升 未来超过我的剑决 也说不定 更重要的是 催动 太上拔罪斩 妖护身皱 不需要法力 只要肉身可以承受 助那狂暴的天地之力就好 就在他打算继续尝试的时候 丹田内胡天灵符 突然颤动起来 燕赤霞心中一动 连忙把灵符拿出来 伴随着道道光域 徐军明的声音 从中传了过来 你的飞鹤 传书我已经接到了 告诉玄境司 一年以后的龙宫群先会 我会参加 是 师父 还有 你舍弃四项剑阵 把四把剑 练成一把的事 我同意了 跟四项剑决一样 四项剑阵 适合徐军明 这种精通阵道与剑道的人 却不适合 燕赤霞这种 知修行剑道的修士 弟子狂辈 还望 行了 师父领进门 修行在个人 你能发现 四项剑决和四项剑阵 不适合自己 即使改正本 就是正确之事 不必心怀不安 日后再遇到同样的事情 也一样照此办理 是 师父 我这里 另有一把法宝级的飞剑 先赐给你用 四项剑阵 我便收回来了 不用了师父 我刚斩杀了一头蜘蛛腰 得了一把七条宝镜的灵珠剑 足够我现在用了 哦 你倒是好运的 嘿嘿 多亏师父为我补挂 否则 我也得不到这样的机缘 好好修炼 就是对威师最大的回报 是 师父 胡天灵符光芒暴涨 一个黑色的洞口 出现在半空 伴随着一股强劲的犀利 烟斥侠背后的剑侠 很快飞入其中 对了 师父 这是我从蜘蛛腰那里 得来的两枚玉剑 其中法觉极为精妙 师父闲侠时 可以一关 轩辕九剑 倒是一篇上乘剑诀 你便先修炼此诀吧 是 太上拔罪斩妖护身咒 太上无疾 乾坤戒法 听出徐军铭语气中的惊讶 燕赤侠连忙道 师父 这门法觉极为简单 而且若是功德足够多的话 发挥出来的威力便足够强 实为上乘道法 看着手中法门 徐军铭点了点头 不过比起这门法觉 更让他惊讶的是 命运的强大关系 虽然燕赤侠成了他门下弟子 但轩辕剑法 太上拔罪斩妖护身咒 仍然落到了他的手里 看来 兰若四 宁采臣 聂小倩 竖妖姥姥 也避不开了 徐军铭心中暗道 你的剑 我半年便能练好 你先给它取个名字吧 烟斥侠点了点头 沉吟片刻 我竟然rost 这是我新炼制的三黄丹 一共三十例 你拿去服用吧 多谢师父 烟斥侠也没客气 双手接了过来 还有事吗 没了 好好修炼 话落 胡天灵符灵光收敛 落入烟斥侠手中 收起后 他回到修炼室 在青铜镜虚影帮助下 参悟薛元九剑三个月 初步掌握后 才出了剑炉 来到外面 依旧是当初斩杀蜘蛛精的地方 只觉变换 一道指鹤朝远处飞去 这是他给玄境司 叶孤云的回信 当初对方找不到徐军明 便把龙宫群仙会的消息 转给他 让他给徐军明转达 现在师尊那边有了回复 他自然要把消息 告知叶孤云 飞鹤传书忙完后 烟斥侠继续他的历练 也未曾预期飞行 而是顺着破旧的官道 迈步朝远处走去 一路来催动青铜镜的幻影 只要碰到具备 怨煞之气的妖 或者人必定斩杀了事 想要除魔的事情 做了无数 因为大部分人 都不知道他的姓名 所以好事者 便根据烟斥侠的行貌 为他去了一个 扎然灵官的混号 一日 烟斥侠来到 清河省的广平县 看看时间 已经到了晌午 进了县城后 便进直朝这里 最豪华的酒楼走去 说是最豪华 其实也就是一座 二层饭馆而已 在这人口不丰 民生贫困的小县城中 这样的饭馆 已经算是豪华 福克兰 抬头看了眼店名后 燕赤侠便打算 拾击而上 虽然他早已避谷 但比起师傅 他还是颇为 享受口腹之欲 所以 一日三餐 除非有事耽搁了 或者露宿野外 否则必定都是按时吃 一口肉 一口酒 在燕赤侠看来 这才是修道人 该享受的神仙日子 刚要上楼 一个黑影 忽然被人 从里面扔了出来 燕赤侠身体让开 身腿一勾 一个眉清目秀 面带积色 身穿就长衫的书生 出现在眼前 多谢大侠相救 本来以为 要被摔倒在地的书生 连忙拱手 朝燕赤侠道谢 还没等候者说话 叮光 一堆东西 被人从里面扔了出来 书生连忙弯腰去时 紧接着 无数碎片飘落下来 一个挽着衣袖 双臂露出 无数弯曲的黑毛 身高体胖的壮汉 从里面走出 神态轻蔑地看着书生 就你这样的 还想跟你胡爷要账 要不是 今天你胡爷心情好 非给你腿打断不可 快滚 书生收起自己的东西 愤恨地瞪了他一眼 面对敌众我寡的不利行事 也没有逞强 拿着自己的行李 穿着露出大脚趾头的烂布鞋 迈步离开了 看在眼里 燕赤侠摇了摇头 他并没有出手帮忙的打算 这天下 妖魔鬼怪 生死大事 就够他费心的了 这种鸡毛蒜皮的欠账之事 他懒得管 迈步上楼 让开 胡姓壮汉 虽然看起来粗豪 但却是个心思颇为细腻的家伙 一看烟翅侠的样子 就知道不好惹 所以迅速转身 让开了 来到里面 店小二迎上来 客官 吃点什么 你们这里有肉吗 有有 我们这里鸡鸭鱼都有 今天早上 还刚宰杀了一头牛 店小二连忙到 烧鸡给我来十只 牛肉切上三十斤 我打包带走 剩下的都赏给你了 说着 一定二十两的银子 扔给了店小二 所谓见钱眼开 这店小二便是如此 一看到这银元宝 嘴角都快给到厚子豪牙了 客官 您现在这边坐一下 我马上去给您准备 拿出毛巾 勤快地擦了擦凳子 让烟翅侠坐下 而后又拿过茶壶 给他沏了壶茶后 才急匆匆地跑向后厨 感受到旁边 几道隐晦的贪婪光芒 烟翅侠一高人胆大 也未在意 有钱能使鬼推磨 店小二的动作很快 十只烧鸡 外加三十斤牛肉 足足装了一大包 烟翅侠接过来背在肩上 卖不出了饭馆 便别了一下方向 直朝县城外的群山中走去 刚刚催动丹田内的青铜镜幻影 那里有几股带着怨煞之气的湿气 虽然不甚浓郁 但若不出去的话 对不普通人总是一个威胁 一来到街上 烟翅侠便察觉到了 跟在身后的几个小尾巴 不过他们不来招惹自己 烟翅侠也不想自找麻烦 一路出了县城 没见几人动手 烟翅侠迈开大步 拿着买来的熟食 直朝山中走去 第零四零一章 兰若四 几人只是跟着 并未冲上去拦住烟翅侠 看着他进山后 又跟了一段 但在一条荒僻的山道口停了下来 上去就是兰若四 还跟吗 跟个屁 那鬼地方 只要进去 就没有活着出来的 老子可不想去做鬼 要是老大责怪的话 老大责怪顶多就打一顿板子 进去兰若四 命可就没了 认可地点了点头后 两人畏惧地看了一眼 朝着山顶延伸的道路后 转身招来路跑去 等两人走远后 烟翅侠从一棵高大的槐树上 跳了下来 从两人背影中收回目光后 开着向上延伸的山道 兰若四 某家倒是要见识见识 原本就喜欢仗见天下 打抱不平的他 在得到太上拔罪 斩妖护身咒后 对斩妖除魔 积累功德的事 更热心了 脚步移动 瞬间远去数十米 沿着荒凉破败的山道向前 约莫数百米后 绕过一块巨石 眼前豁然开朗 一块大石瓶上 巍峨的山寺映入眼帘 四门高大 足有三丈 通体山石铺成的宽阔台阶 足有三十六级 爬上去便是珠红色 一大二小 三扇四门 正中间的四门上方 一个硕大的匾额 上书 兰若四三字 虽然年久失修 在风雨波时下 四门处墙皮脱落 四门倒塌 但依然可以看出 这兰若四鼎盛时 必是一方鼎盛所在 时机而上 穿过山门便是佛寺中常见的三门殿 殿内供奉两座大理金刚巷 此刻 兰若寺内的金刚 像因为年久失修的缘故 一座倒塌 一座掉了脑袋 左右神龛也斑驳不堪 朱网遍布 大殿角落里堆满了兽类的粪便 污浊不堪 燕翅侠略作大量 便从旁边过道来到后面 穿过遍布污水的放生池 穿过石缝中 长满杂草 地上遍布落叶的院子 迈入大雄宝殿 作为佛寺中最辉煌的殿堂 大雄宝殿内供奉着三尊佛像 中间的毗卢遮纳佛 左边的卢舍纳佛 以及右边的释迦牟尼佛 三佛同殿 正应了佛家三身佛的理念 中间的毗卢遮纳佛 唯为法身 左边为报身 右边为硬身 对于佛门 燕翅侠了解并不多 出身到门的他 对佛门的东西 也不怎么感冒 弹指间 一缕剑气 把藏在大雄宝殿中的 两巨型尸斩杀 刚要退出去 脚步突然停了下来 咦 这主尊佛像中 好像有东西 为了避免错漏妖魔 他一直催动丹田中 青铜镜幻影 加持牧力 虽然只是幻影 破坏存真的能力 比不上徐军明 丹田中的青铜镜本尊 但这么近的距离 却也能看破虚实 飞山上 落入供桌上 仰头看着足有一丈多高的 毗卢遮纳佛像 虽然浮道两家分处不同源流 但破坏人家今生的事情 也不是正到所为 燕翅侠略作考虑 便把胡天灵符拿了出来 法力催动 一个海碗大小的空间通道 出现在胸前伸手一招 藏在佛像肚中的盒子 顺着通道飞入掌中 把表面的油纸解开 露出里面的乌木盒子 这盒子的制作极为精美 表面浮雕式 释迦牟尼结佳而作 周围环绕 一百零八尊僧侣 整体好似一幅佛祖说法图 好玄妙的法宝 居然能隔绝神识 燕翅侠用神识查看 但这盒子 仿佛不存在一般 根本看不到 如果不是青铜镜 幻影极为玄妙 这盒子也不会落到他手里 左右方看后 除了浮雕的佛祖说法图 并无其他图案 盒子中间的金扣 并未上锁 燕翅侠打开后 伴随着淡淡的弹香气 两样东西呈现在他的面前 一样是金丝穿在一起 总计十二片碑叶金 一样是成人八掌大小 黄玉制作的小盒子 小盒子上并无图案 打开后 黄色的玉托上 放着一粒形状不规则 灰白色的珠子 感受着珠子内 浩如烟海的佛力 这应该就是 师父曾经说过的 佛家设例子了 如此浑厚的佛力 也不知道 凝炼这舍利子的佛陀 生前达到了何等境界 微微摇了摇头 拿起背叶佛经 神识浸润 小品般若波罗密多心经 烟尺侠虽然愤数到门 但也知道 般若波罗密多心经 乃是佛家的根本经 大成佛教 诸多经义之总纲 跟世俗中流传的 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不同 这本小品般若波罗密多心经 要更详细 除了佛教经义 还有佛门修炼之法 好奇之下 烟尺侠方看一遍后 脸上露出震惊 仙道之上的修炼法门 这小品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中 赫然存在仙道之上的修炼之法 不过佛门的境界 称谓不同于道门 他们把天仙叫做罗汉 把真仙叫做尊者 把玄仙叫做菩萨 把经仙叫做佛陀 小品般若波罗密多心经 可以修炼到尊者境界 也就是真仙 若是没入徐军名门下 得到这小品般若波罗密多心经 说不定他还会修炼一番 但现在 浏览完后便收入囊中 闲暇时拿出来 参悟一二 汲取避之营养 攻击自己的剑道修行 才是正途 处理了这二五 最后这乌木盒子 烟斥侠也收了起来 能够隔绝神识窥探 很显然内中的静置非同寻常 自己不善正道 可以拿回去给师父参悟 一来就得了几件宝贝 燕赤侠瞬间把兰若四 当成了自己的伏地 大修一挥 折个屁尘咒 清理了大雄宝殿中的尘土 粪便后 便准备在这里修行一段时间 以他自己练就的五毒酒 再加上徐军名给的三黄丹 不出一年 便可以精进到金丹九重 夕阳落下 夜色逐渐浓郁起来 盘坐在大雄宝殿内的烟斥侠 陡然睁开双目 犀利的目光 浮空三尺 如同两个小探照灯 他怎么来了 此刻山道上 一个身穿就长衫的年轻书生 正小心翼翼地提着手里的灯笼 朝蓝若四走来 绕过大石头 看着面前荒僻的山寺 蓝若四 终于到了 找到了落脚地 书生脸上露出高兴的笑容 连忙时节而上 走进三门殿 三门殿荒僻 四面漏风不说 屋顶也到了半拉 实在没法助人 书生小心翼翼地 绕过大堆的垃圾 来到了寺中 看到巍峨的大雄宝殿 好似保存的比较完整的样子 便迈步走了过去 这里好干净 刚进来 便看到了整洁的地面 虽然斑驳 却毫无灰尘的三身佛像 书生 大晚上的不睡觉 乱跑什么 啊 哎哟 骤然听到声音 书生吓得大叫一声 登登登 向后连退几步 撞上旗席高的门栏上 差点摔出去 燕赤霞一个闪身 右手伸出 拖住他的后背 书生 胆子这么小 还敢晚上来这山野之地 注意到燕赤霞的面容 书生脸上露出高兴之色 大霞 原来是你啊 站直身体 整理了一下衣服后 一衣到底 小生宁采尘 今日午间 多谢大霞仗义出手 否则 小生非被那些无耻之徒 摔死不可 燕赤霞摆了摆手 举手之劳 不必客气 脉步进入大雄宝殿 宁采尘连忙跟了上去 在这鬼地方 好不容易碰到一个活人 当然要跟着 燕赤霞猛然转身 宁采尘无备 差点撞上 大霞 别叫大霞 某家不是什么大霞 还有 别像狗一样跟着我 大殿中这么多地方 自己找地去 看他神色凶狠 宁采尘打了个寒战 连忙躲到一边 燕赤霞出师前 便是杀人众多的衙门捕快 拜徐军名为师后 虽然时间不算长 但死在他手中的妖魔鬼怪 也有上百 积累下来的杀气 极为浑厚 再加上他本身修炼剑道 举手投足间 满身的锋锐之气 可不是宁采尘 这四肢不勤的书生 能够抵挡 害退了宁采尘 燕赤霞回到自己找来的 蒲团上盘坐下来 咕噜 响亮的杜鸣 让宁采尘脸上露出一丝尴尬 连忙放下背后的竹框 从中拿出半个满头 就这清水吃了起来 燕赤霞催动丹田青铜镜幻影 朝宁采尘一看 其人并非妖魔幻化 而且在其头顶 还有一团淡黄色的云气 以及一条赤色气息 盘旋在淡黄色云气之上 没想到 此人还有如此浓厚的功德 乌 露气浑厚 将来可以可以复甲一方 燕赤霞本不善于变气 但有青铜镜幻影辅助后 一切都变得简单了 宁采尘 燕赤霞随手一挥 一个纸团朝宁采尘飞去 后者慌忙接住 触手软绵 还带着浓重的香味 包开上面的马指 一只烤的金黄 相继扑鼻的烧鸡 出现在眼前 诱人至极的香味 瞬间浓郁了数倍 口水仿佛开闸的洪水 快速分泌 咕嘟一声 眼中满是渴望的宁采尘 不自觉地咽了一大口口水 大 大侠 这 看你小子顺眼 这烧鸡给你了 第零四零二章 宁采尘 燕赤霞很清楚 一个穷书生 能在这混乱的世道中 积累如此多的功德 并不容易 不 应该说非常不容易 这一点 燕赤霞自己可是深有体会 酒味食肉味 宁采尘口水都快流成河了 但长久以来 养成的品性道德 还在约束着他 这鸡若是我吃了 那大侠 放心 某家还有 烟赤霞拿出一包牛肉 放在膝盖上打开 随手抓了几块 放在嘴里大嚼起来 摘下腰间的酒葫芦 孤独喝了一口后 只觉一股混合血气 灵气 酒气的水流 落入胃部后 快速散开 很快整个身体都变得暖洋洋 痛快 宁采尘看他还有吃的 也不再客气 把手才衣服上蹭了蹭 拽下一个鸡腿 放进嘴里嚼吃起来 他已经有几个月 未曾尝过肉味了 把一包牛肉吃完后 燕赤霞喝着酒 看了眼旁边 狼吞虎咽的宁采尘 书生 你不去考取功名 没事来着山野之地干什么 小生是来着广平县收账的 宁采尘咽下口中的鸡肉 拍了拍胸口厚道 收账 就凭你 宁采尘脸上露出一丝尴尬 小生虽然俐弱 但好歹还算年轻 只要多去几次 总能要出一些来 燕赤霞无语 很显然 宁采尘的要账方法就是缠 天天去 日日去 缠的人受不了了 账多少都能要出一些来 当然 中间也少不了被打 好歹他年轻 身体经得住折腾 看你也是个读书识字的 即便考步中举人 替人代写书信 抄抄经文 当个教书先生 也好过天天挨走 看燕赤霞眼中一副 你是不是脑子有病的眼神 宁采尘低下头 语气低沉 这些账都是先附在世时 嘱咐小生物必要追回的东西 燕赤霞点了点头 这些欠银总计多少 共计314两八钱 这个数字宁采尘 可谓刻在了骨子里 这么说 你家之前还很富裕 这年代 衙门里的县令 月缝也不过三四两银子 当然 这只是明面上 暗地里的搜刮 自然远超过这个数 不过 这也可以看出 再大有一两银子的价值 您家能把300多两银子借出去 那至少有数千两 乃至万两的家底 宁采尘点了点头 我宁采尘远为林林府的富商 家中良田千顷 有万贯家财 平时也乐善好施 周己灵礼 但天有不测风云 三年前的流潮生起义 席卷林林府 我宁家虽然逃了出来 却也家财尽失 我爹娘也死在逃难的路上 等事情平息 我回到林林府 可恨那府尹看我力薄 勾结宁家树枝 侵吞了我家财产 还把我赶了出来 顿了一下 重重地吐了口气后 宁采尘稍稍贫富翻腾的思绪 未免他们迫害 我才以药账之名逃了出来 烟斥侠点了点头 看不出来 你的经历还如此曲折 顿了一下 你没想过夺回田产 自朝市的一笑后 林林府福音乃汉平省 按查室的七旧 沆瀉遗弃 求告无门 我虽有真才识学 但那福音早就把我的考级取消 科举之路也断了 夺回田产 是不敢想了 我只打算把这三百两银子 要出一些来 将来换个地方 重新过火 烟斥侠看了他一眼 虽然宁采尘的想法 显得很懦弱 却也是现在最理智 也是最明智的选择 天下脏官何其多 烟斥侠叹了口气 当初 如果不是目睹了官场黑暗 他也不会蒙生出世之念 而是选择加入玄境司 宁采尘刚要附和着点头 突然一阵阴冷的进风 从门外刮了进来 烟斥侠脸色顿变 鬼气 你留在这里 不要乱跑 宁采尘看他神色凝重 刚要开口问 但烟斥侠 已经闪电般飞了出去 催动顿光追着鬼气 来到兰若寺后面 突然一个树杖大小的鬼肘 突兀地从半空拍了下来 天地无极 乾坤戒法 掌心献出一个金色的太极图案 台掌一拍 狂澜突进的天地之力 瞬间撞碎了鬼肘 一个身穿红裙的身影 倒飞十几张 落在一株松树的树梢上 烟斥侠一见心惊 怨鬼 怨鬼是金丹级的鬼类 实力强大 倒是哥哥 一上来就打打杀杀 也太不知连仙戏语了吧 红衣女鬼一脸妖媚道 虽然在地神门的幻境里 燕赤侠也曾娶妻生子 但真正的她 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鲁男子 对男欢女爱之事绝缘 听完这句话 脸上历时露出嫌恶之色 某家就算娶妻 也不娶你这样丑陋的女人 一句话 瞬间让那女鬼大怒 女人做了鬼 最烦的也是人家说她冒丑 你该死 你这鬼类 更应该早去轮回 轩缘剑 出鞘 枪伴随着轻悦的剑鸣 曾经的灵珠剑 现在的轩缘剑 带着璀璨的剑光 从背后剑匣中飞出 天龙剑士 长剑光芒暴涨 犀利的剑气化作长虹 急如闪电 飞入朝那女鬼斩去 女鬼脸色一变 鬼气催动下 腰间红愁 瞬间迎了上去 看得出 这也是一件鬼气 不过在轩缘剑下 很快化作碎片 剑气锋利无匹 带着斩妖除魔的煞气 以及纯粹无比的剑意 淹没了女鬼 啊 凄厉的惨叫响起 很快一道暗淡之急的鬼气 没入地下不见 臭道士 姥姥不会放过你的 想跑 催动丹田内 青铜镜幻影 烟斥侠催动轩缘剑 飞龙剑士 犀利之急的剑气化作柔软的长鞭 直朝地下飞去 痴痴 土石破碎 在犀利的剑气下化为积粉 不好 燕赤侠脸色一变 催动顿光 瞬间非常高空 轰隆 大地颤动 数十根粗大的树根 从地下飞出 如同巨蟒一般 腾空而起 朝它缠绕过来 朱雀剑士 轩缘剑瞬间化为上百把 随着燕赤侠剑指 仿佛从天而降的陨石 闪电般朝那些树根斩去 树根虽坚韧无比 但轩缘剑却是八道宝镜的法宝 双方一碰 水缸粗细的树根瞬间被切断 轰的一声 树根落地后 大地震战 碎时 泥土化作巨大的沙尘暴 断裂的树根如同蛇一般剧烈扭动 看得人头皮发麻 臭道是 你敢伤我 不男不女的声音 从地下传出 紧跟着兰若四后山的松树林中 大大小小的树根铺天盖地地 从地下喷涌出来 那惊人的气势 看得燕赤霞神色兴奋 没错 就是兴奋 他出师以来 还是第一次碰到原因期的妖魔 终于可以放开手脚打一场了 背后的轩缘剑 也仿佛察觉到了他的情绪 嗡嗡震战 剑民之声越发地剧烈 燕赤霞体内法力滚滚而出 朱雀剑是 轩缘剑一画二 二画四眨眼间便铺满了天空 威势之强 远超值钱 老妖怪 看我法剑 铺天盖地的飞剑直朝树根营去 双方一碰 无数飞剑涅滅 也有无数的树根断裂 坠落下来 突然 一道乌光比闪电还急 隐蔽而快速地穿透 断根和法剑 直朝燕赤霞胸口插了过来 事出突然 再加上速度又快 燕赤霞来不及收回轩缘剑 不过有徐军铭这样的师尊 自然不愁美宝贝护身 催动胡天灵符 身体瞬间挪一石杖 轻松地躲了过去 看着几张外 气息强横的乌黑色树根 明显跟周围那些粗大的树根不同 一催胡天灵符 空间斩 这是徐军铭把胡天道法 领悟到紫色根本符阶段后 领悟而出的道法 也是目前他胡天道法中 唯一的攻击类道法 在给燕赤霞的胡天灵符中 蕴含了这种应用 在燕赤霞心念催动下 一道长三丈的漆黑裂缝 从这乌黑色树根上迅速划过 毫无悬念 在强悍的空间道法下 坚硬程度堪比圆满法宝的黑色树根 瞬间断裂 啊 凄厉的痛吼 瞬间响起 臭道神 你给我等着 乌黑色树根 连带那些正在跟轩辕剑争斗的树根 很快缩回地下 燕赤霞站在半空 催动丹田内青铜镜幻影 朝地下看去 目光深入一里后 便无法继续 到底只是徐军铭青铜镜的一个幻影 而非本体 青铜镜去换存真的能力 在燕赤霞这里 只有一里 当然 若是用千里眼神通 倒是可以在青铜镜辅助下 看得更远 但却无法穿透土地 摇了摇头 伸手一招 一根长六尺 成人大腿粗 纹里深邃的木桩 落入手中 好生浑厚的乙木之气 很快眉头又皱了起来 这乙木之气中 还包含着浓郁之极的鬼气 真是可惜 否则 凭这乙木之气的浑厚 完全可以祭练一件顶级的法宝 收入剑炉 拿回去给师父看看吧 他老人家 可是大名鼎鼎的将生 也许有办法剥离其中的鬼气 简单看了一眼下面的战场 催动顿光朝前面的兰若四飞去 第零四零三章 聂小倩 刚进大雄宝殿 宁采臣就迎上来了 大侠 你回来了 烟赤侠脸色微变 一把抓过宁采臣 你身上怎么有鬼气 什么鬼气 宁采臣目光有几分躲闪 久经江湖 更在天神门诸多幻境中立练过的烟赤侠 很容易便猜到了宁采臣的心思 宁小子 妖怪鬼魅惯以法术迷惑世人 一旦沉入其中 必被他们杀害 你可不要自握 连忙躲开烟赤侠逼人的眼神 大侠误会了 小子一直在这大殿中 有诸多神佛保佑 并未遇到鬼类 看他不死心 烟赤侠也懒得再说 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 你好自为之吧 丢开他 烟赤侠自走到一边恢复法力 宁采臣脑海中 不由想起了之前 那身穿白衣 倾国倾城 自称小倩的美丽女子 美妙的情声 曼妙的身姿 婉转的歌喉 一时间不由有些吃了 看他这副样子 烟赤侠冷哼一声 凡夫俗子 果然逃不过声色 全马的诱惑 转瞬便闭上了双目 此时 兰若寺地下 深进千丈处 有着一个广有 数百亩的巨大洞穴 洞穴中央 一株粗油百人核爆 树棺直达山顶的 巨大槐树 横生其中 这槐树虽巨大 但树棺中 却没有多少枝叶 坚韧的枝干扭曲在一起 看上去极为诡异 有黑色的树身上 长满了大大小小的结巴 凹凸不平的样子 仿佛一张张扭曲的人脸 树皮之间的缝隙中 隐隐透着红芒 仿佛里面不是树干 而是流淌的鲜血 粗大的树干下 广阔的洞穴中全部被白骨填满 累累白骨既有人骨也有瘦骨 在粗大的树根搅拌下 如同白色的海洋一般 在这巨大的洞穴周边 还有蜂窝一般连通外界的小洞穴 其中南侧的一个洞穴最为广大 其中雕琢出实质的宫格 透出几分妖异的华丽 在这座座宫格中 中间的一座最为华丽 炎牙高拙 狼亭玉柱 倒是不比皇宫内院逊色 在这宫格正中上手 坐着一位身穿黑色大厂 头戴高官 手持纠杖的浓眉老妇 端坐在一张雕龙刻缝的宽大石椅上 这老妇纯如染血 目射煞光 两腮无肉 仿佛无言磨磨 更胜过夜叉 此刻正满面怒气 在其左右 各势力四尊顶盔冠甲 手持刀斧 仿佛凡俗中军将的护卫 看他们身上浓郁之极的尸气 便知道不是人类 石椅下手 在越过几级台阶 大殿正中 站着几十个身穿不同服饰 样貌美丽的女子 尤其最前面 分别穿红 白 紫三色服饰的女子 容貌 气质最佳 而三人中 又以白衣女子为罪 可可 老了 要不是小倩失手 那书生的精血 早就被姥姥得到了 红衣女子 咳嗽了几声 气息虚浮的她 看向旁边白衣女子的目光中 透着恨意 白衣女子 也就是聂小倩 连忙攻身失礼 姥姥 小倩本能得手 但那臭道是 在那书生身上下了咒 小倩破解后 还没来得及 吸去精血 那臭道是便回来了 故而未曾得手 还请姥姥明察 红衣女子 被烟斥侠的轩辕剑 差点打得鬼体破碎 元气大伤 对比神气完足的 聂小倩 自然心中不平 再加上平时 两人就不对付 这回当然要落井下石 姥姥 这一定是小倩的托词 还请姥姥明察 紫衣女子连忙上前 姥姥 过去多年来 小倩一直兢兢业业 为姥姥搜集精血 从未有过懈怠 这次当然也不会 姥姥 好了 高座在上手的老夫 立贺一声 打断三人的争论后 缓缓起身 姥姥我修炼魔法 现如今到了紧要关头 需要童男子的精血 辅助修炼 那书生乃是九世童男 他的精血 蕴含浑厚的先天纯阳之气 若是拿来让姥姥我服下 他一个便胜过千百个 说到此处 老夫神色变得激动起来 突然脸色微变 咳嗽了几声 可恶的臭倒是 他被烟斥侠的空间斩 斩伤了本身要害 受了轻伤 姥姥 你没事吧 赤衣女子连忙道 老夫摆了白手后 走下台阶 来到白衣女子面前 左手抬起 黑褐色的粗厚手掌 混不似人手 这手掌缓缓在聂小倩 敷如宁芝的美丽脸蛋上 轻轻划过 然后落到她的右肩 小倩 你知道的 这些年 姥姥最宠爱的就是你 聂小倩 身之面前之人 喜怒无常 杀戮成性 连忙躬身失礼 小倩身受姥姥大恩 敏感五内 愿为姥姥大忌 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哈哈 很好 拍了拍她的肩膀后 那书生的精血 姥姥就靠你了 是 哎呦 赴月池的痛呼声响起 不准东张西望 赴月池 揉了揉屁股 气嘟嘟地看了眼 旁边手拿戒齿的冷面中年人 在对方把戒齿竖起来 坐视欲打后 小脸一变 连忙转头看向桌上的符纸 半年了 她的修为 早就跟姐姐一样 迈入先天 不过 比起开始只学大道权的时候 现在修为高了 反而要学的东西 更多了 画符就是其中之一 每日都要面对这些 看着令人头疼 复杂无比的诗文 赴月池就心里难受 也不知道 姐姐怎么那么喜欢画这些东西 看着旁边神情专注的傅清风 傅月池心底叹了口气 开始摒弃凝神 继续画符 她已经逃了无数次 但总也逃不出 那可恶师父的魔掌 时间久了 也认命了 旁边不远处柳树下 躺在堂椅上的徐军明 没去管自己的两个小徒孙 此刻的她手里 正捧着一幅被夜经 静静参悟 好玄妙的小品般若 波罗蜜多心经 比起从黑山老妖那里 得来的赤油三盘经 和天魔白骨真经 倒也不逊色 这三部经书 是她手中围三社级仙道之上 修行法门的真经 三部同参 倒也让她悟出了 自己编转的圆阳真经 仙道之上的修行法门 不过参考太少 比起玄门正宗 底蕴还是差了一些 不过 她也不着急 以后总有机会 得到更多的仙道修行法门 收起被夜经 想起燕赤霞的境遇 命运还真是神奇 居然真让她碰到了 宁采成和聂小倩 出于前世的原因 她对着二人还挺好奇 没有了黑山老妖 以燕赤霞的本事 拿下那槐树妖应该不难 摸了摸下巴 左手一挥 一个黑色的大洞出现在身前 随着她对胡天道法领悟 越来越精深 开启空间通道 也越来越容易了 一个一身黑袍的人影 从她袖中飞出 没入空间通道消失不见 突然徐军明心中一动 起身来到后院 这里有一座荷花亭 迈步而上后 只觉催动后 灵光战战 随着巨量的灵气被吞入 一座跨越数万里的空间通道 被打开 脚步迈入 下一刻便来到了 帝皇山洞天跨界 传送阵所在之处 简单感受了一下 洞天中的变化 脚步一脉 来到了朱雀风黄卵所在 此刻 黄卵吞吐的灵气朝夕 已经极为浩瀚 一起一落 都有海潮一般的灵气 从冥冥中滚滚来 师尊 感受到徐军明的到来 黄卵中一股强悍的神石 散发出来 你清醒了 是 何时才能出事 弟子也不知道 不过估计还要很久 徐军明点了点头 炼化一道 先天太史寒冰气 并不容易 我已经带你收下了 傅云的两个女儿 她们的资质都极为不俗 既能偿还因果 也能传承你的一波 让师尊费心了 摆了摆手 闲来无事 教导一下 她们本 也是一件趋势 随手一指 一道灵光 没入黄乱 这是我改良而来的 三师秘书 若是你想提前出来的话 可休息一二 是 第零四零四章 鸡斗怀树妖 一转眼 烟斥侠 已经在兰若四处了 快半个月 半个月来 她跟那树妖斗了十几场 凭借手中众多法宝 始终维持在平局 双方谁也奈何不了谁 难得碰到一个这么好的对手 烟斥侠也不着急铲除她 反而借机磨练自己的剑道 而且 激烈的斗法 促进了灵药的吸收 比起单纯的打坐修炼 法力精进的更快 咕嘟一口五毒酒下毒 燕赤侠脸上露出享受之色 把烤得金黄的熊肉 扯下一块 塞进嘴里 酒香混合着肉香 格外的诱人 看着那边 直咽口水的宁采臣 燕赤侠随手一扔 啃了半截的熊掌 飞了过去 宁采臣荒不迭地接住 多谢燕大侠 看着她狼吞虎咽的样子 燕赤侠摇了摇头 此人沉迷女鬼的美色 难以自拔 她连续几次劝她下山逃命 都被此人置于脑后 到了现在 她也懒得再飞口舌 吃喝完毕后 燕赤侠飞到寺院中练剑 一直练到日头西下 夜色笼罩大地 驾鱼顿光飞到 拦若四后山 剑指一滑 无尽的剑光 如同雨点般飞落大地 雷鸣般的爆炸声响起 老鼠妖 出来跟你燕爷爷大战三百回合 一个不男不女的声音 从地下响起 燕赤侠 你这臭道士 姥姥必要给你一个好看 听着气急败坏的声音 燕赤侠哈哈大笑 就你这缩头乌龟的样子 也配当燕爷爷的对手 我看 还是早点束手就擒 给你家爷爷我磕上几个响头 爷爷我心情一好 说不到 还放你一条生路 说完后 大地之上静悄悄的 并无那老妖的树根窜上来 燕赤侠眉头一皱 这老妖 什么时候改了性子 过去 那老树妖不出来的时候 他只要激将一番 保准让这老妖怪气的发疯 跑出来跟他大战一场 但现在 燕赤侠一摧轩辕剑 犀利的剑气 把兰若四后山地下斩了一遍 而后又问候了一下 老树妖的祖宗八倍 结果这老妖怪毫无动静 折腾一番 没什么结果的燕赤侠 心中微沉 回到大雄宝殿 感受到其中浓郁的鬼气 心头怒气顿声 妖念 居然敢欺上门来 看见 燕大侠 手下留情 看着那挡在前面的身影 燕赤侠剑指一顿 法力孩儿不露 怒气阴眉 你小子 你疯了 他是鬼 而且是修炼百年练就的怨鬼 我知道 小千是鬼 但他从来没杀过好人 宁采臣双臂张开 虽然被三尺长的轩辕剑 顶住脑袋 但仍然固执地护住身后 那看似娇弱的白色身影 放你的屁 你肉眼凡胎看不清楚 但某家却看得明白 这女鬼身上的怨气之盛 几乎凝成滑盖 由此可知 不知有多少人死在她的手中 也就你这样的傻蛋 才认为她是什么好鬼 不 小倩本是官患之后 她是入狱山贼 被凌辱致死 所以才对好色之徒格外痛恨 从来只杀那些 经不住美色诱惑的浪荡子 未曾杀过好人 燕赤侠气笑了 若是经不住美色诱惑就该死 那天下九成九的男人都要死 而且若是什么时候 只要有个合适的理由 就能杀人的话 那还要律法干嘛 燕大侠 聂小倩自知罪孽深重 虽死难熟 但我与采臣是真心相爱 绝不存半点加害之心 还望燕大侠明察 哼 人鬼殊途 即便你说的是真的 你们也成不了夫妻 做不了鸳鸯 而且鬼类本就是怨 憎气 煞气凝结 修行之事 尚且不敢接近 更何况一个凡人 你跟他在一起 不出半年 这傻小子 必定阳气大帅而亡 我愿意 只要跟小倩在一起 哪怕只有一天 我也愿意 宁采臣大声说完后 转过头 握住了聂小倩的双手 采臣 看这一人一鬼 深情款款的样子 燕赤侠 心里憋着一股火 却发泄不出来 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 懒得管你们 身形一纵 直上青云 本打算躲个清静 但莫名的警罩 袭上心头 修道人的灵爵 敏锐无比 烟赤侠催动 丹田青铜镜 幻影四下查看 当看到 大雄宝殿内清醒时 灯时急怒起来 老妖 耳敢 飞身直下 大殿内宁采臣 和聂小倩相对而立 后者脸上的 款款深情 早就消失不见 带之而起的 则是满脸的凶狠和嗜血 千千束手 更是穿透了 宁采臣的胸口 把她的心脏 摘了下来 看着急匆匆飞来的 燕赤侠 聂小倩口中 不男不女的声音响起 嘿嘿 燕赤侠 姥姥 我谋划了半个月 终究是齐高一招 看到聂小倩 头顶闪烁的浮路 燕赤侠脸色难看 傀儡服 你倒是有眼力 不过 迟了 拖着宁采臣的心脏 操控聂小倩 瞬间没入地下 燕赤侠怒发冲关 这老叔腰本个月来 从未踏进寺院一步 原以为 是这寺院中 有什么东西镇着她 现在才发现 根本就是这妖怪部的一个局 最后把她给耍了 虽然她对宁采臣 优柔寡断的性子 很是看不上眼 但一个身具功德的人 死在自己面前 还是让她心中怒气冲天 尽管不会遁地数 但她还有胡天灵符 追着那老妖的气息 植入地底 很快便深入数百丈 来到了那硕大的地下洞穴 看着那庞然树关下 仿佛海洋一般的人寿海骨 燕赤侠 仿佛听到了亡灵的哀嚎 淒淒惨 直入心底 震惊之余 一股无名怒火 从心中直冲天灵 老妖怪 今日某家必给你 来个断根 枪 轩辕剑出鞘 燕赤侠捏手成剑指 浩瀚的剑气冲天起 白虎见势 近百丈之巨的轩辕剑 仿佛晴天俱著 直朝屹立在白骨海洋中的 巨大槐树斩去 哈哈 燕赤侠 姥姥 我不过是为了今日布局 才洋装跟你打个平手 如今 九世同南的精血已经拿到 只要吸收炼化 姥姥我的腰单 便可炼去杂志 更进一步 为进阶元神境界 积累足够的根基 你若是石像 便早早退去 否则 今日姥姥也把你包皮抽筋 吸干你的精血 让你也化作这累累白骨 永生永世不得超生 老药 今日某家非要斩了你不可 哼 明完不灵 看我神通 巨大的槐树树关内 无数乌黑色的藤条 扭曲如蛇 铺天盖地的 昭燕赤侠的轩辕剑迎来 这乌黑色的藤条 跟他第一次跟树妖对敌时 用胡天灵符斩断的那个相似 但上次只有一根 这次却有无数 哼 惊天动地的暴鸣响起 燕赤侠的轩辕剑 虽然犀利 但这些乌黑色的藤条 不仅坚韧无比 而且数量重多 他能斩断几百根 但却斩不断几千根 哼 燕赤侠 这次你插翅难逃 千万根粗大的树根 从四面八方笼罩过来 那密集的阵势 仿佛翻滚的乌黑色大浪 燕赤侠深吸了口气 心中一动 一只网口大小 仿佛上等轻玉雕琢而成的蝴蝶 从袖口中飞出 轻玉 准备合体 轻玉蝴蝶灵光闪烁 仿佛在硬核 燕赤侠双手指觉变幻 统玉万兽 真灵合体 变变变 一人一叠 光芒大放 很快融合为一体 燕赤侠背后 长出一对五尺长的蝴蝶翅膀 本身的法力浑厚了数倍 这是他参悟 徐军明给的统玉万兽 本源真经 在丹田内青铜镜幻影帮助下 他对此经的修炼 仅次于剑道 以气玉剑 青龙剑士 轻玉剑光滑万道 剑气暴涨 在充足的法力催动下 轻玉剑蝶本身的先天剑气 配合轩原剑上品法宝的威力 一瞬间爆发的威力 堪称惊天动地 眨眼间 璀璨的剑光 仿佛东升而起的大日 照亮了整个地下空间 浩瀚的剑气 凝炼成千丈巨剑 凌空斩下 轰轰轰 无穷无尽的乌黑色树根 凝结成密集的大网 死死笼罩周身 飞凤剑士 白虎剑士 天龙剑士 毫无保留的施展轩辕九剑 一浪浪的剑气 如同大潮一般 铺天盖地的 朝树腰本体斩去 树根 乌黑色的藤条 不断被斩断 白骨海洋掀起大浪 山洞内生如雷震 大块的巨石 被强横的剑气和爆炸的气径 震碎 斩落下来 一番对决下来 槐树腰巨大的树关 缩小了一大半 近百丈粗的树身 歪歪斜斜 一道倾斜的剑痕 几乎把它从上到下 斩做两段 烟斥侠此刻 拄着轩辕剑 勉强站在一块 从洞顶坠落下来的巨石上 看它脸色苍白 气喘吁吁的样子 显然也并不轻松 可可 呵呵 烟斥侠 你果然厉害 区区金丹九重 便能够跟近乎原因圆满的我 打成这样 若是再等几年 你修为更进一步的话 说不得 姥姥 我还真不是你的对手 但现在 你给我去死吧 树腰催动 剩下所有的藤蔓和树根 千百条 一起喷涌过来 烟斥侠看在眼里 有心对敌 但丹田内却空空如也 不过身为徐军明的弟子 他当然还有保命的手段 咬了咬牙 刚要动手 一只宽厚的手掌 从背后伸出 按住了他的肩头 心中一惊 刚要拔剑后盏 但感受到那熟悉的气息后 一下子松弛下来 转过身 看到站在身后的身影 严斥侠恭敬道 师父 徐军明虽是借助 上司徒的傀儡身而来 但灵魂气息却是他自己 严斥侠知道自己师父 经上傀儡道 上次中州成拜师时 又见过他那尊管 红血傀儡身 当然不会认错 微笑着拍了拍 他的肩头后 徐军明掌中 灵光一闪 一面破破烂烂的黑帆出现 抓住灵帆一晃 请客间乾坤摇动 灵光暴涨 滚滚的玄冥之气 冲涩了整座山洞 前后不过片刻 山洞内的树妖 白骨 鬼魅 千年积攒的晦涩之气 被一扫而空 烟斥侠看着周围的一切 神情有些恍惚 如果不是之前亲身经历 任何人也想不到 这座看起来没有丝毫阴气的地方 刚刚还识一尊 原音妖魔的老巢 第零四零五章 三十万善功 看到那强大的树妖 连带累累古海 仿佛艳阳下的积雪 快速消失在黑色玄冥气笼罩之下 烟斥侠虽然早就知道 自己师尊实力惊人 但这种碾压式的胜利 仍然令他有些瞠目结舌 看着自己师父手里 长不过七尺 宽约三尺三寸 通体玄黑色 遍布大大小小破洞 缝隙的黑色长帆 师父 这是何等宝贝 居然如此强大 徐军民看了看手中的黑帆 吞噬了此地积累千年的白骨精气 以及那头树腰 让黑帆又恢复了不少 不过想要完全修复 仍然任重而道远 此宝名唤优名白骨帆 乃是一件夏品先天领宝 夏品先天领宝 看着他疑惑的样子 徐军民淡淡一笑 天地万物都有先后天之分 法宝也是一样 分数先天的法宝 换作先天领宝 有夏品 中品 上品 和极品之分 而最下品的先天领宝 也比得上一件极品仙气 极品仙气 这幽名白骨帆如此强大 看着他难以置信的样子 徐军民微笑道 先天领宝的威能 确实惊人 不过 此等宝物最珍贵之处 还在于他 可以辅助人物到 烟斥侠若有所思 就跟本门镇派之宝一样 徐军民明白 他说的是自己丹田的青铜镜 考虑一番后 点了点头 现在 虽然他仍然不知道青铜镜的名字 但毫无疑问 这是一件先天领宝 至于是什么级别 以他现在的修为和境界 也猜不出来 但绝对比幽名白骨帆强多了 只可惜 这幽名白骨帆 虽为先天领宝 却早在上古大战中残破 为师到手后 也只是修复少许 到现在 也不过 只能发挥他三四成的威能 殊为可惜 相信 以师父的大神通 定能修复这宝帆 哈哈 这是自然 汉守后 走 我们上去 师父先去休息 弟子把这地穴中的鬼怪余孽 清理一下 免得他们逃出去为祸 不必了 幽名白骨翻下 鬼神不留 此地已经没有妖魔鬼类了 抓住燕赤霞的胳膊 身形一纵 两人瞬间来到了兰若寺的大雄宝殿 看着血流满地 已经死去的宁采臣 燕赤霞 想起两人之前的过往 心中暗叹 虽然这宁采臣 在他心里有幽柔寡断 沉迷于女色等诸多毛病 但为人心的善良 性情坚毅 心性敦厚 也确实难得 师父 此人还有救吗 徐军民点了点头 幸好死去的时间还不久 人还有救 燕赤霞神色一喜 连忙道 师父 此子功德深厚 心底良善 还请师父救他性命 徐军民汗首后 左掌摊开 一个扑腾扑腾 跳动的心脏 出现在掌心 他早已把幽名 白骨翻记链的收发犹心 灭掉那树腰后 却把他拿去的 属于宁采臣的心脏保留下来 法力一催 心脏飞落到宁采臣胸口 伸手一指 一道乳白色的造化法力 紧随其后 肉眼可见 宁采臣肉身吸收了这法力后 胸口位置肉牙飞整 很快便恢复了完整 如果不是衣服上的破口还在 地上的血液依旧鲜红 几乎令人怀疑 先前一幕的真假 徐军铭屈指一谈 一道灵光没入宁采臣眉心 醒来 宁采臣缓缓睁开双目 他不像徐军铭和燕赤霞 即便黑夜 在他们眼里 也亮如白昼 看着周围昏暗的环境 这里就是传说中的 阴曹地府吗 您小子 要不是我师父出手 你这回早就去地府报道了 从黑暗中 突然而来的声音 吓得宁采臣一激烈 不过熟悉的声音 让他心中稍稍松了口气 燕大侠 燕赤霞用了一个简单的照明咒 请客间整间大雄宝殿 变得亮如白咒 宁采臣也看到了 站在燕赤霞身边 覆手而立 神色平静 气度不凡的中年人 想来 这位就是燕大侠的师父了吧 在宁采臣打量徐军铭的时候 他也在审视着 这位在他重生前 跟许仙齐名的大名人 大概中等的个子 皮肤白皙 长相英俊 再加上文质彬彬的气息 以及清澈而又敦厚的目光 难怪能让聂小千这样的女鬼倾心 这副相貌 换到什么时候 都不愁没有女人喜欢 多谢大侠救我性命 宁采臣虽然憨厚 但却不傻 看到周围的情形 感受到体内心脏跳动后 就知道自己没死 再加上之前燕赤侠的话 他很快就知道是谁救了自己 徐军铭微微汗手 起来吧 幸亏你死的时间还短 不然 平道也是回天乏术 不过 宁采臣并未起身 跪在地上 向前挪动了两步后 双手抱拳 目光西异地看着徐军铭 两位大侠 敢问小千姑娘 可跟你们在一起 宁小子 我看你真是背色字迷晕了头 自己刚活过来 就想女人 而且还是一个杀人如麻的女鬼 燕赤侠气道 人生难得一知己 我与小倩两心相知 情投意合 不管她是什么身份 我宁采臣都不会负的 你 伸手拦下 差点被气爆的燕赤侠 徐军铭看着跪在地上 神色坚定的宁采臣 他倒是能理解此人的心思 看他穿着 就知道 平时定然是生活拮据 时常被人鄙视 甚至殴打的穷书生 虽然心底良善 但却生性有些懦弱 或者说自卑 这样的人 骤然碰到一个 长得漂亮 又知书达理 对自己不离不弃的女人 哪怕是女鬼 也肯定不会放弃 聂小倩的魂魄 确实在我手里 先前用幽名白骨 翻灭掉树腰的时候 聂小倩的魂魄 便落到了他手中 至于那傀儡服 在他这位金善此道原因 圆满修士手中 清除起来 轻而易举 宁采臣眼睛一亮 大侠 还请大侠能放过小倩 宁采臣愿意做牛做马 感谢大侠的恩德 徐军明微微摇了摇头 聂小倩虽然身世凄苦 令人怜悯 但他放纵私欲 近百年来 杀戮数千人性命的恶果 也不能因你一句话 就轻轻放过 否则 这天地间 岂不是没有了公道 宁采臣神色一极 膝盖着地 跪着向前爬了几步 直至徐军明脚前三尺 大侠开恩 只要能放过小倩 宁采臣愿做任何事 你真的什么 都愿意做 宁采臣神色坚毅地点了点头 看你对聂小倩情深义重 本尊便法外开恩 过去百年 被聂小倩所害之人 加起来 共计有2918人 每人100件上宫 总共便是 299118件上宫 若是你能在百年内 做完这30万上宫 本尊便饶恕聂小倩的罪念 让其投胎转世 再入轮回 如何 你可愿意 愿意 宁采臣郑重地点了点头 徐军明右手摊开 掌心灵光闪动 一本线装书册 凝聚成形 一行形文字落于纸上 等到灵光收敛后 一本青皮封面 佛经之色的内涵 黑色文字 极为古朴的书籍 出现在徐军明右手 随手一挥 一个身穿白色长裙的美丽女子 从徐军明袖口中飞出 小倩 宁采臣神色瞬间激动起来 采臣 聂小倩落地后 跟宁采臣抱在了一起 等两人激动的情绪 稍稍平复后 徐军明道 聂小倩 按照你所犯罪责 本应该魂飞魄散 永世不得超生 但念你身世凄苦 宁采臣又愿意用百年时间 做下三十万善功 恕你罪孽 故本尊便暂时饶恕你 大袖一挥 聂小倩的鬼体 不由自主地飞起 落入徐军明右手书册中 小倩 宁采臣刚要去抓 但被徐军明法力禁锢 根本动弹不得 聂小倩的魂魄 已被我禁锢在这书册中 上面的文字 你需时时念诵 勤苦参悟 你参悟的越深 念诵的越多 聂小倩身上的戾气 便化解的越多 等你三十万件 善功完成之日 便是功德圆满 聂小倩投胎转世之时 接触宁采臣的禁锢后 随手一挥 书册落入他掌中 仿佛万金不换的质宝 死死被他捧在掌心 多谢大侠玉成 宁采臣感激不尽 徐军明点了点头 随手一挥 一根长七尺 约成人大拇指粗细 黑褐色的木杖 落到他的身前 这木杖 给你做菠草驱蛇 现在就下山吧 大袖一挥 一股狂风飞起 卷起宁采臣 飞出兰若寺 直落山脚 落地后 站稳身体 背起自己的书楼 把装着聂小倩的金书 真而重之地放入怀中 拿起木杖 朝兰若寺所在的位置 拜了三拜后 才迈开大步 朝远处走去 兰若寺上方 看着他远去的背影 燕赤霞转过头 师父 你想收着宁采臣为图 以他的眼力 自然看得出 不管是那金书 还是后面的木杖 都是灵器 而那金书中的内容 更是造化到的总纲 虽然没有修炼之法 但若是悟性高绝之辈 却能从中参悟出修炼法门 徐军明摇了摇头 那您这一番不知事 全当是个考验吧 此子久世同难 先天禀赋极佳 若是能领悟造化 完成三十万件善功 其心性 毅力 无意不是上上之选 到时 让你三师姐收入门下 也能传承他的道路 原来如此 可他若是完不成考验呢 完不成就完不成吧 机会我给他了 自己抓不住 又怪得了谁 如果不是看到 宁采臣身上功德深厚 心地善良 又是自己熟悉之人 机会他都不会变 对了 再有半年 就是龙江水族 龙公群先会的举办之期 你想去的话 随微试一块吧 燕赤霞摆了摆手 这种热闹的事情 我向来不感兴趣 还是师父自己去吧 我接着游离我的江湖 徐军铭点了点头 也罢 有事再联系吧 催动法力 顿光冲天起 很快消失在了天边 燕赤霞出神地看了一挥 收回目光 再看夜色笼罩下的蓝若寺 落下顿光 虽然这里已经没有妖怪 但修为刚刚突破的他 想要借助此地清静 修炼一段时间 然后继续游历 第零四零六章 元神天节 从兰若寺回来后 把教导富家姐妹的事情 暂时交给乔首星后 徐军铭便开始闭关 他的法力 早就到了原因尽圆满 肉身更是如此 又打磨多年 是时候准备肚结了 三个月后 帝黄山洞天 盘西坐在太史洞天阵 雷锋上的徐军铭 缓缓睁开双目 深邃的目光 看向半空 在黄卵从冥冥中 吸取来的灵力支撑下 帝黄山洞天的面积 又增长了很多 此刻纵无望去 显得天高云阔 壮丽之极 九十年了 终于到了 境界元神的时刻 徐军铭心中暗叹 他虽然表面看去 仍旧是一副二十四五岁的年纪 但实际上 已经是年过茂蝶的老家伙了 只是修炼武道神通 肉身强大 所以 人显得年轻而已 微微摇头 收拾心底复杂的思绪 心思空灵 完全放开对自身法力 和气血的压制 轰的一声 刚猛的气血 犹如狼烟一般冲天起 周围数百丈内 如同坠入火炉 浑厚的法力 如同翻滚的海巢 澎湃而起 惊天动地 毫无拘束 释放自己的感觉 令徐军铭心生沉醉 不过 曾经万里无云的地黄山洞天内 却突然间风起云涌 无尽的黑色云气 如同奔马一般 眨眼间便遮蔽了天空 以震雷锋为中心 周围千丈之内 雷云滚滚 闪电迢迢 天地间一片肃杀 修饰渡元神节 分雷节 火节和风节三种 美中又有十二道 雷节刚猛 火节热烈 风节十谷 一道更比一道强 但凡有一道 雷节过不去 便是身死盗消的下场 所以 元神节比元英节 更加难度 这也是元神修饰如此少的主要原因 轰隆 天地间雷霆滚动 倒到雷蛇缠绕起来 卡 孕育了足够雷霆神力的劫雷 直朝盘夕而坐的徐军明打落下来 足有一丈宽 但紫色的雷霆 仿佛一条雷龙 瞬间把徐军明吞入口中 滚滚雷霆 疯狂地撕扯着徐军明的肉身 轻微的疼痛 顺着神经传入心底 他的肉身 早就到了元英境圆满 如今又打磨多年 元神雷节虽强 但第一道 却乃和他不得 雷节过后 无边烈火 从仪仗范围内窜了出来 但紫色的火焰 剧烈燃烧 周围的空气都扭曲起来 近千度的高温 只欲把徐军明烧化 不过跟雷节一样 第一道火节 对他的威胁算不上大 火节之后 十股阴风从顶门刮入 筋骨 筋脉 五脏六腑 被这阴风一吹 仿佛无数小刀划过 好在徐军明修炼的盘黄真经 断体之术 乃是集合众家之常 不仅是筋骨血脉 五脏六腑也一样 尖如金刚 很快便扛过了十股阴风 第一道过去中间 停了不过十几个刹那 第二道同样淡紫色 但宽达三丈的劫雷 又紧跟着打落下来 威力提升数倍的劫雷 仍然奈何不得徐军明 耗费无数资源 锻炼出来的肉身法体 烈火 阴风也一样如此 第三道天节 已经达到了六丈 第四道天节是九丈 第五道天节 已经达到了十二丈 第六道天节 达到了十五丈 第七道天节 达到了十八丈 当然 第七道荣经烈火 和十股阴风 也一样如此 威力比第一道十 强大了十八倍 徐军明凭借自己锻炼多年 强横无比的肉身 生生抗到第七道劫雷结束 这二十一道雷 火 风节 就仿佛天地间最精美的断锤 一点点的把徐军明 肉身中多余的杂质给断打出来 让他的肉身更强大 让他的法力更精准 第八道劫雷 已经达到了二十一丈 浩荡的淡紫色雷霆 仿佛天神手中的锯刀轰然打落下来 已然测试出身体极限的他 当然不想再硬炕 伸手一指 一面雷霆缠绕 大如山月的苍青色锯骨 光芒闪耀 瞬间把打落的雷霆吞了进去 很快又是无尽烈火来烧 从徐军明周身365处大学中 飞出365粒黄粮米 光芒一闪 所有的火焰都被吞噬 十股阴风从顶门入 一座古铜色的神炉 从丹田飞入尼丸宫 十二朵莲花打开 强横的犀利爆发 把所有的阴风一鼓脑吞了进去 天雷谷 一梦黄粮 天宫神炉 三件他苦心祭练多年的灵宝 不负他的期望 很快把第八道天节 第九道天节达到了二十四丈 第十道天节达到了二十七丈 第十一道天节达到了三十丈 等到天雷谷 一梦黄粮和天宫神炉 把第十一道天节吞吸后 一股沉甸甸的压力 压在徐军明心头 他瞬间明白 自己这三班灵宝已经到极限了 如果不炼化其中的雷霆 火焰和鹰风继续往里面装的话 恐怕会耗损宝贝的灵性 明白之后 徐军明也不强求 他手中的宝贝可不止是这三件 黑色的云层压得更低了 一道道雷霆向中间聚集 很快一颗三丈大小的雷球 仿佛眼睛一样出现在黑云的中央 在周围黑色的云层下 闪烁着深紫色的光芒 瑰丽而又神秘 徐军明神色凝重 这雷球虽然只有三丈 但那紫色雷霆比淡紫色的雷霆 强大了十数倍 威力不可同日而语 积蓄了足够的能量 深紫色的雷球 轻飘飘地朝徐军明飘了过来 比起先前十一道排山倒海的雷霆 这最后一道雷结 看上去仿佛玩物一般 但越是看起来美丽 而且令人忽视的存在 反而越强大 慎重起见 徐军明伸手一指 递黄山天地之力 蜂拥而来 递黄道神墨印 强烈的紫光 瞬间超过了照耀天地的阳光 紧跟着开天辟地一般的雷鸣 在空中炸响 浩荡的冲击波 仿佛十二级飓风 瞬间横扫方圆数千里 直至万里之后 才逐渐削弱下来 徐军明脸色瞬间变得烟红 一丝鲜血 顺着唇角躺了下来 心中一动 唇角的鲜血瞬间消失 这最后一道劫雷果然强横 虽然他并未动用 帝黄山动天 所有的天地之力 但这道雷劫的威力 依旧出乎他的预料 接下来就是火劫 四项剑阵 斩妖 斩魔 斩仙 斩天四把剑 从丹田内飞出 四项阵图从顶门飞出 寝刻间 四项剑阵凝聚而出 滚滚烈火灼烧 四项阵图旋转 把火焰慢条斯理地吸收进来 这鲜火之下最强的火焰 温度之强 即便天弓神炉也达不到 很快 四把剑在炙热的高温下 变得通红 徐军明趁机把搜刮的一些灵财导入 借助着难得的火焰 把四把剑祭练得更上一层楼 差不多了 剑阵挡住大部分火焰 借着难得的机会 祭练一番后 连忙收起 剩下的火焰瞬间簇拥上来 顷刻间 一种撕心裂肺的疼痛袭上心头 肉眼可见 他的肌肤变得焦黑 无数血红色的裂缝 出现在体表 徐军明额头青筋绷紧 忍不住闷哼出声 之前一直藏在眉心印堂穴中 火丧大军的精血滚滚而出 强大的精气 很快把结火断烧掉的肌肉禁锢 补充完整 但很快又被结火烧去 在这一进一退中 他的肉身渐渐强大起来 并超越了元英的范畴 火丧大军的精血强横无比 只是一粒 便让他直接从元英前期 变成了元英圆满 虽然元神器的武道修炼 需要的资源是元英的数十倍 但两颗火丧大军的精血淡下去 让他的肉身强大了两重 等到结火散去后 徐军明抬起手臂 看着玉白色的肌肤 一股前所未有的坚韧和强大 涌上心头 满足之余 他并未忘记最后一道封解 只觉一变 弟子徐军明 恭请官圣帝君尚无身 急急如律令 天地之力蜂拥而来 体内法力瞬间强盛起来 徐军明始终二指紧扣 双手相对 灵气奔涌 很快 一枚乳白色的玉镜瓶 在他尼完宫内凝聚出来 这是小品《般若波罗密多星经》中 记载的一世大神通 名为清静宝平印 妖魔鬼怪被阵风其中 便休想逃脱 这神通明显契合封印大道 所以徐军明看到后 很快就领悟了 从顶门吹入的十股阴风 很快被清静宝平印吸收封印 施展神大真觉的徐军明 此刻一身实力达到元神七重 法力之强 足以维持清静宝平印一刻钟时间 最后一道十股阴风 显然坚持不了一刻钟 但跟先前的火结一样 最后的一点十股阴风 他并没有用宝平印收起 而是让他刮入内斧 剧烈的痛楚再次涌上心头 不过 经过了两颗火丧大军精血丹强化 五脏六腑坚韧程度 上升了一个台阶后 痛苦显然不像先前那么强大 不需要其他补充 这十股阴风也被他慢慢地扛了过去 等到疼痛消止 徐军明虽然脸色苍白 但神情中却透着突破境界的大欢喜 若到72年 终于突破元神境界了 第0407章 腐始破化身 在徐军明度过元神天节的刹那 一股浑厚无匹的先天造化灵气 从顶门灌入体内 在风节中受伤的五脏六腑 仿佛干涸已久的土地 贪婪地吸收着这强大的营养 青铜镜灵光闪烁 在先天造化灵气沐浴下 沾染的嗅济星星点点的波落 金光变得越来越清亮 五道 炼气同时度过天节 徐军明得到先天造化之气 也格外地浑厚 跟每次突破一个大境界 都会在青铜镜的加持下 无限拔高的悟性一样 这次依旧不例外 早有所准备的徐军明 开始参悟空间道 本就达到紫色根本浮原满的 胡天法符 快速精进起来 无数空间道法的感悟 用上心头 与此同时 一朵十二丈之巨的莲花 从徐军明头顶绽放开来 莲花有十二品 色成担子 巨大的莲台中 长了数百个颜色 各不相同的莲子 细看之下 每一个莲子中 都是一个符纹 这些符纹的气息 有强有弱 但比起十二品莲夜中的符纹 却都弱了一筹 莲花闪烁片刻 光滑一闪 忽然又崩溃了 转瞬间 一个高摆杖 有十二个头颅 背后有数百条手臂罗链 仿佛千手观音的巨神像出现 十二个头颅眉心 都有符纹闪烁 脑后数百条手臂掌心 也有符纹绽放 十二头的千手巨神光滑闪烁片刻后 也跟十二品紫莲一样崩溃了 巨神之后 伴随着惊天动地的狼笑 一头通体银白 额头伸着十二个黑点的巨狼出现 巨狼之后 又是一头青龙 青龙之后 又是巨山 巨山之后 又是十二头的巨蛇 一遍又一遍 直到第八十一遍 最后的第八十一遍 仿佛一团巨大无比的星云 星云正中 一面青铜色巨镜 仿佛太古巨山 毅力不动 周围十二座巨大无棚的法符 仿佛不灭的恒星环绕 如果青铜巨镜是第一环 十二座巨型法符是第二环 那第三环便是数百个大大小小的法符 这些法符气息各异 却玄妙非常 突然第二环内一个巨大无比的紫色法符 突然闪烁起来 紫色逐渐退去 淡淡的乳白色灵光从中泛出 随着这乳白色灵光越来越盛 一股强大无比的气息 开始强盛起来 一瞬间 多有法符的气势都为其所夺 不过青铜镜光芒一闪 已经变为乳白色的法符 瞬间安静下来 灵光闪动 透出强悍无比的气息 紧跟着 在它旁边不远处 同样一张紫色法符 颜色变得深邃起来 不过 等到淡淡的乳白色灵光开始出现后 却突兀地停下了 但是盘绕在法符上的一根葫芦藤 却开始急速生长 尤其第二个橙色葫芦 快速成熟 晃了两晃后 从藤蔓上掉了下来 徐俊明神石回归 看着仿佛宇宙星云般的元神 再看看下面盘息而作的肉身 到了这一步 他终于可以初步摆脱肉身的稚骨 以元神求道 而且还想有三千年的受岁 撑得上一个散仙 不过 即便有了元神 肉身仍然很重要 若是有肉身的 温养和保护 元神才能精进得更快 心中一动 元神飞入肉身 一股安稳 舒服 仿佛回到母体的感觉 从心底升起 紧跟着 无数画面从灵魂深处传来 仿佛放电影一样 让徐俊明心中 生起无数感慨 修士一旦度过元神天节 便会觉醒前世三生记忆 当然 若是上一世 魂飞魄散的话 那即便成就元神 前世 乃至数十个前世 也都是一片空白 好在徐俊明的前世 并非魂飞魄散 而是安全转世投胎了 不过三世之间 并非全是人族 他的第一世 是一头山间的土狼 每日谨慎小心 在林中挣扎求生 但终有一天 被猎人一箭射杀 七年狼声到了尽头 第二世转世为人 是生活在乡间的小明 因为赶上国朝出定 励志清明的机会 家里还算安稳 可惜 一辈子没出过县城 虽有仙神传说 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唯一知道的是 当时的朝廷叫大洲 地狱之广 还要胜过辽斋世界的大勇 第二世 他活到58岁便病死了 没留下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当然如果种的 也算本事的话 那现在 徐俊明几乎无师自通了 第三世 他终于成了炼器士 而且还是一个 败入大宗门下的炼器士 资质 悟性都是上家 脱避于宗门下 一路修炼 成就原因尽 不过他比较倒霉 正好碰上了改朝换代 不同于大勇 只是繁俗中的王朝变更 这里的朝代变更 确实涉及到修行界 而且还是千年未有的大变局 神道与人道河流 取代了仙道的地位 徐俊明第三世 便死于仙道宗门联军 与神道和人道联军的大战中 大齐 若是我没记错的话 大勇巢穿过火罗大沙漠后 便是一个神道称尊 等级森严的大齐皇朝 虽然不知道 这是不是他前世生存之地 但有机会去见识一下 倒是无妨 火云震剑 这是徐俊明上一世修炼的法觉 不过他最感兴趣的 其中一部名为青莲造化宫的法门 其中涉及到了 他现在主修的造化道 是一个很好的参考 把回忆起来的法门 一一记录完整后 徐俊明睁开双目 随手一挥 一个留着短然 身穿滚龙袍 皇者之气十足的中年人 出现在眼前 屈指一弹 一个橙色葫芦 飞入他的迷顽宫 中年人瞬间睁开双目 身上气息勃发 法力运转 面容迅速变得年轻 不过片刻 便化作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 赤 黑 青 白 黄 五道神光 从脑后飞出 皇者之气消失 代之而起的 是灵力无比的丰锐之气 本尊 耳闻呼唤 徐俊明心中欢喜 这一刻 龙帝便不再是自己的傀儡 而是他的七破法身之一 俯始破法身 你叫什么 自然是 龙帝 顿了一下后 以后我当主修五行大道 徐俊明点了点头 龙帝天生五德之体 蕴含先天太极五行根本器 又具备先天大神通 最适合修炼的 便是五行大道 橙色葫芦的神通是什么 徐俊明七破分身的七个葫芦 每一个葫芦中 都具备一个先天神通 比如施狗破法 身刃无极的神通 便是居魂锁 落魂中 龙帝伸手一指 一尊黑色的大钟 从虚空中凝聚出来 大钟低溜溜旋转 仿佛随时能把人魂魄震落 落魂中想 五行神光收服 你这神通倒是极为相配 心中一动 一面八色宝塔 从丹田飞出 这八宝灵塔 只是他的护道灵宝 并非本命灵宝 所以之前杜劫的时候 他也没帮上什么忙 幽冥白骨帆和八尺镜 也一样如此 伸手一招 落魂中 从八宝灵塔中飞出 落入龙帝手中 有他相助 你的落魂中神通 便可以更上一层楼 龙帝点了点头 伸手接过 那你的八宝灵塔呢 徐俊明随手一挥 八尺镜飞入八宝灵塔 取代了落魂中原本的位置 这不就行了 龙帝点了点头 飞升而起 刚刚因为徐军明 杜劫成功散去的劫雷 很快汇集而来 龙帝的法力 早就被徐军明 打磨到了原因缘满 要不是他压着 早就可以杜劫了 雷劫滚滚 龙帝脑后五行神光 冲天起 凌空一刷 直接把劫雷刷去 火劫和风劫 也奈何他不得 先天太极五行 根本气的级别太高 区区原神级别的天节 自然容易度过 眼看如此后 徐军明也没有再看 回到崇山居 继续参悟这次杜劫所得 借助这次难得的机会 他的胡天道法 根本服一举 迈入天仙境 灵魂法符虽未突破 但也达到了半仙之境 只要再参悟几年 相信便能突破 而且 跟之前一样 突破原神后 青铜镜秀记脱落些许后 对悟性的加持比原英时 更强了 不过 除了加持悟性 千里眼 破坏存真 变弃之外 并未出现了新的能力 而且 青铜镜仍然是青铜镜 它仍然 不知这宝贝的名字 看着青铜镜上 仍然厚实的秀记 估计一时半会 难以全知 看这样子 就算我静皆天仙静见 也难以让这宝贝恢复本来 虽然有些失望 但想想 这也是好事 青铜镜越难恢复 意味着它原本的品阶变越高 镜接原神后 它的丹田 已经变成了三千亩之巨 浑厚的青色法力翻滚 仿佛海洋一般 从今以后 再嫁于八宝灵塔等诸多灵宝 便不再像先前那样 动不动边担心法力枯竭 当然 幽名白骨翻 用起来还是要慎重 除了法力 肉身也吞服了火丧大军的精血后 便进阶二重镜 后面吸收了先天造化灵气 又进了一重 如今已经是开辟六个俏学 相当于元神三阶的天刚进三重 如果论及斗法能力 近战之下 元神后期也不是对手 进阶元神 终于让徐军明的实力迎来了蜕变 第零四零八章 龙帝 七日之后 终于稳定进阶后 徐军明重新出关 左掌摊开 冥冥中无数灵气云集而来 很快一张玄黑色的灵符 出现在掌中 约末半个时辰 这灵符散发出来的气息 已经不下于上品灵气 满意地点了点头 胡天道法进阶天先进阶后 他祭练胡天灵符的时间更短了 看这样子 只需一日 他就能练成法宝级别的胡天法符 当然 想要祭练灵宝级别的法符 还不那么容易 但比起渡劫前 肯定容易得多 刷 一道五色顿光飞来 龙帝冷峻的身影 出现在眼前 徐军明看到他 嘴角一抽 同样是渡过元神节 他的法力 现在还维持在元神一阶 作为自己俯始破法身的龙帝 现在已经是二阶了 可以想象的是 随着时间的延长 这种差距只会更大 徐军明虽然有青铜镜在 悟性超绝 但他的资质 只是中上 比起武德之体的龙帝 差得太远了 我跟任无极聊过了 那丝实在太过早 虽然同样是徐军明的 七破法身 但狮狗破任无极是个画牢 而俯始破龙帝 则是个冷面男 徐军明也不知道 自己的七破法身 为何一出世就有这种变化 不过也无所谓 反正都是自己 微微摇了摇头 他已经有很久 没跟任无极聊过了 华夏现在如何 凋零之急 已经没有金丹之上的修饰了 意料之中的事情 不过听到后 徐军明心中不免感慨 还有 你我都当爷爷了 说到此处 神色冷峻的龙帝唇角 也稍稍勾起 露出了些许笑意 嗯 徐军明脸上露出高兴之色 郑英和小英有孩子了 陈小英是徐军明师叔陈孝峰 和于尹姑所生的女儿 跟林郑英青梅竹马 确实是良配 两人成婚多年 却未能生育 这也正常 修行人炼金化器 想要生育一个孩子 并不容易 正是 一胎双卵 子女双全 男孩名 锐 女孩名 缠 林锐 林瑞 林禅 徐军明品味片刻 倒是好名字 任无极这家伙 这件事没告诉我 却先告诉了你 本尊 天地良心 当初你可是告诉我 你要闭关突破原神 不让我随意打扰 怎么到了现在 反过还怪起我来了 任无极的声音 从龙帝体内响起 同为徐军明 七破法身 他们跟徐军明之间 灵魂相连 除非刻意屏蔽 否则便可共享记忆 之前 徐军明为了突破原神 便把他跟任无极之间的联系屏蔽了 随手掐了几个硬诀 解开屏蔽后 徐军明神识传音 算了 此事就此结果 那两个孩子诞生多久了 已经十四日了 徐军明点了点头 晨音片刻后 架起顿光来到前阳峰 浑厚无涛的法力 灌进祭坛 上面的超远城 传送阵打开了 如今 他在胡天道法上的感悟 已经进阶天仙境界 在用超远城传送阵 感觉驾轻就熟 毫无迟滞之感 随手一抓 灵气翻滚 很快两枚胡天灵符 凝聚成形 屈指一弹 两枚灵符 飞了空间通道 漆黑的虚空中 突然一把晴天巨斧 直朝空间通道 披落下来 徐军明早料到会如此 掌心法服闪烁 法力滔滔 空间避障 一面广有千丈 浑厚无涛的空间壁 迎上了巨斧 轰隆 雷鸣今天 空间避障在那巨斧下 坚持了十几个刹那 才轰然破碎 不过这片刻时间 两枚玉符 已经顺着空间通道 消失不见 伴随着无尽的黑色虚空 一个双头四臂 手持巨斧 高达千丈的巨人 脉搏而来 巨人周身气血冲天 浑厚无涛的霸气 威压虚空 持斧而立 强悍的气息 佩然四散 徐军明 看着那站在破损的空间 通道尽头的身影 巨人脸上现出怒气 滚雷般的怒吼 震动虚空 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徐军明随手一挥 空间通道消失 他也跟着消失在 火丧大军眼中 该死的 这混蛋的实力 变得更强了 虽然只是隔着空间 通道远远一关 但他却敏锐地 感觉到了徐军明身上 那比之前强大了 十数倍的气息 一缕犹豫 出现在火丧大军眼中 虽然他们巫族战士 向来喜欢直来直去 以利服人 但也不代表他们没脑子 如果任由徐军明 在这个世界中 按部就班地变强 即便到了最后 自己仍然能斩杀他 只怕也要付出 偌大的代价 不行 要想个办法才好 虽然这世界的底蕴 已经不足以 让人进阶先进 但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几次都没能斩杀徐军明 火丧大军再自负 也变得谨慎起来 再以图腾之法 建立不足 传播信仰 考虑半赏后 火丧大军很快摇了摇头 这样的话 好时太久 而且很容易像上次 在华夏那样 被徐军明绞杀干净 罢了 若我不亲自出手 怕难以拿下此人 脚步迈开 几个大步便是数千里之遥 无尽的虚空中 突然出现了一座 笼罩灵光的巨山 这巨山高达万丈 通体用赤红 如同火炭一般 火丧大军将身体一摇 所谓百丈大小 走进山中 最大的一处洞穴 这大山名为赤离神山 这洞名为火丧洞 是他随身携带的洞府 平时除了围堵徐军明 就在此处歇息 火丧洞中是一处洞天 虽然没有徐军明的 帝皇山洞天广大 却也有千里之举 这千里之地 长满了火红色的桑树 尤其最中间的一棵高达千丈 赤红色的桑叶大如房屋 组合而成的树冠 覆盖数万亩方圆 在这巨桑之下 放着一个广有千亩 形状狭长的青石台 说是青石台 等火丧大军坐上去后 映衬着他庞大的身形 好似一箭侵蚀他 火丧大军盘坐在石台上 伸手一拍胸口的火焰图腾 一个古朴的石蚌 从中飞了出来 石蚌高三丈 宽一丈六尺 通体都是粗糙的黑石 没有任何的纹饰 除了他硕大的个头 没有任何出奇之处 第零四零九章 火丧大军的手段 火丧大军爱惜地抚摸着石蚌 这宝贝是他火丧大部的传承至宝 原本掌握在火丧大部大祭司手中 后来火丧大部与青云山妖族大战 大部被灭 这宝贝便落到了身为族长之子的他手中 多年下来 火丧大部并没有在他手中复兴 反而族人凋零 越发地示弱 最后被巫族其他大部吞并 只有他一个人守着火丧大部的最后威严 流落在外 当年在父亲面前沉默 为复兴火丧大部 而奋斗一生的誓言 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后 如今已经被他忘在脑后 但这火丧大部留下来的宝贝 却着实神妙 脸上现出挣扎之色 由于半晌后 火丧大军一咬牙 双手掐动法印 口中念念有词 石蚌中突然泛起阵阵紫色灵光 灵光越来越强 慢慢开始旋转起来 仿佛一个水中漩涡 无形的吞袭之力 笼罩火丧大军 慢慢地 随着吞袭之力越来越强 强烈的痛楚 从火丧大军脸上露出 啊 伴随着宣泄性的怒吼 一具虚幻的火丧大军的身影 从肉身中飞了出来 身影和火丧大军肉身 同时睁开双目 痛苦中夹杂着无尽怒火的目光 徐军明 恨意的怒吼过后 伴随着痛苦的削减 火丧大军深吸了口气 慢慢平复了气息 巫族主修肉身 从进入原神境界开始 魂魄便开始与血肉融为一体 到了天仙境界 巫族称呼此境界为巫将 巫族战士的灵魂和血肉 进一步结合 倒是变不分彼此 因为血肉中 饱含巫族战士的灵魂碎片 所以便达到了传说中 滴血重生的境界 若想重新把魂魄 从血肉中分离 非有重宝不可 而隶属于火丧大部 大祭司掌管的 传承至宝黑魂翁 此宝不仅能分离 巫族战士融合的灵魂 更能修补破损的灵魂 甚至还能施展诅咒之术 不过 后者需要巫族中 修行灵魂之道的祭祀 才能施展 火丧可没这样的本事 他参悟着黑魂翁多年 又有族中传承的 黑魂秘典作为参考 也仅仅是摸索出了 黑魂翁的分魂之妙 这还是他第一次施展 看着分离出来的灵魂 火丧猛击胸口火焰图腾 一把气息凌厉的长剑 一面黄澄澄的圆镜 一面火焰旗 外加三葫芦丹药 飞入自己的分魂手中 去吧 分魂朝他点了点头 飞入黑魂翁 卷起其余珠物 出了火丧洞 直往聊斋世界头去 因为他只是简单的灵魂之体 所以并未受到世界之力的阻隔 破开九霄大旗后 直往大地飞来 仿佛受到什么吸引 黑色悬光拐了个弯 坠入一处山谷 在这山谷中 一个身穿棉衣 胸腹伤痕累累的少年 倒卧在西边 黑色悬光绕着此人转了两圈后 没入印堂穴 占了泥丸弓 翻身坐起 体悟片刻后 眉头皱起 这肉身也太弱了 根本无法承载我的灵魂 不过好在资质还算不错 突然 一阵脚步声传来 一个身穿锦衣 被插长剑 仙衣怒马的少年公子 带着十几个随从 追了过来 居高临下 仪态轻蔑地 看着火丧大军的分身 丑良 你以为 你能逃得出本公子的追捕 哼 杀了我孙元良的奴仆 少爷要你偿命 听到这话 一股猛烈的怒气 从火丧大军心底生起 眉头一皱 这并非他的怒火 而是来自这具肉身 还未散去的灵魂残余 愤怒吗 也罢 既然占了你的身体 便为你出了这口气 了解这番因果吧 原本应该出现的畏惧 求饶等神色 并未在仇良身上出现 反而这卑贱的家奴之子 居然露出一种 看蝼蚁的眼神 让孙元良 瞬间愤怒起来 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来 左右给我拿下这家奴子 是 少爷 周围众奴仆轰然应声 提刀跨剑 宁笑着朝仇良走去 小子 乖乖让少爷打一顿 说不定你还有活命的希望 话还未说完 就见他们原本认为 毫无反抗之力的 仇良 屈指一谈 一缕 幽光从这些家奴身上飞过后 十几个人瞬间 神色呆滞起来 平膀趴拉 兵器掉了一地 十几个奴仆身体软软地 倒在了地上 看到这里 孙元良瞬间长大了嘴巴 满脸的难以置信 你 你会妖术 看着仇良走来 孙元良惊骇之下 也忘了调转码头逃走 别杀我 一道幽光闪过 周围变得平静下来 火丧大军眉头一皱 看来 要好好修炼一番 这具身体太弱了 看了眼地上的尸体 把他们身上的银两和食物 收集起来后 骑着马离开了这片河滩 以后 我就叫酬粮了 坐在火丧洞中的火丧大军 感受到计划成功 也淤了口气 但此刻他身上的气息 虚弱了数倍 分离了一半灵魂后 虽然肉身仍旧强大 但弱小的灵魂 却无法再如臂实质地发挥 这肉身的强横实力 小而舞动大锤 砸到的可能先是自己 所以 他也未再去聊斋世界 围堵徐军铭 百年之后 再见分晓 刚刚跟林郑英 陈小英 以及自己的大弟子 秦仲说完话的徐军铭 莫名觉得心中不宁 修行者的灵觉 向来都很准确 催动天机神球 推演天机 现在的他 对命运一道的领悟 已经进阶紫色 根本服敬见 而天机神球 又是顶级灵宝 虽然天机莫测 但还是很快 让徐军铭 寻到了一丝端倪 酬粮 火丧大军 两个名字莫名地 出现在心底 火丧大军 如今应该正在 聊斋世界之外 等着杀我 但这个酬粮是谁 徐军铭 催动天机神球 再次推算 却毫无所得 火丧大军的修为 远在他之上 想要算无一策 自然艰难 虽然没什么结果 但徐军铭 却把酬粮这个名字 放到了心底 将来若是碰到此人 必先擒拿 暂时 把此事放到脑后 以他现在的修为和境界 只要在这聊斋世界内 只要不是仙 他便不怕 至于仙 这个世界 已经有数千年 未曾出现了 心中一动 旁边的龙帝 睁开双眼看了过来 何事 帝皇山洞天 已经在这北海海眼中 停留得够久了 也是时候 带着他一起离开了 龙帝点了点头 何时动手 就现在 闻言 龙帝身影 瞬间消失 徐军铭摇了摇头 这家伙也太冷漠了一些 一句话也不愿意多说 催动胡天法符 胡天神行术下 瞬间来到洞天之外 这里 高达百丈的帝皇山洞天 坐落在坚硬无比的海底岩石上 周围是一片冰冷无比的海水 亿万斤的海水压下来 如果不是帝皇山洞天足够强 只怕早就被这沉重的海水压塌了 不过这地方灵气 尤其是水脉灵气 浓郁无比 自从帝皇山洞天落在这里 几十年过去 帝皇山洞天 第一层太史洞天周围 已经出现了大片的海洋 虽然还不如陆地广大 却让洞天内的五行更加协调了 龙帝和徐军明的身影 出现在帝皇山洞天上方 抬头看着上方 足有万人的巨量海水 你来挡住这些海水 我来催动帝皇山洞天 摆脱大帝原词的吞吸之力 我先动手 龙帝道 行 记忆已定 龙帝也没结印 丹田法力一催 脑后赤 黑 黄 白 青 五道神光冲天气 五月真行图 随着龙帝的断鹤 大五行神光 瞬间化为五座大山 虽然只有千丈 却透出一种镇压万古 沧海难以的稳重 这 便是龙帝出去操控五行之外 先天生的第二大神通 五月真行图下 镇压一切不符 当然 也具备强悍无比的防御力 顷刻间 所有的海水 都被五月真行图挡住 上面的压力 进阶消失 机会难得 徐军铭催动法力 百丈之巨的地皇山 缓缓缩小 很快就只剩下巴掌大 徐军铭怒目原睁 胡天法剑 魂后的戒壁 瞬间挡住了 强悍无比的 大地原词之力 机会难得 徐军铭抓住地皇山 洞天 催动法力 胡天神行术 身形瞬间消失 但在强大的 大地原词之力挤压下 这里的空间远超外界 所以 平时可一步千里的 胡天神行术 在这里只剩下十几里 但即便这样也够了 一步下去 他便来到了 北海海眼之上 很快 龙帝也跟着飞了上来 两人相顾无言 只是气喘吁吁 脸色有些苍白 这是脱力的征兆 虽然刚刚挪一帝 黄山洞天前后 不过几个刹那 但对于法力的消耗 却不亚于一场大战 幸好 徐军铭对 胡天道法的感悟 已经达到先进 否则 还没办法 这么顺利 把帝皇山洞天挪出来 虽然艰难 但好在 总算是成功了 徐军铭心中高兴 你先去恢复法力吧 龙帝点了点头 飞入帝皇山洞天 徐军铭看了看远方 也没回去 直接朝南方飞去 虽然法力消耗甚多 但他总算还有些余力 便走便恢复也不迟 第0410章 龙江群仙盛会 龙江 大涌朝数万里河山中 最大的一条河流 发源于大涌西南的昆仑山 曲折迂回 中间数千条河流汇聚 东西纵横十数万里 最宽处数百里 水迈浩荡 堪称大涌 乃至周遭十数万里河流之最 如此大河 水形灵气浓郁 自然也滋生出了无数水中妖族 天下水妖无数 但有以龙为尊 龙江也是如此 这条天下第一大河 自从诞生的那一刻起 就由龙族统侠 数万年来 绵延不绝 即便是天地变幻 仙神不出 统帅龙江水族的龙王敖昆 也是天下间 有数的元神级高手 有他坐镇的龙江 依旧与玄境司 昆仑派 白马寺 以及被徐军鸣灭掉的黑心魔教 顶足而立 尤其美半甲子举办一次的龙宫群仙圣会 更是修行界最顶级的修行界聚会 在圣会开始的一月内 大勇及海外的高阶修士 都会云集而来 大家交流道法 相互交换宝物 增进攻刑 如此之下 几乎不论人妖 都屈之若物 这次龙宫群仙圣会也一样如此 提前几个月 南来北往 海内海外的修士便朝龙江深处的龙宫飞去 迎来送往的事情 平时自然不需要敖昆出面 但那些修为与他相弱的元神修士 却非需要他亲自迎接才好 就比如此刻 龙王别来无恙 哈哈 夜道有客气了 今日能请到你这玄境司之主登门 我龙江龙宫可是蓬壁生辉 龙王客气 请 请 在二人带领下 玄境司同来的人 鱼贯进入龙宫 双方落座 敖昆和叶孤云简单攀谈了几句后 便让人安排他们住下 到了晚上 敖昆再次登门拜访 不过这次 除了叶孤云和敖昆 周围便再没有其他人 龙王 害死九太子的凶手 可曾抓到 敖昆摇了摇头 此贼着实藏的身 我龙江水族加上玄境司的势力 居然一点线索都没查出来 叶孤云淡淡一笑 龙王不会怀疑我玄境司未尽全力吧 叶道友多虑了 这些年 我龙江水族也在配合玄境司调查 贵司的人尽没尽全力 本王自然一清二楚 不过 本王这次特意来找叶道友 并非为了此事 而是想问一下 上次去中州城 拜访叶道友识所说的另一件事 叶孤云道 崇山真人徐军明 正是 上次不是已经告知龙王 徐真人已经答应 参加本次的龙宫盛会吗 话虽如此 可距离盛会召开之期 已经只剩三日了 还未见其人 本王心中自然有些不踏实 龙王多虑了 以我对徐真人的了解 他既然说来 就肯定回来 龙王敬请恭候佳音变好 既如此 本王就听叶道友的拙见 告辞离开后 敖昆告辞离开 回到朝英阁 这是他平时办公和休息的地方 父王 大太子敖玉迎了上来 发行俭的人都来了吗 除了崇山真人 徐军明和昆仑派祖师 定阳真人之外 其余人都到了 定阳真人是昆仑派的元神大修 已经坐镇昆仑数百年 前几次龙江龙宫群先会就没来 这次没来 敖昆也奇怪 你吩咐下去 把龙宫的迎兵队 再向外扩张摆礼 崇山真人一道 要第一时间通知我 是 敖玉拱手后便离去了 你们都下去吧 周围随时的兵将和宫女 都转身退了出去 随手一挥 在他法力催动下 朝英阁的进法发动起来 察觉到背后的异动 敖玉转头看去 眉头微皱 父王 你这些天到底在干嘛 眼看距离龙宫群先会召开的日子 越来越近 敖昆身为龙宫之主 应该多多露面 招视龙宫威严 顺便解好各方修行之事 拓展龙宫人脉才是 结果 除了玄境思叶孤云 白马寺佛院掌院星空长老 两位元神修士驾临时 出面迎接之外 其他都推给了他 虽然 敖玉早就想从自己父王手里 接过龙宫大权 但还未度过天节 成就元神的他 除了兢兢业业 打理好龙宫一切 完成父王交代的任务 还不敢有太多的行动 但自己父王最近这段时间的行动 可是有些反常了 换在平时 类似现在这种 向修行界高阶修士 展示自己龙王之威的机会 他是绝对不会错过 就在敖玉猜测 敖昆行为反常的原因时 敖昆却打开了 朝音阁深处的一处修炼密室 密室中东西不多 最醒目的 便是一面脸盆大小的黄铜圆镜 双手快速结印 口中念念有词 开 一道灵光 经敖昆双手 飞入镜中 很快 模糊的镜面 仿佛吹皱的池水 泛起阵阵涟漪 渐渐的 镜中的情形变得清晰起来 一个身穿大红袈裟 提着光头 手持九环膝杖 身材瘦高 虽然面带微笑 但眼神深处 却透出阵阵阴质的老僧 出现在其中 我刚刚去问过叶孤云 他否认了 不过 本王看他神色 也不似作假 阿弥陀佛 玄敬斯与徐军明关系深厚 后者还为叶孤云 锻造了一件灵宝 再加上徐军明实力强大 除非万不得已 叶孤云自然不会告诉你实情 至于神色 叶孤云执掌玄敬斯多年 老谋深算 工于心计 想从神色中 亏出破绽 怕是比登天还难 话落后 老僧审视着敖昆的神色 龙王不相信 老僧的话 自然不是 也罢 若龙王还不信的话 可在龙宫群仙盛会上 当面向徐军明提问 此子修为高绝 为人有颇为自负 想来此事 若是他做下 多半不会隐瞒 当然 龙王要是畏惧 徐军明的强大 也可不必去问 结交此人 说不得还能让他为你龙宫 炼制几件灵宝 区区灵宝 我龙江水族还不稀罕 至于徐军明 若我久 真是被他所杀 本王拼上这龙江水族王位 也要把他斩杀 祭奠我儿的亡灵 第0411章 敖昆密谋 看着黑下来的铜镜 老僧脸上的笑意 渐渐消失 恩师 那崇山真人 徐军明 真的是斩杀龙江水族 九太子的真凶 旁边一个身穿黄色 袈裟的和尚开口道 不知道 看着他恶然的神色 老僧淡然一笑 是不是徐军明不重要 只要让那老龙 相信是他就够了 恩师所言甚是 只是崇山真人徐军明 连黑心魔教之主黑山 老妖都能斩杀 龙江水族虽强 却未必能强过黑心魔教 若是双方开战 龙江水族胜了便罢 若是败亡 老氏的大事 岂不是少了一个有力的帮手 龙江之主敖昆 乃是大勇清风的龙王 占据了大勇一城气域 除去此龙 本尊的大事 成功的可能性更高 至于帮手 哼 除了你们这些弟子 本尊没有什么帮手 若是有可能 这天下的元神修士 都死绝了才好 既如此 老师何不趁着两人斗法 两败俱伤之际 一举斩杀两人 身穿黄色袈裟的和尚道 看了他一眼 你把元神修士想得太简单了 若他们如此容易就被人斩杀 为师也不必藏在背后 一步步算计笔贝 身穿黄色袈裟的和尚点了点头 恩师 要是万一那敖昆畏惧徐军明 不敢向他发难的话 恩师的计划 岂不是落了空 我了解那老龙 他太自负了 总以为龙江水族数万年传承 底蕴身后 天下无人能及 而且这次龙宫群仙盛会 又在他的一亩三分地上 没人能奈何得了他 而那九太子敖身 又是他最喜欢的一个儿子 如今被杀 他不会不闻不问 我们就等着看好戏吧 身穿黄色袈裟的 和尚认同地点了点头 此刻 远在万里之外的龙江龙宫 朝英革命室中 敖昆 站在已经变作漆黑的铜镜前 脸上露出沉思 大勇国师慈航 三个月前秘密找上门来 向他透露了徐军明 斩杀了他九太子的秘密 说是敖身看中了一个人族女子 准备强抢 恰好碰到在龙江附近 游历的徐军明 被其所斩杀 虽然这个故事看起来很简单 但知子莫若父 自己那儿子是个什么货色 他最清楚了 平时就喜欢余色 而且 最喜欢的就是强抢民女这一口 平时仗着龙江水族的强横势力 不管玄境思 还是其余宗门 都会给起分面子 而且 敖身实力强大 除了少数猿鹰镜中强大者 很难抓得住他 所以横行多年 都一直活得很滋润 但如果真碰到了 崇山真人徐军明 那敖身所持杖的一切都是渣渣 论实力 徐军明可是把黑山老妖 斩于剑下的主 论势力 黑心魔教比他龙江水族 也差不了多少 所以 敖昆越想越觉得 就是崇山真人 徐军明 斩杀了他的九太子 毕竟徐军明 极恶如仇 是整个修行界中出了名的 当初连黑心魔教都敢下手 换成是他龙江水族也一样如此 而且 也只有徐军明这个 隐隐有大勇 第一修士的大能 才能忙过他龙江水族的搜查 让他始终抓不到把柄 不过 尽管这一切看起来都很合理 敖昆心中仍然很犹豫 毕竟他没有证据 若是贸然向徐军明发难 他龙江水族 即便最后能胜 只怕也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而且 他也害怕自己被慈行大法师利用 成了他手中 除去徐军明的刀 但若是不闻不问的话 他也不甘心 那可是他最喜欢的九太子 原本打算让他来继承 龙江水族龙王之位 没想到 自己还没来急宣布 就这么死了 他怎么能甘心 不是你徐军明变罢了 若是的话 本王拼着生死 也要把你斩杀于此 想到这里 他退出密室 离开朝阴阁 一步步来到龙宫后方 穿过一片 如同迷阵般的高大珊瑚林后 面前出现了一片高大的山崖 山崖下是一座高两丈 宽一丈的山洞 洞口虽大 但里面黑漆漆的并不起眼 敖昆走到洞口 简单看了一眼后 走进黑暗 眼前一花 一个足有数百亩之巨的山洞 出现在面前 山洞内中间是一座三门楼的牌坊 周围则是顶盔冠甲 气息强悍的兵将 两三百人的规模 哪怕最弱者也是金丹修为 其中强者更是达到原因圆满 参见龙王 一个脸色堂红 红盔赤甲 手持长枪的大将越重而出 大步迎了上来 敖昆点了点头 解下腰间 一块龙形玉佩丢了过去 这大将左掌摊开 另一枚龙形玉佩 从掌心缓缓飞了出来 两枚玉佩碰到一起 仿佛活了过来 化作两条盘旋的五爪青龙 相互纠缠成一面 二龙抢猪图案的完整玉佩 大将催动法力 把玉佩分开后 把原属于敖昆的一面 还了回去 请龙王大人收好 敖昆点了点头 收回玉佩 那赤甲大将一挥手 周围挡住前路的水军 瞬间让开一条路 敖昆吸了口气后 迈不向前走去 原本他作为龙王 在整个龙宫之中 可以来去自由 但自从万年之前 有人假扮龙王 进入龙宫盗宝的事情发生后 第二十九代龙江水族龙王 便颁布法令 以后即便是龙王 想要进入龙宫保库 也必须持有双龙配 严明正身后才能入内 而双龙配 就是先前那两面 合二为一的玉配 此法也甚是好用 自从用了此法后 龙宫保库便再也未曾失窃过 迈不来到 仿佛白玉打造的牌坊前 敖昆只觉变幻 一道道法印飞入牌坊 汗白玉制的牌坊 光芒一闪 敖昆身形消失 等他再出现时 眼前便是龙江水族 最珍贵的一个藏宝库 也是只有龙江水族龙王 才有资格进入的宝库 能放在这里的 除了龙江水族的传承秘典 便是各种动名级别 甚至还在其上的各种灵宝 灵才 而这宝库成圆形 直径约有六张 周围遍布石刊 每一个石刊中 都放着不同的宝物 零零总总族 有近百件之多 而这便是龙江水族积攒数万年 最珍贵的家底 敖昆作为龙江水族之主 这宝库他来过不止一次 对于藏在这里的各种宝物 如同掌上观纹 一清二楚 伸手一招 一个石刊中光芒亮起 一株盆颈缓缓飞落敖昆手中 盆颈内在这一株三尺大小 闪烁五彩灵光的小松树 神石进入 小盆井内的空间瞬间增长 而小松树也变成了一株高树石杖 灌溉如云的巨松 这松树名为五彩松 乃是一株上品仙根 也是龙江水族最为珍贵的宝物 徐军明擅长练器 用磁宝作饮 万一有所闪失 反而不美 龙族喜宝 敖昆也不例外 虽然他也明白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的道理 但到底还是下不了决心 随手一挥 把五彩松送回去 再招手 一枚玉盒 从石坎中飞了出来 打开后 里面献出一枚淡金色 表面闪烁紫色斑点的金属 感受这金属中 散发出来的浓郁先天 耕精灵气 敖昆 爱惜地看了两眼 但很快一缕犹豫出现在了他脸上 这金属名为 先天太素灵精 是一件下品 先天灵彩 下品先天灵彩 先天灵彩 不同于普通灵彩 其中没有后天灵气 是祭炼法宝的最佳材料 这块先天太素灵精 蕴含一缕 先天太素精气 十二道先天太素精气 若是在有道行的炼气师手里 可以轻松祭炼出一件上品仙宝 只可惜 如今修行界日益衰落 就算有先宝 天长日久 得不到足够的灵气保养 也会退化为灵宝 而且 如今修行界已经没有能炼制 先宝的炼气师 甚至在徐军铭出现之前 已经有多年没有能炼制 灵宝的炼气师出现了 这块先天太素灵精 已经在龙宫宝库中 存了近万年 毫无疑问 好材料对于炼气师 有着难以抵御的诱惑 若是他把这件先天太素灵精 拿到徐军铭面前 后者绝对会被其引用 但龙族爱才的毛病 就跟男人好色一样 是刻在骨子里的 即便只是拿来诱惑人的东西 敖昆也不舍得 要是万一有所损伤 岂不是坏了 带着这样的心思 他又把这块灵精收了起来 环看满是灵宝 灵才 那一件他都不舍得 突然 角落里的一枚玉盘 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随手一招 玉盘飞了过来 这玉盘中 放着几块玄黑色 撕碎的破布 这些破布总共有三块 最大的一块好似海碗 最小的一块 只有成刃全都大小 每一块破布的边角 都带着毛棱 仿佛被外力强行撕扯下来 这些破布 具体是什么时候放在这里 敖昆也不知道 反正自从他成为 龙江龙王的那一刻 他们就在了 敖昆也曾经仔细探查过 这些破布中 蕴含着散碎的幽冥法则 以及少量的先天幽冥器 想来应该是 某件仙宝的碎片 这样的东西 对不动炼器的修饰来说 实之无畏 弃之可惜 但对那些炼器士而言 里面的法则静置 对他们却有着巨大的诱惑 可以提升炼器之道 就他了 对自己无用 对身为炼器师的徐军明 有足够的诱惑 把三块破布收入囊中后 敖昆卖部走出了藏宝市 第042章 徐黄 荆州道 是江北省南部的一条关道 直通龙江 商贸繁盛 虽然这些年 大涌朝立志昏庸 地方不静 但这条大路上 依旧人来人往 商旅不绝 随着人流 一个身穿轻袍 手持竹杖的道人 迈步而来 在他旁边 还有一个身穿白裙 头戴凤钗 气质高贵 而清冷的美丽女子 两人虽走在人群中 但周围的人 却仿佛视而不见 师尊 那龙江水族之主 可是真龙 徐军铭摇了摇头 在这无限的世界 那有什么真龙 只是一头赤龙而已 看了一眼 刚刚修炼三世元神有成 祭练了他的一尊傀儡身 可以在这个世界 自由行走的五弟子徐皇 你有什么打算 徐皇摇了摇头 只是有几分好奇而已 此界灵气 已经不足以供养几头真龙 真凤了 徐军铭微叹道 说完 左手抬起 灵光闪烁间 几滴水珠凝裂而成 尚且隔着百里之地 水气便已如此浓郁 龙江果然不愧是 大勇第一河 顿了一下 走吧 咱们也去见识一下 龙宫群仙盛会上 到底有何等奇珍一宝 徐皇点了点头 两人顿光飞起 瞬间消失在道路尽头 眨眼间 宽有数百里的龙江 出现在眼前 只见大河滔滔 翻起万千营浪 轰然水声 仿佛春雷乍响 一眼望去 天水相接 不见来处 纵目展望 低暗凝成一条黑线 不便虚实 真是好一条大河 顿光在大河上方 转了一圈后 忽然投入水中 下沉数百丈后 前方灵牙处 献出一片 宏伟的宫殿 此番宫隔站地广阔 飞檐斗拱 极尽巍峨 万千灵光绽放 仿佛水晶铸就 更添了无尽的奢华 这便是龙宫 徐皇道 徐军铭点头后道 你觉得如何 住在这等华丽壮美之地 龙江水族 多半都是些 好意勿劳 不思进取的庸俗之辈 徐皇皱眉道 看了他一眼 也不知道是不是龙凤两族 天生不对付 还是怎地 每次他提起龙族 徐皇都是面有笔薄之色 华儿 别因为自己的喜好 妄动无名 小心以偏盖拳 失去该有的警惕 徐皇心中一领 功声应事 走吧 两人将身落下 沿着直通龙宫的直道 来到一座宏伟的牌坊前 这里有顶盔冠甲的大将镇守 看气息道也精锐 看到两人 当值得将军连忙上前 虽然都说宰相门前七品官 平日里这守门将军 也确实高傲 但今日乃三十年 一度的龙宫群仙盛会 召开之期 若是因为自己的一时疏忽 导致混乱 龙王妃扒了他的皮 更坚来参加盛会的人 全都是修为高决 势力强横之辈 所以这守门妖将 也越发的勤勉 看到两人过来 远远的赢了上去 偷偷看了眼旁边 容貌美丽 气质清冷的徐皇后 躬身一礼 两位真人 可是来参加 我龙江龙宫群仙盛会 正是 不知可有勤俭在 徐军明随手一挥 一张烫金勤俭 飞落其手 手门腰将打开一看 脚脖子一软 好学没跌倒 略有些颤抖地收起勤俭 震惊而又带着几分畏惧地 看着徐军明 您 您就是崇山真人 正是 守门腰将吞了口唾沫 崇山真人 徐军明 那可是横扫黑心魔教 踩着十数万魔秀的尸骨 铸就了自己的威名 至今为止 龙江以南 大勇七省修行界 风平浪静 妖魔之修 几乎绝技 全是他的功劳 杀伐之果断 手断之狠辣 在妖族中 可以指小儿夜提 真人请敬 恭敬地把请简递过来 徐军明收回后 带着弟子向前走 而守门腰将 也连忙打发一个小水腰 进去通报 师尊 刚刚那谢腰 差点被您吓得陷了原形 徐皇笑道 无胆之辈罢了 您是这不远处 连绵不绝的宫殿群 徐军明淡然道 临来前为失算了一挂 此行乃是大凶之挂 说不得这龙宫群先盛会 就要变成一场生死大战 你既然跟着来了 就警惕先 该出手时 别犹豫 若是不敌 就会帝皇山 师尊放心 皇儿这尊三师分身 已然度过天节 进阶元神 又有师父赐下的灵宝相助 再次世界中 虽称不上无敌 但奈何得了徐儿的修饰也不多 顿了一下 眼神中露出一丝火热 徐儿在黄卵内 修炼了这么长时间 也是该好好站上一场 透透气了 看了他一眼 徐君明脸上露出微笑 徐皇练就三师分身的载体 是他曾经的傀儡身 盘蛇婆 此人本是黑心魔教九大天王中 排名第四的高手 修为早就达到原音圆满 后来 徐君明修为越来越高 包括盘蛇婆在内的傀儡 除了在崇山书院中教教书 基本没了作用 后面 徐皇修炼三师分身 需要载体 徐君明便把蛇盘婆 傀儡给了他 用了半年时间转换法力 出世就度过了元神天节 唯一让徐君明 有些诧异的是 当初那仿佛无言魔母一般的 蛇盘婆傀儡 到了他手里 居然变成了一个 清冷高贵的美丽女子 果然 即便是女仙人 除了少数之外 也免不了对美丽的向往 后面 知道徐君明要来龙江 参加龙宫群仙圣会 徐皇晋级思动 便跟着一块来了 师徒两人说话的功夫 一大群人 从直到尽头的宫殿中 蜂拥而出 走在最前面的共有四人 一个便是见过几次的 玄境思阵俯使叶孤云 此刻 他走在最左面 在他右手边 是一个身披袈裟 替着光头的白眉老僧 周身佛光影影 气息晦涩 显然也是一位 正觉境界的高僧 在这老僧右手边 是一位身穿明黄色龙袍 气息威严 龙气森森的半百老者 毫无疑问 此人便是龙江水族之主 敖昆 在敖昆边上 还有一位身穿葛衣 手持桑木杖 红颜白发的女子 能跟敖昆走在一起 显然这女子 也是原神 一径的大修士 在徐军明打量他们的时候 这些人 包括他们身后的人 也在打量着徐军明 崇山真人徐军明 过去几十年里 破灭大横山妖族 在灭虫扬道余孽 横扫黑心魔教 强横的实力 毫不留情的杀戮 震撼了整个修行界 过去几千年 从未有过这种心狠手来 极恶如仇 同时又修为倔强的人物出现 不过 除了徐军明 四人包括他们身后的那些人 都对跟在他身后的徐皇好奇起来 一个陌生的元神修士 众人心中暗暗猜测徐皇的来历 身为地主 敖昆上前一步拱手道 崇山真人大驾光临 龙江上下不胜荣幸 龙王大人克解 能够受邀参加龙宫群先生会 是平道的福气 略微一拱手后 徐军明目光一转 叶道友 久违了 今日能再见到道友 叶孤云兴甚 话落 目光一转 不知这位道友是 此乃我五弟子徐皇 此言一出 满座皆经 尤其敖昆更是心中矩阵 这可是一位元神级别的弟子 徐皇拜见诸位前辈 道友即为元神修士 我等凭被相交便可 叶孤云连忙道 徐皇笑了笑也未多说 看了他一眼 叶孤云道 徐道友 何时收下如此出色的弟子 怎么之前从未听你说过 众人也怀着同样的疑问 朝徐军明看来 华尔早就入我门下 之前闭关修炼 直到最近才破尽元神 功成出关 随我一起来参加这龙宫群仙圣会 把众人脸上各不相同的神色 尽收眼底后 徐军明淡然一笑 敖道友和叶道友我已经见过 不知这二位道友是 我来为道友介绍 龙王作为此次圣会的东道主 这种事情他自然当人不让 这位乃是白马寺 佛院掌院星空大师 大勇最强的佛家宗派 便是位于中州城外三百里 白马山上的白马寺 白马寺分为佛院和菩提院 佛院是男院 菩提院是女院 两院各有掌院 男院的掌院便是眼前这位星空大师 而女院的掌院便是数年前 在京华县外妙巷庵中 想要强收复清风和复月池为徒 被徐军明打跑的新名神尼 见过星空大师 阿弥陀佛 老僧见过徐真人 看其神色 态度平和 眼神中并无一样 也不知 当初新名神尼 在徐军明手中吃饼的事情 他知不知道 这位是东海无定岛上的白发 仙姑云眉 云真人 徐军明目光微变 虽然第一次见到 这位云仙姑 但大勇镜那几位老牌原神真人 他都有所了解 白发仙姑云眉 乃是大勇修行界中 唯一一位散修原神修士 一身水法 登风造极 所居东海无定岛 原本是画外蛮荒 妖魔众多 土著帅寿食人 环境恶劣 结果在他镇压下 前后不过百年 便风平浪静 东海之地 成了大勇之外 散修圣地 第0413章 白发仙姑 而且他经常讲到 从不吝啬传授 海外散修功法 和修行心得 白发仙姑云眉 被海外遗众 散修尊为祖师 第一位尊崇 对于这样的人 徐军明心中也颇为尊重 原来是云仙姑 师敬师敬 徐真人客气 我可是久闻真人大名 今日能见 实在荣幸 目光一转 我观真人 这位徒弟修行的 也是水法 日后得空 当好好交流一番 徐军明倾同静下 这位白发仙姑云眉 身上功德深厚 倒是一位 值得一交的仙道真修 修行者相互交流经验 本就是增长道横 增益修行的捷径 云仙姑有闲暇 可自去寻我这徒儿 徐皇这三世分身中 虽然没有青铜镜的幻影 但也可从自家师父 语气中听出其中含义 当下微笑道 徐皇愿向云仙姑讨教 讨教不敢当 交互交流一番便好 云梅一笑道 一门两元神 这是多强的一股势力 更何况徐军明门下 还有其他弟子 这样的强横力量 当然要好好结交 不求得到多少助力 起码不能饿了对方 诸位 既然徐真人已到 不如我们进去说吧 夜姑云道 经他一提醒 身为地主的敖昆 也瞬间醒悟过来 暂时压下心底的担忧 打了个哈哈吼 夜道有知言 甚是有理 诸位 请 在他的带领下 众人回到刚刚的宴会大厅 身为龙江水族之主的敖昆 高坐上手 算上徐军明和徐皇 五位元神修士坐在下手 其余元英修士坐在更下面 徐军明大概看了一眼 林林总总 共计198人 除了元神修士 其他都是元英 而且大半都是元英圆满 一小部分是元英后期 但也是其中的精干之辈 毫无疑问 今天坐在这里的人 都是大勇修行界中的精英 由此可见 龙宫群仙盛会 在大勇修行界中的地位 众人落座后 敖昆走在主座上 看着廊下群修 虽然因为先前的变故 让他的谋划出了些意外 但此刻高居主座 位于众人之上 不仅让他脸上露出得意之色 端起桌上酒杯 诸位远道而来 参加我龙江三十年 一次的龙宫群仙盛会 本王感激在怀 龙王大人客气了 一连串类似的话想起 让厅堂中多了些杂乱之音 还请诸位共同端起酒杯 为我等在此共襄胜举 交流道法 增益道行 为修行界再添一段佳话 而满饮此杯 干杯 干 在敖昆的带领下 众人喝了杯中酒 徐军明虽然未从这酒夜中 看出什么端倪 但想到来时的挂象 未免阴沟里翻船 在酒夜入口的瞬间 便催动胡天道法 暂时把酒水挪移到了他处 一连三杯后 敖昆拍了拍手 转瞬间 无数身穿半透明的薄纱 紧紧遮住身上妙处的美丽女子 从旁边的通道中走了出来 听堂周围的乐师 随即开始弹奏 而那些身材曼妙的舞女们 也开始随着乐曲的律动跳动起来 虽然一众修士们 都是修为高绝之辈 而且多为正道之士 但喝了几杯酒 在高亢 欢快的音乐下 难免兴之所致 放浪行海起来 这场面让徐军民想起了他 西游记中 如来镇压了孙悟空 天庭举办的那一场安天大会 师父 所谓的龙宫群先会就是如此吗 徐黄传音道 言语中的厌恶 毫不掩饰 自然不仅仅是如此 龙宫群先会为期一月 刚开始 自然是先让众人放松一番 看了眼台下舞动的女子 徐黄冷声道 哼 龙族姓赢 不管什么时候都改不了 华 为何你对龙族 有如此深的成见 徐黄一愣 眉头微皱 翘脸上露出一丝困雾 弟子也不知 只是提起龙族 就觉得心中有气 徐军民心中一动 催动丹田内的天机神球 演算一番 不过任他如何努力 天机仍然一片混沌 看来要查清此事 还需我有更高的修为 和命运一道的道行才行 暂时把这件事抛到脑后 好了 先不要多想了 即便现在还不知道各种原因 相信将来随着你修为提升 一切自然会水落石出 徐黄点了点头 你既然不喜这里的氛围 便参悟一下 我给你的悬兵真经吧 是 师父 悬兵真经 顾明思义 是讲述悬兵一道的法门 悬兵一道 乃是水法和风法的集合 徐军民对这两道 均有极深的领悟 合二为一 参悟悬兵之道 自然也不难 徐黄闭目打坐后 徐军民随意地仰躺下来 表面上好肆扰有兴致地 看着场下香艳而曼妙的歌舞 实际上 他的心神 已经沉入丹田 催动青铜镜 开始参悟灵魂道法 借着破镜元神 他的胡天道法 已经达到了这具身体 可以承受的极限 参无可参 剩下十二门根本道法中 以灵魂道最高 只差一步便可达到先进 徐军民打算先把这一步迈过去 然后再来参修其余道法 修炼到现在 徐军民主修的十二门 根本道法与之前又有了不同 除了空间道 灵魂道 剑道 阴阳道之外 便是三皇道 天公道 造化道 神打之道 封印道 以及新增的五行道 曾经属于十二门根本道法的轮回道 被五行道替换了 因为龙地体内 先天生的 先天太极五行根本器 实在是太适合修炼五行道了 这一道先天器 就跟一件先天灵宝一样 只要用心参悟 必然进步神索 再加上青铜镜幻影的辅助 两项结合 简直事半功倍 相比之下 轮回一道不仅参悟艰难 而且对自己的帮助 也没有五行道那么大 比起其余根本道法 用处也不多 毕竟 他不可能真正干涉轮回 至于超度亡魂 他现在的轮回道修为便足够了 犹豫一番后 便让轮回道退居二线 就在徐军明师徒 沉浸在道法中的时候 时间一点点过去了 第零四十四章 谢志 消行者的经历 自然远胜凡人 这场龙宫群 先盛会开始前的欢宴 整整持续了三日 三日间 棒女 人鱼 蛇女 甚至各种 见过没见过的妖族女子 轮番登场 妖娆的身姿 艳美的风情 着实让不少对此 有兴趣的人大饱眼福 三日之后 便是休息 按照接下来的流程 一日后 便是诸人讲道的时间 也是龙宫群先盛会的重头戏 这次盛会 能让这么多大勇修行戒经 因其聚在这里 这场讲道 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 在这些人当中 不少是冲着徐军铭而来 大家都很想聆听他的道法 顺便探究一下 此人对大道的领悟 到底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 所以 当第六日 论道徐军铭讲道时 整个大殿内坐无虚席 不仅是那些原音修士 莲星空和尚 夜姑云 和白发仙姑云眉都在 拂火焰者 性刚而烈 暗藏绵柔 虽须于 燃内生亿万横杀 研磨击壮 威力乃生 大殿内伴上鸦雀无声 两酒后 阿弥陀佛 没想到 徐真人在火法上的境界 如此之高 星空和尚道 夜姑云和白发仙姑 认同地点了点头 刚刚徐军铭的一番讲道 有潜入身 对火焰之道 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绝对是把火法 参悟到原神境界 才能有的感悟 夜姑云心中有些复杂地 看着不远处 高座云台上的年轻道人 这殿中人论及对徐军铭的了解 没有人比得上他 当初对方横扫大横山的时候 关于徐军铭的资料 就摆上了他的案头 当时 他对徐军铭并未多做关注 只是没想到短短十几年 此人便如同会星般的崛起 更重要的是 徐军铭在修行界 斩杀敌人无数 胡天道 剑道和傀儡道 修为为贯爵修行界 却从未暴露过他居然在火焰一道上 也有如此高深的境界 对面那盘膝而坐 仿佛泰山崩于前面不改色的年轻人 如同一口永远叹不到底的深潭 令人敬畏 甚至生出一丝丝惧怕 比夜姑云更复杂的是敖昆 经过这些天的接触 他越发地察觉到徐军铭的不凡 以前这种不凡只是听说 虽然让他重视 却并未过于放在心上 但这次见面 更直观地感受下 徐军铭身上那种不经意间 投入出来的强横 直入心底 让他原本百分之百的信心 第一次出现了动摇 我等多谢徐真人讲法 只是闻听真人擅长 胡天道和剑道 不知可否 就这两道 为我等讲解一二 一个身穿淡青色滚龙袍的 年轻男子起身问道 徐军铭看了他一眼 面容俊朗 见眉心目 微笑中 透出一股 令人清静的感觉 配合挺拔的身材 温文尔雅 仿佛着视 加公子般的气质 这位龙族大太子 倒是颇有几分不凡 催动青铜镜 这位大太子身上的秘密 瞬间在他眼前 无所遁形 丹田内一清一白 两把飞剑 回绕龙珠飞行 看两把剑的火候 显然已经达到领宝一剑 好高深的剑道修为 虽然不如夜孤云 但也相差不远了 怪不得会有此番要求 看着他深邃的目光 熬于心中一灵 好似有一种 身上所有的秘密 都被看破的感觉 心下摇头 暂且按下多余的心思 只是面露期待 这看着徐军明 今日大殿上 超过三成的人都修行火法 故本尊此番才讲解火法 至于胡天道与剑道修行者携手 尤其胡天一道 此地更无一人修行 如此之下 本尊讲解胡天道法 对诸位毫无用处 胡天道高深万分 非徐真人这等天资绝世之辈 自是无人能够参透 我等不敢奢望 只是在场之人 有不少剑道修士 还望真人能够讲解一番剑道 也让我等聆听真人妙音 他话音刚落 不远处 一个背负剑侠的高手老者 站了起来 太子所言甚是 还望真人能够为我等讲解剑道 在他之后 又有六七个人站起来 他们都是剑修 辽斋世界的灵气浓度是 华夏世界的近百倍 自然诞生了无数的灵才 所以剑修的数量 也远超华夏世界 徐道友 剑道虽然修行者少 但在场主人 大多都有所涉猎 你若讲解一二 大家必然受益无穷 叶孤云开口道 作为剑修 他也很好奇 徐军明的剑道境界和感悟 环视众人一眼 徐军明点了点头 也罢 我便讲解一番剑道 讲完之后 这里便交给其他道友 多谢徐道友 真人 徐军明点头后 讲解剑道 花了三个时辰 才全部讲完 他的剑道修为 已经早就达到原神境界 距离仙道 也只有一步之遥 所以到了最后 除了叶孤云 绝大部分人都听得似是而非 好在 大家听不懂 却还可以记下来回去 慢慢参悟 多谢道友 叶孤云深深一躬 微微点头后 徐军明从讲道台上走了下来 在他之后 白发仙孤云没走了上去 不出意外 他讲的是水法 大殿内修行水法的人不少 包括徐军明也修行水法 不过他的水法 是包含在五行大道中的水法 而非独修一道 看着侃侃而谈的云梅 徐军明心中暗暗点头 能够镇压一方的人 果然没有一个简单的人物 这云梅的水法境界极为高深 远超他此刻的法力修为 看了眼旁边 宁神静听的徐黄 徐军明淡淡一笑 闭上了双目 这场讲道持续了约二十日的时间 才算是结束 徐军明虽然道横高深 但得了颇多收获 算是不需此行 讲道之后 中间又是三日休息 最后便是彼此交流的时间 说是交流 其实就是交易宝物而已 难得如此多同境界的修士在 平时想要出手换取资源 又没有太好途径来交换的修士们 最期待的就是这一刻 所以一大早 大家便早早 等在了大殿当中 诸位 交易宝物的机会 大家想必都了解 这次的规矩 也跟先前一样 大家谁有想交换的东西 都可拿到前面来 说话的是 敖玉 身为龙江水族之主的敖昆 并未上台 大家谁先上来 所有人目光 都集中到了 几个元神修士身上 我先来吧 徐军明第一个站了起来 类似这种交流会 他参加过不止一次 越早上前 得到的好处越大 徐真人 请 敖玉退了下来 看到他 大家都很期待 重山真人徐军明 可是修行界 最负盛名的炼器大师 随手一挥 徐军明手中献出两件灵宝 一件长八尺 通体有黑 灵光闪烁的灸杖 一件高三尺 土黄色灵光浓郁无比的小山头 盘蛇杖和弥陀神山 前者是被他斩杀的 黑星魔教九大天王中盘蛇婆的灵宝 一件四重灵境的墓 独双属性的宝贝 后者则是九大天王之首 驼山天王秦魔的本命灵宝 一件六重灵境的土属性宝物 随着他炼器记忆的精进 和修为的提升 普通灵宝 他已经看不上眼 而且 有八宝灵塔 一梦黄梁 幽冥白骨帆 和四项剑阵 这些强横的灵宝在前 普通灵宝 他已经看不上眼 既如此 还不如拿来交换宝物 两件灵宝 徐军铭出手不凡 台下瞬间响起无数惊呼 一道道火热的眼神看过来 其中填满了兴奋和贪婪 不只是他们 坐在最前面的夜孤云 云梅 星空老僧 乃至敖昆都变了脸色 只有身为弟子的徐黄 还保持着平静 身为清传弟子 他自然不缺灵宝 咳咳 两声咳嗽 虽然不大 但听在众人耳中 却仿佛黄中大吕一般 瞬间把所有人 从贪欲中震醒过来 这时候 他们才想起 宝贝虽好 但这宝贝的主人 可是如今 修行界最大的煞心 若是因为一时贪心 找惹到他 怕是要生死昏灭 想清楚这些 仿佛一盆凉水浇下 所有人都冷静下来 看到自己的震慑起了作用 徐军铭继续道 这两件宝物 一为盘蛇杖 一为弥陀神山 是我斩杀黑心魔教 秦魔和蛇盘破后所得 后今我重练 威力更上一层 前者如今有四重灵境 乃是以一株千年阴沉木 结合瘴气祭练的毒 木霜属性灵宝 后者有六重灵境 乃是以一块三丈之巨的灵石 祭练而成的土属性灵宝 今日 本尊便以这两件灵宝 作为交换 谁手中有动名上品或极品 甚至更高级别的宝物 材料 灵药 又对这两件灵宝有益者可上前来 在修行界 虽然很少 甚至几乎没有人会买卖灵宝 但数万年来 修行界传下来的规矩 大家多少都清楚 普遍都是中品灵宝 用上品材料来交换 上品灵宝 用极品材料来交换 所以 对徐军铭的要求 众人没什么意义 徐真人 不管什么属性的宝物 都可以吗 一个身穿黄色道袍的老者 开口问道 不错 只要品杰符合要求 任何宝物都可 灵兽也行吗 可以 老道这里有一头灵兽卵 请真人鉴赏 黄袍老道走上前去 一拍腰间法带 一个墓盒出现在掌中 刚要打开 却被徐军铭阻止 看到这一幕 周围的人不由好奇起来 那墓盒设有禁止 神识无法参透 所以大家都很好奇 里面装的是什么 黄袍老道眼神中透着诧异 他这墓盒 虽然算不上什么重宝 却也是一件中品灵器 设有隔绝神识的禁止 若是不解开 根本别想知道 里面放了什么 但现在 看着徐军铭平静的神色 他真的能看到 黄袍老道心中暗暗猜测 徐军铭当然能看到 青铜镜的神意 除了在华夏世界 从陈灵手中 得到的那枚橄榄状的黑种子 目前还没什么东西 是他看不透的 在这墓盒中 放着一颗电青色 表面长满黑色圆点 大如圆桌的卵 这卵朴实无华 生机暗淡 但却透着一股凛然的正气 静光穿过弹壳 便是蕴含无数生命原能的弹叶 在这些弹叶症中间 蜷缩着一只龙头尸身 浑身毛发成黑色 头顶伸着独角的小兽 这小兽体内 藏而未发的强横气息 并不次于恍卵 甚至还要强出几分 这是 谢智 徐军铭心中激动 谢智是山海经中所宰的神兽 体型大者如牛 小者如羊 类似麒麟 全身长着浓密有黑的毛 双目明亮有神 额上通常长一角 谢智拥有很高的智慧 懂人言之人性 传闻他怒目言征 能变是非曲直 能识善恶中间 发现奸邪的官员 就用脚把他触倒 然后吃下肚子 他能变曲直 是勇猛 公正的象征 微微吸了口气 平复心绪后 你想交换什么 听到这里 黄袍老道心中立实 松了口气 实际上 那卵是他探索一个上古遗迹时 偶然得来 原本以为 能得一头强大的护法神兽 哪知道后费无数资源 在他手中百年也未曾孵化 现在他已经死心了 这次来龙宫群仙会 便打算把这美卵交换出去 弥补自己多年来的损失 至于这卵中是什么 他也不清楚 但他知道 吸收了近百年灵气 又吞噬了他手中无数资源 仍未孵化的卵 必然不是凡物 所以 刚才他才大胆起身 想要交换徐军明手中的灵宝 原本还担心 对方看不透这卵中灵兽 不会交换 现在看来 是他多虑了 我想要这件墓杖 虽然弥陀神山的品阶更高 但他本身主修墓系功法 盘蛇杖 无疑更适合他 随手一挥 盘蛇杖飞入他手中 他是你的了 多谢真人 怀抱盘蛇杖的黄袍老道 激动万分 这件灵宝完全可以 祭练成他的本命之宝 倒是度过原神天节的希望 便大大增加了 一路回去 无数羡慕极度的眼神 集中到此人身上 不过这里是龙宫 倒也无人敢抢夺 有了这诸遇在前 大家看向徐军明 身前剩下的那弥陀神山的眼神 变得更加火热了 这可是灵宝 修行界有价无事的顶级宝贝 若是过了这个村 可能一辈子就没机会了 把众人的眼神 尽收眼底 徐军明心中也期待起来 虽然那谢智 跟黄卵一样 也是一个消耗灵气的大户 而且孵化还早 但它的价值 明显超过了 在自己手里 没什么用处的盘蛇杖 不知道这弥陀神山 又能换到什么样的宝贝 第零四一五章 菩提金莲 老僧有一物 想要跟需真人交换 白马寺星空大师 寿梅一耸 开口道 哦 不知大师有何宝物 星空合上秀中 飞出一雾 缓缓落到徐军明面前 不知此物可否 众人忍不住 催动神石去看 这次倒让他们看清楚了 菩提金莲 乖乖 这是白马寺 大名鼎鼎的菩提金莲 众人惊呼起来 放在徐军明面前的 赫然是一朵盛开的金色莲花 莲花大如海碗 上下共计十六片莲叶 但金色的莲蓬上 生了十二个金莲子 莲花灵光缭绕 虽称金色 却丝毫没有半分魅俗 徐军明已经见惯了宝物 但看着面前的菩提金莲 仍然心中一阵 生出欢喜之感 菩提金莲是白马寺最珍贵的宝物 大名鼎鼎的仙根 不过随着灵气衰退 菩提金莲经过数万年的退化后 已经不复当初 但也是动名圆满的灵根 尤其这朵金莲中 蕴含精纯的先天太素灵气 只要稍加祭练 就是一件顶级的灵宝 把玩片刻后 徐军明放下金莲 此宝价值 还在我这弥陀神山之上 大师把它拿出来 只怕不仅仅是想要交换我这宝贝吧 菩提金莲 可是动名圆满的灵根 想要用灵宝交换 至少要一件九道灵敬灵宝才行 弥陀神山虽然不错 但还比不上菩提金莲 阿弥陀佛 徐真人法眼无额 星空和尚改为传音入密 徐真人炼气技艺绝世无双 老僧希望真人能为白马寺 祭练一件灵宝 暗道一生 果然后 徐军明同样传音道 不知是何灵宝 不知徐真人可知道空明石 徐军明心中一震 空明石他自然知道 这是一种先天蕴含 胡天法则的灵才 也就是所谓的先天灵才 是祭练胡天到灵宝的最佳材料 这样的宝材 他还从未见过 大师还真是好运到 这一刻 徐军明心中也不由升起些许极度 这样的宝物 他也想要 阿弥陀佛 此乃白马寺多年前一位高僧偶然所得 只是一直未曾遇到能够祭练灵宝的炼器师 所以才蒙尘多年 并非老僧个人之物 原来如此 此时我答应了 星空和尚脸上露出喜色 多谢徐真人 不必客气 不知道 这空明石何时拿给我 事关重大 还请徐真人 能在龙宫群仙会后去一趟白马寺 好 我答应你 随手一挥 桌上的菩提金莲没入袖中 而弥陀神山飞入星空和尚手中 在场的人没有一个傻瓜 都明白菩提金莲和弥陀神山之间价值不平等 但此刻交换成功 显然两人私下里做了其他交换 至于是什么 虽然后奇 却没人敢去问两位元神修士 到了这里 徐军明两件灵宝换出去 便走了下来 接下来便轮到其他元神修士 朱爱 你们谁上来 敖昆问道 阿弥陀佛 老僧已经换过 就不再上去了 呵呵 我也不用 叶孤云摇了摇头 自从让徐军明为他炼制灵宝后 他手里的洞明及灵才便用光了 剩下的大洞及灵才 虽然还有一些 但这些材料被身为元神修士的他 用处不太大 交换出去 也没办法增强多少实力 所以 叶孤云也懒得浪费时间 敖昆的目光看向徐黄 他也摇了摇头 刚出世没多长时间 除了师父徐军明赐下的宝贝 他根本没有多余的宝物 云仙姑 白发仙姑云没站起身 走到前面 从法袋中拿出一枚玉瓶 我这里有九滴月破真水 想换取九枚洞明及灵果 月破真水本身就是洞明及的灵水 换取同等级的灵果是理所当然 不过 有洞明及灵果 必然有灵根 除非大门派 散修可没有这样的宝物 而大门派门人弟子众多 洞明及灵果也未必能剩下九枚 所以 云梅说完后 第一时间朝徐军明看来 在场所有人 除了敖昆 大概就是灭了黑山魔教 获得武术战利品 同时又精通练气的徐军明 家底最为厚实了 注意到他的眼神 徐军明面带微笑 并未多言 洞明及的灵水 他不缺 洞明及的灵果 他有不少 却一样也想要 毕竟洞明及灵果 可是炼制九黄丹的主才 而九黄丹 则是元神级修士 用来增长功行的丹药 听说 白发仙姑云梅 也是一位炼丹师 如今看来倒是没错了 徐军明心道 道友 我这里还有九粒子雪灵桃 若是你不嫌弃的话 本王愿意与道友交换 一直没说话的敖昆开口道 听到这里 云梅心中不由 松了口气 子雪灵桃 跟他的月破灵水一样 都是洞明及的灵才 正合他用 那就多谢龙王啊 你我各取所需 云道友不必客气 敖昆微微一笑 显得极为谦和 听说龙宫藏宝无数 龙王不趁此机会 交换一二 在敖昆走上去 准备让其余人继续的时候 徐军明突然问道 多谢道友好意 正是因为我龙宫多宝 才不需要交换 与其中掩饰不住的骄傲 徐军明淡淡一笑 也未曾多言 后面便是诸多元英修士的舞台 虽然他们都是元英 但多数都有元英圆满的法力 甚至不少人 因为停留在元英圆满多年 配合自己手中领宝 拥有不下于元神一二界的战力 所以 他们手中的宝物 也很值得期待 不过让徐军明失望的是 类似谢智和菩提金莲这种 让他心中雀跃的重宝 并未再出现 唯一一次出手 便是用12滴北明真水 从一个元英圆满的散修手中 换来了一块 激进破碎的上古玉剪 这玉剪中并非什么功法 而是一篇 讲述青木道法的修炼笔记 不过内容极为高深 已经涉猎到了仙境以后 所以 徐军明极感兴趣 毕竟 他主修五行道 青木道也是其中之一 这次珠宝交流会 正正举办了七日 七日后 便又是一日休息 只等最后龙宫晚宴后 便可以离开了 第0416章 东华膳 东东 敲门声响起 徐军明睁开双目 随手一挥 解去静之后 进来吧 伴随着略显嘶哑的摩擦声 一身白裙 气质清冷的徐黄 走了进来 怎么 今日那云梅没去找你 因为都修炼水系道法 所以云梅 和自己这五弟子 一见如故 只要一有时间 便找上门来交流道法 没有 徐军明微微点头 坐吧 等徐黄在他对面的 蒲团上坐下来后 徐军明左手一挥 伴随着倒倒白色灵光 房间内的气温陡降 空气中飞起片片雪花 随手一挥 散去这一箱后 一把团扇出现在掌中 这团扇长一尺六寸 葫芦状的扇面 色成乳白 一侧刺绣凤凰 一侧则画着万里冰川 极为精美 扇谷仿佛上等的杨之玉 触手温润 在扇谷与扇面相接的地方 浮雕两个石纹 东华 扇谷在下方 则是半尺红流苏 流苏镜头 坠着一块小而拳头大小的 风行御绝 看到这把扇子 徐黄脸上也失去了 惯有的冷静 师父 这是给我的吗 徐军明点头后 随手一挥 东华扇 轻飘飘落入徐黄手中 这是为师按照你的喜好 打造的 看看喜欢吗 满脸欢喜地捧在手中 婆娑着用力点了点头 喜欢就好 这东华扇 耗费我诸多宝物 总共计量了九道灵界 有四般应用 其一 控水 一扇扇出 是小雨迷迷 还是大水滂沱 全有你心 其二 呼风 二扇扇出 既可以汇风合唱 也可以撕天列地 其三 寒冰 三扇扇出 寒霜万里 六月飞雪 化天地为寒冰 第四般应用 便是这凤行御绝 此宝原本不属于这东华扇 但为师顾虑 你乃三师分身 魂魄不全 原神留有破绽 未免被人以灵魂道法 和幻术所称 便祭练了这枚凤行御绝 实之 可护你心神 此四般应用 玄妙无妨 今日你回去后 当好生祭练 多多揣摩 别辜负了为师一番辛苦 是 多谢师尊 徐皇手捧东华扇 满脸的喜悦 虽然他凝练三师元神 出关拜师后 徐军明赐下了 胡天灵符 动天法剑 除葫芦 三剑顶级法宝 以及灵宝 水灵珠 但所有那些加起来 都不及东华扇 更对他的胃口 去吧 好好修炼 徐皇点头后 转身走了出去 此刻 敖昆正站在朝阴中 这些天来 他一直在犹豫 要不要彻底 跟徐军明撕破脸 利用提前设置好的陷阱 斩杀此人 为自己 心爱的九太子报仇 一开始的时候 他还信心十足 但随着跟徐军明 接触的越来越多 便越发地发现 此人的神秘和强大 他几次试探 都没能准确地感知到 徐军明的修为境界 神识一进入 对方身体周围一张 便瞬间消失了 那怕他动用龙宫中砖 用来探查的宝贝 也看不透徐军明的虚实 能成功吗 敖昆心中 已经越来越不自信 不过 再有三日 便是这次龙宫群仙盛会的 结束之日 如果他还不能 下定决心的话 等徐军明离开这里 他再想动手可就迟了 没有了龙宫的地利 他怕自己 不是徐军明的对手 而且 他还有一个 元神级的弟子 敖昆神色剧烈变化 目光无意间看到 旁边一幅画像后 神色瞬间坚定起来 那画像中所画的是一位 身穿淡粉色长裙 脸淡圆圆 看上去极为可爱的年轻女子 从其额角处地凸起来看 显然也是一位龙族 善娘 你放心 我一定为我们的儿子报仇 双拳紧握 决心越来越坚定 我龙宫下 万龙窑 就算是先来了 也一样镇压 更何况 他徐军明一个元神 想到这里 大步迈出朝阴阁 朝前面的宫殿走去 在自己的龙宫里 敖昆轻车熟路地来到 一处珊瑚围绕 其实点缀 美轮美奂的水线 大人 看到他过来 守门的虾兵谢江 连忙躬身问好 徐真人可在里面 在 敖昆微微点头 看了眼面前的宅院后 迈步走了进去 来到门前 屈指敲响 龙王 请进 听到声音 敖昆推门进去 看着身穿轻袍 盘腿坐在蒲团上的 年轻男子 敖昆压下心底的杀鸡 脸上保持着 清静的微笑 迈步走了过去 本尊仓物道法 有诗远营 还望龙王不要怪罪 呵呵 真人言重了 本王冒昧前来 打扰了道友清修 要说有罪 也是本王才对 徐军鸣淡淡一笑 随手一挥 地上献出一个蒲团 龙王请坐 等他坐好后 徐军鸣继续倒 不知龙王深夜来访 所为何事 素闻徐道友 乃是大勇 第一练器宗师 有将胜美誉 能练至灵宝 迎着敖昆关注的目光 徐军鸣微笑道 我确实能炼至灵宝 至于将胜之名 愧不敢当 道友自签了 道友为长春剑派炼制的 青双剑 为玄境思夜孤云炼制的 纯阳宝玉 可都是威力无穷的 上等灵宝 徐军鸣淡然一笑 听道友之意 也想让徐某为你炼宝 正是 不知道有可否应允 我与龙王一见如故 炼至灵宝自然没问题 那敖昆就先行谢过道友了 说吧 一挥手 三块大小不等 看上去有些残破的悬黑色布片 出现在敖昆掌心 在他们出现的瞬间 一直安静地待在徐军鸣 丹田内的幽名白骨帆 剧烈地颤动起来 一种强烈的渴望 传入徐军鸣心底 眉头一跳 气息有了片刻变化 敖昆目光一闪 一直紧盯着徐军鸣的他 瞬间察觉 道友见过这样的碎片 没见过 只是这些碎片古意盎然 想来应该是上古遗留的宝物 本尊性洗炼器 最喜欢的 就是这些上古流传下来的东西 故而看到龙王拿出 好奇 喜悦之下 微微有些失态 还望龙王原谅 敖昆摆了摆手 道友言中了 不过徐道友果然法眼乌额 这三块碎片 确实是上古遗留的宝物 虽然残破 但内中仍然具备浓郁的 先天太史幽名气 残存的禁制 也几具参悟价值 在下能够一关 徐军鸣连忙道 当然 随手一挥 三块布片朝徐军鸣飞来 借助后 丹田内幽名白骨帆的颤动 更剧烈了 感受到这些布片 跟幽名白骨帆同源的气息后 徐军鸣终于确认 他们便是幽名白骨帆的碎片 只是不知道为何流落到了这个世界 被龙江水族得到 收入了宝库 得来全不费功夫 有了这三块碎片 幽名白骨帆 起码能恢复一半的威力 作为一件可以媲美顶级仙气的下品 仙天灵宝 即便只能发挥半程威力 那也是仙异级的力量 而且比起普通宝贝 仙天灵宝不会随着灵气衰落而降低品级 所以即便放到华夏那个灵气衰微的世界 仙天灵宝也依旧是仙天灵宝 倒有如何 迎着敖昆的目光 徐军铭手掌一番 把三块碎片收了起来 这宝贝既然到了手里 他就没打算再还给敖昆 不知道也有想要炼制什么样的灵宝 敖昆自然注意到了徐军铭的小动作 不过这三块碎片 本就是他抛出去的诱饵 别说斩杀徐军铭后还能收回 就是丢了 他也不会心疼 我想炼制一把飞剑 飞剑 正是 敖昆点头后 龙宫宝库中 存着一块仙天灵精 因为龙江历代仙王 害怕炼骑师记忆不够 损坏宝物 所以一直未曾祭炼 如今 徐道友可以炼制灵宝 且手法高妙 本王犹豫在三后 才登门拜访 仙天灵精 徐军铭心中羡慕 白马寺有空铭石 如今龙宫也有仙天灵精 相比之下 他手中连一剑仙天灵才也没有 甚至连剑都未成见过 龙宫多宝 果然名不虚传 真叫人羡慕 我龙江水族数万年抵运 总有一些宝物在手 顿了一下 不知徐道友 可否出手帮忙炼制 既然收下了龙王的馈赠 本尊自然不会拒绝 既如此 就请徐道友跟我来吧 怎么 龙王没把灵精带来 如此珍贵的宝物 本王当然不会待在身上 还请徐道友 跟我走一趟 把这宝物从宝库中取出 龙宫宝库吗 徐军铭眼睛一亮 他倒是想看看 龙宫宝库中 到底藏着多少奇珍异宝 注意到他的神色 敖昆眼光一闪 心中暗息 徐道友 请 请 两人走出房间 正巧碰到徐黄过来 看了眼熬昆后 师父 你们这是 龙王约我有事 晚会再回来 徐黄点了点头 没再多说 看着两人的背影远去 目光闪了闪后 转身朝龙宫之外走去 就算了就算了